小老头的院子里 小老头安排了一间干净的屋子 让冷若李和君沫涵他们几人坐下 虽然他的家里一瓶如洗 但这个家的屋里屋外都收拾得很干净 让人看着就舒服 姑娘 公子 你们先在这里做会 我小老头给你们做点饭吃 话落 冷若李赶忙制止 老爷爷 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你做好了自个吃吧 那怎么行呢 你们是客人 我这个当主人的 怎么能让客人饿着呢 说实话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只能给你们煮些米汤将就着吃点 你们等一会 我很快就好 说完 小老头就拘搂着身子 走进厨房 喂几人做米汤 随后 冷若李和君沫涵也走出屋子绕了一圈 来到房子的后院 后院里种了一些蔬菜和花花草草 还有两棵桂花树和三棵桃树 看着比前院大了两倍 后院也是有两层竹篱笆围成的 后院的角落摆放着一大堆大小各异的小石头 可见小老头是有多么的喜欢雕刻 嗨嗨 突然 一阵不停的咳嗽声 传入冷若李和君沫涵的两人耳朵 冷若李和君沫涵仔细一听 是从另一间独立的小屋里传出去了 两人赶紧回到前院 只见小老头已经匆匆忙忙地从厨房里跑出来 走进那个独立的小屋里 随后 屋子里就传来小老头焦急的声音 老婆子 你没事吧 没 嗨嗨 是 嗨嗨 屋子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咳嗽 最终他想要表达没事的两个字 硬是说了半天才表达完整 然后 他又昏睡了过去 冷若李撩开猪帘 抬腿走了进去 抬头望进屋内 就看见了小老头 扶着一个满头白发 骨瘦如柴 紧逼着双目的老妇人半靠在床上 君沫涵也紧随冷若李的身后 走进屋里 老爷爷 老婆婆这是怎么了 冷若李观星问 哎 我家老婆子生病了 找大夫开了好多药都吃不好 小老头满脸忧伤地回道 老爷爷 我是一名大夫 让我给老奶奶看看吧 冷若李看着一脸虚弱的老妇人 秀眉微皱了一下说 小老头听了冷若李的话 微愣了一下 看着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有些不敢相信 姑娘 你真的是一名大夫 老爷爷 我真的是一名大夫 冷若李自信地回答 一旁的君沫涵也附和道 老人家 你别看他年龄小 但他的医术 在这片大路上 没有几个人可以比得上的 小老头听了君沫涵的话 又愣了一下 这个小丫头 看着年龄不大 没想到 医术竟然如此厉害 不过 他小老头没有亲眼见过冷若李治病 心里还是对君沫涵的话 存在怀疑 但他为了医治好自家老婆子的病 这两个月里 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也请遍了镇上的所有大夫 买来了各种药材 可是那些大夫 依然医治不了好他老婆子的病 目前他已经没有钱请大夫过来 给他的老婆子看病了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会医术的 他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那就麻烦姑娘 帮我家老婆子看看吧 小老头感激地说 没事 老爷爷 我会尽力给老婆婆医治的 冷若李说完 他走到老夫人的床边 帮他仔细地把了一下脉搏 立即启动了空间的仪器 随后 他得出结果 这个老夫人是得了肺炎 不过 幸好他肺炎的症状 还不是很严重 给他打两针抗生素 开一些止咳药物 和解热阵痛药给他吃 估计用不了多久 他的肺炎就会好了 冷若李就这样坐在床边 静静地为老夫人 仔细地检查身体 过一盏茶的时间 他也不说话 让站在一旁的小老头 有些着急了 姑娘 我家老婆子怎么样 文言 冷若李笑了笑说 老爷爷 老婆婆的病我能治 什么 姑娘 你刚刚说什么 小老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冷若李只好无奈地再说一遍 老爷爷 老婆婆这个病我能治 真的吗 姑娘 你没有欺骗我这个小老头吧 小老头得到冷若李肯定的答案后 脸上挂满了激动 真的 我没有骗你 冷若李认真的说 那姑娘 你需要什么药材 我现在就出去给你买回来 小老头激动地说 老爷爷 我身上就带着有治病的药 不需要你出去买 要不你去给老奶奶准备点米汤过来喂给她吃吧 冷若李笑着说 想要把小老头支开 马上给老夫人注射一针抗生素 好 我现在就去 那就麻烦姑娘 帮我家老婆子治病了 小老头兴奋地说 她知道自己的老伴还有救后 连走路都变得更加麻利了 一溜烟 她就走出了老妇人的房间冲进了自家的小厨房 这时 冷若李马上从她的系统空间里拿出一支抗生素 先给老妇人试皮 然后 她再给老妇人注射一剂抗生素 而老妇人病得迷迷糊糊地感觉到 有人在用针扎她 一阵刺痛把她惊醒 但她已经没有力气把冷若李推开 只能让冷若李为所欲为 等冷若李给老妇人打完抗生素后 又给她配了几包咳嗽药和解热症痛药 让她服用 这时 门外有人敲响了老妇人的房门 冷若李和君莫涵听到声音转过身 看见楚明轩也走进了房内 王妃 老婆婆怎么样了 用不用我帮忙 楚明轩看了一眼床上睡觉的老妇人 又看向冷若李问道 其实 楚明轩刚才也听见老妇人的咳嗽声了 但她碍于自己是个客人 并没有马上跟随小老头走出来 而是静静地听着老妇人房内的动静 可当她没有见到冷王夫妇 回到他们所待的那间屋里时 她就猜到 目前不需要你帮忙 我已经给老婆婆用完药了 冷若李泰然道 老婆婆咳得那么严重 应该是得了肺病吧 楚明轩随口一问 闻言 冷若李微微恶手 这时 小老头也煮好了米汤端进老妇人的房间 老爷爷 我已经给老婆婆用过药了 这几包要是我为她另开的药 纸里面包的 都是一小颗一小颗的药丸子 不需要你拿去肩服 你只需每次准备一杯白开水 让她按时把药服下就可以了 不出半个月 老婆婆的病就会痊愈 冷若李交代小老头说 好好 谢谢姑娘对我老婆子的救命之恩 小老头心里面感动得无以言表 差点就想跪到冷若李面前磕头 但她却被冷若李马上扶了起来 老爷爷 你不必这样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 我作为一名大夫的职责 冷若李平静地说 姑娘 你这么善良 一辈子都会有福报的 小老头真心地说 闻言 冷若李浅浅一笑 哦 既然老婆睡下了 我一会儿再喂她吃 姑娘 公子 你们就到那边的房子里吃饭吧 小老头笑着说 话落 冷若李几人客气地推辞 随即 冷若李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老爷爷 虽然老婆婆的肺病不是很严重 但我不敢保证 她的肺病没有传染性 我还是给你注射一针疫苗吧 包括楚明轩和尹晨 他们也要注射一针疫苗 预防他们感染上这个肺病 冷若李认真地说 虽然小老头和楚明轩都不明白 冷若李说的疫苗是什么东西 但他俩看着冷若李 那双清澈明亮 好看的毛子 他俩也没有问 冷若李担心两人害怕 让小老头和楚明轩闭上双眸 迅速为两人扎了一针 然后 他又未待在另一间屋里的尹晨 他们三人也扎了一针 王妃 你刚才拿的那个 套着一根绣花针的一个白色管子 里面装的是什么水啊 楚明轩满脸好奇问 刚才他和小老头扎针时 冷若李让他俩闭上了双眼 可是现在尹晨他们三个扎针时 他可是把冷若李拿来扎他们的工具 看得清清楚楚了 幸好 冷若李让他和小老头闭上眼睛在扎针 不然 他看着冷若李 往他身上扎针都发毛 夜晚 小老头为了方便照顾他的老伴 他吃过晚饭后 就早早地到老妇人的房子里照看他了 冷若李还特地吩咐尹晨和尹一两 隐藏在老妇人那间屋子的角落里 保护好那对老夫妻 因为他们敢断定 今晚肯定会有人来暗杀他们几个人的 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 而他们四人 则是在白天他们所待的屋子里休息 到了后半夜 冷若李他们刚睡了一会 就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一群黑衣人鬼鬼祟祟地分成两组 一组去了老妇人的屋子里 一组去了他们四人所待的屋子里 果真如他们所猜测的那般 这些人会分成两组人行动 因为谁都能猜到 他们这么多人 不可能都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冷若李他们四人 听见这些人 离他们休息的屋子越来越近后 立刻准备好好拔剑的姿势 而冷若李 则是从自己的袖口里 拿出一把迷你手枪 装上消音器 对准着屋门口 随即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所待的房屋门 一脚就被那些黑衣人给踹倒了 但那些黑衣人 他们又来不及防备 就被君莫涵的大手 汇聚成的一道掌风 把他们给拍飞了 一念间 那些黑衣人被掌风拍飞 然后 他们重重地 砸在院子里的地面上 顿时 那些可恶的黑衣人 惨叫连连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四人 马上闪身出去 几人握住自己手中的长剑 往那些在地上的黑衣人的脖子 轻轻地划去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一口气就消灭了一大半敌人 随后 他们马上去增还隐晨和隐一 而隐晨和隐一两人的战况 也是十分地激烈 不过 后来隐晨和隐一两人 有了冷若李和君莫涵他四人的加入 很快又把这一组的黑衣人 消灭了一大半 可就在这时 有一名蒙面黑衣人手持着匕首 架到小老头的脖子上 揪住小老头的衣领 慢慢地走出来 你们几个都给助手 不然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黑衣人朝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大吼一声 于成立 看在我们师徒二十多年的情分上 我劝你别再作孽了 小老头满脸失望地说 哼 你这个死老东西 当年我让你 助我一臂之力 稳固我在玉石商会的地位 你为何不帮我 于成立 用怨恨的语气说道 孽徒 我从你小时候就教育过你 学习雕刻玉石这门艺术 是不可以急于求成的 也不能太过急功近利 可你就是不听 结果 你雕刻的本事没有学好 偷偷地跑出去 跟别人学习了一身坏毛病 小老头心情沉重地说 哼 是我自己急于求成 太过急功近利了吗 还是你太过自私 不愿意把真本事交给我 我跟你学习了十几年的雕刻 你却让我每天帮你挑选玉石 于成立冷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要想学好雕刻 就要先学会选材 你连选材都不会 还怎么学习雕刻 小老头无奈地说 我呸 你少跟我说废话 于成立厌恶地 当着众人的面 吐了一唾沫 然后 他又对冷若里和君墨涵几人 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只要你们阻挡了 我成就大势的路 你们都得死 说完 于成立用嘴吹了一下口哨 隐藏在院子外面的 另一批黑衣人 马上显露出来 迅速把小老头的小院子 给包围了 于成立 看在我养育你多年的份上 求你放了他们吧 他们都是外乡人 不会妨碍你做的事情的 小老头哀求道 哼 他们今晚必须死 不然以后倒霉的 肯定是我于成立 于成立面目争鸣地说 他眼里 显露出满是疯狂的杀击 浓烈得有如实质 随后 他半迷着冰冷冷的目光 扫向小院子外的那群黑衣人 怒吼道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快动手啊 把这几个人都给我杀了 话落 那些包围住小院子外面的杀手 立刻翻过竹篱把墙走了进来 使小老头家里的整个院子 都弥漫着一股杀气 而且这些杀手的武力值 可比刚才的那帮杀手的武力值 看起来不知强了多少倍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看着这些杀人 逐步向他们靠近 顿时提高了警惕性 几个男的大长 马上握住自己的剑柄 做好战斗的准备 而冷若李 则是拿出了一把迷你手枪 藏在自己的袖口下面 也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一念间 这些杀手立刻拔出了长剑 朝他们冲了过来 隐沉他们立即迎了上去 君莫涵运起内力 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 握住白挤的软剑旋转了一圈 剑间摩擦出一片五彩斑斓的光芒 犹如一颗颗眨巴眨巴的繁星坠落而下 软剑的寒芒 马上斩灭了敌人的杀气 接十几名黑衣人倒地而亡 而后 君莫涵又挥起长剑 刺眼的剑芒 直冲而起 宛若一条充满了攻击性的游龙一般 从天上披落 把大袋接连在一起 而冷若里则是拿着手枪 对准黑衣人 一人来了一枪 很快就击毙了几个黑衣人 但也让那些黑衣人 对冷若里提高了警惕 后来 他就没有那么容易 打中那些黑衣人了 于是 冷若里只好把手抢针 接丢回他的系统空间里 换成一把占有剧毒的银针 朝黑衣人直接甩飞出去 结果 也消灭了不少敌人 这边尹臣和楚明轩 他们四人 也在奋力与杀手们进行打斗 见起见落 美人的脸上 全无丝毫表情 这些杀手战斗力 虽然比刚才那批杀手的战斗力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但是他们的武功 与尹臣几人的武功相比起来 还是弱势了许多 随后 这些黑衣人 很快就落了下风 此刻 于成丽也是满脸着急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打斗场面 不知不觉地 把他的注意力给转移了 这时 冷若里敲咪咪地退出打斗场地 然后 借着漆黑的夜色 躲进角落里 马上从他的系统空间里 拿出一把狙击枪 对准于成丽 一枪射了出去 正中于成丽的脑袋 他手上的那把匕首 瞬间掉落在地面上 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就倒地身亡了 那些杀手看见于成丽被杀死后 忙不迭退出打斗现场 他们连于成丽的尸体 都没有再看一眼 连忙四散奔逃 而小老头看着 倒在自己身旁的那具尸体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尽管于成丽 对自己从来没有顾及过 他们的师徒情分 以及自己对他的养育之恩 可是于成丽 毕竟是小老头 从小抚养大的孩子 小老头早已把他 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 那样看待 于成丽这下突然没有了 小老头心中真的很难受 随即 小老头蹲下身子 把于成丽抱在怀中 大声地痛哭了起来 哭得十分伤心 这时 屋里的老妇人 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 亮亮呛呛来到小老头的身边 看着早已没生机的于成丽 也是瞬间崩溃的大哭 今夜 这对老夫妻哭得很伤心 老夫妻们哭过后 老两头也想明白了 于成丽能有今日的结局 跟他们老两头也脱不了关系 可能是他们夫妇俩 对于成丽的要求太严格了 才会让他长歪 后来 冷若里他们经过 小老头的详细诉说才知晓 原来于成丽 从小就是一名孤儿 在他还未满五岁时 就被小老头 从外面捡回来抚养长大 并且给他取名为于成丽 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正直的好男 因此 小老头就以师徒之名 教他学习雕刻之术 想把自己的一身本事传授给他 可是于成丽并没有体会到 小老头的良苦用心 因为他的急于求成 不听小老头的劝导 偷偷地在外面学习了一身坏毛病 最终与小老头闹翻脸 还差点把小老头夫妇给逼死 姑娘 公子 今夜谢谢你们 诱救了我们老两口的性命 但现在我们家中出了这种事情 我就不方便留你们继续 在这里过夜了 你们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 小老头平稳了自己的情绪后 对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 当即下了逐客令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能体会到小老头此时的心情 并没有责怪过他 几人迅速地帮小老头 清理完小院子里的尸体 就打算离开小老头的家 但 冷若李刚踏出小老头的院子大门口 就突然想了一件事情 于是 他又返回屋里寻找小老头 顿时让君莫涵五人不明所以 小老头看见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对 老爷爷 我还有一事要找你 你说吧 只要我小老头能帮得上忙的 我都会帮你的 小老头爽快地回到 就是我手上有一块很特别的石头 想让你看看 那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别的不敢说 只要是找我来建立石头的 我只要瞧他一眼 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小老头一说出起石头就来了兴趣 随即 冷若李马上把它藏在系统空间里 那块白色鹅卵石拿了出来 小老头看见冷若李拿出来的白色石头 那双浑浊的眼睛 都看直了 姑娘 这块石头 你从哪里得来的 小老头好奇地问 老爷爷 这块石头 是我从火焰山上捡起来的 看着它怪漂亮的 我就把它拿在手上玩 冷若李简单地回道 姑娘 能让我仔细看看它吗 小老头激动地问 可以 冷若李看了一眼小老头激动的神情 爽快地答应 他把自己手中的白色鹅卵石 直接放到小老头的手上 小老头拿着它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嘴巴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是它 是它 真的是它 小老头的话 说得让冷若李 他们几人一脸猛逼 他们都不明白 小老头话中的意思 特别是君墨涵他们 他们连冷若李在哪里 捡起一块白色的鹅卵石都不知道 冷若李就看着小老头 拿着这块巴掌般大小的白色鹅卵石 激动了好一会儿 冷若李终于忍不住 开口提醒一下小老头 老爷爷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白头啊 闻言 小老头咧嘴笑了笑 小姑娘 你这回可捡到宝贝了 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鹅卵石 它是一块零石 零石是什么东西 冷若李好奇地问 零石是一种具有能量的石头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么干净的零石 在这片大陆上是很少见到的 包括我小老头 也是第一次看见它 姑娘 你这是捡到宝贝了 记得一点把它收藏好了 小老头如实地解释说 随即 他还特地叮嘱了他一句 哦 我知道了 谢谢老爷爷 冷若李与小老头道完谢谢后 转过身再次走出屋门口 当他经过小院子的石桌旁时 停留了一会儿 他给这对老夫妇留下了三个大元宝 然后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就马上离开小院子 等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离开了许久之后 小老头才发现 冷若李放在石桌上面的三个大元宝 想要把它们还回去 可是小老头已经找不到 冷若李他们的身影了 一炷香过后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打着手电筒 从小老头的家里返回了街上 此时 东方渐路于堵白 君莫涵 既然我们已经把于成利给解决了 要不我们好人做到底 趁着天色还未全亮 我们就把那个于于成利狼狈 围歼白狗关给解决了吧 免得他以后继续欺压百姓 冷若李提议道 李二 这个做法不妥 县令是南昭的朝廷官员 如果他突然被人杀死了 朝廷肯定会派人来查清楚他的死因 到时候要是因为这件事 牵连到那对老夫妻的头上 我们会把他们给害惨的 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冲动做事 君莫涵文言向冷若李解释道 哎 确实 刚才我忽略了这件事情 冷若李金君莫涵这么一说 瞬间明白了杀死县令的厉害关系 可是尽管我们不能把那个狗县令给杀了 但我们也可以想个别的方法去 教训他一顿吧 冷若李想到这时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坏坏的想法 然后 他一边想 一边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露出一点坏笑 君莫涵 我想到了一个既不用杀那县令 还能修理他的办法 让他一辈子都不能再作恶 说完 他就带头走在前面 留下君莫涵他们一阵风中凌乱 随后 几人赶紧追上冷若李 很快 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找到了县令府 几人悄悄地潜入那个狗关的府中 搜遍了整个县令府的后院 才找到那个狗关的身影 此时 他正躺在他的一个小妾床上 睡得正香 冷若李带着君莫涵 偷偷地溜进了那个狗关和小妾睡的房间 剩下的几人都被留在了门外 给两人把风 然后 冷若才从自己系统的系统空间里 拿出了两个会发绿光的恶鬼面具 一个递过去给君莫涵戴上 另一个则是自己戴上 当君莫涵看着冷若李丢给他一个 看着就让发毛的恶鬼面具时 君莫涵好看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两下 如果他俩都戴上这种恶鬼面具 就算不把人吓死 也会把人吓疯不可 原来他家王妃说的 就是这个办法啊 没想到他家王妃 还有这种的恶趣味 他正吐槽时 他家王妃已经把他的恶鬼面具给戴上了 此刻他正猫着腰 小心翼翼地抓起一把与狗关同床共枕的那个女人的头发 挑逗狗关的鼻子 用来给他挠痒痒 狗关正做着美梦 梦中他正与一名绝色家人在床上调情 突然 一只猫从他的脸上跨过 他立刻把那只猫咪给拍开 结果 他拍了几次 那只死猫又返回来 在他的脸上乱蹭 气得狗关大吼一声 死猫滚开 随后 狗关被瞬间惊醒 连睡在他一旁的小妾 被他这么一吼给惊醒了 两人刚睁开双眼 就看到自己头上有一只发着绿光 另一只发着红光的 丑陋恐怖的恶鬼正盯着他们看 两人当场吓得惨叫一声 鬼呀 吼完后 狗关和他的小妾立即被吓晕了过去 唉 君莫涵 这两人也太不惊吓了吧 冷若里气呼呼地说着 就把自己戴着恶鬼脸转向君莫涵 君莫涵 当他瞅见冷若里脸上闪烁着绿光的面具 如果他不是提前知道 这只恶鬼是人伴的 估计他也会被冷若里吓得不轻 他的王妃真的太会玩了 正当他神游太虚时 冷若里又想到了一个鬼主意 他又从自己的系统空间 拿出两个冰袋 放在狗关的胸口处 那个狗关突然感觉到自己胸口 传来一阵刺骨的冰凉 又被惊醒了 狗关被惊醒后 又看到冷若里和君莫涵的鬼脸 吓得马上坐起来 闭上双眸 颤抖着身子 往床脚里面躲 还把盖在小妾身上的被子也扯过来 把自己的整个身子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哈哈 冷若里还利用了 恶鬼面具上的变音器 把自己的笑声 掉变成阴森森的鬼笑声 然后 他的手伸到狗关身旁 把他盖在身上的被子给扯开 狗关 还我命来 冷若里连续说了两遍 那个狗关听到他的话 顿时被冷若里吓得个半死 嘴上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什么 给我说 冷若里大吼一声 随后 冷若里只踩在床上 把脸贴近狗关面前 不料狗关 抬眸又看了一眼他的脸后 又被吓得惨叫一声 这次他当场被冷若里给吓傻了 他笑呵呵 抬头看见冷若里 眼神变得散唤 目光呆滞 嘴角也流出了令人恶心的口水 等冷若里确认 这个狗关 真的被他吓傻了之后 他才把自己脸上 恶鬼面具摘了下来 同时也把君莫涵脸上的面具摘下 一同放回自己的系统空间 与君莫涵一同走出房间 可让他们感觉到奇怪的是 他和君莫涵在房间里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个县令府 居然没有人 过来查看这个小院子的情况 从而得知 这个狗关在家里 也是经常横行霸道的 不招人喜欢 或者是在这个县令府上 听到这种惨叫声 都习以为常了 王妃 你和王爷在里面做了什么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楚明轩满脸好奇地问 文言 冷若里黑黑一笑 神秘兮兮地说 秘密 让楚明轩他们四人 顿时一脸无语 不过 我可以交给你们一个好玩的任务 你们可以把房间里的那个傻子 找个猪圈扔进去 冷若里坏笑着说 众人 但 后来隐晨他们几个 还是拎着那个被吓傻的狗关 找了一个农户家里的猪圈 里丢了进去 一日一大早 整个镇上的大街小巷 都传遍了狗县令 睡猪圈变傻子的事情 那些曾经被狗县令欺负过 压迫过的那些老百姓 都统统跑去那户农民的猪圈外面 找那个狗县令撒气 他们确定 狗县令真的变成了傻子之后 往他身上 颇屎颇尿的人都有 总之 狗县令的下场十分凄惨 可当客栈的掌柜和店小二 对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八卦这件事时 他们只是笑笑 因为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们六个人 等冷若里他们吃过早餐后 几人又坐上马车 往南兆的汴京奔去 在冷若里和君莫涵的马车上 冷王夫妇突然挽起了失踪 两人都躲进了冷若里的系统空间 这回君莫涵并没有抱着他的兵书看 而是做起了翻译 此时 他手上正拿着冷若里 送给他的蓝色圆珠笔 帮楚明轩翻译古一书 而冷若里 则是在他的空间实验室里 全神贯注地做实验 突然 他实验室的角落里 散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那道光芒 直接射向空间外面的草地上 而他的空间草地 吸收了那道光芒后 草地瞬间又扩大了一个足球场大的面积 君莫涵 你快出来看 我的空间草坪又扩大了 现在已经有了四个足球场那么大了 冷若里一边说 一边从他的实验室里冲出来 立刻拉上君莫涵 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他的空间草坪上 他望着自己的空间草坪 又增大了这么多 兴奋地躺在草地打起滚来 君莫涵看着又扩大了那么多的空间草坪 心中羡慕不已 幸好脸而是自己的王妃 不然他也会妒忌上 别人拥有一个这么方便的随身空间 君莫涵 我打算好好地规划一下我的空间草坪 这边离我们别墅近的 就种草药和蔬菜 那边离别墅远些的 就种一些花花草草和果树 再弄个休闲区 挖一个露天的游泳池 哈哈 冷若里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又突然大笑起来 那模样真的毫无形象 不过君莫涵都已经习以为常 其实 他很羡慕冷若里这种 可以不顾计三纲五常 过着那种无拘无束的日子 眼角都不可抑制地流露出一抹笑意 却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 随后 冷若里就迫不及待地 拿了一把小锄头 把草地翻松了一下 把上次在原始森林得到的 一株鲜纹草种进土里 还把叶大夫送给他的火灵国打烂 把里面的栽种进土里 然后 浇上他冷若里 专门为草药调配的花草营养水浇上去 想看看 这两种草药能不能在空间里存活 而空间外的马车 依然不停地向南兆的汴京奔去 当他们路过一处名叫一线天的崖谷时 因为道路狭窄 他们的马车只能行驶得慢一些 可就在这时 墨地从悬崖上面滚下了几块巨石 有一块巨石正好砸中了冷若里 和君莫涵坐的那辆马车 幸亏引逸反应得快 他抬眸看见巨石往他们这个位置滚下来 他就马上朝马车里的冷若里 和君莫涵大喊了一声 自己也迅速躲避开了那几块巨石 可是给他们拉马车的那两匹马 就没有那好的运气 能轻易躲开了 他跟马车厢被巨石砸中了之后 直接掉入了丛林茂密的山谷里 半空中只传来了一阵马的丝鸣声 而引逸和楚明轩所乘坐的那辆马车 因为离君莫涵和冷若里的 所乘坐的那辆马车距离有些远 引二又及时地杀住马车 所以他们三人就逃过劫 但他们却被几块巨石挡在了一线天的外面 与引一被巨石隔开了 引逸 这回怎么办 这么大的几块巨石 我们三个人也推不开 也不知道王爷和王妃他们有没有被这些巨石砸中 楚明轩满脸担忧地说 话落 引逸原来就皱着的眉头 现在听了楚明轩的话 额头变得更皱了 随即 引逸马上跳下马车来到巨石的旁 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巨石挪开 可是不看不下人 一看吓一跳 挡住他们路的可不止一块巨石 而是并排三块巨石 这让引逸直接猛圈了 他们三个人的力量 加起来估计也撼动不了这块大石头 后来 他们三个也没有办法 只好在外面不停地呼喊 引逸和他们的王爷王妃 喊了好一阵子 才听到引逸的回话 此时 引逸都快急疯了 他们的王爷和王妃被巨石砸中后 可能连人带着马车都滚落到山谷的底下了 他也毫不犹豫地运起轻功 跳下崖谷 寻找君莫涵和冷若里的身影 可是 当他在山谷底下 找到自己所驾驶的那辆摔碎马车后 发现他们的王爷和王妃并没有马车里面 于是 他又在崖谷底下 寻找一会儿 冷若里和君莫涵 但依然没有发现他们两人 然后 他又慢慢地飞身上到一线天的崖谷上 紧紧地盯着崖谷的四周看 很希望他家王爷和王妃能够突然出现 可他刚回到一线天的崖谷上面 就听见被巨石阻挡在外面的引逸和楚明轩 他们三个人在呼喊他 他立刻应了一声 引逸 王爷和王妃 他们没事吧 引逸着急地问 文言 引逸当场大哭起来 呜呜 老大 王爷和王妃被巨石砸中后 滚落到崖谷底下不见了 引逸伤心地哭泣着说 什么 王爷和王妃不见了 引逸听到引逸的话 整个人愣了一会儿 随即 他和楚明轩引二 立刻运起青宫飞上巨石 又跨过另外两块巨石 来到引逸的身旁 引逸用指着自己脚下崖谷说 王爷和王妃 就是掉到这个崖谷里面消失了 走 我们马上下去找人 引逸焦急地说 他的话音刚落 就运起青宫 领头跳下崖谷找人 随即 楚明轩和引逸隐二 也跳了下去 五人在马车摔碎的周围 找了几遍 只瞧见那两匹被摔死的马 和被摔坏的马车厢 以及那块巨石 空间里 冷若李翻了一块地 和君墨涵回到别墅 才知道空间外面出了事情 于是 冷若李立即拉着君墨涵出了空间 两人瞬间出现在 一线天的崖谷上面 引逸 楚明轩 我们在上面 你们赶紧上来 冷若李从系统空间里 拿出一个扩音喇叭 朝崖谷底下大声呼喊 崖谷底下的几个人 听到冷若李熟悉的声音 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即 引逸和楚明轩几人 借助谷底的灌木铃 运起轻飞 脚尖轻轻一点 慢慢地飞上崖谷的上面 王爷 王妃 你们刚才躲去哪里 我们在崖谷底下 找了你们很久 都没有见到你 引逸刚飞上来 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冷王夫妇 刚刚在马车滚落时 我与你们家王爷被甩出去 两人都被挂在一棵大树上 短暂性昏迷过去 冷若李随意找个借口说 冷若李的话 让引逸和楚明间 他们半信半疑 特别是隐医 他可是 亲眼目睹了 他们的马车 掉落下崖谷的 但始终没有瞧见 冷若李和君莫涵 被甩出来的场景 难道是他看错了 为此 引逸小声地嘀咕道 其实 冷若李也不在乎他们 是怎么想的 只要大家没事就好 王妃 我们总共就两辆马车 一辆被巨石砸中 滚落到崖谷底下 另一辆 则是被阻挡在谷口的外面 可是堵住这个谷口的 三块大石头 我们几人也推不开啊 引逸十分头大的说 除了这条路 可以去到汴京 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冷若李看着自己面前的 大石头 淡淡地问 有 就是我们需要多走一天的路程 才能到达汴京 引逸眉头皱了皱回答 多走一天路程没关系 那我们就走绕路去汴京吧 走 我们马上走出这个一线天涯谷 冷若李浅笑道 他的话音刚落 君莫涵就一把抱住 冷若李的纤细的腰身 腾空而起 动作俐落地 跳到巨石上面 模样酷酷的 然后 再跨过三块巨石 跳下巨石 他俩就走出了一线天涯谷 这时 冷若李冷不丁地对君莫涵说 王爷 你的轻功那么厉害 你哪天有空了 就教教我呗 话落 君莫涵认真地看了一眼冷若李 不缓不急地说 丽儿 你知道我多大开始习武的吗 不知道 冷苦随口回答 这时 走在冷若李和君莫涵身后的 尹一笑嘻嘻地插嘴道 王妃 王爷还未满三岁 就已经开始习武了 尹尘刚说完 就被自己的尹尘老大甩过来 一记刀眼 给当场下的堵上嘴巴 低下头颅 默默地走路 君莫涵 尹一说得对吗 你真的是没满三岁就习武了 冷若李问 是 所以说 你这个年龄 已经不适合休息内里 敬轻功了 君莫涵平静地说 哎 你就是不想教我呗 不过 你还真是个可怜的娃眼 那么小 就被人摧残了 冷若李小声地嘀咕道 众人 随后 几人都挤上了尹尘和楚明轩 所乘坐的那辆马车 接下来的路由 尹一和尹二两人一起 在外面驾驶马车 而他们六人乘坐马车走了之后 一个带着黑色斗篷 穿着一身对筋的黑色长袍 手中抱着一把宝剑的瘦高个男人 走到悬崖边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冷若李他们离开的马车 他身后 还跟着一位头顶上 扎着一个翘起来的羊脚辫 上半身光着粗壮的膀子 胸前长着八块结实的腹肌 穿着一条又宽又大的竹筒装汉 刚才掉落到雅谷的巨石 就是靠他慢慢地 把一个个巨石滚到悬崖边上 等冷若李和君莫涵的马车 路过一线天时 再把巨石推到雅谷下 试图把马车里的人给砸死 可惜那个豆凤男子的阴谋 并没有得逞 两人只能站在悬崖边上 静静地看着冷若李和君莫涵的马车远离 接下来的二天三夜的时间里 偶尔会有一两个不长眼的人渣 故意招惹到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几人外 基本可以说是一路顺利利地来到了汴京 此时 南昭汴京的城门外 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几人 打算换上一身南昭国的衣服 这次连冷若李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也换上了一身男装 可他与君莫涵的颜值还是太过出众 冷若李又从袖兜里摸出两个假胡子 为君莫涵和自己贴上 还特意在两人脸上画了一个比较丑陋的妆容 而这些假胡子都是他前世做特工时 特地储备在他的系统空间里的 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平时执行任务换装 几人换好衣服后 准备以商人的身份进入卡京 君莫涵是老板 剩下的五人都是君莫涵待在身边经商的小弟 随后 几人都很顺利地过了汴京的城门 走在热热闹闹 熙熙攘攘的汴京大街上 这里的街道跟天舞国的街道都一样的繁华 南朝的汴京位于这片大陆的南方 因为这里春夏时间长 所以盛产各种水果 以及各种有名的丝织品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云棉布了 据说 云景布一年才织出这么一小段 不是宫中位高权重的人都穿不起 不过 他冷若里就很好命了 听他外祖母和两位舅母说过 他与君莫涵结婚的嫁衣 就是用云景布做成的 当时他还因为这件云景布做成的嫁衣 轰动了一时呢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悠闲地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到处都能听到商贩叫卖的声音 当他们经过一座石拱桥时 桥头边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利用两只小箩筐和一波脊 摆了一个简易的小摊 对着过往的人群不停地叫卖 卖发高嘞 卖发高嘞 他喊了几声 终于有一位相貌小气刻薄 绑大妖元的老妇人 走上前来询问价钱 小姑娘 问道 奶奶 我的发高很好吃的 卖得也便宜 一块三文钱 小姑娘笑着说 哼 一块三文钱还不叫贵 老妇人冷地笑道 奶奶 真的不贵 我的比前面那个发高铺 还便宜三文钱呢 文言 小姑娘也不恼火 依旧笑嘻嘻地说 我要先尝尝再买 老妇人看着眼前松松软软的发高 咽了咽口水 她还未等到小姑娘开口同意 就拿起两块巴掌大小的发高 塞入自己的嘴里 小姑娘看见老妇人的动作 微愣了一下点点头 勉强同意了 好啊 可是老妇人吃了两块了 还没有尝够 又抓起两块发高 放进自己的嘴里吃 直到自己打了两个宝格 再也吃不进去了 老妇人才摸摸自己 吃得圆滚滚的肚子说 你的发高不够甜 吃得我很腻 我不买了 小姑娘听了老妇人的话后 顿时着急了 不行啊 奶奶 你吃了我六块发高 请把这六块发高的钱给我吧 小姑娘愁着一张脸 抓住老妇人的脚 低声哀求道 老妇人用力拍了几下小姑娘的手 怒骂道 放开 小贱人 你的那些发高那么难吃 还敢拿出来卖钱 真不要脸 可是 小姑娘始终不愿意放手 即使被老妇人 把她的一双小手打得通红 还是扯着她的衣角 奶奶 求求你 还是把这六块发高钱给我吧 我娘还在家里等着先救命啊 小姑娘哭泣着说 马上在老妇人的面前跪了下来 不一会儿 就吸引了一群围观的群众 围观的众人 对老妇人不停地指指点点 大娘 你吃了人家小姑娘的东西 哪有不给钱的盗脸 有一个再也看不过去的年轻男子 走上前劝道 关你什么事啊 谁让她的发高做得那么难吃 还又骗我去尝试 我就是不给她钱 你能把我怎么样 老妇人双手插腰 理直气壮地对着年轻男子说 不一会儿 把年轻男子喷了一脸口水 气得年轻男子 都想抬起拳头打人 哟 你的拳头举那么高 还想打我啊 有本事你就打我呗 来啊 来啊 有种就往我苗婆婆的脸上打 老妇人当着众人的面叫嚣道 但那年轻男子 还是忍住了自己心中的怒火 拂袖而去 哎呦喂 原来是个没众男人啊 哼 还想替别人出头呢 老妇人看着那个年轻男子离开后 吉里呱啦 说了一大堆嘲讽年轻男子的话 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 随后 老妇人又看了一眼 跪在自己脚边 扯着她一脚的小姑娘 滚开 小贱人 老妇人骂完小姑娘 当着众人的面一脚踹开她 随即 小姑娘直接趴倒在地上 老妇人看都不看一眼她 拍打了几下 自己被小姑娘扯皱的衣服 就走上石拱桥 围观群众看了一眼小姑娘 都十分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散开了 而小姑娘看着老妇人远去的背影 用手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 重新回到自己的小摊子旁边继续叫麦 站在石拱桥一旁的冷落里 他们六人 把老妇人与麦发高小姑娘的事情 看得清清楚楚 王妃 这个肥婆 真是气人太甚了 楚明轩气呼呼地说 别急 她倒霉的时刻 马上来了 说完 冷落里等那个老妇人 上到桥拱上面时 冷落里从自己的袖兜里 甩出两根银针 甩向刚才欺负小姑娘的老妇人 正好扎中老妇人的小腿 痛得她咧嘴 蹲坐在桥边 不料却被那些匆忙忙来来往往的路人 一不小心 就把她撞进了河中 随即 半空中传来了老妇人的一声惨叫 接着 哈哈 王妃 那只肥婆掉到河里去了 楚明轩幸灾乐祸地笑道 文言 冷落里也坏笑了一声 转过身子 来到那个卖发糕的小姑娘面前 小妹妹 你这些发糕 能否在便宜文钱卖给我啊 冷落里笑着说 姐姐 不好意思 这些发糕 我不能在便宜卖给你了 小姑娘眼眶红红地说道 好了 小妹妹别哭 姐姐跟你开玩笑的了 你这些发糕我全卖了 你看看 我需要给你多少钱 冷落里呵呵一笑说 话落 小姑娘愣了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姐姐 你说 要把我的发糕 全部给买完 小姑娘确认道 对的 小妹妹 你算好 让我马上付钱给你 小姑娘得到冷落里肯定的答案后 马上数了数 自己的发糕数量 姐姐 总共还有37块 三文钱一块 你要 你要给我110文钱就可以了 小姑娘仔细思索了一回 算了算了数 随后 冷落里马上从自己的衣袖兜里 掏出一两银子 递过去给小姑娘 小姑娘 还是头一次看见银子 她的那双大眼睛 看着冷落里手上的银子都看直了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 说 姐姐 你给钱给的太多了 我身上没有钱帮你找零 小妹妹 你不用给我找零钱 这一两银子 除了那110文钱 是买你的发糕外 剩下的都给你 姐姐 不行 你的钱给的太多了 我不能要 小姑娘推辞着 她的态度 让冷落里和君莫涵 他们六人顿时充满了好感 这小姑娘够诚实地值他们帮助 那你先帮我记着吧 改天你在卖发糕时 我就不用给你钱了 你看看可好 小姑娘微皱眉头沉思了一会 终于点点头 那姐姐 你以后一定要记得 来这个桥头 找我要发糕吃 小姑娘叮嘱到 然后 她把冷落里递给她的一银子 收入自己的腰间 赶忙帮冷落里他们打包发糕 等小姑娘打包好发糕 递给冷落里后 再和冷落里连连道谢 就挑着小箱 开心地冲进对面的小巷子里去了 而那个掉进河里的那个妇人 也已经被人救了上来 虽然没被淹死 但是却喝饱了一肚子的脏水 冷落里把手上的发糕 分给君莫涵 他们一人一块尝试一下 几人吃了一口后 都连夸赞这个发糕做得很好吃 不是很甜松松软软的 吃起很有嚼劲 不过 这种发糕不能多吃 吃多了会很腻的 随后 冷落里和君莫涵 他们找到一家客栈先住了下来 冷落里打算 让大家今晚在客栈里好好休息一晚 明日再去吉王府看看 半夜 冷落里和君莫涵都睡不着 君莫涵就带着冷落里 来到屋顶上看星星 丽儿 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君莫涵仰望着美丽的星空 缓缓地说 君莫涵 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呢 冷落里满脸疑惑地问 因为当我知道 你不是这里的人之后 我就总感觉 你会在某一天离开我 回到你的原来长大的地方 君莫涵语气有些卑微地说 啊 他倒是很想回到现代 可是他极有可能 永远都回不去了 冷落里在心里面自言自语地说 我离开了你不是更好吗 那样 你就可以娶一个自己喜欢的王妃 然后 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 冷落里平静地说 谁说我和你在一起就不快乐了 丽儿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君莫涵说着这番话时 一把抱住冷落里 然后 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 很害怕冷落里会突然消失了 君莫涵 你先放开我 我快被你勒死了 冷落里无语地说 闻言 君莫涵马上松开怀抱 跟冷落里道歉 丽儿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真的太害怕失去你了 君莫涵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冷落里抬眸看着他 一脸怀疑地问 真的 丽儿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喜欢上你了 你是我君莫涵这辈子 第一个喜欢上的女子 也将会是我最后一个 喜欢上的女子 君莫涵一脸认真的说 顿时 让冷落里一时半会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些什么 愣了许久 冷落里才缓缓地开口 那上次我们大婚后 在长寿宫里 皇后怀疑我失去清白时 我问你 要是我真的失去了清白 你会怎么对我 当时你为何不说话 丽儿 你误会我了 我当时是在思索着 怎么保护你 如果你真的被迫 和别的男子行了夫妻之礼 父皇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在天舞国的皇室里 对待失去真洁的女子 是零容忍的 即便是皇祖母出手 她也护不住你 君莫涵慢慢地解释道 君莫涵 你说的话可是真的 当时你真的在想办法保护我 冷若里满脸怀疑地问道 真的 我君莫涵从来都不说假话 君莫涵认真地回答 君莫涵的话 顿时触动了冷若里的心弦 在他的心中 瞬间升起了一团小小的火苗 就在这时 对面的楼顶上 有两个蒙面黑衣人 从他俩的眼前一闪而过 刚开始 冷若里和君莫涵并没有多在意 可过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两个蒙面黑衣人 一人扛着一个东西 再次从他们对面路过 冷若里和君莫涵 两人定情一看 这两个蒙面黑衣人的肩膀上 居然各扛着一个小孩子 君莫涵 我们赶紧跟上去看看吧 这三更半夜的偷走别人的孩子 这件事情十分严重 冷若里秀眉皱了一下 速声道 君莫涵听了冷若里的话 立即点点头 伸手轻轻地搂住冷若里的细腰 运起轻功就追了上去 两名蒙面黑衣脚尖 借住屋顶上的瓦片跑得飞快 片刻后 就来到了荒郊野外的 一间废弃的屋子里面 两名蒙面黑衣人进去后 随即冷若里和君莫涵也跟了上来 君莫涵 这两个黑衣人 各扛着一个孩子来到这里 他们是要干什么 冷若里满脸疑惑地问 我也搞不明白 我们还是偷偷地前进去看看吧 君莫涵说 随即 君莫涵抱住冷若里的细腰 腾空而起 很快就进入了 这座荒废的院子里 进来后 两人马上躲进院子里杂草丛中 然后 两人借助杂草丛的遮掩 慢慢地来到废屋子的走廊外面 找到一个适合隐藏两人的窗户边 再定情往废屋里看去 此时 废屋里有一个穿着一身白色脱地长裙的白发女人 背对着门口站着 我要的一对同男同女 你们给我带回来了吗 女人语气不善地说 回主子 我们已经把同男同女给你带回来了 说完 两个蒙面黑衣人 就把他们刚刚偷回来的两个孩子 放在那个白发女人身后的地面上 然后 白衣女人抬手轻轻地摆了摆 那个黑衣人 立刻就明白自己主子的意思 马上退了出去 冷若里和君莫涵两人 透过窗户的破洞口 立刻就看清楚了 地上那两个小孩子的模样 不过令两吃惊的是 那个小女孩 居然是今日在桥头边上卖发糕的小姑娘 此刻 正在昏睡的她 根本就不知道 接下来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而她身旁躺着的那个小男孩 也和她一样昏睡着 那女人等她的两个黑衣人下属离开后 她才慢慢地转过身子 眼神贪婪地看着躺在地面上的那对同男同女 冷若里肿君莫涵地看清这个女人的面容 差点就把两人给当场丑吐了 那个白衣白发的女人 整张脸皱得只剩下张皮 那一条一条的皱纹路 好像毛毛虫身上一节一节的纹理 连她的手上也是那样 还长了一双又尖又长的指甲 真的是令人恶心极了 随后 那个丑女人蹲下身子 用手摸了摸两个小孩子的脸 扎扎嘴 就想用手指甲 挑破小姑娘的脖子上的动脉吸血 冷若里感觉到 这个丑女人的举动不对劲 立刻拿出一把狙击枪 对准这个丑女人打了一枪 一枪就打中了丑女人的手臂 那个丑女人痛嚎了一声 猛地转过身子 往冷若里和君莫涵所隐藏的方向 看了一眼 迅速逃离 冷若里和君莫涵 马上冲进屋子里 查看了一下两个孩子的情况 然后 冷若里把两个孩子 转入了她的系统空间里 就跟在那个丑女人的后面追了出去 两人刚追了出来 就被刚刚偷小孩的两名黑衣男子 冷若里都没怎么出手 君莫涵几个回合 就把他们两个给杀死了 随后 他们夫妻俩就立即追了出去 因为他们夫妻俩 刚才和那两个黑衣男子打斗 耽误了一点点时间 所以 当他们夫妻俩追出这座破院子时 那个丑女人都已经跑得没影了 君莫涵只能靠自己灵敏的嗅觉 带着冷若里追上去 不过 他们夫妻俩追了没多久 就在一处河岸边 发现了那个丑女人的身影 因为她被冷若里的枪给打中了 手臂受了重伤 所以 她根本就跑不快 这时 冷若里又拿出一把迷你手枪 打算把这个丑女人立即打死 这个丑女人 也感觉到自己有危险 拼尽全力 以最快的速度 跳进了身后的河水中 随即 河水里冒出了两个大水泡 那个丑女人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河面又恢复了平静 哎 又让她给跑掉了 冷若里有些惋惜地说道 丽儿 没事 她都成了那副模样 又受了重伤 也够她折腾的了 君莫涵安慰道 话落 冷若里点点头 然后 他们夫妻俩 马上赶回客栈 在客栈的房间里 冷若里把两个孩子放了出来 把他们叫醒 那个卖发高的小姑娘 一睁开眼睛 看到冷若里和君莫涵 就认出了两人 就是今日在桥头边上 买完她的发高的哥哥姐姐 还误以为是他们 把自己给掳走的 随即 她和身旁的小男孩 一脸害怕地看着两人 哥哥 姐姐 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后悔了 没让我给你们找零钱 小姑娘满脸惊恐地问道 冷若里和君莫涵 都不是 而是你们刚才 被两个坏人弄昏带走了 刚好被我和这个大哥哥 给救了下来 你们现在还记得 当时自己是怎么 被坏人弄昏的吗 冷若里解释完 又关心地问 姐姐 我当时正给我娘亲熬好药 突然感觉到自己身后 来了一个黑衣人 我正想转过身看看 那个人就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然后 我的后背传来了一阵刺痛 就昏过去了 后面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小姑娘仔细回想起 当时的情景说回答 那你呢 冷若里又指着小男孩问 姐姐 我一躺在床上睡觉了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小男孩害怕地回答 那你们两个 还知道回家的路吗 我送你们回去吧 冷若里笑了笑说 两个小孩都使劲地点点头 然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 两人先把最近的小男孩送回家 再把小姑娘送回去 当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把小姑娘 快要送到家门口时 睁眼望去 就看到有一位妇人 拄着拐杖 站在门口处东张西望 苍白的脸上满是焦急 看到这一幕 小姑娘飞快地跑过去 娘亲 你怎么跑出来了 小姑娘扶住妇人 着急地问 月儿 你三冬半夜的 跑哪里去了 我一娘在屋里喊了你半天 都没有听见你回应 就爬起来走进厨房里看看 结果看见 厨房里洒落了一地的汤药 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呢 月儿的母亲 满脸担忧地说 娘亲 我没事 刚才厨房突然出现了一只猫 把我吓了一大跳 那碗药 也被我不小心打落在地上了 我气不过 就找那只猫算账去了 不小心跑进了巷子里 月儿笑嘻嘻地说 自己被坏人偷走的事情 只字不提 你这孩子真是的 那只猫懂得什么 汤药洒了就洒了吧 还跑出去跟一只猫计较 害得为娘一阵担心 夫人用手指点了点 月儿的小巧的鼻子 宠溺地说 娘亲 我知错了 下次保证不会那么做了 月儿低头认错 记住 以后再也没有下次了 月儿的母亲再次警告 闻言 月儿使劲地点点头 娘亲 月儿给你介绍两个人 这时 月儿指着冷若李和君莫涵说 娘亲 月儿刚才跑远了 在七飞的小巷里很害怕 是这个大哥哥和这个大姐姐 担心我的安全 特地送我回来的 听了月儿的话 夫人朝冷若李和君莫涵这边看了一眼 两人身上散发着一声贵气 夫人一看就猜到 他们不是普通人 剑夫谢过公子和姑娘 送我女儿回家 最近这边境不太安全 经常发生偷孩子的事件 我这个当母亲 很是担忧自家孩子的安危 今晚我家姑娘真是调皮 幸亏两位帮我 把孩子送回来 夫人脸色担忧地说 这位嫂子不用客气 我刚好路过 得知这个小姑娘刚好迷路了 就顺路把她送回家里 不过 你刚才说的那个偷孩子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冷若李满脸疑惑地问 两位都是外地来变金的吧 话落 冷若李微微恶手 我和哥哥 是今日刚到的变金 冷若李半真半假地说 难怪你们不知道 在变金里偷孩子的事情 夫人叹息道 她站的时间有些久了 现在感觉到很累了 那嫂子能跟我们 简单地说说这件事情吗 哎 这半年里 变金内曾出现过 多次偷孩子的事情 贱妇听说 那些被偷出去的孩子找到后 都成了一具被人吸干血的尸体 样子十分恐怖 至今 官府都没有人能把凶手 给抓住呢 因为这件事情 把变金闹腾得人心惶惶 夫人气喘吁吁地说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就谢过嫂子告知我们了 你身子不舒服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 冷若里看了一眼妇人的身体 打算马上告辞离去 临走时 冷若里看了一眼 小姑娘居住的环境 这里的一整条巷子 盖得老是竹笠坝房 屋顶上没有一块瓦片 全用的是茅草遮住屋顶 这边 丑女人跳入河中之后 一路往上游 游了许久 见没人追她 才从水里钻出来 爬到岸上 一阵夜风吹过 她全身冷得瑟瑟发抖 强忍住手臂上的疼痛 往皇宫走去 皇宫里 年已过五十岁的南兆王 满脸兴奋 大幅翩翩地 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 柔贵妃的月柔宫走去 而守在月柔宫外的两名宫女 瞧见南兆王 向他们月柔宫这边走来 这两名宫女 急得直冒冷汗 这可咋整呀 他们的贵妃娘娘 今晚迎时就跑出宫去了 现在四十都没有看到她回宫 要是被皇上发现了 贵妃娘娘 没有经过她的允许 擅自离开皇宫 他们整个月柔宫都会倒霉的 两名宫女正想着 皇上已经来到他们两人面前 皇上身边的总管太监 看到这两个守门宫女 见到皇上都不知道行礼 立刻呵斥道 你们两个大胆的奴婢 见到皇上还不快点行礼 闻言 两名宫女马上反应过来 立刻跪在皇帝面前行礼 奴婢 拜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两名宫女齐声高呼 你们两个怎么了 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南兆王皱着眉头问 回 回皇上的话 奴婢 奴婢两人刚才打翻了贵妃娘娘 最喜欢那套琉璃盏茶杯 然后 贵妃娘娘把奴婢俩轰了出来 因为奴婢俩很害怕 贵妃娘娘会惩罚我们 所以 奴婢俩人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两名宫女一脸紧张地说 哎 别担心 你们的贵妃娘娘那么善良 她是不会惩罚你们的 皇上安慰道 呜呜呜 皇上 贵妃娘娘这次真的很生气 两名小宫女低声哭泣说 哈哈 那就等朕进去瞧一瞧 她是如何生气 柔儿进宫五年了 每次与朕说话 都是温声细语的 朕还真没有见过她生气的模样 皇上爽朗一笑 皇上 您还是稍等一下再进去吧 奴婢 奴婢害怕贵妃娘娘的气 还没消呢 两名宫女跪在地面上 已经紧张地 满脸冒出了冷汗 话落 皇上的脸色立即就变黑了 浑身散发着一股冷气 皇上身旁的总管太监 也觉察到 皇上身上冒出来的冷气 立即对着跪在地上的两名宫女指责道 你俩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让皇上躺在宫门口 来人啊 给咱家 总管太监的话还会说完 月柔宫里就传出一道温柔似水的女声 是谁在本宫的宫门外 不停地大呼小叫 说着 柔贵妃马上打开了宫门 听到贵妃娘的声音 跪在地上的那两名月柔宫的宫女 顿时松了一口 他们的主子终于回来了 不然 皇上强闯入月柔宫 看到贵妃娘娘不在宫里 他们整个月柔宫的下人 都会倒大霉 然而 柔贵妃的一出现 瞬间把站在宫门口的皇上太监宫女 都看愣住了 他们的贵妃娘娘 好像又变美了许多 她有着一头 犹如银河般璀璨的银色长发 夜风轻轻地吹拂着她的银色发丝 使她们微微飞舞着 让人看起来 有股仙气飘飘的感觉 她的肌肤 有着如雪一样白皙 拥有着一张极其精致的小脸 眉如细柳 有一双勾人心魄的大眼睛 那大眼睛漂亮地让人看一眼 就有种忍不住沉醉在其中的感觉 不过 细心的人会发现 在这双大眼睛的目光 却隐藏一丝阴质 这名女人 就是年仅25岁的 难照顾的贵妃娘娘 温月柔 柔 是朕又过来看你了 却被你的两个宫女一直拦着 不让朕进去 还让朕等一会再进去 皇上立刻跟柔贵妃告状 皇上 这两个小妮子 也太不懂事了 刚才还打翻了本宫的琉璃展呢 现在竟敢把皇上拦在月柔宫门外 本宫不就是洗个澡而已吗 本宫的人都是皇上的 还有什么皇上见不得的东西 你们两个真是鱼目脑袋 来人把这两个奴婢 拉一人抽五十鞭子 柔贵妃冷声吩咐道 柔贵妃的一声令下 立即就有太监走了出来 恭敬地回道 是 贵妃娘娘 而 还跪在地面上的那两名宫女 听到柔贵妃的话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此时他们 真是有苦都无法说 两人就只能任由这几个太监 把他们拖下去 皇上 您进来吧 臣妾为你准备了花茶 柔贵妃走到皇上面前 凑到她的耳边 低声细语地说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扑鼻香气 直接侵袭着皇上的鼻子 让她如梦似幻 好好 朕最喜欢喝你泡的茶了 皇上乐呵呵地说 现在她的魂魄 早就被柔贵妃勾去了 此刻 皇上任由着柔贵妃 把她拉进宫里 于公公 总管太监 今晚就劳烦你帮我守护宫门了 柔贵妃把皇上拉了进月柔宫后 又对吩咐总管太监说 贵妃娘娘 你放心吧 有奴才守在外面 一只蚊子都进不去 于公公轻轻地甩了一下扶尘 满脸堆笑说 于公公果然是个聪明人 难怪皇上在本宫面前老夸你呢 柔贵妃浅浅一笑 奴才谢谢贵妃娘娘的夸赞 于公公恭敬地回道 随后 柔贵妃轻轻地关上了柔月宫的宫门 此时 皇上已经走到月柔宫的茶几旁坐下 柔贵妃也走进去 来到他平时最喜欢待的茶几旁坐下 其实温月柔以前并不喜欢学习茶艺 可却因为那个人喜欢喝茶 他硬是强迫自己学习茶艺 还花重金 找了一名茶艺高超的师傅教他 但是 他依然得不到那个男人的爱 后来 他温月柔一气之下 故意勾引上了皇上 成为了柔贵妃 也成为了那个男人的后娘 可是他依然不甘心 自己得不到那个男人 别的女子却能轻易得到那个男人如真似宝的宠爱 正当柔贵妃回想过去事情时 他被皇上的喊声拉回神 饶儿 饶儿 你在想什么呢 这白水已经滚了 皇上看着他提醒道 皇上 臣妾正在想着 这花茶要怎么冲出来 它的香味更纯粹呢 柔贵妃笑着解释道 饶儿 不用那么费劲的 你随意冲吧 朕都会喜欢喝的 皇上闻着柔贵妃身上的香气 那双眼情变得越来越迷离 一日清晨 中退宫里 西妃娘娘吩咐几名宫女和太监 分成两组 走进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住的寝室 伺候她们起床 十一皇子的寝室里 宫女和太监们进来后 马上把十一皇子的床杖子给扎好 便瞧见床上用被子 把自己头罩住的十一皇子 一名宫女以为十一皇子又跟他们捉迷藏 于是 她笑着慢慢地把自己的脑袋 凑到十一皇子的跟前 轻声呼唤了几遍十一皇子 但十一皇子没有半点反应 宫女只好把十一皇子的被子掀开 可是被子掀开后 差点没把她给吓死 她看到被子里的十一皇子 只剩下一副皮包骨恶心尸体 寝室里其他的几名宫女太监们 听到这个宫女的叫声后 他们马上走了过来 也看了一眼床上的十一皇子 都被吓得连忙跑出了十一皇子的寝室 而十二公主也和十一皇子一样 都成了一具被什么东西吸干血的尸体 被安排去伺候十二公主起床的宫女太监 也是被吓得 马上逃出十一公主的寝室 此时 正在中翠宫小花园里散布的西妃娘娘 听到宫女太监们 禀报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的寝室里的情况 她整个人都崩溃了 跌跌撞撞地来到她两个孩子的寝室看了一眼 结果看完后 当场晕了过去 随即 中翠宫的长势嬷嬷 马上吩咐人去告知皇上 月柔宫里 柔贵妃慢慢地从床上起来 检查了一下自己手臂上的伤 然后 她走到梳妆台旁 坐下打理自己的那头银色长发 她望着铜镜里面那张 早已恢复了往日那般完美无瑕的容颜石 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昨晚 她中了那两人射出来的暗器 还被他们一路追着跑 一直追到河边 害她吸不了那对同男同女的 恢复不了自己的容貌 她心中恐慌疾 很害怕被别人瞅见自己那副鬼样子 不过 她温月柔回到皇宫时 突然想起自己的死对头西妃娘娘 还有一对九岁的儿女 于是 她偷偷地潜入了西妃娘娘的中翠宫里 趁着夜色 中翠宫里面的宫女太监们都睡下了 她才悄眯眯地来到十一皇子和十二公子寝室 把他们的鞋给吸干了 她脸上和身上 才恢复了如婴儿般那样娇嫩的白皙肌肤 最终赶在了皇上强闯月柔宫之前 回到自己的宫殿 而皇上对柔贵妃的一切举动 则是一无所知 此刻皇上还躺在她的床上打憨 柔贵妃听到皇上的打憨声 就一脸厌恶 她真想立刻把这个昏君弄死 可是无奈她的目的没有完成 目前留着她 还有利用价值 正想着宫门外 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皇上 贵妃娘娘 你们醒了吗 守在门口的于公公 扯着一个尖锐的公压嗓子 焦急地说 可是于公公的话说完许久 月柔宫里 依然静悄悄地没有回应她 正当她打算再次去敲门时 月柔宫里传来了一道温柔的女声 于公公 皇上还在睡觉呢 你有什么事情吗 柔贵妃轻声说问道 娘娘 钟翠宫出事了 麻烦你告知皇上一声 于公公说 好 本宫现在就去叫喊皇上起来 你让人给皇上准备洗漱水吧 柔贵妃应声道 随手把月柔宫的宫门打开 让那些宫女太监们进殿 她才转过身子 优雅地走到床边 轻轻地呼唤了两声 皇上 皇上 但 躺在她床上睡得正香的皇帝 她的憨声依然如雷惯耳 柔贵妃见自己没把皇上给喊醒 就抬手轻轻地摇了摇皇上的胳膊 皇上才迷迷糊糊地说 柔 别淘气 让朕再多睡一会 皇上 你不能再睡了 听于公公说钟翠宫那边出事情了 你还是赶紧起床 过去看看吧 柔贵妃把嘴巴凑到皇上的耳根边 轻声轻语地说 钟翠宫 钟翠宫又出了什么事情了 皇上听了柔贵妃的话后 皇上 您还是赶快起来去钟翠宫看看吧 柔贵妃言语体贴地回答 闻言 皇上让柔贵妃把她扶起来 然后 她微微恶手 好 朕马上就过去 来人 过来给朕更衣 话落 于公公带着一群小宫女和小太监 拿着毛巾 束口的柳叶 端着水盆 端着龙袍 陆陆续续地走到皇上面前 奴才 奴婢 伺候皇上洗漱更衣 于公公甩了一下浮沉 带着小宫女小太监们 跪在皇上的床边 语气恭敬地喊道 皇上朝于公公他们摆了摆手 随即于公公带着小宫女小太监们站起身 然后 柔贵妃就带着宫女和太监们 先伺候皇帝洗漱穿衣 一群人急急忙忙地花了一炷香时间 才把皇上的仪表整理好 之后 皇上又坐在一旁 等着柔贵妃整理完妆容 两人才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来到中翠宫 此时 中翠宫的西妃娘娘 也就是十一公主 和十一皇子的母妃 已经哭晕过去 一次又一次了 每次被长势磨磨弄醒了 她又回起自己的两个孩子 被人吸干血的那模样 她的心脏就受不了再次晕过去 当皇上和柔贵妃赶到中翠宫时 西妃娘娘还在昏迷着 皇上只能 直接带上柔贵妃 来到十一皇子的寝室外 她就远远地 看见一群宫女太监们 都跪在十一皇子 和十二公主的两个寝室门口外面 她顿时皱起了眉头 于是 她当场对两个寝室的门口的 宫女太监们大声地怒吼道 你的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 到底怎么了 话落 跪在地上的那些宫女 和太监们的头颅压得更低了 皇上只能自己 抬腿走进十一皇子的寝室 快步来到十一皇子的床边 她用手撩起床杖 睁眼往床上看去 一句干瘪瘪的 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尸体 映入她的眼帘 啊 当即吓得皇上大叫一声 身子跌跌撞撞地往后退 如果不是她身后的柔贵妃 接住了她 皇上极有可能 直接摔倒在地上 而柔贵妃 看着床上十一皇子的那具尸体 嘴角勾起一抹杨枝的笑容 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 你们可不要怪我温月柔歹毒啊 要怪就你们自己倒霉了 吉王府 吉王和吉王妃 刚用完早餐 就听到侍卫进来禀报 王爷 王府门口外来了一帮人 他们说 是来找您的 侍卫拱手说道 找本王的 那你有没有问清楚 他们是从哪来的 吉王随口问 属下已经问过他们了 他们说 让王爷亲自到王府门口 看一眼便知 侍卫把那些人说的话 传达给吉王 吉王听了侍卫的话 顿时皱起眉头 到底是谁那么大胆子 居然敢让他吉王 去王府门口迎接他们 这让他十分好奇 王爷 你就出去见见他们吧 说不准是我们的恩人 来汴京了吗 吉王妃在一旁劝说道 吉王瞬间被吉王妃的爹点醒了 爱妃说得对 现在已经三个月过去了 冷王和冷王妃他们 极有可能已经来到了汴京 吉王说完 他就飞快地跑出去 他来到王府门口 看见门口外 站着几名拽拽的男子 他先是微微一愣 随即 他才反应过来 这些人真的是冷王和冷王妃他们 冷王 冷王妃 果真是你们 你们终于来汴京了 本王可是盼了你们好久呢 吉王满面笑容地说 怎么样 吉王爷 你没想到吧 冷若里 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转了转眼珠子 秀眉挑了挑 也遇到 确实如冷王妃所言 让本王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本王前一阵子 收到探子的回报说 三个月前 火焰山上的地龙翻腾出来了 冷王和冷王妃 上了火焰山后就失踪了 本王以为你俩 吉王说到最后时 立即止住自己的嘴巴 放心吧 吉王爷 我们扶大命大的 一个火山爆发 不会那么容易把我们送归西的 冷若里无所谓地说 这时 吉王突然朝对面的角落里 撇了一眼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冷王 冷王妃 门口眼线众多 咱们还是屋里说话吧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也觉察到了 这附近 有人在紧盯着吉王府门口 几人听从了吉王的话 快步走进了吉王府 而吉王爷对身旁的侍卫 使了一个眼色 那侍卫立即运起 轻功飞朝那个角落飞去 而吉王直接把君莫涵和冷若里 请进客厅里坐下 让下人为他们一人 上了一杯茶水 和一份点心 吉王爷 三个月过去了 不知道吉王妃的身子好些了吗 冷若里关心地问道 说起这件事情 还真是多亏了冷王妃出手相救啊 当时如果不是你当机立断 救了我妻儿的话 他们肯定会没命的 吉王感激地说 吉王爷 不用那么客气 救死扶伤 本来作为一名大夫的职责 冷若里浅笑道 可是能做到 像冷王妃这样人品高尚的大夫 这时间真没几个呀 吉王感叹道 文言 冷若里只玩耳一笑 轻力的笑容 充满浅下风凉一般的那种舒适感 让人被亲切 这时 吉王妃也推着冷若里 送给她的那辆婴儿车慢慢地走了进来 哈哈 王爷 真被妾身猜中啊 我们的恩人来到汴京了 吉王妃笑着说 是的 还是爱妃的嘴巴灵艳 吉王开心地回答 冷王 冷王妃 我和我家王爷 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吉王妃转过身子 对君末赛和冷若里 满面笑容地说 哈哈 今天我们不是来了吗 冷若里礼貌性地一笑 王爷 我们刚从玉石镇 回到王府的当天 不是就给冷王妃 准备了一份礼的吗 吉王妃立即提醒吉王 对对 叶飞 你去找管家打开库房 把本王给冷王妃 准备的那份礼物抬过来 吉王赶忙吩咐道 随后 那个叫叶飞的侍卫 马上出来领命 快速地去寻找管家 吉王爷 吉王妃 真的不用那么客气 冷若里看见吉王跟她来真的 当立刻推辞道 冷王妃 没事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罢了 吉王妃笑着说 然后 冷若里就没有再说这个话题 而是询问很多有关 吉王妃身体恢复的情况 以及给两个孩子的 做了一遍体检 后来 冷若里又帮吉王妃 认真把了一下脉搏 确定她身体真的恢复得不错 才算完事 很快 一盏茶的时间过去 叶飞就带着一群下人 排着一个又一个的大木箱子 走了进来 摆放在客厅里 冷若里随意看了一眼 一共有六个大箱子 叶飞 你把这些箱子都打开吧 吉王说吩咐说 是 叶飞恭敬地回答 随即 叶飞动作俐落地 把所有的木箱子都打开 箱子里的宝物 倒是把冷若里震惊了一把 第一第二个大箱子是布匹 其中就有两匹 冰蓝色的云棉布 第三第四个 是一些值钱的珠宝首饰 第五个是珊瑚 翡翠 玛瑙 以及各种宝石 第六个 是放得整整齐齐的 一箱珍稀药材 有千年血参 千年灵芝 天山雪莲 玉生果等等 这些药材 可把楚明轩看得直流口水 妈呀 这个吉王也太大方了吧 居然一口气 送了这么珍稀药材给冷王妃 整得他都眼馋了 呜呜呜 等回去后 他马上找王妃 讨要几只这些药材 楚明轩在心里不停地嘀咕道 吉王爷 吉王妃 你们不是说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吗 是怎么回事 冷若里看着这六箱东西 顿时有些猛逼了 这个吉王也太大方了吧 这六箱宝物拿出去换成银子 可值不少钱呢 虽然他冷若里是个贪财的 但吉王把这么多宝物送给他 他也不好意思要 冷王妃 你可别客气 这里有一半是我们夫妻 为了感谢 你们对我妻儿的救命之恩 而另一半 则是为了感谢冷王妃 愿意出手医治本王的舅舅 吉王速声道 吉王爷 对于那日吉王妃的事情 我和王爷他们只是 举手之劳而已 对于你舅舅的寸田之症 我需要亲自给他检查过 才能知道 他的病能不能医治 冷若里淡淡地说 冷王妃 本王相信你的医术 无论你医治的结果如何 吉王微微一笑 是啊 冷王妃 自从我亲自体验过 这个泼腹曲子的手术 我就对你的医术 深信不疑了 上官舅舅的那个病 我相信冷王妃能治 吉王妃也复合道 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几人 他们夫妻俩 这是给冷若里戴高帽啊 这时 一名守门侍卫 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看了一眼屋里的人欲言又止 吉王看出他有话要说 立即说道 在座的人 都是本王最可靠的朋友 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随即 侍卫才说 王爷 宫里来人了 说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出事了 皇上让你即刻进宫一趟 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怎么了 吉王满脸疑惑地说 侍卫无奈地直接走到吉王的身旁 凑近他的耳朵边 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 吉王听了侍卫的话后 顿时 瞪大双眼 整个人都惊恶住了 连坐在一旁的吉王妃 看见吉王的那副表情 都吓到了 冷王 冷王妃 本王急需进宫一趟 先失陪了 吉王面色严肃地说 冷若里和君末涵几人 看到吉王的脸上肃穆 便猜到南兆皇宫 肯定是遇到棘手的事情了 君末涵看着吉王便随口一说 吉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文言 吉王微愣一下 冷王夫妇都是聪明绝顶的人 一个医术高明 另一个武功高强 如果能带上这两人一起 进宫说不准真的会帮上很多忙 冷王妃 你会厌尸吗 吉王问 吉王爷 我学习医术 虽然是为了救人 但也是会一些武作作的事情的 冷若里认真的回答 那就麻烦冷王和冷王妃 随我进宫一趟吧 但你们需要换上一身 吉王府侍卫衣服 吉王看着冷王夫妇说 还有冷王爷的那双子眸 需要遮掩一下 因为现在长有子眸眼的人 真是太少了 本王怕被那些有心之人 认出你的身份 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这里有一种药 吃下去之后 可以马上让我家王爷的子眸 变成黑眸 冷若里说完 从自己衣袖兜里 掏出一瓶 自己前段时间在空间里研究出来 能改变君墨涵眸色的一种药水 他把手中药水直接递过去 给君墨涵 君墨涵当着大家的面 眯着眼睛 把药水喝了下去 片刻后 君墨涵再次睁开眼 他的子眸已经变成黑眸了 顿时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冷王妃 你的医术真的太厉害了 冷王爷的子眸眼 可是遗传的 没想到还能通过用药物 改变眸子的颜色 吉王妃夸赞道 爱妃说得对 冷王妃的医术 真的太高明了 吉王站在一旁也附和道 吉王夫妇 两人的对话 让站在冷若里身后的处医吃 心酸不已 他楚明轩生于医世之家 从小就在长辈研习医术的环境下 耳濡目染长大 三岁就会识别几百种草材 虽然几岁时惨遭灭门 失去了学医的机会 但是后来 因为偶然的机会进了鬼谷 又重拾起学医的机会 算起来 他也是学医十几年了 可他的医术 在冷若里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倒向个刚入门的学徒 唉 楚明轩突然觉得自己很没用 他正在思索时 吉王已经吩咐侍卫 帮君莫涵和冷若里 拿来了两套侍卫穿的衣服 给冷王夫妇换上 等君莫涵和冷若里换完衣服后 两人以吉王侍卫的身份 跟随吉王进了南兆皇宫 当他们来到中翠宫时 皇上正坐在中翠宫里 一旁坐着柔贵妃 另一边坐着十一皇子 和十二公主刚清醒过来的母妃 屋里已经挤满了皇室宗亲 连康王都来了 吉王大步走进殿里 扫了一眼殿内众人 马上走到皇上面前 而君莫涵和冷若里两人 也跟在吉王的身后 斜眼偷偷地扫了一眼屋内的人 当他们看到 长着一头银发的柔贵妃 当场一愣 这个女人跟他们昨晚追的那个 丑女人长得真是太像了 但昨晚他们追的那个丑女人 全身上下皮肤皱的只剩下一张干皮 而南兆王身旁的这个女人 肌肤如雪 细嫩光滑 跟昨天晚上的那个丑女人 真是盼若云尼 可尽管她身上用了一种让人闻起来 很舒服的一种混合型的花香味 把自己身上的那股血腥味给遮掩住了 但她始终骗不过君莫涵的鼻子 还是让君莫涵仔细闻到了 她身上的血腥味 随即 君莫涵在暗中扯了一下冷若里的袖子 冷若里马上明白了君莫涵的意思 这个柔贵妃果然有大问题 而臣拜见父皇 吉王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 男赵王看到自己最得意的儿子进来后 整个人像是有了主心骨一般 小二 你终于来了 朕让你的两位兄弟帮忙处理十一和十二的事情 他们一个一个都找理由拒绝了 朕只能让你过来处理了 是 父皇 儿臣愿意领命 吉王恭地说 哎 父皇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 你一定要把隐藏在宫中的那个吸血恶魔给朕逮到 不然 整个皇宫都会人心惶惶 朕也不希望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皇上语重心长地说 因为他膝下的子嗣并不多 目前活着的就只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公主了 他真的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孩子 而臣明白 吉王平静地回到 而皇上身旁的柔贵妃从吉王走进店里的那一刻 他的那双媚眼都就没有离开过吉王的身上 可是吉王始终没有正视过他一眼 完完全全把柔贵妃当作透明之人 皇上 吉王爷办事情 您就放心吧 柔贵妃为了引起吉王的注意 故意这么说 爱妃说得对 萧儿做事确实让朕最放心 皇上长叹一口气说 话落 站在吉王左边体弱多病的玉王脸上 倒是毫无表情 而站吉王右旁的康王脸上 则是露出一丝冷笑 哼 如果让这个老头知道了 隐藏在宫里的那个吸血恶魔 就是每晚 睡在自己枕边的女人会是什么反应 康王倒是很好奇 随后 吉王就带着君莫寒和冷若丽走出店内 柔贵妃看着吉王身后的那两道远去身影 总觉得有些熟悉 但他仔细一看又觉得很陌生 而吉王带着君莫寒和冷若丽走出主店后 尸体还放在床上 没人敢走上前帮十一皇子收遗体 吉王走到床边撩开床杖 看了一眼床上那具被吸干血的丑陋尸体 也被震惊到了 他之前在外面也听说过 遍经里那些被恶魔吸干血的孩子模样 没想到这模样比别人描述的样子 还要丑陋恐怖 龙王 龙王妃 麻烦你们过来帮我看看 这是人为还是怪物所为 吉王心情沉重地说 虽然他与自己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没有多少感情 但十一和十二 到底还是两个九岁的孩子 如果这真是人为 那么杀害他们的那个凶手 真是太歹毒了 他临云霄 吉王 一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 绳之以法 让十一和十二死的明目 而君墨涵和冷若李 听到吉王的话 也走到十一皇子的床边瞧了一眼 看到那具没有血肉的尸体 虽然没有被吓到 但也对那个吸血恶魔的杀人手法 感到浑身发毛 冷若李立即从自己的袖兜 拿出手套 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十一皇子的尸体 几分钟 冷若李检查完了十一皇子的尸体后 站在一旁思索着 一直沉默不语 君墨涵和吉王两人 看着冷若李这副模样 两人都着急了 也不知道冷若李查出了什么 冷王妃 你刚才从十一身上 查到了什么情况了吗 吉王好奇地问 吉王 十一皇子的尸体 从明面上看来 是被一种长着獠牙的怪物吸干了血 但我还是觉得 人为杀害十一皇子的概率大 冷若李沉思两久说 冷王妃 本王赞成你的看法 本王从来不相信 这世上有什么妖魔鬼怪 有的只是比妖魔鬼怪 还可怕的人心 吉王气愤填膺道 文言 冷若李点点头 但 他看了一眼君墨涵的时候 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随即 吉王又把冷若李和君墨涵两人 带到十二公主的寝室 冷若李照常给十二公主的遗体 仔细查看了一番 结果 他与十一皇子的死法一样 这让吉王和冷王夫妇 顿时陷入沉思 也让冷若李想到 现代电影中的吸血僵尸 难道这个时代有僵尸 狼毒发作的时候也会长出獠牙 也会吸血 难道杀害十一皇子 和十二公主的那个凶手 也中了狼毒 冷若李正想着 门口外就传来了一道好听的女声 吉王爷 吉王爷 柔贵妃一边轻声呼喊吉王 林云霄一边迈着优雅的小碎步走了进来 吉王带着君墨涵和冷若李 朝柔贵妃随意行了一个拱手礼 今日父皇受了惊吓 贵妃娘娘不去照顾她 跑来这边做什么 吉王淡淡地说 吉王爷 这是皇上让本宫过来询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说完 柔贵妃唇角微扬 浅浅一笑 那就劳烦贵妃娘娘告知父皇 此案件 本王正在调查当中 还未发现任何线索 吉王如实说 吉王爷 你无需太过着急了 毕竟 这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的死 都是那些鬼怪在作案 这种事情 咱们凡人还真不好查 吉王爷 你觉得 本宫说的话可对 柔贵妃那双大眼睛 寒情默默地望着 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吉王 还抬起自己 富如宁之那般娇嫩光滑的玉壁 靠近吉王的肩膀 也不管这屋里还有没有别人 就想用她那纤细 好看的手指 把她身上的尘土给拍掉 却被吉王及时躲开了 贵妃娘娘 请你自咒 吉王面色严肃地提醒道 云霄哥哥 我现在是不是连碰都不能碰你了 柔贵妃神色忧伤地说 如果贵妃娘娘没有别的事情 你请回吧 本王还需要查案 吉王当着冷王夫妇的面就感人 他现在看见这个女人 就觉得恶心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 就不怕别人误会吗 幸好他为人坦坦荡荡 也幸好当年他坚持 拒绝迎娶这个女人为妃 不然 把这个如此做作的女人 娶回吉王府当王妃 估计够他恶心一辈子了 还是他的吟吟吼 端庄贤惠 实大体 为人善良 如果苍天有眼 能让他们找到那个失踪多年的儿子 那他的吉王府 就变得更完美了 魏月柔心中知道 林云霄十分讨厌自己 为了和他多待一会 他只能转移话题 吉王爷 你这两个小侍卫 本宫怎么都没见过呢 柔贵妃仔细打量着 冷若李和君墨涵好奇地问 这是本王刚从军营里挑选出来的侍卫 怎么 贵妃娘娘有意见 吉王不耐烦地解释道 哼 吉王爷 本宫怎么会有意见呢 本宫只是看到这两人的模样 长得还挺俊俏的 就随便问问而已 柔贵妃用丝帕眼唇笑了笑 好了 既然你问也问了 看也看了 贵妃娘娘也该回去向父皇禀报了 吉王急忙赶人 如果这个温月柔再不离开这间屋子 他担心冷王会把这个温月柔丢出去 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 冷王衣袖底下握得紧紧的拳头 虽然他也很讨厌温月柔这个女人 但现在还是先把杀害十一和十二的凶手 找出来最重要 好吧 吉王爷 那本宫就先离开了 不再打扰你们三人查案了 柔贵妃笑了笑 转身走出了十二公主的寝室 君莫涵等柔贵妃走了片刻后 才缓缓地开口说 本王知道杀害了十一皇子和十二公主了 此人就是柔贵妃 闻言 吉王心中一惊 本王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他 就是凶手 吉王面色一重地问道 君莫涵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就凭本王鼻子的嗅觉 比狼鼻子的嗅觉还要灵敏 这个女人身上的气味 跟昨天晚上 本王和里尔追杀的那个吃孩子的丑女人身上气味 以及与这两具尸体上残留的凶手 气味都一样 君莫涵语气惊人地说 吉王听了冷王的话 整个人都愣住了 如果冷王说的话是真的 那他父皇就有危险了 那个温月柔 可是他父皇最为宠爱的妃子 他父皇恨不得天天与这个女人粘在一起 估计他父皇做梦都没有想到 与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 居然是一个吸血恶魔 但冷若里听了君莫涵的话 倒是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他第一眼看见柔贵妃 就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女人的胆子会这么大 他在宫外作案没有得手 居然赶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作案 更过分的是 他吸的还是皇子公主的血 这个女人也太嚣张了 我们既然知道了 杀害十一和十二的凶手是温月柔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吉王心情沉重道 我们先别打草惊蛇 千万不要把我知道的事情泄露出去 一会你去向皇上禀报案子调查情况的时候 就说 你现在还没有查出半点线索 君莫涵看向吉王提醒说 嗯嗯 本王明白 那我们怎么把温月柔的真面目 在我父皇面前揭穿呢 吉王又问 这件事情 让本王和利尔回去先商量一下 看看有什么对策 到时候再通知你 君莫涵沉思了几秒说 好的 那本王现在就安排人 办理十一和十二的后事吧 吉王长叹了一口气说 随即 吉王去找皇上 对这件案子做了汇报 要安排好人去处理十一和十二的后事 虽然他们死的年龄还小 但他们 好歹也是皇室子孙 殡葬之时肯定不能马虎 希望他们兄妹俩来世 能够投胎到一户好人家 一生喜乐安康 直到夜幕降临 吉王才带着君莫涵和冷若里 离开皇宫 当君莫涵和冷若里 回到他们所住的客栈时 尹臣和楚明轩都守在冷王夫妇的房间里 紧盯着摆放在房间里的六个大木箱子 这六个大木箱子 就是吉王夫妇送给冷若里的后礼 没想到吉王妃已经帮他安排了马车送过来了 哎 这个吉王妃还真是贴心 王妃 这些珍惜药材 你能否个爱送我一两株 楚明轩厚着脸皮 笑呵呵地问 冷若里看见他这副模样 挑了挑眉 我就知道 你会打这箱药材的主意 冷若里无奈地说 随后 他打开那个装着药材的大木箱子 挑了几只最珍贵的 最稀有的药材 送给楚明轩 楚明轩看见冷若里给他递过来的几只药材 那双大眼睛都看直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冷若里居然会这么大方 一口气送了他这么珍惜药材 此刻 在他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然后 楚明轩紧紧地 抱着冷若里送给他的珍惜药材 心满意足地 屁颠屁颠地走回了他的房间 这时 隐晨他们三个才长浴了一口气 王妃 你不知道这个楚一吃 自从吉王妃把这箱药材 送到你和王爷的房间里 他那双贼眼 就没有离开过这个箱子 中途他还打开过几次箱子 偷摸过药材 差点没把他的口水给馋出来了 属下担心 他会偷走王妃的药材 我们三个只能死死地盯着他 隐晨气呼呼地说 哈哈 难怪你们都围在一起盯着箱子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冷若里好气又好笑地说 听到冷若里的笑声 隐晨现在想想 突然觉得 他们几个刚才的举动有些幼稚 其实 他们三个不盯着楚明轩 他也不会偷走王妃的药材的 毕竟他们认识楚明轩这么多年 他的为人处事还是相当不错的 也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吧 好了 现在夜色不早了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冷若里对隐晨他们三人叮嘱道 是的 王妃 隐晨他们三人 语气十分恭敬地回道 然后 三人转过身子 走出了冷王夫妇的房门 等隐晨他们三人回房之后 冷若里把房门关好 转过身子大手一挥 摆放在房间里的六个大木箱子 顿时消失在房间内 随即 冷若里又带上君莫涵 进入到他的系统空间里 冷若里看见他储藏室里 存放着数不清的宝物 心里开心极了 冷若里不仅把原主母亲送给他的嫁妆 收到空间储藏室里 也把他父亲 皇上和太后给的一切宝物 都收到自己的储藏室里 他现在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了 两人洗过澡后 他和君莫涵的肚子都有些饿了 冷若里又亲自下厨 为两人煮了两份牛肉面 外加两个荷包蛋 两人吃得饱饱的 才开始商量事情 君莫涵 我怀疑温月柔和你一样中了狼毒 冷若里速声道 那你说说自己的看法 君莫涵正色道 昨晚是月圆之夜 我猜测我们看到的温月柔 正是他狼毒发作的时间段 他的那个模样 真的很像你狼毒发作的时候 但也有点不一样 温月柔发作时 他的那个战斗力不如你 还有他身上的那个皮肤 干瘪瘪的都皱成一团了 实在是太丑陋了 跟你发作时 那个威武雄壮的模样 根本就没发比 冷若里回想起昨晚的事情 缓缓地说 文言 君莫涵 他没见过这么形容人的 那你想到 用什么办法 让他的毒再次发作 君莫涵问 我先让吉王君弄 温月柔身上的血过来 先看看这个温月柔重的 到底是不是狼毒 我再研制出一种 能让狼毒提前发作的药物 偷偷地给他吃下去 冷若里深思熟虑地说道 文言 君莫涵赞同地点点头 另一边 吉王回到王府后 今日被他派出去 追查监视吉王府门口的那个侍卫 让两个小弟 压着一名男子 走进了他的书房 王爷 这个人就是今日 一直紧盯着王府门口的那个人 侍卫向吉王拱手解释道 你是谁派来的 吉王脸色阴沉沉地问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要杀药寡 男子看了一眼吉王 满脸不屑地说 男子的话音刚落 就被他站一旁的侍卫 一巴掌打过去 男子的嘴角当场流出了血丝 和我家王爷说 记得放尊重一点 侍卫对男子警告道 哼 你打吧 男子还是拽拽地说 这回侍卫又是一拳头 坐在男子的小腹上 男子痛得直接躺在地上打滚 痛苦地哀嚎 奈何地 他的手被捆绑住了 啊 痛死我了 你们杀了我吧 男子痛苦地说 放心 本王是不会杀了你的 既然你怕痛 那本王就不打你 上东 你去找一只鸭毛过来 本王要对他大行伺候 吉王对刚才打人的侍卫头领说 文言 上东和屋里的那两名小弟 顿时一脸猛逼 他们家王爷到底想要做什么 用鸭毛实施得了大行吗 但 他也不敢问王爷 要鸭毛有什么作用 只能带着满脸疑惑 去厨房找了一根鸭毛过来 而此时 躺在地上的那个男子 听到吉王要用鸭毛 对他实施大行 好笑的不行 吉王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 让我招供吗 原来只会拿一根鸭毛 对我用刑啊 男子边说边笑 对吉王所说的 用大行表示不屑 你先醒着点笑 本王怕你会受不了 吉王意味深长地说 吉王 你用一根鸭毛 对我用大行 简直侮辱我 男子好笑地说 很快 上东就拿着一根鸭毛回来了 上东 你们把他捆绑在那张椅子上 把他的鞋袜脱掉 再点了他的笑学 然后 再用鸭毛轻轻地挠他的脚板 吉王吩咐道 话落 上东顿时明白了吉王的目的 原来王爷打算这么做 这招真是高啊 随即 上东带着他的两个小弟 动作迅速地把男子捆绑好 接着 他们三个堵住自己的鼻孔 把男子的鞋子和袜子给脱掉 再点住男子笑学 他当场就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 上东再拿着鸭毛 轻轻地挠着男子的脚板 男子的笑声 马上传遍了整个书房 然后 男子一直不停地笑 笑了一炷香时间 眼泪都笑出来了 笑得终于受不了 此时 他才明白 吉王这个鸭毛刑罚的高超 既不用严刑逼供 也不用白费那么多口水问他 只等他受不了就招供了 你是谁派来的说不说 只要你说出来 我们就停手 上东诱惑道 说 我说 求你别再挠了 把我的笑学给解开吧 男子一边笑 一边吊着眼泪说 王爷 他愿意说了 上东转向一旁 正在查看文件的吉王说 嗯嗯 那你就解开他的笑学吧 吉王淡淡地说 是 王爷 上东阴声道 随即 他马上停止了自己手中的动作 解开男子的笑学 男子 马上止住了笑声 整个人都 笑得瘫软在椅子上 上东用剑尾 直接撩起他的下巴 问 快说 是谁指使你来监视我们吉王府的 是 是柔贵妃让我来吉王府门口附近 监视着吉王府里进进出出的人 和我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人 还有三个 他们分别被安排在吉王的 其他三个进出口 男子如实说 柔贵妃让你做的事情 就只有这些吗 吉王不相信地问 因为温月柔那个女人 绝对不会做这种 没有半点意义的事情 她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话落 男子使劲地点点头 上东 既然他不肯说实话 你就继续对他用刑吧 吉王吓唬道 别别别 吉王爷 我说 柔贵妃让我们找机会 偷偷地潜入吉王府中 让 让我们对 对吉王爷的那两个孩子下死守 男子结结巴巴地说 你说什么 柔贵妃居然想对我那两个 只有三个月大的孩子下毒手 真的是歹毒的妇人 吉王愤怒地说道 上东 把他和那几个紧盯着 王府进出口的人逮住后 一起杀了 吉王脸色阴沉沉地说 是 属下立刻下去办 上东带着两名小弟 恭敬地回道 然后 他们转过身子 压着男子走出了书房 等到书房里 只剩下吉王一个人时 他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温月柔 你既然如此歹毒 居然敢对本王的两个 刚出生不久孩子动手 本王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第二天一大早 君墨涵和冷若李 又来到了吉王府 吉王也是很早就在书房里 等着他们过来商量事情 不知冷王和冷王妃 昨晚可有商量出对策 吉王着急地问 文言 冷若李轻轻地点点头 吉王爷 我想让你 帮我取一些柔贵妃的血 拿回来给我 我有大用处 冷若李认真的说 柔贵妃的血 她的血还真不好取 冷王妃 非得要她的血才行吗 吉王皱了一下眉头问道 是的 我要用她的血 查出她是不是中了那种毒 到时候 我才研究出那种 让柔贵妃原形毕露的药水 给她偷偷地服下去 冷若李简洁明了地说 好 本王会想办法 取到那个女人的血 吉王思索了几秒回到 她要想取到温月柔的血 得废点脑筋 那吉王爷 要是取到柔贵妃的血 就让人 把她送到云莱客栈吧 冷若李平静地说 随后 冷若李和君墨涵 跟吉王说了自己的计划后 他们夫妇才走出吉王府 今早 他们两个没有让尹臣 他们几人跟出来 现在他们夫妇可以悠闲地 自由自在地逛在热闹的大街上 君墨涵 我们还没有用早餐呢 要不 我们去那边买两碗云吞吃吧 冷若李看着自己不远处 那个卖着云吞的小摊子见一道 他们今早出门 连早餐都没有吃呢 进了吉王府说完事情后 吉王虽然也问过 他们需要不需要用早餐 但是被他们两个立刻拒绝了 因为他们不想麻烦吉王夫妇 只想让吉王早能够早点入宫 取到柔贵妃的血 冷若李猜测 这次吉王去找柔贵妃 取鞋得用美人计才管用了 随后 两人走到卖云吞的小摊子 一人点了一碗云吞 两人慢慢地吃了起来 嗯嗯 好吃 没想到这种街边小摊 也会有这么好吃云吞 冷若李边吃边夸赞道 李儿 既然喜欢吃 我们明天还来这个小摊吃云吞吧 君墨涵笑着说 而此时 两人刚放下筷子 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小姑娘 就当场抱住了冷若李的胳膊 冷若李马上转过身 看了一眼小姑娘 这个人居然是小玉 姐姐 求你救救我 我不想被人卖入青楼 小玉抱着她的胳膊 苦苦地哀求道 小玉 你怎么了 怎么会把自己 弄成这副模样 冷若李满脸疑惑地问 姐姐 前晚你们走了之后 没过多久 我娘亲就吐血身亡了 可是我的娘亲的遗体 还没安葬好 我奶奶就把我卖到青楼里去了 我费了好大劲 才从青楼里面逃了出来 结果还是 让那个老宝发现了 他让那些打手 把我追回去 小玉指着身后 即将追到她面前的 几名男子说 随即 冷若李也转过身子 看了一眼那几个魁梧大汉 小贱人 看你往从哪里逃 那几个魁梧大汉 很快就追了上来 对小玉大骂道 姐姐 小玉求你了 救救我好吗 小玉当即就跪在 冷若李身旁 抱着她的胳膊哀求道 小玉 你先站起来 坐到这里 冷若李扶了小玉一把 然后 指着她一旁的小凳子说 小玉站了起来 看着冷若李不明所以 但还是按照冷若李的意思 坐在了 她身旁的那张凳子上 小玉 你吃早餐了吗 冷若李关心地问 文言 小玉摇摇头 自从她被卖入青楼 已经快两天没吃过东西了 她以前卖发糕挣的钱 有一半 还给了愿意供她 或卖发糕的李婶 剩下的一半 都拿去给母亲治病去了 现在自己身上一文钱 都拿不出来 冷若李知道她没有吃东西 马上叫小摊的老板 给她煮了一大碗云吞 姐姐 求你救救我好不好 我不想去青楼 小玉担心冷若李 不愿意出手救她 便再次哀求道 你把桌子上的云吞吃完 有哥哥姐姐在这里 他们不敢 把你怎么样的 冷若李保证道 小玉听了冷若李这番话 才肯拿起桌上的筷子 安心地吃起来 就这一会儿 那几个来抓小玉的魁梧大汉 已经来到冷若李他们身旁 几个大汉看见 坐在桌子两旁的冷若李和君莫寒 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们还为靠近两人身边 就远远地感受 两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冷气 能刺穿他们的皮肉到骨子里 就像两座矗立在他们面前的千年寒冰 而且两人都垂着眼眸 让人看不到神色 小杰然 赶紧跟我们回去 为首的魁梧大汉 手上抓着一条鱼骨辫子 指着小玉大吼道 小玉听到那大汉的声音 吓得身子颤抖了一下 坐在他身边的冷若李 马上用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这一幕 正好被为首的魁梧大汉看在眼里 他只能顶着两人的寒气说 两位贵人 这个小丫头 是从我们楼里逃跑出来的 我们现在需要把她带回去 希望两位贵人不要阻拦 为首魁梧大汉 与其客气地说 嗯 那你去把我们点的三碗云吞钱挤付了吧 冷若李从衣袖都掏一把匕首 在自己手上玩弄着 什么 这三碗云吞 是你们自己的点的 凭什么让我们给你付钱啊 魁梧大汉身旁的小弟 那名大汉刚把话说完 就遭到为首男子猛地拍了一下后脑勺 贵人让我们去付钱 那是看得起我们 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更何况那三碗云吞又值不了几个钱 你还不快点套银子去付钱 为首魁梧大汉 对他那个说话的小弟 当着众人的面指责道 随后 那个小弟只好委屈巴巴地 从自己的腰间拿出一个碎银子 拿去付给那个卖云吞的老板 其实 为首的魁梧大汉 也不想给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付钱 但他比别的小弟见多识广 他从冷若李和君莫涵 两人身上的气势 就猜到这两人的身份不简单 所以 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等他的小弟给他们付完云吞钱 为首的魁梧大汉 就吩咐他身旁的另一个小弟 过去把小玉拉走 可那个小弟的手 还会碰到小玉 冷若李手中的匕首 就从小弟的耳边飞过 扎入对面的那个木桩子上面 当即吓得那个小弟 浑身直冒冷汗 刚才要是他的脑袋再偏一下 那把锋利的匕首 就砸到了他的脸上了 想到这里 这个小弟马上抬手抹了一把冷汗 小玉 你吃饱了吗 冷若李问 文言 小玉点点头 放下手中的筷子 你去帮姐姐 把那把匕首拿回来 我们就走 冷若李淡定地说 话落 小玉马上站起来 飞奔跑过去 拔下那把砸到木桩上的匕首 拿回来交给冷若李 随后 冷若李就拉着小玉的手准备离开 君莫涵紧随两人身后 看见冷若李三人打算离开 那些大汉顿时着急了 特别是那个围首的魁梧大汉 他马上就伸出手臂 挡住冷若李的去路 姑娘 这三碗云吞钱 我们给你付了 那接下来 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小丫头 交给我们带回去了 围首的魁梧大汉 言语犀利地说 这三碗云吞钱 是你们愿意付的 我可没有强迫你们 你们觉得 我们会缺那三碗云吞的钱吗 冷若李无耻地说 你 你们两个小贱人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围首大汉说 哼 你们这些人渣 我还真没把你们当一回事 冷若李冷笑道 你 来人把他们身后的这个男人给打残了 这两个女的 我们就把他们弄回青楼去 好好爽衣 围首大汉一脸邪恶地说 可是他话都没有说完 就被君莫含一掌 拍飞鸡米远 撞到了麦云吞老板的小摊上 一锅滚烫的开水 直接洒到围首大汉的身上 那大汉被开水烫到后 痛得叫出了犹如杀猪般的惨叫声 随即 别的小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 种冷若李的毒粉 然后 一个接着一个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不停地抽搐 但冷若李并未对他们下毒手 一旁的小玉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悍的哥哥姐姐 瞬间整个人都惊呆了 心中对冷若李和君莫含甚是崇拜 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 随手一抱 就抱上了两条粗大腿 冷若李和君莫含 解决了这帮害群之马后 冷若李才从自己袖兜里 掏出了一两银子 放到卖云吞的老板面前 作为他们刚才砸了老板摊子的补偿费 然后 他拉着小玉 叫上君莫含一起离开了 路上 小玉看着冷若李哀求道 姐姐 你们能陪我回一趟家里 看看我娘亲吗 可以 走吧 我和大哥哥一起陪你回去一趟 冷若李垂眸看着小玉说 随后 三人就往小玉的家里奔去 一炷香过去 冷若李和君莫含 跟着小玉来到他的家门口 此时 小玉的家门口外面 已经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小玉连忙扒开人群冲进了屋里 正好听到小玉的奶奶 吩咐几个庄稼汉 把小玉娘亲的尸体 用良心卷好台山上埋了 你们谁都不许动我娘亲的遗体 小玉跑进来 就对着那几个 正准备用良心卷她娘亲尸体壮汉 喝止道 当小玉的奶奶 看见小玉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顿时 气得当场炸毛 你这个小贱人 是怎么跑出来的 奶奶 你真是我的亲奶奶吗 这世上 怎么会有你那么狠毒的奶奶 自己的儿媳妇刚断气 就把自己的亲孙女 卖入青楼的 小玉红着眼眶 怒瞪着老妇人怒吼道 话音刚落 门围围观的人 顿时就对老妇人指指点点 私下为小玉感到愤愤不平 胡说 你这个小贱人 我明明是把你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去了 怎么可能舍得把你卖入青楼里 那个地方可是女子的火坑 老妇人整个人很不自在地反驳道 看着她的举动就知道 她说的这番话底气不足 那奶奶 你跟大伙说说 我被你卖到哪个大户人当丫鬟去了 还是被你卖到城东哪家青楼里了 小玉故意问道 老妇人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 她倒是想过 把小玉卖入那些大户人家里 当的小丫鬟 但那些大户人家 都不愿意出高价钱买小王 她只好把小玉 卖到愿意出高价钱的青楼里去了 奶奶 你说不出来了吧 小玉再次逼问 不料 老妇人抬手就想打小玉一巴掌 却被刚走进来的冷若里 随手甩出来的银针 扎中了手腕 那个老妇人顿时惨叫一声 你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居然敢用针扎我 老妇人瞪大眼睛 看着冷若里 语气泼辣地说 我是谁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倒是当着众人的面说清楚 自己把小玉卖入青楼 还是卖到那些大户人家中当丫鬟了 如果你不说 也没有关系 我想那些人很快就会找你算账来了 冷若里用冰冷的目光 还隐藏着一丝厌气 这时 有一个衣着十分俐落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 指着老妇人说 我知道小玉的奶奶 把小玉卖到哪家青楼去了 这个说话的女人 正是经常为小玉公发高卖钱的黎婶 你这个黑寡妇给滚出去 别来掺和我们家里的事情 老妇人对着黎婶 咬牙切齿地怒吼道 小玉奶奶 我不用你敢 等我把话说完了 就会自己出去 你之所以不敢说出 把小玉卖到哪去 那是因为 你害怕邻居们指责你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老太婆居然把自己的亲孙女 卖到城东那家鸳鸯楼去了 黎婶指着老妇人大声地说 黎婶的话音刚落下 门口围观的街道邻居 就纷纷议论起来 这些人不停地指责老妇人太狠毒 有一个平时就看不惯老妇人的死对头 当场就对她指责道 行婆子 你的大儿子才刚死了半年 你就这般对待你的大儿媳妇 和你的大孙女了 居然把自己的亲孙女 卖到鸳鸯楼那种鬼窟窿里去 在场的各位有人知道 鸳鸯楼是什么地方吗 那是一家专收厨妓的青楼 让那些像小玉一样的小姑娘 伺候那种有特殊爱好的男人 听着这位妇人惊世骇俗的话 每个人都震惊不已 连冷若里都惊恶住了 天哪 幸好她出手救下小玉 不然她这么小的年纪 就被那些人给毁了一声 小玉奶奶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小玉好歹也是你大儿子 留在世上唯一的亲骨肉 你居然这么狠心 把她送去那种地方当厨妓 黎沈十分气愤地说 这是我的家事 你们都无权过问 老夫人 行婆子 狡辩道 可是围观的人并不买她的账 众人对她的指责更过分了 直到她受不了 自己灰溜溜地走了 她请来的那几个壮汉 也紧在她身后离开了 后来 冷若里拿出几两银子 让那个好心的黎沈 协助小玉 后葬了小玉的娘亲 等小玉娘亲的后事忙完后 冷若里为了防止 那个鸳鸯楼的人 找上门抓小玉 她和君莫涵商量后 决定把小玉带到吉王府 吉王妃听说了小玉的事情 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 二话不说 就收留了小玉 还认了她做干女儿 以后 小玉也有地方住了 另一边 吉王自从冷王夫妻离开后 告知了一声 吉王妃就马上进了皇宫 来到柔贵妃的宫殿 此时 柔贵妃正因为一名宫女 弄丢了她最喜欢的白胡 而大发雷霆 使得整个月柔宫里的人 都心惊胆战 鸡飞躲跳 当吉王走进月柔宫时 柔贵妃看到她的突然到来 顿时呆愣了一会 随即 她反应过来后 马上换了一副喜悦的面孔 云霄哥哥 你来了 快快 快进来坐 柔贵妃满脸挂着笑意 向吉王走来 一把搂住她的手臂 她殷切的目光中 充满了丝丝丢丢的情愫 不料 柔贵妃的手 被吉王一把拍掉 贵妃娘娘 请你自重 吉王速声提醒道 哦 云霄哥哥对不起 都怪我 见到你来看我太激动了 不过 云霄哥哥 你真的很多年都没有踏入过我的月柔宫了 要不你坐下来 柔给冲茶喝 柔贵妃开心地笑着说 从她身上散发来的那股浓浓的香气 瞬间清洗着吉王的鼻子 她身上的那股混合花香味 如果闻的时间太长 很容易让人出现在幻觉 吉王很早之前就发现了柔贵妃的秘密 也让太医帮自己制作了一个提身醒脑的药箱包 时常放在自己袖兜里 防备她身上的香气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温月柔身上的香气既是为了迷惑男人 也是为了遮掩自己身上的血腥味 吉王没有搭理她 如果今日来月柔宫不是有目的话 她连云霄永远都不想进月柔宫 随后 吉王静止走向茶台旁坐下 柔贵妃心中一喜 赶忙紧随她身后 走过去坐在她对面 云霄哥哥 你今日打算喝花茶还是绿茶 柔贵妃殷勤地问道 随便 吉王随意说道 因为无论柔贵妃冲什么茶 她都不会喝的 她怕一不小心就着了这个女人的道道 那我帮你冲一杯绿茶吧 柔贵妃笑着说 随即 她换来一名宫女帮她添炭火 烧了一壶开水 就让所有的宫女太监们退了出去 云霄哥哥 你以后能不能常来我的月柔工作作 柔贵妃温声细语地说 不行 本王不想让父皇和盈盈他们误会 吉王马上拒绝道 云霄哥哥 你忘记了吗 当年你没认识陆盈盈时 我们经常去同心湖边上放风筝 那是我们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柔贵妃回想起小时候的网 真的十分怀念 那小时候还小 我们是两小无猜 吉王淡淡地说 如果她从小就知道 温月柔长大后 会成为一个吸血的女魔头 她小时候就会离她远远的 可是 云霄哥哥 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 如果不是陆盈盈的插足 现在你的枕边人就是我了 柔贵妃看见一旁的清水煮开后 边说边给吉王冲茶 柔贵妃 如果没有盈盈 我也不会娶你当王妃的 你现在已经嫁给我父皇了 就要安守本分 不要再妄想那些有的没的 吉王警告道 云霄哥哥 柔儿这辈子只喜欢你 虽然我现在 成为了你父皇的柔贵妃 但是我并没有让她碰过我 我一直都保持着厨子之身 只为等到你某一天 能够回心转意 柔贵妃深情地说 柔贵妃 我永远都不会与你在一起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吉王强忍着恶心拒绝道 话落 柔贵妃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手指伸进自己的衣袖口中 轻轻地捏了捏她 挂在衣袖中的香包 顿时 空中的香气就变得更浓了 今日她温月柔 一定要跟她 喜欢了十几年的林云霄 做一次她梦寐以求的福气 随后 柔贵妃她慢慢地恢复了情绪 用心地给吉王冲了一杯绿茶 放在她的面前 云霄哥哥 对不起 刚才怪我说错话了 柔贵妃说着就站起来 走到吉王的身旁 伸手就要摸吉王的脸 吉王第一反应 就是把她的手给拍掉 随即 她想到自己 答应了冷王妃取血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于是 她放弃了拍掉柔贵妃她手的想法 然后 偷偷地从自己的袖口中 摸出一把匕首 还把匕首的刀尖 隐藏在自己的手腕处 当柔贵妃的手 慢慢地摸到她的胸口时 她急忙一把抓住 柔贵妃那双白溪如雪的手 衣袖中的匕首 刚好一刀 刺入柔贵妃的手背 她的手背 马上流出鼓鼓鲜血 急忙立刻拿出一块白色的手帕 帮她擦血 本来柔贵妃因为她的衣袖里 暗藏匕首 刺伤她的事情而伤心 但在她看到急忙拿出手帕 给她擦干流血时 她的心中又变得暖暖的 可就在这时 却被突然强闯进来的皇上给打断了 你俩这是在干什么 皇上立刻大吼一声 急忙连忙把自己 给柔贵妃擦血的手帕 收进衣袖里 然后 马上来到皇上面前 鞠躬行礼 而臣拜见 急忙话都没有说完 魏月柔现在已经是朕的女人 你连你父皇的女人都想要污染吗 皇上指着急忙怒骂道 如果不是因为她这个当皇帝的福宝 子四手 她立马就下令杀了这个孽子 父皇 你误会了 刚才而臣秀中的匕首 不小心扎伤了柔贵妃 而臣就拿出手帕给她止血 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急忙赶紧解释道 话落 身后的柔贵妃 就哭哭啼啼地来到皇上面前 把受伤的手背露出来给皇上看了看 并且撒娇道 皇上 臣妾原以为急忙来月柔宫只是想讨一杯茶喝 没想到他居然暗藏了一把匕首 刺伤了臣妾 你看看 现在臣妾的手还疼着呢 说着 柔贵妃就用另一只完美无缺的手 扯低自己的衣领 让自己胸前的好风景更加暴露 然后 他一把抱住皇上的身体 然后 紧贴着他撒娇道 急忙看见自己面前又腻歪上的两人 立刻告退 此时 他的父皇已经被温月柔这个女人迷得云里雾里了 而温月柔 却一直紧盯着急忙匆忙离开的那道身影 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不过 他目前先哄好了这个老皇帝 再想这件事情吧 正当他思索着 今日急忙的怪异举动时 老皇帝已经迫不及待地 把他的衣服脱光光 但这个老皇帝的脑子也越来越迷糊了 没有一分钟 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然后 柔贵妃又穿上衣服 换来守在宫门口的余公公 让他带着两名太监进来 把皇上抬到他的凤床上休息 其实 他温月柔这些年在宫里生活得不错 他刚入宫 就被皇上封为了贵妃娘娘 他上头也没有皇后管着 虽然皇帝的后宫里有一大群女人 但是那些女人的身份 没有一个能高过他的 他不害怕对付不了那些女人 那些生了皇子的妃子 还在世的也没有几个了 习王的母妃病死了 豫王的母妃在宫斗中被人堵死了 而康王的母妃虽然还健在 但他已经人老朱黄了 现在他根本就没办法跟温月柔相比 他现在每天都是 待在自己的宫殿里 敲目于为自己的儿子念经祈福 目前 他温月柔在后宫里一人独大 另一边 姬王拿到柔贵妃的血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离开皇宫 一个人骑了一匹骏马 独自来到云莱客栈寻找冷王夫妇 而冷王夫妇 也是刚从姬王府 回到自己下榻的云莱客栈 君墨涵和冷若里 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到凳子上 可是他们屁股下的凳子都没有坐热 就听到 尹臣走过来敲响他们的房间门 他说 你让他进来吧 尹臣淡淡地说 随即 尹臣推开冷若里和君墨涵的房间门 姬王大步地跨进来 冷王 冷王妃 本王已经取到了柔贵妃的血回来 姬王说着 就从自己的衣袖里 摸出一块沾满了柔贵妃鲜血的血帕 递过去交给冷若里 冷若里马上把血帕接过来 通过自己的衣袖 都丢进她的系统空间实验室 姬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柔贵妃小时候的头发 也是银白色的吗 冷若里好奇地问 不是 好像是在她几岁的时候 生了一场大病 她的头发才变白了 记得当时整个汴京城的人都在私底下 说她是个妖怪 后来 她的父亲温家家主 请了一个德高望重的道士 帮她算了一挂 说她是冰雪公主的转世 众人才对她的议论声 才慢慢地减少了 姬王叹了一口气说 那她小时候 有没有离开过汴京吗 冷若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问 没有吧 在本王的记忆中 温月柔好像没有离开过汴京 冷王妃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姬王好奇地问 我怀疑温月柔可能中了狼毒 冷若里直接把自己和她猜测说出来 狼毒 狼毒本王无意间听说过 没想到这世上 真的会有这么恐怖的毒 姬王满脸不可思议地说 不过 这仅仅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我还要对她的血液 进行多次分析 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 冷若里解释道 那好 本王就先行倒退 不打扰冷王妃做事了 姬王马上站起来 向冷王夫妻告辞 走出房间 冷若里等姬王离开后 马上把房门拴上 带上君莫涵 又躲进了空间里 冷若里连忙走进她的实验室 启动仪器分析柔贵妃的血液 而君莫涵 则是上了三楼的热武器收藏室 选了一把A4手枪 到别墅外面的草坪上 打算练习射击 这时 她发现自家王妃的空间草坪上面 又凭空出现了一个瀑布潭 从远去看这个瀑布潭不是很大 但很壮丽 她抬脚走到潭边 看见潭里的水清澈见底 还有几条井里在里面游来游去 于是 她蹲下身子 用手试了一下这个潭子的水温 潭水的温度有些低 这是一个寒潭 随后 她急不跑回别墅 把正在实验里的 坐着实验的冷若里 给拉到草坪上 冷若里也被自己空间草坪上的 突然出现的瀑布 给震惊到了 妈爷 她的这个万能的系统空间 真是太牛逼了 什么都能长出来 冷若里兴奋地说道 随即 她飞奔到这个瀑布潭的面前 看到了潭水里面 还有几条长得好看的井里 心中甚是惊喜 冷若里看着自己面前这个瀑布潭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她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赶忙蹲下身子 用手咬了一把潭水洗脸 清醒一下自己的脑子 结果 她能感受到潭水似的 这才相信了 自己面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冷若里都开心地 差点蹦起来 天哪 她的系统空间真的是太神奇了 她开心地笑了许久 才平静下来 然后 冷若里又看了一眼不远处 自己前几天种的青菜和药材 青菜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一片 还有她种下的药材 长势也特别好 那株绿色的鲜文草 居然开出了金黄色的小花 而她种下的火灵国 也长出了许多细细小小的绿苗子 还有她种下的天麻 冰叶草 凝血草 生骨花 等等 都种活了 君莫寒 我想把吉王夫妇送给我的那一箱药材 也每样种一株到草地上 你觉得好不好 冷若里笑着问 文言 君莫寒赞同的点点头 丽儿 你的想法不错 那你现在就在这里翻地吧 等你把地方好后 我再出来种药材 冷若里呵呵一笑说 君莫寒 她好歹也是个王爷 现在这个小妮子使唤她 真是越来越上手了 让她这个当王爷的 每天帮翻地挖地 这叫做什么事啊 不过 她君莫寒 就是心甘情愿地 给她夹脸翻地怎么办 想着 想着 君莫寒自己笑着摇摇头 把自己手上的A4手枪放好 乖乖地跑去工具房里 找来一把小铲子 和一把小锄头去翻地去 一个时辰后 冷若里在她的实验室里 终于分析出来 柔贵妃的血液成分 果然像她所猜测的那般 柔贵妃 她也种了狼毒 不过 她种的狼毒成分 没有君莫寒中的狼毒成分那么霸道 也许跟两人的内力深厚也有关系 现在呢 她既然知道了 柔贵妃是中了毒狼 那她就可以迅速研制出一种 让柔贵妃喝下去 就能瞬间引发狼毒发作的药物 随后 冷若里又花了半个钟时间 研制出一种 只要一斤服用 就能引诱狼毒发作的药水 当冷若里所有的事情忙完后 她马上闪身出现在草坪上 她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君莫寒 此时 君莫寒已经翻完了两块地 热得满身大汗 冷若里看见她干活越干越有模样 便对她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不错 我的傲娇王爷 被我调教得越来越棒了 文言 君莫寒 里儿 看你那么高兴 是你研究的实验出结果了吗 君莫寒看着他们 是的 结果就是 柔贵妃真的和你一样中了狼毒 不过 她中的是狼毒的残次品 冷若里简洁明了地说 引诱她身上狼毒发作的药物 也做出来了吗 君莫寒又问 文言 冷若里点点头 那我们赶紧去一趟姬王府 把柔贵妃的事情早点解决了 君莫寒诉声道 哈哈 你这一身汗臭味 我可不愿意带你出门 你还是赶紧进屋先洗个澡吧 等你洗完澡 我们就一起去姬王府 冷若里笑着说 话落 君莫寒闻了闻自己身上的酸臭味 赶忙跑进浴室洗个澡 君莫寒自从知道她的王妃有个空间之后 她最喜欢的就是浴室了 一打开水龙头就可洗澡 想什么洗就可以什么时候洗 还能调节热水的温度 也不用人工烧水 真是太方便了 过了一盏茶时间 君莫寒穿戴整齐就出来 今晚他们两个都换上一身 冰蓝色束腰窄袖的净装衣服 随即 两人闪身就出了空间 君莫寒马上搂住冷若里的小蛮腰 从自己房间的窗户飞了出去 落在对面商铺的屋顶上 然后 君莫寒带着冷若里飞过每间屋顶 片刻后 他们才来到姬王的大门口 守着姬王府大门的四个侍卫 见到是冷若里和君莫寒两个人后 立即请他们入府 直接带他们来到姬王的书房 姬王的书房里 姬王 我已经分析出柔贵妃的血液了 正如我所猜测的那般 她中了狼毒 如果你想让她在你父皇面前 露出她的真面目 你就想个法子 把我心研制出来 能引诱狼毒发作的这种药水 放入柔贵妃的饮食当中 让她服下去 她就会当场毒性发作 到时候 你提前把你父皇引到暗处观察 让她看到柔贵妃的真面目 你就成功了 冷若里说着 就从自己的袖口 掏出一小瓶药水 递过去给姬王 好的 为了夜长梦多 我今晚就动手 姬王严肃地说 尽管他对自己的父皇 没有多深的感情 但是皇帝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也不想 皇帝每天跟一个吸血恶魔相处在一起 把自己陷入危险当中 而不自知 那本王能不能在求冷王和冷王妃 帮我一个忙 和我一起 去收拾这个吸血恶魔 姬王征求道 文言 冷若里看了一眼君莫涵 没想到君莫涵却开口答应了 丽儿 我们再跟姬王进宫一趟吧 我也很好奇 这个中了蚕刺品狼毒的女人 她狼毒发作 是个什么模样 君莫涵淡淡道 好 那我们就跟姬王一起进宫吧 冷若里也同意一起去 随后 姬王换来一名可靠的暗卫 让她拿着药水 即刻潜入宫中 联络到自己安放在宫里的眼线 让眼线把这小瓶药水 放到柔贵妃的饮食里 等安卫把这一切安排妥当后 回来把宫里的情况 汇报给姬王听 姬王才带着冷若里 和君莫涵夫妇 偷偷地前进宫里 此时 柔贵妃正坐在御花园的凉亭里 看着满天星空发呆 她怎么都想不通 姬王为什么在自己的衣袖里 藏了一把匕首扎伤她 难道云霄哥哥 就那么地讨厌自己吗 正思索时 一名小宫女 端了一份柔贵妃平时 最喜欢吃的甜食过来 贵妃娘娘 这是皇上 让奴婢特地为你送来的一份糕点 小宫女低着小声地说 放着吧 柔贵妃随意说 随后 小宫女直接把糕点 摆放到柔贵妃面前的食桌上 就退了下去 小宫女退下去后 她马上躲在角落 仔细观察着柔贵妃的举动 这一边 姬王带着冷王夫妇进宫后 买通了柔贵妃身边的 一名小太监 让她假传柔贵妃的旨意 把皇上领到御花园 然后 他们三个算好了时间 来到御花园 找到刚才那个 给柔贵妃送糕点的小宫女 让她把御花园里的情况 汇报给他们三人听 小宫女就退下去了 没过多久 皇上果然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 往御花园这边走来了 柔贵妃看到皇帝的突然到来 微愣了一下 她最近总觉得皇上特别的怪异 经常搞突袭来找她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目的 这个狗皇帝虽然昏庸无能 但她的脑子 也不是全部糊涂的 若是让她发现了 后宫里有女人背叛了她 她惩罚女人的手段 那是相当的残忍的 柔贵妃见老皇帝向她走过来 马上从石凳子上站了起来 向老皇帝躬身行礼 皇上立刻扶她起来 拉着她的手 重新坐回石凳子上 然后 她才对自己身后的 于公公他们摆摆手 让他们都退了下去 爱妃 听那些奴才 说你一个人在御花园里赏星星 朕就放下手中的活 跑过来陪你了 皇上讨好地说 皇上 国家大事不能耽误 不然 那些大臣会说 臣妾是个祸国妖妃的 柔贵妃假装生气地说 不怕 那些事情朕晚点处理都可以的 还是过来陪我的柔要紧 皇上顶着两只黑眼圈 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样 嘴角一脸 呵呵地笑着说 不知道为什么 她每次闻到这个女人身上的花香味 就会让她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特别是她的柔 在自己身上骑马的时候 那真是食髓之味啊 那种感觉真的太舒爽了 恨不得两人一辈子都不分开 其实 这都是皇上吸多了 柔贵妃身上的花香味 从而产生的幻觉 柔贵妃听后 洋装娇羞地低下小脑袋 咋声咋气地说 皇上 你好讨厌哦 哈哈 皇帝爽朗一笑 隐藏在暗中的冷若里 听到南兆王与柔贵妃的对话 也低声地朝姬王爷鱼了一句 姬王爷 没想到你父皇都一把年纪了 还是一个红女人开心的高手啊 姬王爷 冷王爷 你们两人要好好地学着点啊 姬王 冷王 随后 皇上看到桌子上有一份糕点 便拿了一块递过去给柔贵妃说 爱妃 别生气 朕不跟你开玩笑了 来 你吃一块糕点吧 柔贵妃看了一眼皇上 随手接过皇上递给他的糕点 很爽脸地放在自己嘴边 轻轻地咬了一口 然后 又把他手中的糕点放了下来 看着这一幕 让隐藏在暗处的姬王和冷王夫妇 顿时紧张了起来 虽然柔贵妃只吃了一小口 桌子上的糕点 但他吃下去那一口糕点 就能让他的狼毒发作 就在这时 柔贵妃的身上皮肤突然臊痒起来 他刚开始硬要强忍着 自己身上的臊痒之感 没有出手脑 后来 他实在是了忍不住了 便用自己的手挠了两下自己的脖子 可是他越挠他 自己身上就越痒 于是 柔贵妃直接脱掉上衣 只留下一件礼衣 就把自己的双手 伸进衣服里 不停地挠痒痒 皇上看着他这副模样 还以为他中了迷情药呢 一脸坏笑地 眯着他的小眼睛 也把自己的咸猪手 伸进柔贵妃的上衣里 帮他挠痒痒 结果 他越帮柔贵妃挠痒 他就越感觉到 柔贵妃身上的皮肤变得很怪异 随即 他睁开眼 看了一眼自己身旁的女人 当场吓了一跳 自己面前的柔贵妃 居然成了一个干瘪瘪 皱巴巴的丑女人 再也不是他平时看到的 那个细皮嫩肉 白皙如血的美人 皇上发现后 立即把柔贵妃推倒在一边 吓得跌跌撞撞地跑开了 他的嘴巴里 还不停地喊着 妖怪 妖怪 快来人啊 柔贵妃是妖怪啊 这时 被皇上推倒在地上的柔贵妃 看了一眼自己皱巴巴的手 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狼毒又发作了 随即 他看了石桌上的糕点 顿雾 他这事 被人吓套了 于是 他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 赶紧爬起来 随手一挥他的衣袖 就变成一条白丝带 把皇帝卷了过来 立即点了他的雅穴 让他喊不来了救兵 皇上 臣妾变成这副模样 还美吗 柔贵妃把自己干扁扁 皱巴巴的脸 凑到老皇帝的眼前 笑呵呵地问 他笑起来的那副模样 比他不笑的模样 更丑陋了 现在温月柔 不仅长着獠牙的鬼面孔 还长出一双修长锋利指甲 吸血僵尸 这是冷若李 对柔贵妃狼毒发作后的评价 没想到 柔贵妃狼毒发作 可比君墨寒狼毒发作温柔多了 也没有君墨寒的威力那么大 就挠了几下痒痒就现出了原形 残刺品果然是在残刺品 而隐藏在暗中的吉王 看见皇上被柔贵妃抓住后 并没有着急地上去救他 吉王想让皇上多吃一些苦头 才对他出手相救 此时 皇上因为不敢看柔贵妃的 那副可怕的面孔 柔贵妃就狠狠地狂扇了皇上几巴掌 皇上的嘴角马上流出了血丝 随后 柔贵妃又用他的手紧紧地掐住皇上的脖子 皇上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一直哼哼地试图想说些什么 但他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此刻 他十分后悔当初不听吉王的劝说 把这个温月柔取进宫里当他的女人 可是他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但 就在柔贵妃想要掐死皇上时 吉王立即甩出一把飞刀刺向柔贵妃 柔贵妃马上放开了自己掐住皇上脖子的那只手 躲过吉王的匕首 皇上得到解脱后 抚摸着自己的脖子 咳嗽了几下 顿时呼吸顺畅了 吉王带着冷王夫妇 立刻出现在柔贵妃的面前 皇上看见吉王他们出现后 马上长浴了一口气 心里生起了一股希望 没有再像刚才那么害怕温月柔了 温月柔 没想到你就是这么多年来 在汴京城中经常出没的吸血恶魔 吉王看着温月柔说 温月柔看见吉王把自己最丑陋的那一面 完完全全瞧进眼里时 心中瞬间崩溃了 云霄哥哥 我并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副模样 我只是 只是自己身上的狼独发作了 柔贵妃哭泣着说 温月柔 本王不想听你的解释 本王只想问你 这些年汴京里的那些被吸干血而死的无辜孩子 以及本王的十一皇帝和十二皇妹 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吉王眼神犀利地看着温月柔 面色阴冷地对她说 我 云霄哥哥 我也是被逼的 如果我不吸那些童男童女的血 我就会变成这副丑陋的模样 然后慢慢地死去 为了保住我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美貌 我只能在月圆之夜 狼独发作的时候 吸上一对童男童女的鲜血 才能保住自己的命 恢复自己娇美的面容 柔贵妃说话的语气有些慌乱 她想通过诉说自己的惨状 来试图获得吉王的同情心 但她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那副鬼样子 根本就引发不了别人的同情心 反而让吉王他们感动更加恶心 温月柔 还有我的十一皇帝和十二皇妹他们才九岁 你也吓得了 是我把他们都杀害了 吉王义愤填膺地说 云霄哥哥 我的狼独一旦发作 一天之内吸不上一对童男童女的血 我就会死的 而且会变得很丑陋的死去 我也是被逼的 那我跑到宫外去找血缘 好不容易让人弄来一对童男童女 结果 被两个可恶的人给阻止了 还把我打伤 我只好回到宫中 吸了十一皇子和十二皇女的血 不然我没法见人了 我不要自己变丑 而一旁的皇上缓过境 立即躲到吉王的身后 只露出一颗脑袋 看向温月柔 心里又害怕 又气愤 温月柔 朕一直待你不薄 你居然想杀了朕 还杀害了朕的皇子皇女 真是岂有此理 肖二 别跟他说那么多废话 立刻杀了他 朕不允许这样的吸血恶魔 为火人间 文言 吉王对他的话 感到十分无语 他这个父皇 真是 刚才还对人家温月柔情意绵绵呢 现在就对人家喊打喊杀了 这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君莫涵 突然开口道 等等 温月柔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的狼毒是怎么中的 话落 所有人都看向君莫涵 你是谁 我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俩 温月柔看着君莫涵面容回忆着说 你不用想 我可以告诉你 两天前月圆之夜 阻止你吸血的人 就是我跟他 君莫涵指了身旁的冷若里说道 难怪 我看到你俩 怎么就感觉那么熟悉呢 原来你们两个 就是那晚阻止我吸血的人 真是太可恶了 如果那晚不是因为你们两人阻碍我 我就不会去吸 那对皇子皇女的血 那样 我的秘密也不会让人发现 温月柔目光阴致地 看着君莫涵和冷若里 恨不得把他们两人的血给吸了 温月柔 现在你说这些事情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目前你就跟我们说说 你是如何中了这个狼毒吧 君莫涵冰冷冷地问道 我要是说 这个狼毒是我父亲逛我喝下去的 你们会相信吗 温月柔面色悲伤地说 你父亲 他不是最疼你的吗 吉王一脸震惊 哼 他要是疼爱我 就不会拿我当是要人了 温月柔正说着 从远处飞来一支箭 当场射穿了他的胸口 云霄哥哥 小 小 在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倒地身亡 吉土听到他大儿子的小名小六子 马上飞奔过去 把温月柔扶起来 激动地询问道 温月柔 本王的小六子在哪里 你快说啊 可是温月柔 再也开不了口说话了 但吉王还不死心 依旧摇晃着温月柔的尸体 站在一旁的冷若里 听到小六子的名字 也突然想起了 在老姑部庄里救下的那个小男孩 好像也叫小六子 他会不会是吉王的大儿子呢 一日清晨 吉王早早地来到了云莱客栈 找冷王夫妇 今日吉王打算请冷若里 去一趟上官府 给他舅舅看病 冷王夫妇在客栈随意吃了几口早餐 就走出客栈上了吉王府的马车 这一路上 吉王跟冷若里和君莫涵 说了很多有关于他舅舅的事情 原来吉王小时候 也是挺可怜的 几岁时就失去了母妃 而他又是皇上为数不多的皇子 别人处处把他看作眼中钉 全靠他舅舅上官 抑护着他长大 不然他早就在各种宫斗中 被人弄死了 听吉王说 他舅舅上官一现代的心脏病 还是因为救他而得的 当年吉王遭到刺杀 上官一位护住他 替他挡住刺杀他的冷剑后 造成的并不是上官一天生就有的心脏病 三个人在路上聊着 聊着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上官府 上官府的守卫 看到吉王府的马车后 马上让人飞奔进去 通知上官一和上官夫人 三人下了马车 没过多久 上官夫人就带着一群人 急步往大门口走来 臣妇拜见吉王 上官夫人面带微笑地 向吉王行礼 舅母不必多脸 吉王马上走过去 把上官夫人扶起来 向她介绍冷若里 舅母 这位就是我请来得救救看病的面纱神医 闻言 上官夫人抬眸仔细打亮了 一番冷若里 她头上随意扎了一个马尾辫 身上穿着一件淡紫色蕾丝边缅 宝兰宽绣 扎腰中款裙子 脚下也穿着一双紫色 绣着梅花的长筒布靴子 模样看起来十分地干净利落 她惊叹道 之前 我就听吉王妃说过 面纱神医是一位美貌智慧 极一身的年轻女子 没想到 面纱神医的本人 比吉王妃描述的还要好看 不知道多少呗 来来 都快快进屋里坐吧 上官夫人十分客气地 把吉王和冷王夫妇 请进上官府里 因为现在上官医的病情比较严重 下不了床道府门口 迎接吉王和冷王夫妇 所以只能由上官夫人 把吉王他们请进屋里 舅母 萧儿已经有几日 没来看望过舅舅了 不知道她现在的病情如何了 吉王一边走进上官府的大门口 一边向上官夫人 打探上官医的病情 话落 上官夫人长叹一声 哎 你舅舅的病情 比前几天更严重了 这两天我让人 给他找了好多有名的大夫 给他医治 那些大夫也是束手无策 上官夫人满面愁容地说 舅母 别担心 先让面纱神医帮舅舅看看吧 凭借她高超的医术 说不准 很快就能把舅舅的病给治好了呢 吉王安慰道 闻言 上官夫人点点头 她现在也是把自己丈夫的命 全部寄托在面纱神医身上了 随即 她把吉王和冷王夫妇 上官夫人提前把她带到上官义的房间里 帮她检查病情 片刻后 在上官夫人的陪同下 吉王和冷王夫妇走进上官义的房间 此时 上官一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 见状 吉王和上官夫人快步走到上官义的床边 把她扶起来 上官一看到 吉王又带人过来看她 便叹息道 哎 小儿啊 舅舅的患处在心脏 这是无药可救的 你就别花费那个心思 帮舅舅到处寻医问药了 舅舅 你看 这位姑娘就是我给你找来的面纱神医 他一定能把你的病看好的 吉王笑着说 上官一听后 他疲惫不堪地抬起头 看了一眼冷若李和君莫涵 当上官一看到君莫涵时 他暗淡无光的眸子顿时划过一道亮光 这个年轻的男子 不就是天舞国的冷王君莫涵吗 他早些年与天舞国打仗时 在战场上匆匆忙忙地与君莫涵见过一面 而此时 君莫涵和冷若李也在看着上官义 上官义因为心脏有问题 已经病得 瘦成皮包骨头了 头发花白 眉毛也白了 两眼空洞无神 君莫涵看着他 再也没有从前见到他时 那种将军气概 你 你是冷王君莫涵 上官一指着君莫涵问 对 本王确实是君莫涵 君莫涵爽快地回道 没想到 我们多年未见 你变得越发俊朗 威武了 而老夫马上就要日落西山了 上官一当即对君莫涵夸赞了一番 但他又对自身的情况不抱希望 上官将军 你不要这么悲观 今日我是陪同我的王妃 来给你看病的 君莫涵难得 对别人开口安慰道 闻言 上官一又看了一眼冷若里 这个姑娘眸光清澈见底 两眼发亮 一看就是个极为聪明的小丫头 不过 这个熟悉的小丫头 她上官一总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冷王 这个小姑娘 就是你的王妃吧 看她这一身精神气真不错 她应该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丫头 上官一看着冷若里 对她夸赞道 是的 上官将军 李儿就是我的王妃 君莫涵马上回道 好了 上官将军 你们先暂停一下说话吧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病情 上官一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冷若里打断了她继续说话 随后 冷若里走到上官一的床边 用手指给她仔细地查探了一下她的脉搏 然后 冷若里再启动她的空间仪器 帮她快速地做了一个检查 几分钟过后 冷若里就查出了上官一的病造所在 原来是上官一的心脏附近 有一块没有清理干净的铁片隐藏在里面 难怪上官一的心口痛 上官将军 你以前胸口中箭 是不是没有把肉里的碎片给清理干净啊 冷若里满脸疑惑地问 哎 冷王妃 你的医术果然高明 我看了无数大夫 都没有一个人说对我的病造 你就这么给我把脉搏就看出来 上官抑护着胸口说 当年我的胸口确实中过箭 而且那支箭有倒沟 御医们见我出血过多 果断帮拔出了箭头止血 可没想到 我胸口里 居然断了一小块铁碎在肉里 因为铁碎片的位置太深了 当时御医们都不敢动手 帮我把铁碎片给挖出来 他们只能先保住我的性命 帮我止住血 后来 我的伤口好了之后 那块铁碎片就留在胸口里面了 也找了很多大夫帮忙看 他们都不敢动手给我开刀 现在那块碎片 应该离我心脏很近了 因为一到阴雨天 我的心口处就隐隐作痛 哎 十几年过去了 我现在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只要是说话咳嗽都特别痛 上官易艰难地说 怎么样 冷王妃 我舅舅的病 还有救吗 吉王听了上官易的话后 心中更难受了 如果当年舅舅不是因为救他 自己就不会中箭 也不会发生小碎片残留在胸口里 挖不出来的事情 有救 但是需要开刀 才能把上官将军胸口里的小碎片 给取出来 冷若李解释道 在胸口开刀 那会不会上官夫人满脸担忧地问 但是那个死他又不敢说出口 我只有七成把握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要不要开刀 冷若李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用商量了 冷王妃 你就给我开刀吧 你给我开刀后 若是出了任何问题 老夫都不会怪你的 也不会让上官府里的人找你的查 上官易向冷若李保证道 冷王妃 本王也相信你的医术 你就给我舅舅开刀吧 舅舅这些年 被这个病早折磨得真是太痛苦了 吉王叹了一口气说 那好吧 趁今日时间还早 上官夫人 你去把府上的人都召集到这里 看一看上官将军 让他交代清楚一下事情 我今天就可以给上官将军开刀了 冷若李看着上官夫人说 话落 上官夫人很快就明白冷若李的意思 马上让人去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府 一炷香过后 上官夫妇的大儿子上官衍 和他们的小儿子上官成都 带着自己的妻儿来到上官义的房间里 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 他们就被上官义给赶出了房间 上官衍和上官成兄弟俩 被赶出上官义的房间后 两人都是满脸担忧地 看着他们父亲的房间门 可没过多久 上官夫人 吉王和冷王 也被冷若李给赶出了房间 娘 我爹的情况怎么样了 为什么你那么着急 留在我爹房间里的那个姑娘又是谁 上官衍满脸疑惑地问 话落 上官夫人只能叹一口气说 叶儿 那个姑娘是吉王给你爹爹请来的大夫 今日你爹要让那个姑娘给你爹的胸口 开刀取出肉里面的那块小碎片 那个姑娘害怕你爹会出意外 所以她让我把你们都叫回来 与你爹见个面 说说话 上官夫人心情沉重地说 什么 娘 你刚才说 我爹要从胸口开刀对吗 上官衍和上官成听后 满是震惊地问道 话落 上官夫人点点头 娘 你糊涂 你这不是害死我爹吗 我爹要是在胸口上开一刀 他还会有命在吗 上官衍气愤地说 说完 他就在往上官衣的房间冲去 但却被吉王一把给拉了回来 你们两兄弟 若是不想害死你们的父亲 你们就尽管闯进房间里闹腾 吉王语气冰冷冷地说 吉王表哥 那是我们的父亲啊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折腾死 上官衍苦着一张脸说 放心吧 你们父亲是不会有事的 因为给你们父亲胸开刀的人 就是给你们表扫泼腹渠子的那位女神医 吉王叹了一口气 给两人解释道 吉王表哥 里面的女子 真是那个给我表扫泼腹渠子的女神医 上官成有些不敢相信地说 因为他自从知道 吉王非经历过泼腹渠子 还能活得好好的事情后 上官成就派人到处去打听 那位女神医的下落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位女神医 这么快就出现在他的家里 本王没必要骗你们 里面的那位姑娘 就是大半年前轰动整个大陆的面纱神医 吉王肯定地说 随后 上官眼和上官成就没有再说话 耐心地和众人 等在上官义的房间外面 上官义一生 只娶了上官夫人一个女人 府上没有别的妾室 膝下只有两个儿子 都已经成家有孩子了 也没有别妾室 府上的人缘组成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 吉王平时也很喜欢和上官眼 上官成两兄弟玩在一起 所以 上官家的两兄弟 也比较信任他这个表哥的 两人听到吉王这么一说 两人都安静了下来 在房间外面耐心地等候 此时 上官义的房间里 冷若里已经给上官义注射了 一剂麻醉药 上官义已经慢慢地睡过去 随后 冷若里立刻把上官义 转移到他的空间手术台上 用意念一下子准备好 他做手术时 所需要用到的各种工具和仪器 冷若里先给上官义 拍了个胸口照片 看清楚上官义胸口里面 那块小铁片的具体位置 再给上官义进行消毒 等一切搞利落之后 冷若里才着手给上官义做手术 此次 他给上官义做的这个手术 难度比较大 因为那个小铁片 已经接近心脏了 所以 冷若里做手术时 每一个动作 都要十分地小心翼翼 每一步都不能错 冷若里参照照片位置 直起手术 一刀割开皮肤 然后 他一步一步地往里割 结果找了半天 都没有看到那块小碎片 这让他有些急了 但是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于是 冷若里又给上官义的胸口 又拍了一个片 他发现 上官义胸口里的那块小铁片 居然跑离了原先拍照的位置 这让冷若里有些犯难 他沉思了几秒 眸光一亮 用意念在系统空间里 找来了一个磁铁 他把磁铁轻轻地 放在胸口开刀的旁边 把胸口里的小铁片给困定住 然后 冷若里才慢慢地 找到那块小碎片 把它夹了出来 接着 对那块小铁片锁在位置 进行止血 消毒 再把刀口小心谨慎地缝合好 冷若里在系统空间的手术室里 全神贯注地做着他的手术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时辰 上官义房间外面等着的人 早就变得十分不耐烦了 急王表哥 那个面纱神医到底行不行啊 怎么进去这么久了都没出来 我爹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上官乘语气着急地 给急王来了一个三连问 舅舅不会有事的 你们放心吧 急王向上官乘保证道 其实 急王他现在也很没谱了 因为冷王妃 已经进去两个多时辰 还没有出来 上官乘听了急王表哥的话 只能叹气 片刻后 上官义的房门终于被打开了 房间外的一群人都围了上去 上官夫人 冷王妃 我家老爷怎么样了 急王 冷王妃 我舅舅怎么样了 上官眼和上官乘 练杀神医 我爹怎么样了 一群人都围着冷若里 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等你们先安静下来 我再告诉你们 冷若里无语地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这群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冷若里才缓缓地开口 上官将军的手术 做得很成功 但他现在还没有过危险期 你们都不能进去看他 神医 手术是什么意思 还有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见我爹 上官眼一脸疑惑地问 手术就是开刀去冰灶啊 我不让你们进去看上官将军 是因为上官将军的房间 我已经消过毒了 我害怕你们身上携带的病毒 细菌感染到他 从而导致 他有生命危险 等他过了危险期 我就会让你们进去看他的 请大家耐心等候 冷若里简洁明了地跟他们解释 但是上官府里的人 还是没听明白冷若里说的病毒 细菌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词 这时 吉王马上帮助冷若里 向众人解释道 舅母 两位表弟 当初神医给盈盈 做完了剖腹渠子的手术后 也是不让本王进去看吧 其实 神医所说的病毒细菌 就是我们身上那些肉眼 看不到的尘土 如果我们把那些尘土带进去了 就会阻碍舅舅的伤口愈合 严重的 还会对舅舅的性命造成危险 所以现在 我们不能进去看舅舅 等舅舅的情况稳定后 神医自然会让我们进去看他的 哦 那我们就先不进去了 等神医让我们进去看 我们再进去 上官眼一直半解地点点头 随后 上官夫人让府里的人都散开 各忙各的事情 想分散一下众人的注意力 缓解一下众人紧张的气氛 等上官兄弟他们走后 就只剩下冷王 吉王和上官夫人 依旧守在上官医的房间外面了 而冷若里 又重新关上了房间门 回到他的系统空间里 给上官一又换上一瓶药水 又给他的刀口进行消毒 仔细观察他的身体情况 第二天清晨 上官一的房间门再次被打开了 门外除了吉王 冷王和上官夫人外 上官兄弟又带着自己的妻儿 再次聚集在上官一的房间外面 当冷若里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他 冷王妃 我家老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上官夫人急切地想知道 自己老伴的情况 上官夫人 上官将军的身体已无大碍 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如果你们想要进去看他 可以两人一组轮着 来进去看看他 但你们不能耽误病人太长时间 妨碍病人休息 冷若里提醒道 是是 冷王妃 我们明白 上官夫人听了冷若里的话 连连点头 随后 大家自觉地分成两人一组 一组跟着一组轮着走进房间里 看上官一 而冷若里 则是拉着君莫涵 来到上官一的房间外面 一处凉亭里坐了下来 拿出一支笔 和一张白纸 把上官一手术后 需要注意的事项都写清楚在白纸上 然后 他把这张纸交给上官夫人 就转身离开了上官府 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几个 原本是来南兆国采摘火灵芝的 虽然火灵芝他们已经摘到手了 但雪根兰至今还没有半点他的消息 他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需要马上启程 去北城国 寻找雪根兰 两人回到云莱客栈后 马上吩咐隐城和楚明轩 收拾东西离开汴京 准备去北城国 寻找雪根兰 几人刚走出云莱客栈 就被吉王叫住了 此时 吉王手上抱着一个小木盒子 急不向几人奔来 冷王 冷王妃 本王知道 你们今日就会着急地离开汴京 但我还想误会你们一会时间 吉王笑着说 然后 他把自己手上的小木盒子递过去 给冷若了 冷王妃 这个小盒子里的东西 是我舅舅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赠送的一份谢礼 望你收下 吉王感激地说 吉王 这礼物我就不收了 你回去告诉上官将军 能救他一命 也是一种缘分 更是我作为一名大夫的职责 我祝福 他在往后日子里 一生安抗 冷若李拒绝了上官义的谢礼 淡然一笑 眼底里的笑意 透着真诚和爽直 令人倍感平易近人 让吉王都看愣了 他在心中不仅有些羡慕 冷王真是好命 能娶到一个 不仅医术高明 为人善良 还美貌与智慧 基于一身的王妃 而站在一旁的君墨涵 见到吉王紧盯着自己的王妃看 他身上立即散发出一股寒气 周围的气温骤降 冻得众人一阵哆嗦 吉王马上觉察到了 君墨涵身上寒气 立即善笑道 冷王 本王只是很佩服冷王妃的本事 对他可真没有半点男女之间的情愫 你别误会了 最好没有 不然 本王不管他是谁 敢对本王的李儿有非分之想 本王都不会放过他 直接把他对李儿的情愫 扼杀在摇篮里 君墨涵霸道地说 众人 这个男人真是霸道 其实 君墨涵自己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粗意变得这么大 自从他发现自己 爱上了冷若李之后 对他的战友欲就变得越来越强 不允许任何一个男人 对他李儿有非分之想 君墨涵的话 顿时让他们周围的气氛 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为了缓解气氛 冷若李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吉王 听说你还有一个大儿子 小名叫小六子 冷若李好奇地问 是的 冷王妃 你是不是见过一个小名叫做小六子 年龄刚满十二的小男孩 吉王激动地说 吉王 你先别激动 我也不敢确定 几个月前 我在京都里救过的那个小男孩 是不是你的大儿子 但是他的小名也叫小六子 年纪也是十二左右 看他的相貌 也像是男赵人 冷若李低声说 冷王妃 那个小男孩 一定是我的大儿子小六子 我和盈盈找了他四年了 都没找到他 吉王说着 说着 他的眼眶变得通红 当年都怪我上了温月柔的 但误会了盈盈背叛了我 才让那些人有机可乘 把我的小六子偷走 吉王脸色痛苦地说 好了 吉王 你先别难过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可以去一趟天舞京都 找到这个地址看看 冷若李说着 从自己的袖中 拿出一支笔 跟字条写下一个地址 塞到吉王的手上 随即 他转过身 动作俐落地坐上马背 君莫涵他们 也纷纷坐上马背 几人都向吉王招了招手 马上骑马离开了 而吉王得到自己 大儿子的消息后 就站在原地呆呆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纸条 连他舅舅的小木盒子 都忘了送给冷若李 一个月后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六人 马不停蹄地 终于到达了北成国 北成国位于大陆的北方 全国一半的土地都是平原 这里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住的是蒙古包 吃的是牛肉和羊肉 喝的是牛奶和羊奶 那些比较富裕的牧民 才有有面条和面包吃 此时 北成国还处于冰天雪地当中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六人 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一路上顶着冷风冰雹 牵着自己的马 一步步艰难地 来到北成国的一座城 喀咸多米城 君莫涵 今日天色已晚 又吹着暴风雪 我们还是先找一家 客栈落脚吧 等明日暴风雪停了 我们再走 冷若李看着急急忙忙 行走在街道上的人 抽抽无 便大声地说 今日的暴风雪 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冷若李说话的声音太小了 君莫涵他们是听不清楚的 闻言 君莫涵也大声地回答 好 就依你的意见 我们去找一家客栈住上一晚 明日等暴风雪 停了 我们再走 随后 冷若李和君莫涵 带着影城 来到了喀咸多米城 十分有名的一家客栈 几人把自己的马拴到客栈 专为客人准备马棚里 才快步走进客栈 这家客栈屋里 密封得很严 也很爱火 但客人也不少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几人刚走进客栈 客栈里那些客人的目光 都是怪异地盯着冷若李 和君莫涵他们身上看 可能是他们看见冷若李 和君莫涵几人的着装 十分奇怪吧 毕竟他们六人这一身打扮 可是现代人穿的衣服 这几天因为气温低 冷若李几人每个人 都穿着一身厚厚的 深黑色长款羽绒服 头上包裹 戴着一条米白色 细绒保暖的围薄 手上也戴着厚厚的皮手套 脚上也穿着一双 里面带绒保暖的长筒皮靴子 而这些北城国的人 穿着都比较笨重 他们冬天穿的衣服 都是用瘦皮加羊毛做成的凹子 头上戴的帽子 也是用羊毛做成的 脚上穿的鞋子 也是瘦皮或牛羊皮做出来的 他们穿的衣服 做工都十分粗糙 味道还重 所以 冷若李他们 穿着这一身现代人的衣服 在这些古人看来 怎么看就怎么怪异 客栈的掌柜 也看了冷若李几人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然后 他笑明明向冷若李 和君墨涵几人走过来 欢迎几位客官 请问你们 是住店还是用餐 麻烦掌柜的 先帮我安排三间客房 然后 再帮我们送点吃的 到我们房间里 冷若李看着掌柜淡淡地说 姑娘 不好意思 我们今晚的客人比较多 现在只剩下一间客房了 要不 你们几个几一间 掌柜十分抱歉地说 没关系 我们六个就几一间房吧 你现在就让人带我上去 一会儿 你让人给我们送些吃的 到我们房间就好 冷若李说完 就从自己的羽绒服的衣兜里 掏出一个银元宝 放在掌柜的手上 掌柜看见自己得了一个 这么大的银元宝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马上换来一个店小二代 他们上了二楼 最里面的那间客房 正在大堂里 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才收回目光 大堂里的客人 都好奇与自己的同伴们 议论起 冷若李他们怪异的衣着 和他们的身份 大哥 刚才进来的那六个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他们穿的衣服 怎么这么奇怪 一名女子好奇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 多多 你又想打什么主意 男子看着女子问 大哥 你们就帮我一个忙呗 多多向他的哥哥撒娇道 你该不会是看上 别人的那些衣服了吧 男子一眼就看穿 他心里想法 嘿嘿 还是大哥最懂我 多多对男人嬉皮笑脸地说 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 男子没搭理他 嗯 大哥的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多多继续撒娇 后来 男子被多多弄得无可奈何 最终答应了他 去找刚才的那几个人 买一件他们的衣服 片刻后 男子带着名叫多多的女子 和几个下属 找到冷若李他们所住的房间 他抬手轻轻地敲响了房间门 房间里面的冷若李 还以为店小二给他们送吃的上来了 就马上让尹臣帮忙开门 当尹臣把房门打开后 却看到一男一女 站在他们的房门外 这位公子打扰了 我叫景泰康 我妹妹刚才看中了你们身上 穿的那件大衣服 你们可不可以卖一件衣服给我妹妹 景泰康笑着问 你们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我的主子 尹臣客气地回道 不料 景多多听到尹臣的话后 则是不懈地嘲讽道 哎哟 大哥 你问了人家半天话 原来他只是个吓人啊 住嘴 多多 不得无礼 话落 景泰康立即喝止道 但 景多多说话的声音很大 不仅门围的尹臣听见了 连房间里冷若莉 和君莫涵他们几人都听见了 冷若莉听后很生气 他是个十分互独自的人 最看不惯景多多这种傲慢的人了 当场大声地拒绝道 我的羽绒服 若是有多余的 也不卖给狗穿 景多多一听了冷若莉的话 立刻炸毛了 你这个贱人 刚才骂谁是狗啊 谁承认 谁就是狗呗 冷若莉冰冷冷地说 抽出自己腰间的长边 就要向房间里的冷若莉身上抽去 幸亏景泰康制止得快 按住了景多多的手 不然 他们兄妹今晚就要倒霉了 因为景泰康早就看出 这些人的武功不弱 要是他们兄妹俩 惹毛了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肯定逃不到好果子吃 各位 我小妹不懂事 出言不讯冒犯了各位 我马上带她离开 真是对不住了 景泰康马上向冷若莉 他们六人道歉 随后 他就把景多多拉走 半夜 冷若莉和君莫涵 他们几人刚入睡 门外就传来异动 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在门外不停地走动 马上惊醒了冷若莉 和君莫涵他们六人 冷若莉赶紧从衣服兜里 拿出几颗解毒完分 给君莫涵他们几人吃下去 随即 门外就有人用手指捅破窗户纸 塞了一根小管子 吹了一股迷烟进来 冷若莉和君莫涵六人 很配合地昏迷过去 门外的几人等了半天 见屋里的人没有动静 才用匕首划开门栓 推开房门 走进冷若里 和君莫涵几人的房间 哈哈 大哥说 这几个人的武功了得 这不 还不是被本郡主给迷晕了 景多多嘲讽道 郡主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一名侍卫迷惑地问 当然是把他们穿的 那几件大衣服 给本郡主拿走了 还有他们头上戴的那条 毛茸茸的帽子 和手上的套子 以脚上穿的鞋子 都给本郡主顺走 景多多有些得意地吩咐道 几名侍卫得了景多多的命令后 立刻动手去拿冷若里 和君莫涵 他们几人 盖在身上的羽绒服 还有脱下来的围脖 不料 那些侍卫刚靠近一点 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几人 冷若里他们 就猛地睁开双眼 蹭得一下就站起身 六人几下子就披晕了那几个侍卫 但冷若里 只让尹晨点了景多多的雅穴 就把他捆绑了起来 哼 没想到你还是贼心不死啊 冷若里看着景多多冷笑道 文言 景多多使劲地摇摇头 他现在有些后悔 不听景太康的警告了 自作主张半夜带人入室 打劫冷若里 他们几人的衣物 可是他真的很喜欢冷若里 他们几人 今日穿在身上的那件大衣服 不过 谁让他们不愿意 卖一件大衣服给他 不然 他也用不着半夜三更的入室 偷东西了 归根结底 还是冷若里他们几个人的错 冷若里紧盯着景多多的眼睛 看了一会 看出他的眼中 并没有悔过之心 于是 冷若里马上下令 让隐晨他们 把景多多带过来的几名侍卫 拎到外面的雪地里给杀了 随即 又再让隐晨回来 把景多多捆绑到雪地里 一日清晨 暴风雪已停 冬日里灿烂的阳光 洒在白玉如枝的雪上 反出柔和的光昏 像仙女五彩的薄纱裙摆 景太康刚起床就走过来 敲响景多多的房门 可他敲了半天 屋里都没有回应他 他猛地推开景多多的房间门 往屋里看了一眼 床上的被子 叠得整整齐齐的 没有人睡过的痕迹 顿时 景太康心里 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小妹应该是出事了 随即 景太康马上换来了 他们身边所有的侍卫 找遍了整个客栈 都没有发现景多多的身影 后来 还是客栈里的店小二 到室外的马棚子里 给客人的马喂草 才发现了雪地里的一根柱上 捆绑着一个人 他走进去一看 当即就认出了这人 就是景太康 他们找了许久的景多多 于是 他赶紧跑回了客栈 通知景太康去救人 当景太康得知自己的小妹 被人捆绑在雪地 吹了一个晚上的冷风时 他整个人顿时气疯了 他立刻带着侍卫 冲到雪地中 把捆绑住景多多的绳子给解开 把他给抱回客栈里 景多多这个女人 倒是救活了 但是他却大病了一场 今天 室外的暴风雪已经停了 冷若李和君莫寒 他们在客栈里吃过早餐后 又立刻动身前往天云山 天云山在北城部的北方 是这片大路上最为严寒的地方 他们现在才到了喀贤多米城 还要走很久 才能到达天云山脚下 所以他们的时间真的很赶 等冷若李和君莫寒 他们走了之后 景太康也把他妹妹抱上马车 离开了客栈 两个时辰后 冷若李和君莫寒 他们录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部落 一群骑马的牧民 见到陌生人 马上把冷若李他们给包围住 你们是什么人 有一名身材高大威猛健壮的男子 用一种冷若李听不懂的语言问道 不过 幸好君莫寒和楚明轩 都听得懂北城国的语言 我们是去天云山的游玩 刚路过宝地 君莫寒淡淡地说 天云山 现在天云山上 还到处是冰天雪地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男子不相信君莫寒的话 这个 你们就不用管了 君莫寒没有耐心搭理他 你 君莫寒的话 顿时把男子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都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二七 你问人家这么多干什么 你会吓到人家的 威猛男子身边的骑马的女子 对他数落道 这名女子 自从君莫寒出现在他面前 他的那双眼睛 就没有离开过君莫寒的身上 就差点没有扑到君莫寒的身上了 冷若李一眼就瞅出了这名女子的心思 他这是看上了君莫寒了 冷若李认真打量了一番该女子 目测他的年龄 大概也就只有15岁左右 身材比天舞国的女子高大强壮 穿上一身五彩的北城国服饰 手上拿着一条软鞭 头上用彩带变了满头辫子 额头上带着一串蓝宝石的珠花头饰 冷若李看见女子的这一身打扮 便猜到她的身份 在他们的部落里不简单 巴美斯公主 属下也是为了我们部落的安全着想 组长说过 只要是有陌生人靠近我们的领地 我们必须要问清楚 他们的目的和底细 阿尔其见女子数落他 马上换了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 那模样让人看着就感到滑稽 好了 出了事情有我担着 你怕什么 巴美斯公主保证道 然后 他才转过身笑着 对君莫涵和楚明轩他们说 这位公子 从这里去天云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不今晚你们几个 就在我们部落里休息一晚吧 不用 君莫涵立马拒绝了他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巴美斯可是我们组长的女儿 也就是我们部落的公主 她亲自邀请你们 必须要答应 阿尔其怒气冲冲地说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巴美斯怒瞪了阿尔其一眼 几位 今日是我巴美斯十五岁的生日 不知大家可否愿意留下来 为我祝贺一番 巴美斯娇羞地说道 君莫涵刚想拒绝 却被身边的冷若里扯了扯衣角 君莫涵 你就答应他吧 可别辜负人家姑娘的好意 冷若里朝君莫涵眨眨眼 好吧 都随你 君莫涵无奈地说 那你们这是答应我 要参加我的生日篝火晚会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巴美斯笑着说 冷若里和君莫涵听后 顿时 微微一愣 原来 你听得懂我们说话 冷若里语气十分无语地问道 哈哈 你们应该是天舞国的人吧 我和阿布 父亲 以前去过天舞国玩呢 巴美斯呵呵地笑着说 哦 难怪呢 既然这样 我们就麻烦巴美斯姑娘了 那就请你们前面带路吧 冷若里挑了挑眉眼说 走 巴美斯立刻把自己骑的骏马 调转过身 为冷若里和君莫涵六人带路 十几分钟后 他们一群人骑着骏马 到了巴美斯的居住地 巴美斯马上让阿尔其位几人 安排了住所 冷若里和君莫涵被单独分开 各住一个蒙古包 剩下的尹臣和楚明轩住在一个蒙古包里 尹一和尹二也住在一个蒙古包里 等君冷若里和君莫涵被安顿好之后 巴美斯飞奔去了他阿布的蒙古包里 正好碰见他阿布和部落里的一名女子在偷情 而那名女子就是巴美斯最讨厌的女人 古巴雅尔 阿布 你怎么又睡这个恶心的女人了 巴美斯生气地说 巴美斯 你这个孩子 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阿布正与古巴雅尔忙着呢 阿布 你不是答应了我 不会再碰这个女人了吗 巴美斯脸色英致地说 巴美斯 我的好女儿 你与古巴雅尔从小就一起长大的 两人情同姐妹 你不应该这么排斥她 达尔嘎尺劝说道 阿布 他要是把我当做姐妹 就不会勾引你上她 气死我的俄极 母亲 巴美斯指着古巴雅尔怒斥道 哎 巴美斯都是阿布不好 可是阿布是个男人 喜欢女人 自从你俄极去世后 阿布真的很孤独 所以 我与古巴雅尔就 达尔嘎尺有些后悔地说 这时 坐在达尔嘎尺身旁 整理自己衣服的古巴雅尔 可怜巴巴地说 巴美斯公主 我古巴雅尔是真心喜欢 达尔嘎尺的 你就成全我们吧 哼 就你古巴雅尔 这种货色 也配当我的后额级 巴美斯当着她阿布的面 就对古巴雅尔嘲讽道 古巴雅尔听了巴美斯的话 伤心不已 达尔嘎尺马上古巴雅尔 搂在怀中低声安慰 阿布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 美丽的中原女子做妻子吗 巴美斯缓缓地说 你这孩子又怎么了 达尔嘎尺没好气地说 刚刚把她的女人气哭 现在又着急着地 给她介绍女人 阿布 我刚刚和阿尔齐 在外面带回了一名 花容月貌的女子 你要不要去看看 达尔嘎尺一听到 有好看的中原女子 她的注意力 瞬间从古巴雅尔身上移开 我的宝贝女儿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达尔嘎尺眸光一亮 讨好的问道 当然是真的啦 不信你让人把阿尔齐找过来问问 那个中原女子 可比你怀里的女子漂亮多了 巴美斯诱惑道 这孩子 那你还不快点带阿布去看看呢 达尔嘎尺满脸期待地说 他作为这个部落的首领 这一生最大的爱好 就是美酒和美人了 美酒呢 他们部落里多的是 但是美人呢 却是可遇不可求 尽管他睡遍很多部落里的女子 但始终缺少一个 不同品味的中原女子 随后 达尔嘎尺就把古巴雅尔丢到床上 跟着巴美斯的身后 出了蒙古包 留下一脸猛闭的古巴雅尔 在床上发乐 他心里狠狠地想着 巴美斯 你给我等着 首领夫人这个位置 一定是我古巴雅尔的 阿布 这次女儿带回来 有一女五男 那个女人你可以带走 但是那五个男 就归我吧 巴美斯笑着说 好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达尔嘎尺满意地回答 巴美斯看见自己的阿布这么开心 他目光顿时变得意味不明 古巴雅尔 古巴雅尔 你想嫁给我阿布 可我偏偏不会让你如愿 巴美斯就带着魁梧见状的达尔嘎尺 来到冷若里的蒙古包里 冷若里看见巴美斯 带着一个中年的魁梧男子进来 就知道没有好事 那个中年男子一进来 就两眼冒光地盯着冷若里看 让冷若里感到十分地恶心 冷姑娘 这是我的阿布 他想认识你一下 巴美斯笑着对冷若里说 听后 冷若里敏唇笑了笑 你好 今晚打扰了 冷若里一点都不想搭理这个中年男人 因为他看着自己的目光 十分恶心 呵呵 姑娘 不打扰 不打扰 正好今天是巴美斯的生日 晚上我们部落准备了篝火晚会 热烈欢迎你的到来 达尔嘎尺满脸堆笑地说 好呀 他冷若里 倒是想看看 这对妇女今晚要玩什么花样 就在此时 君莫涵和楚明轩 他们五人来到了冷若里所住的蒙古包外面 里儿 我们进来了 君莫涵故意大声喊道 嗯 你们都进来吧 冷若里笑着回答 巴美斯看到君莫涵和楚明轩 他们五人走进来后 他的那双小眼睛 瞬间被君莫涵他们 吸走了注意力 韩大哥 楚大哥 这是我的阿波 巴美斯甜甜一笑 嗯 君莫涵不想跟巴美斯说话 只是淡淡地回了他一个字 让巴美斯顿时显得十分尴尬 那个韩大哥 今晚的篝火晚会将要开始了 不如我带你们先出去 参观参观我们的部落吧 巴美斯又是对着君莫涵甜甜一笑 这个韩大哥 长得真的太好看了 入夜 冷若里和君莫涵 都被请到篝火晚会的贵宾席位上 部落里的人都好奇地 看向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几个 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 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和女人 君莫涵和冷若里两人出现时 他们眼睛都看直了 坐在上手的达尔嘎赤 为了避免他们这样 被人赤裸裸地看着 感到尴尬 赶紧开口道 今晚是庆祝我女儿巴美斯 十五生日的篝火晚会 坐我左边的这六位 是我女儿巴美斯请来的贵客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招待他们 可别把他们给吓跑了 达尔嘎赤话音落刚 众人都哈哈大笑一场 笑过后 众人马上齐声回道 是 可汗 然后 他们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接着 一群年轻的长相比较好看的女子 手中一人拿着一张小板凳 缓缓地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 围着火堆 跳起了舞蹈 听巴美斯介绍说 这是他们部落里最好看的甩板凳舞 只有部落里来了重要客人 他们才会让人组织跳这支舞蹈 这个部落里的人都很爱看这支舞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男子 还加入了跳舞的人群中 与姑娘们一起跳舞 场面嗨极了 只有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六人兴致缺缺 而巴美斯 则是一直注意着君莫涵这边的动静 看出他对他们的甩板凳舞并不感心 便马上吩咐人 把烤全羊 抬到席子中间的场地上 他走到烤好的全羊面前 拿出自己挂在腰间的匕首 为君莫涵和楚明轩他们 割下烤好的羊腿 让下人把烤羊腿 端到君莫涵等人的盘子里 等巴美斯给君莫涵分好烤羊腿时 那些仆人才接过他手中的匕首 为众人分烤羊肉 接着 巴美斯给自己的阿布使了一个眼色 达日嘎赤接受到自己女儿的眼神后 马上让仆人去端来了一瓶最好的羊奶酒 拉着巴美斯来到冷若里和君莫涵面前敬酒 今晚真的十分感谢六位能来参加 我女儿巴美斯的生日勾火晚会 来 我达日嘎赤和巴美斯敬各位一杯 话落 达日嘎赤和巴美斯父女两人 把自己杯中的羊奶酒一饮而尽 可是达日嘎赤喝完酒之后 他的那双狭长的小眼睛 色眯眯地盯着冷若里看 他这一举动 让坐在人群中的古巴牙尔顿时吃醋了 气得他的双手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而巴美斯则是寒情默默地看着君莫涵 他的目光一刻都不想从君莫涵身上移开 谁让他君莫涵长得这么好看 今晚他就很想与君莫涵行了那个鸳鸯之礼 他可以想象他的那个一定会很威吗 但这对妇女并没有觉察到君莫涵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 只以为夜深气温又降了 可正当君莫涵想要端起桌子上 为他们准备好的酒水 泼向这对妇女两人时 突然有两个部落的骑兵 押着两名男子 走到了达日嘎赤和巴美斯面前跪下 可汗 我们在草原上巡逻时 发现了北城三皇子慕容黎晨和他的属下 其中一名骑兵说 文言正打算与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再次敬酒的达日嘎赤和巴美斯 马上转过身 看着自己面前被侍卫捆绑住的慕容黎晨 冷笑一声不屑一顾 怎么 慕容黎晨 你现在偷偷地溜回来 这是后悔前段时间拒绝迎娶我女儿巴美斯了吗 达日嘎赤嘲讽地问 不是 我没有后悔拒绝了与巴美斯的婚事 慕容黎晨语气坚定地说 你 慕容黎晨的话 当场把达日嘎赤妇女给欺诈了 只有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看到慕容黎晨的出现顿时皱起眉头 这个慕容黎晨自从吃完冷王夫妇的结婚喜宴之后 就带着自己的几名属下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冷王府 不知道去了哪里 没想到几个月后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他 当慕容黎晨抬眸看见达日嘎赤和巴美斯身后的冷若里 和君莫涵他们六人时也是微微一愣 他也没想会在这里遇到自己的二师兄夫妇 但是他们只能当做都不认识 慕容黎晨 一个多月前你拒绝了娶我为妻 现在我也看不上你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可你今晚还偷偷地潜入我们部落里打算做什么 巴美斯问 没做什么 只是路过这里肚子饿了 想进来找点吃的而已 慕容黎晨撒谎道 你来这里只是为了找点吃的 你这是骗谁啊 慕容黎晨 别以为我们猜不出你来这里做什么 达日嘎赤看着慕容黎晨阴森森地笑着 闻言慕容黎晨闭着眼睛沉默不语 他身上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自己这副衣衫褴褴的模样 真的挺狼狈的 其实 他今晚来这里 是为了寻找自己母亲的遗物 不料 被人发现了 他就被这些野蛮人给捉住了 如果达日嘎赤 把他们交给了那对残酷无情的慕容千松兄妹 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 岂不是都白费了 而达日嘎赤 也不想当众揭穿慕容黎晨的目的 只吩咐起码快速把他压下去 让人看住他 随后 达日嘎赤和巴美斯 继续招呼众人吃喝玩乐 气氛瞬间又起来了 君莫涵 这个慕容黎晨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冷若李压低着声音 满脸疑惑地问 我也不清楚 我和他已经几个月 都没有了联系上了 没想到他又回了北城国 君莫涵叹了一气说 那我们该怎么 冷若李又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问 我们见机行事吧 北城国皇室里的事情十分复杂 我们也不好插手 只能静观其变了 君莫涵回答 接下来 勾火晚会的节目 冷若李和君莫涵再也看不下去了 中途巴美斯邀请君莫涵跳舞 都被君莫涵当场拒绝了 巴美斯被人搏了他的面子 他有些生气 就吩咐仆人 把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六人 带回给他们原先安排好的住所休息 随后 巴美斯也宣布 他的生日勾火晚会结束 当冷若李和君莫涵六人 回到蒙古包之后 几人就马上商量 怎么救出慕容黎晨 冷若李提出 他与君莫涵两人 先去打探到 关押慕容黎晨的位置 然后 再进行声东击西救出他们 一炷香过后 冷若李和君莫涵两人 偷偷地围着整个部落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慕容黎晨和慕白 被关押的地方 他们夫妻经过巴美斯的蒙古包时 听到巴美斯正在自己的蒙古包里 大发雷霆 地上跪着三个 被吓得战战兢兢的女仆人 巴美斯露出一张面目猙獰的脸 手上拿着一条软鞭 抬手就往跪在地上的 三个女仆人身上抽去 煞时 蒙古包里就传出来一阵阵惨叫声 让那些守候在蒙古包外面的仆人 浑身颤抖 没多久 蒙古包里又传出巴美斯 让人恶心的声音 韩大哥 你居然当着我全族人的面 拒绝了与我共舞 真是气死我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巴美斯对天发誓 一定要得到你 巴美斯语气阴森森地说 文言 蒙古包外 冷若李狠狠地瞪了一眼 君莫涵低声说 听听 又是因为你的这副好皮囊 招来的桃花寨 听了冷若李的话 君莫涵感到自己可冤了 难道她长得好看也有错 不过 这个巴美斯的手段 也真是够歹毒的 居然拿自己的仆人出气 丽儿 我们走吧 再到别的蒙古包里找找看 君莫涵对巴美斯这种 心狠手辣的女人 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然后 冷若李和君莫涵两人 又寻找了十几个蒙古包 还是没有找到 关押慕容离城和慕白的地方 哎 君莫涵 这个部落说他大也不大 说他小也不小 怎么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 关押慕容离城的地方 更离谱的是 他想捉住一个骑兵问问 都找不他们的人影 冷若李满脸疑惑地说 本王也觉得十分怪异 按道理来说 巴美斯蒙古包附近 应该会有很多骑兵把守才对 可我们只看到 他的蒙古包外面 只有几个女仆守护着 而达尔嘎赤的蒙古包外面 也是只有四个骑兵驻守在门外 其他的骑兵都不知所踪 君莫涵也是迷惑地说 就在这时 两人听到一阵 往他们这边靠近的脚步声 冷若李赶紧拉着君莫涵 躲进空间里 两人通过空间 穿透镜往外看 看见巴美斯身边的护卫 阿尔其走进了 他们身旁的蒙古包里 冷若李马上用意念 移动他的系统空间 紧随阿尔其的身后 跟进蒙古包里 两人进去后 就看到了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半躺在床上 女人看到阿尔其 进入他的蒙古包之后 他缓缓地从床上站起来 阿尔其 你终于来了 古巴雅尔微笑着说 古巴雅尔 你找我来 有什么事情吗 阿尔其看见 古巴雅尔身上的肌肤 若隐若现 连忙转过身子 背对着他说 怎么 没事就不能找你 过来叙叙救吗 古巴雅尔笑着说 你现在已经是 可汗的女人了 尽量少与外难接触 阿尔其叮嘱道 哈哈 文言 古巴雅尔大声笑了起来 你怕什么 我们和巴美斯 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我记得你小时候 还喜欢过我呢 对吗 古巴雅尔走到阿尔其的身后 伸手一把抱住了 阿尔其健壮的腰身 然后 把自己的整个上半身 都贴在了阿尔其宽厚的背上 阿尔其接触到 古巴雅尔的身体后 整个身体都变得紧绷绷的 不敢乱动 古巴雅尔 你别这样 被人碰见了不好 阿尔其神色紧张地说 放心吧 阿尔其 就算今晚我们做了什么 也不会有人发现 我们之间的事情的 古巴雅尔转过身子 点起脚尖 抱住阿尔其的脖子 面对面跟他说 你今晚找我有什么事情说吧 阿尔其再次问道 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古巴雅尔 抱着阿尔其的脖子说 什么事情 你说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事情 我都能答应你 阿尔其被古巴雅尔缠得没办法 如果今晚他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这女人估计都不会让他离开 哈哈 只是让你帮那小忙二爷 不用你杀人放火 古巴雅尔见阿尔其上道了 便笑着说 我就是让你在巴美斯喝的茶水里 放点这个安神药 古巴雅一边说 一边从自己的腰间 掏出一小包药 放到阿尔其的手中 阿尔其看着古巴雅尔 放到他手上的药 睁大双眼看着他 你想让我害死巴美斯 阿尔其满脸惊恶地问 你想什么 我与巴美斯亲从姐妹 我怎么吓得了毒害死他呢 你知道我父亲 是这个部落里有名的巫医 前段时间 他看出了巴美斯的身体状况 有些不对劲 但我父亲是个男人 他又不好直接跟巴美斯说这个 而他现在又特别地讨厌我 所以我才把这个小药包 偷偷地交给你 为了避免你也尴尬 你也就偷偷地下 巴美斯的茶水中喝下去 巴美斯身上的那个毛病 过几天就会消失的 古巴雅尔一本正经地撒谎道 把躲进系统空间里的冷若里 和君莫涵都逗乐了 这个名叫古巴雅尔的女人 也太会撒谎了吧 真是这样子 阿尔其有些不敢相信 古巴雅尔的目的会那么单纯 真的 巴美斯与我们情同手足 我怎么可能对他用毒呢 古巴雅尔向他保证 哎 那我就信你一次 帮你一回吧 阿尔其叹了一口气说 闻言 古巴雅尔顿时笑了 随即 他点起脚尖 稳住了阿尔其的嘴巴 未经人士的阿尔其 被他这么一吻 瞬间不知所措 他整个人都被古巴雅尔吻得猛逼了 李儿 别看了 我们赶紧出去吧 冷若里正 津津有味地看着空间外面 正在偷情的那对男女 却被君墨涵的大掌捂住双眼 不允许他再看下去 随后 冷若里马上移动空间 出了古巴雅尔的蒙古包 李儿 本王命令 以后都不能看这种肮脏的事情 听到没有 君墨涵生气地说 冷若里听后 感到十分无语 怎么 李儿还没有听清楚吗 如果你没有听清楚 我们就回去到床上实战几次 反正我们两人早已是夫妻 原方是早晚的事情 我们经历过了 你就不用好奇别人了 君墨涵见冷若里没有说话 便威胁道 冷若里 君墨涵的一番虎狼之词 让冷若里顿时脸红 跟着 冷若里和君墨涵 来到达日打掷的蒙古包外面 冷若里从自己的衣袖都 随手拿出一把迷药 朝着守门的四个骑兵洒过去 那四个骑兵当场晕倒 随即 冷若里一挥衣袖 就把这个骑兵 收进他系统空间里 然后 他通过自己的系统空间 把这四个人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又返回到达日打掷的蒙古包外 这时 冷若里又拉着君墨涵 进入了他的系统空间里 移动他的系统空间 进入了达日打掷的蒙古包里 此时 冷王夫妇又透过空间穿透镜 看见达日打掷在他蒙古包里 正与一位头上戴着黑斗篷 穿着一身黑色长袍的男子谈话 达日打掷 你要想成就霸业 就必须学会心狠手辣 不然 你永远都坐不上那个九五之尊的位置 黑衣斗篷男子冰冷冷地说 阁主 不是我达日打掷不够心狠手辣 而是你的研制出来的那个药 让我死了很多骑兵啊 达日打掷紧皱着眉头说 能留下来的那些人才是精英 黑衣斗篷男冷笑一声说 可是那些骑兵都是我部落里的年轻男子 他们都是有爹有娘有妻儿的人 如果被他们的亲人发现了 自己儿子或者丈夫 都是死在我这个当首领的手上 我如何能让族人幸福 搞不好他们还会造反 达日打掷语重心长地说 放心吧 能活下来的人过了今晚 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死去了 黑衣斗篷男又说 哎 那好吧 我就再信你一回 给我的那些骑兵再下一剂猛药 达日打掷 为了自己的野心 最终还是答应了黑衣斗篷男的要求 拿他手下的骑兵试药 因为他想推翻北城国的皇室 自己当上异国之主 就必须要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 达日打掷 放心吧 你不会后悔的 过了今晚 你将会有一支无敌的骑兵 黑衣斗篷男又安慰达日打掷 那就请阁主跟我来吧 达日打掷深思了一回说 随后 达日打掷带着黑衣斗篷男 走出了蒙古包 两人连守护在蒙古包外面的 四个骑兵消失了 都不曾觉察 就匆匆忙忙地来到 部落居住地外面的 一棵参天古树下面 冷若里拉君莫涵闪生出了空间 也紧跟在两人的身后 来到参天古树附近的 甘草丛里蹲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古树底下那两人的举动 今日巴美斯在路上 就跟冷若里和君莫涵介绍过 他的部落里有一棵古树 长得枝繁叶茂 遮天蔽日 模样看着就像一朵巨大的绿色蘑菇 树干粗壮 需要十二个成年男子才能围住 这棵古树 在达日嘎翅的部落里 被牧民们像神一样供奉着 是牧民们的精神寄托 平日里 这棵古树的附近都是禁地 现在冷若里和君莫涵 看见达日嘎翅 带着一个外男靠近古树 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可正当两人迷惑时 达日嘎翅拉开了 暗藏在树中的一道门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了这棵粗树干里 又把门给关上 等达日嘎翅和黑衣斗篷南进去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两人 飞奔到古树下面 两人寻找进入古树干里的那道门 两人摸索了几分钟 终于在一根小树之上 找到了开启树门的那道开关 两人打开门走进去 看到树干的中间 有一个通向地下室的通道 两人就顺着台阶走了下去 两人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一幕 这古树下面 居然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地下室 一条主干道通向深处 两边是拼排隔开的铁牢房 不过都是空的 随后 两人继续往地宫的深处走去 远远地就听到了一群男子痛苦的哀嚎 两人飞快地跑向声音的源头 随后 隐藏在过道的角落 两人抬眸就看见了地下室深处里面 有一个宽大的圆形黑水池 周围捆绑着一个个年轻高大健壮的男子 这些男子好像都失去了理智 都露出一副猙獰的面容 就像一群发疯的恶狼一般不停地哀嚎 而且这些男子 都被人用粗铁链捆绑住双手双脚 捆在一根有冷若里大腿粗的铁柱上 冷若里看见这些男子的衣服 就知道 这些年轻的男子 都是达尔嘎吱部落里的骑兵 没想到 他们全部都被捆绑在这个地下室里面了 甚至 有几个被捆住的骑兵 好像都死掉了 难怪他和君莫涵 没有看见这些骑兵在夜间巡逻 此时 黑衣斗篷男子 从自己的衣袖里 拿出一个装得鼓鼓的黑色布袋 他动作迅速地从里面拿出一个 接着一个装着药水的小竹筒 强行灌入这些年轻男子的嘴巴里 这些年轻男子 喝下他强行灌进去的药水之后 彻底发疯了 他们都变得狂躁不安 身子不停地扭动 头发凌乱 身上的青筋爆起 双目变成新红色 头发也有原来的黑色变成白色 耳朵也变得右肩大肠 嘴巴里还长出了尖尖的獠牙 原来白皙的手上 也长出了白色的长毛 还长出了一双黑色的 右肩右肠的指甲 而达日嘎翅 则是站得远远地 看着自己的骑兵慢慢地变异 虽然他心中有些不忍 但是为了他的宏图霸业 他必须下得了决心 我靠 冷若里瞪着双眼 低骂了一句 这个黑衣斗篷男子 居然给这些年轻男子 为的是狼独啊 这也太带毒了吧 冷若里因为激动 说话有些大声 不料 冷若里和君莫涵暗动 很快就被黑衣斗篷男子察觉到 他快如一道闪电 从里面冲了出来 冷若里立即抓住君莫涵的手 进入了空间 让黑衣斗篷男顿时扑了空 也让他变得一脸猛逼 咦 刚才这个角落里 明明有两个人隐藏在这里的 怎么会那么快就消失了呢 黑衣斗篷男 跟在他身后走出来的达日嘎吱 一脸无语地看着黑衣斗篷男子说 我不会感觉错的 刚才从我们身后 就有两人跟进了地下室 黑衣斗篷男语气十分坚定地说 没关系 有人跟进来 就跟进来吧 达日嘎吱无所谓地回道 因为他心中猜测 跟进来的人 极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巴美斯 所以 他不想让黑衣斗篷男再找下去 而这边 阿尔奇与古巴雅尔偷欢之后 阿尔奇就被古巴雅尔拿捏住了 他拿着古巴雅尔交给他的一包药粉 回到巴美斯的蒙古包里 巴美斯已经发泄完了自己的脾气 此刻 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情绪 半躺在他的床上 背对着阿尔奇 巴美斯听到阿尔奇的脚步声 就知道是他 便缓缓地开口问 阿尔奇 我让人去你的蒙古包里 找了你三次了 你都不在 这三更半夜的你跑去哪里了 我 我 我一个人起码去了月旋湖边洗澡去了 阿尔奇心虚地回答 听后 巴美斯皱了皱眉头 这大冷天的 你跑去那么远洗澡干嘛 因为可汗跟我说过 想要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汗 就必须用月泉湖里的冰水洗澡 阿尔奇随便扯了一个借口说 哼 我阿布随口说的一句话 你倒是记得很清楚 巴美斯也遇到 文言 阿尔奇心虚地用手挠挠头 阿尔奇 你把韩大哥他们都招待好了吗 巴美斯突然从床上转过身子 看着阿尔奇问 回公主 属下刚才路过他们的蒙古包时 韩公子他们都已经睡下了 阿尔奇撒谎道 那本公主今晚就先别过去 打扰他们休息了 巴美斯笑着说 随后 巴美斯对阿尔奇摆摆手 示意她出去 阿尔奇朝巴美斯鞠了一躬 转身走出蒙古包 她刚走出门 就看见巴美斯的女仆人阿美 端着一杯牛奶 一个馍馍和一小碟咸菜 向巴美斯的蒙古包走来 阿美 你端的这些吃食 都是给公主的吗 阿尔奇拦住阿美好奇地问 是的 刚才公主说饿了 便让我出去给她准备吃的 阿美如实说道 文言 阿尔奇点点头 你把托盘交给我吧 我给公主端进去 阿尔奇说 这 这不太好吧 公主会责罚我的 阿美拒绝道 虽然她确实不想与公主靠得太近 但这是公主的吃食 她是不能随便交给别人的 我是公主的近身护卫 你连我都信不过吗 阿尔奇一脸坏笑地看着阿美 伸手故意摸了一下阿美白皙的手背 阿美刷的一下 整张脸长得通红 不是的 阿尔奇 那我就把公主的宵夜交给你端进去吧 我就 我就先下去休息了 阿美语气十分紧张地说 她把托盘放到阿尔奇的手中 转过身子 飞快地跑开了 阿尔奇看见阿美匆匆跑跑的身影 嘴角微微一勾 然后 她从自己的腰间 拿出古巴雅尔交给她的那包药 倒进巴美斯的牛奶杯里 拿起勺子搅拌均匀后 她才把托盘上的宵夜 端进巴美斯的蒙古包里 巴美斯看见阿尔奇又返回她的蒙古包 还端着她 让阿美去准备的吃食 微微一愣 怎么是你 阿美呢 巴美斯随口问阿尔奇 我刚出门口就遇见她了 她说自己的肚子不舒服 就让我帮她把公主的宵夜端进来 阿尔奇撒谎说 嗯 你把托盘放下来 也回去休息吧 巴美斯淡淡地说 随后 阿尔奇把手上的托盘 放在巴美斯床边不远处的桌子上 转过身就离开了 另一边 黑衣斗篷难找不到偷窥他们的人后 就没有继续再找了 又回到傀儡奇兵面前 仔细观察着这些人中了狼毒后各种反应 有人就忍受不了 当场暴毙而亡 君莫涵 这些人中的狼毒症状 跟你中了狼毒的症状一模一样 这个黑衣斗篷男子 会不会就是当年给你下狼毒的那个人 冷若里一脸震惊地问道 我不知道 当年我并没有正面瞧见那个给我下狼毒的人 都是那个人命令他的下属 给我官药的 而且 那个人每次见我 都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他的声音也可能通过吃药 改变了嗓音 我连他是男士女都不知道 君莫涵淡淡地说 那你记得他 身上有什么标志吗 冷若里皱眉问道 当时他命令那些人给我官药的 我注意到 那个人的腰间 悬挂着一个双蝉白色玉佩 那个玉佩挂件雕刻的十分精致 这些年 我找了无数的雕刻玉匠高手 都没有人能雕刻出那样精致的双蝉玉佩 君莫涵又回忆着说 那你上次在南兆国的玉石镇上 为何不画出来了 让那个驼背的小老头 帮你雕刻一下试试 也许他就能帮你刻出来 冷若里无语地问道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不能明面去找别人雕刻这个东西 不然会害死别人 君莫涵解释道 文言 冷若里赞同地点点头 君莫涵说得对 不能因为自己的无意之举 而害得别人丢掉了性命 一炷香过后 系统空间外面 原本几十个人的骑兵 顿时死了一大半 气得达日嘎赤差点翻脸 阁主 你不是说 这次不会再继续死人了吗 怎么这回又死了我一大半骑兵呢 达日嘎赤当场追问 达日嘎赤 这些都是废物 你留着他们又有何用呢 黑衣斗篷男阴森森地笑着 阁主 你这是让我下不了台阶啊 我部落里 一下子死那么多年轻人 肯定会出大事的 达日嘎赤着急地说 黑衣斗篷男 看着达日嘎赤这副模样 就知道 他是成不了大事的人 达日嘎赤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 无独不丈夫的话 黑衣斗篷男冷笑着问 诶 可这达日嘎赤似乎想说些什么 随后 他又沉默了 达日嘎赤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继续下去 黑衣斗篷男威胁道 达日嘎赤 想反驳黑衣斗篷男的话 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任由这黑衣斗篷 继续拿他的人试药 黑衣斗篷男子 反复给剩下的骑兵 为了三次狼毒的药水 最终 只剩下十八个骑兵活着 虽然这些人没有变成一具尸体 但是这十八个人 也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阁主 你的药水是完了 能给我的人解毒了吗 达日嘎赤问 哈哈 达日嘎赤 你这人真够蠢的 中了狼毒的人无药可解 你不知道吗 黑衣斗篷嘲讽道 你 你 达日嘎赤用手指着黑衣斗篷男气的话 都说不出来 你别担心 中了狼毒的人 只要杠过了月圆之夜 第二天就会恢复正常的了 不过 他们的寿命 会因为狼毒的发作而缩短 黑衣斗篷男兴奋地说道 啊 你这个恶魔 害惨了我的族人 达日嘎赤 听了黑衣斗篷男的话 彻底愤怒了 哈 达日嘎赤 这可不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野心太大了 而且 你有了野心 又舍不得用孩子套狼 哪会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黑衣斗篷男嘲讽道 恶魔 我跟你拼了 达日嘎赤怒吼道 他随手抓起 一杆长枪刺向黑衣斗篷男 黑衣斗篷反应快 轻易地躲过了达日嘎赤的长枪 然后 他就想马上逃出这个地下室 见状 冷若里带着君莫涵 立即出了他系统空间 冷若里迅速拿出一把手枪 就朝黑衣斗篷射去 那个黑衣斗篷 看到冷若里和君莫涵 两人凭空出现 愣住了一会儿 冷若里就趁着这个时间 一枪打中了黑衣斗篷男的胸口 而被冷若里打中的黑衣斗篷男 也在请客之间 用内力汇聚幻化成一个抱头 向冷若里和君莫涵 两人喷出一团烈火 君莫涵反应迅速 一把拦住冷若里的细腰 腾空而起 瞬间避开了黑衣斗篷男 打出来的那团烈火 但那团烈火 却打中了站在他们夫妻身后的 达日嘎赤的胸部 他当场吐出了一口鲜血 此刻 那个黑衣斗篷男 也消失在地下室 当那个黑衣斗篷男走了之后 那十八个中了狼毒的骑兵 就变得更加暴躁了 幸亏他们身上的内力不强 只能仰着一张面目猙獰的脸 不停地挣扎 用力地咆哮 怒吼 试图挣脱捆绑在自己身上的铁链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 角落里传来了达日嘎赤微弱的声音 求 求你们 救 救我 文言 冷若里低头看了一眼达日嘎赤 向君莫涵问道 我们要不要救这个达日嘎赤 君莫涵也看向达日嘎赤 深思了几秒缓缓地回答 丽儿 救他一命吧 他还有用处 听后 冷若里点点头 随即 他就从自己的衣袖中 拿出一把银针 迅速稳住达日嘎赤的心脉 再为他吃下一颗 能救命的药丸子 许久 达日嘎赤的脸色 才恢复了正常的脸色 今晚 我达日嘎赤 多亏了公子和姑娘的出手相救啊 不然 我达日嘎赤就没命了 达日嘎赤脸色悲伤地说 达日嘎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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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了一口气说 后来 我听别人说 暗夜阁里 有一种能让人瞬间增强体能的药水 于是我达日嘎赤就找上了暗夜阁 如愿买到了别人所说的那种 增强体能的药水 达日嘎赤说着 他停顿了一分钟 没想到 自从我给自己手下的骑兵 喝下暗夜阁拿掉我的药水之后 我的骑兵一到月圆之夜 就便会失去了理智 变成一副人不仁鬼不鬼的模样 他们的力气很大 喜欢嗜血 喜欢用手撕活人 如果我不用大铁链 把他们捆绑住 逃出去的话 我都不敢想他们一个晚上 会杀死多少人 刚开始 我的骑兵们 还没有那么难以控制 可是后来他们 每发作一次 他们的发疯的症状 就比上一次严重 一次次下来 我手下的骑兵 已经都快死光了 不过 那些死去的骑兵 都被我以失踪为由 给隐瞒了下来 然后 他们都被放到这个黑水池当中 处理掉了 但现在部落里的有些牧民 好像发现了很多骑兵消失的事情 都已经怀疑我达尔嘎吱 害死了那些骑兵 达尔嘎吱说说 停停地把事情的原委 都告诉冷若里 和君莫涵夫妇 冷若里和君莫涵听后 两人气得当场 想把达尔嘎吱抽死 很后悔 刚才救下这个蠢货 达尔嘎吱 你真是该死 冷若里面色难看地说 此时 那些中了狼毒的骑兵 都吐出了一口鲜血 气息逐渐变得微弱 李儿 这剩下的十八个人 也快不行了 你有办法救下他们吗 君莫涵皱眉问道 我试试吧 他们被灌入体内的狼毒太多了 救下他们 估计是没有那么容易 冷若里回答 随即 他从自己的衣袖兜里 先拿出一把手术刀 割破他们的手指 然后 他再用银针 打通他们身上的血脉 把他们刚才喝下去的狼毒 通过血液流通给逼出来 等冷若里忙完这一切之后 他又听到君莫涵说 李儿 这里五十多个骑兵 好像都没死 真的吗 我看看 闻言 冷若里赶紧走到那些 断了气息的骑兵面前 仔细帮他们把了一遍脉搏 发现他们身上 还有微弱的脉搏在跳动 阿涵 他们确实没有完全断气 冷若里有些震惊地说 而躺在地上正伤心的达尔嘎赤 听到两人的对话后 心里顿时生起一股希望 马上从地上爬起来 来到冷若里和君莫涵面前哀求道 姑娘 求求你 帮我救救他们吧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 换回他们的性命 哼 达尔嘎赤 你以为你自己的命很值钱吗 你害死那么多自己的族人 你是死有余辜 快滚开 别妨碍我救人 冷若里语气冰冷冷地说 达尔嘎赤听后 他再也不敢出声了 随后 冷若里的动作很快 吩咐君莫涵 帮忙割破这些 还有脉搏跳动的骑兵的手指 然后 他再一个一个地 给他们打通血脉 把他们身上的毒血给引流出来 之后 他又给美人喂下一颗补充元气 能掉出他们性命的药丸子 冷若里做完这一切后 又时刻关注着他们身体症状 一个时辰后 这几十个骑兵 都被冷若里给救活了过来 等他们的身体情况稳定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 才从地下室里出来 此刻 东方渐入于赌白 但 达尔嘎赤出于对他们属下的内疚 继续留在地下室里 照顾他的那些骑兵 不过 刚才他俩在地下室里 已经向达尔嘎赤 询问出了慕容离晨的下落了 原来达尔嘎赤和巴美斯 为了羞辱慕容离晨 把他和慕白都捆在部落堆满了马粪的马厩棚里 难怪他和君莫涵在部落的每个蒙古包里 都找不到慕容离晨 冷若里和君莫涵马上赶到马厩棚里 把慕容离晨和慕白两人救出来 师兄 师嫂 你们果然来救我们了 慕容离晨朝两人尴尬地笑了笑 离晨 你们的武功都不弱 怎么会让达尔嘎赤的人给抓住的 君莫涵无语地问道 我和慕白在与达尔嘎赤的巡逻兵交手过程中 不小心中了他们的软骨伞 导致两人都使不出内力 所以 我们才被达尔嘎赤的下属给捉住了 慕容离晨简单地解释道 走 趁现在的天色还未全亮 你们两个都到我住的蒙古包里洗洗吧 你们闻闻自己身上的那股马氛味有多臭了 冷若里嫌弃地说 随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把慕容离晨带回了冷若里的蒙古包 在冷若里的蒙古包里 隐晨和楚明轩他们四人等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看到冷王夫妇回来 几人心中有些着急 当他们四人看见冷王夫妇带着慕容离晨和慕白回到蒙古包时 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隐一和隐二还贴心地为慕容离晨和慕白去部落的水井里打了几通水 放到君莫涵的蒙古包里 让慕容离晨和慕白好好地洗漱一番 之后 两人都换上一身君莫涵背在冷若里系统空间里的干净衣服 他俩身上的那股马氛味才去掉 而黑衣斗篷这边 他在达日嘎吱的地下室里被冷若里的枪打中后 就匆忙地离开了达日嘎吱的部落 当他跑出了达日嘎吱的部落后 他终于忍受不住胸口上的疼痛晕倒在草地上 等他身边的那个扎着羊脚边的大力士找到黑衣斗篷男时 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大力士马上把黑衣斗篷男抱上马车 然后 他驾骑马车飞快地往附近的小镇上奔去 不过 黑衣斗篷男的运气真好 居然在半路上遇到了鬼谷的谷主 因为黑衣斗篷男与鬼谷的谷主一直有很深的交情 大力士遇到鬼谷的谷主之后 他马上向鬼谷的谷主救下他的阁主 后来 鬼谷的谷主用内力把暗夜阁 阁阁阻胸口中的子弹给逼了出来 还为他吃了很多救命的药丸 才把他的命给保住 你家阁主是怎么中了别人的暗器了的 鬼谷谷主问 我也不清楚 等我发现阁主时 他已经倒在了达日嘎赤布罗外面的草地上 大力士皱着眉头说 鬼谷的谷主听了大力士的话后 他的目光紧盯床上的暗夜魅主的伤口看 脑子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巴美斯的蒙古包里 你吃完阿尔齐送进来的宵夜后 没多久 他的眼皮就变得很沉重 整个人摇摇晃晃地爬上自己的床就睡觉了 一日清晨 阿美打来一桶温水 走进巴美斯的蒙古包里 轻换自己的主子起床 公主 该起来了 嗯 天这么快亮了 文言 巴美斯背对着阿美呢喃了两句 是的 公主 昨晚你不是吩咐奴婢 让我早一些喊你起床的吗 你说要早点起床 去看韩公子他们 阿美笑着说 哦 对对对 我今天打算带韩大哥 他们去柯庆草原那边玩呢 巴美斯听了阿美的话 蹭了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抬眸看向阿美 阿美看了一眼巴美斯 吓得阿美立刻大叫一声 啊 然后 他把自己手上端着的洗漱用具 摔在地上 巴美斯看见阿美一副见鬼的表情 当场对他破口大骂 阿美 你发什么疯啊 公 公主 你 你的脸 阿美支支吾吾的说 我的脸怎么了 巴美斯看见阿美惊恐的表情 便满脸疑惑的问 你的脸 你的脸 阿美说了半天 也不知该怎么形容 此事巴美斯的容貌 只好急不跑到巴美斯的梳妆台前 把他平日里梳妆用的铜镜 拿过来递给他 示意他照照自己的容貌 巴美斯一把接过阿美 递给他的铜镜 马上照了一下自己的脸庞 顿时吓得他 当场把铜镜丢出机密院 啊 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巴美斯的叫喊声 顿时冲刺整个部落的上空 天啊 我的脸 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呜 我不想活了 巴美斯边哭边说 他的脸一夜之间 从一个少女的脸旁 变成一个脸上皱巴巴的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脸上还长了三个手拇指般 大小的红仓 这让他以后怎么见人 呜 就在此时 闻声而来的阿尔奇 和别的两位女仆人 赶紧走进巴美斯的蒙古包 阿尔奇和两位女仆人 看见巴美斯的样貌后 也被吓了一大跳 公主 你的脸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阿尔奇满脸疑惑地问道 本公主还想问你们呢 本公主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一定是你们这些剑臂和剑奴 给本公主下药了 巴美斯恶狠狠地说 此刻 巴美斯的心已经崩溃了 不管他三七还是二十一 看见一个人 他就指着他 他 骂 他现在变成这副模样了 让他以后怎么见人 他巴美斯昨天才刚满十五岁 一夜之间 居然就变成了一个丑陋的老太婆 哪个女人能接受得了这种巨大的转变 阿美和阿尔奇他们 看到巴美斯发怒了 马上跪了下来 公主 我们也不知道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奴婢马上去把乌衣给你找来看看 阿美回过神后 又从地上站起来 飞快地跑去找乌衣 部落里乌衣就是古巴雅尔的父亲纳西格 这个人的人品 与他的女儿古巴雅尔的人品正好相反 妥妥的一个善良正直的好大夫 那么重的心机 阿美把乌衣纳西格喊过来之后 又跑去达日嘎齿的蒙古包里 通知达日嘎齿 达日嘎齿刚从地下室出来 回到自己的蒙古包睡下没多久 就听见门口外面传来阿美的声音 可汗 你睡醒了吗 阿美小声地站在蒙古包门口喊道 有什么事情 达日嘎齿语气有些烦躁地问 公 公主 他毁容了 阿美支支吾吾地说 哎 他又在瞎折腾什么啊 达日嘎齿不耐烦地问 公主 一觉醒来之后变老了 阿美惊人地说 话落 达日嘎齿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刚才说什么 公主什么变老了 达日嘎齿一脸不解地问 可汗 奴婢说的是 公主一夜睡醒之后 脸上变老了 阿美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了一遍 这回达日嘎齿听清楚阿美说的话 蹭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穿上自己的鞋子和外套 马上走出自己的蒙古包 走 带我去看看 公主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 达日嘎齿 微微皱着眉头说 随即 他快步往巴美斯的蒙古包走去 阿美着急地紧跟在他身后 片刻后 当达日嘎齿到达巴美斯的蒙古包 乌伊纳西格已经在帮他查看身体了 当达日嘎齿 看见自己女儿变成老太婆 也被吓到了 这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巴美斯 你的脸 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达日嘎齿 满脸震惊地问道 阿布 嗯 我的脸变成这副样子 我该出去怎么见人啊 巴美斯看见达日嘎齿又大声地痛哭流涕 达日嘎齿看见自己的女儿这副老太婆的模样 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 地上还跪着一帮人 伤的伤 晕倒的晕倒 纳西格 你查出来巴美斯的脸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达日嘎齿面色着急地问 他达日嘎齿 虽然睡过数不清的女子 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女人 能为他生下一儿伴女 现在他已经快四十岁了 依然只有巴美斯这根毒苗 如果巴美斯又变成这副模样 那他达日嘎齿会疯掉的 可汗 巴美斯公主这是中毒了 至于中了什么毒 我纳西格查不出来 纳西格摇摇头 如实说 跪在一旁的阿尔齐 听到纳西格的话后 心里咯噔了一下 难道昨晚他放进 巴美斯牛奶里的药 不是那西格开的 古巴雅尔竟然欺骗了他 平时 公主的饮食 都是谁负责的 达日嘎齿气愤地问 可汗 是我 阿美主动承认道 阿美 你有没有 给公主的饮食里面下过药 达日嘎齿脸色 阴沉沉地对阿美说 可汗 奴婢对公主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做出背叛他之事 阿美战战兢兢地保证道 那你平时还有谁 接触过公主的饮食 达日嘎齿又问 跪在地上的仆人 都摇了摇头 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站出来 那就只有严刑拷打了 来人 啊 达日嘎齿话没有说完 立即被巴美斯打断话 啊不 这些女仆 他们是不会背叛我的 你放过他们吧 但是阿尔齐 你能如实给我交代一下 昨晚去过哪里了吗 还有你为何那么勤快 帮阿美给我送宵夜 巴美斯眼神犀利地 看着阿尔齐问 公主 昨晚 我真的去了月圈湖边洗澡去了 阿尔齐继续撒谎 阿尔齐 我们是从小玩到 大的青梅竹马 我巴美斯对你的一举一动 都十分地了解 你只要一撒谎 你的耳朵就变红 你现在摸摸自己的耳朵 看看我说的话 可对 巴美斯看着他目光阴森森地说 话落 众人都看向了阿尔齐的耳朵 确实如巴美斯所言 阿尔齐的耳朵 已经变得通红 阿尔齐知道 这件事情隐瞒不了多久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所以他就当着众人的面 把昨天晚上 去了古巴雅尔蒙古包里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连他与古巴雅尔偷欢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如果不是巴美斯阻拦着 达埃尔嘎赤都被气得想 当场把阿尔齐给杀了 而古巴雅尔的父亲纳西格 也被当场气晕过去 在晕过去之前 嘴巴里还念叨着 我这是造了什么念啊 巴美斯 你为何不让阿布一刀砍了他 达埃尔嘎赤 语气冰冷冷地问 阿布 阿尔齐只是个傻子 被人利用而挤 你以为古巴雅尔 就与阿尔齐一个男人有奸吗 据我所知 他与部落里的很多男子 都有过肌肤之事 就你不知道 还把他当成个宝 巴美斯对达埃尔嘎赤嘲讽道 然后 达埃尔嘎赤听了巴美斯的话后 顿时 他变得更气愤了 好家伙 古巴雅尔这个贱女人 居然这么恶心 亏他一直把她当作宝贝 结果他比妓女还令人恶心 阿美 你带几个人 去把古巴雅尔给我押过来 达埃尔嘎赤气呼呼地说 此刻 他已经气得 把自己女儿容颜被毁的事情 都被他放到一边去了 结果 阿美去了没多久就返回来 可汗 有人看见古巴雅尔 已经起码离开了部落 阿美气喘吁吁地说 什么 那死见人居然跑了 真是太可恨了 来人 把阿尔齐的那个玩意儿 给老子阉割了他 达埃尔嘎赤气的咬牙切齿地说 把气又撒在了阿尔齐身上 门口刚从地下室清醒后 走出来的骑兵 他的脑袋还是晕乎乎的 就被安排到部落里的 各个岗位执勤 脚上还踩着浮云 就被达埃尔嘎赤 喊进了巴美斯的蒙古包 阿尔齐早就发现了 达埃尔嘎赤地下室里的秘密 所以 当他被骑兵禁锢住时 他一点都不紧张 等待时机 当骑兵把他押出门口时 达埃尔嘎赤的部落 达埃尔嘎赤马上下令 让骑兵追阿尔齐 当他下忙完后 他才想起自己女儿的脸 巴美斯 你别害怕 阿部会给你找来 这天下最高明的大夫 为你解掉身上的毒荡 达埃尔嘎赤 安慰巴美斯 他说完后 突然他眸光一亮 昨晚那位冷姑娘 不但救下了他的姓名 还救下了地下室里 五十多名骑兵 他的医术绝对是一流的 阿美 你去把昨日 来我们部落的里 做客的冷姑娘 给我请过来 达尔嘎赤 思索了几秒说 不要 阿部 我不想让太多人 看见我现在的容貌 尤其是韩大哥他们 巴美斯拒绝道 唉 我的傻女儿呀 你怎么还惦记着 那位韩公子呀 达尔嘎赤 拧紧着额头说 难道你就没有惦记着 那位冷姑娘吗 巴美斯反驳道 唉 要是之前我还会幻想过 让冷姑娘做我的女人 但是经过昨夜的事情后 我再也不敢想那种事情了 冷姑娘和韩公子 他们的身份 都不是我们能觊觎的 更何况 他们几个人的本事都不小 我们若是招惹了他们 还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其中阿部就了解到了 冷姑娘的医术非凡 身上的暗器众多 而韩公子的内力深厚 武功了得 幸亏我妇女 还没有彻底得罪他们 不然 我们的后果堪忧 达尔嘎赤 语重心肠地劝说 巴美斯 阿部 那些人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此时 巴美斯还没有死心 当然 如果你在做出愚蠢的事 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 达尔嘎赤语气重重地说 他的话让巴美斯瞬间沉默了 随后 达尔嘎赤再次吩咐阿美 让他去把冷姑娘 请到巴美斯的蒙古包里 给巴美斯看病 这边 阿美来到冷若里的蒙古包 冷若里和君莫涵刚躲了一觉起床 当阿美说出 达尔嘎赤请她去给巴美斯看病 冷若里就猜到 昨晚阿尔奇真的给巴美斯下药了 就是不知道古巴雅尔拿给阿尔奇的 会是什么药 等冷若里和君莫涵简单地洗漱过后 就跟随阿美来到了巴美斯的蒙古包 巴美斯看见冷若里和君莫涵 走进他的蒙古包 赶紧把他的转过去 不愿意让两人看见 可达尔嘎赤见到冷若里进来后 他就像是看见了救星一般 客客气气地笑着说 冷姑娘 韩公子 你们过来了 达尔嘎赤找我们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冷若里不露声色地问 冷姑娘 我知道你的艺术高明 能不能帮看一下我女儿脸 达尔嘎赤低声恳求说 怎么回事 冷若里淡淡地问了一句 哎 就是 就是我女儿的脸 被那些贱人给吓要毁容了 达尔嘎赤看了一眼巴美斯 然后 他叹了一口气 对冷若里说 哦 那先让我检查一下他的脸 我才知道能不能治 冷若里平静地说 巴美斯 你听见冷姑娘说的话了吗 你把脸转过来 给她看看吧 啊不 我不要让他们看见我的脸 巴美斯立刻拒绝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呢 你把刚才阿布跟你说的话 都当作耳边疯了是吧 达尔嘎赤看着巴美斯 有些生气地说 公主 人无论是生病还是中毒 能尽快得到医治是最好的 拖延时间越长 医治起来就越麻烦 冷若里也劝说她 孩子 你就听冷姑娘说的话吧 转过身让冷姑娘给你看看 不然 你耽误了治病时间 以后要是医治不好 你就真的没法见人了 然后 经过达尔嘎赤的好说歹说 巴美斯终于转过身子 让冷若里看了一眼她的脸后 又迅速地把自己的脸给遮住 不过 就这一眼 冷若里已经看清了巴美斯的脸 好家伙 那个古巴牙也太狠毒了吧 居然把一个刚满十五岁的姑娘 要成一个老太婆 这真够狠的 随后 冷若里走到巴美斯面前 公主 能把你的手伸出来 给我摆一下脉搏吗 闻言 巴美斯用一只手上的衣袖 遮住了她的脸 空出另一只手伸向冷若里 冷若里抬手给巴美斯 认真地摆了一下脉搏 然后 她缓缓地开口说 公主 我能取点你的手指血吗 听后 巴美斯点点头 随即 冷若里从自己的衣袖兜里 拿出采写工具 取了一点巴美斯的手指血 冷若里取好了巴美斯的血液后 她直接把血液通过袖兜的遮掩 丢进了她的系统空间仪器里 然后 她再用意念启动仪器 对巴美斯的血液进行分析 冷若里趁着巴美斯血液分析的结果没有出来 把蒙古包里的男性都赶了出去 给巴美斯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发现她的身体状况都挺好的 除了她脸上和手上露出了的皮肤老化了 有衣服包裹住的皮肤并没有老化 这种毒冷若里 还是第一遇到 一注香过去 巴美斯的血液分析结果终于出来了 巴美斯果然是中毒了 而且 中的还是一种奇怪的毒 凡是中了这种毒的人 身上的皮肤都见不得光 一旦见到光了 那人身上的皮肤 就会迅速老化 变成一个八九十岁老太太的皮肤 冷若里 也是曾经从叶大夫给的古艺书上了解到 这种毒的名字叫做消炎散 冷若里 那我身上的毒能解吗 巴美斯的红着眼眶问 你身上的毒解倒是能解 但是必须要有一种药材 冷若里淡淡地说 其实 她也是从古艺书上了解到消炎散的解毒方法 因为这个时代的古毒冷若里 也不是很了解 冷姑娘 只要你能医治好我的脸 你需要什么药材 我都能把它找来 巴美斯听到冷若里说 能解她身上的消炎散 心中顿时生起一团希望的火苗 就是一种名叫阴阳草的药材 我了解到 这种药材就生长在草原上 但我不太清楚 你们柯庆草原这里能不能找到它 冷若里直接说 阴阳草是吗 它长什么样子 我让我阿布派人去找回来 巴美斯激动地问 我给你画一幅图吧 冷若里说完 从自己的衣袖兜里 拿出一只探笔和一张白纸 随手就画出一幅阴阳草的画 阴阳草大概就长成这样子 但它同一株草上会有两种颜色 像阳长的那边是白色 照着这张图纸找吧 如果找到了 你就让人把阴阳草送过来给我 我给你配解药 要尽快 冷若里速生道 等冷若里离开之后 巴美斯马上把它画好的图纸 交给达日嘎赤 让他派人出去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达日嘎赤派出去寻找阴阳草的人 在日落之前 终于把阴阳草给找回来了 达日嘎赤赶忙把阴阳草拿给冷若里 冷若里以最快的速度 帮巴美斯调配出了消炎散的解药 半个时辰后 巴美斯的蒙古包里 达日嘎赤妇女和冷若里几人 都聚集在这里 公主 这个就是我研制出来消炎散的解药 你可以直接服用 冷若里把解药制作成一个 颗黑色的药丸子 递给巴美斯 简简明了地说 巴美斯心情激动地接过解药 冷姑娘 我吃了这个解药 我的容貌 是不是就能恢复原来的模样了 巴美斯眼眶红红地问 你吃完解药后 好好地休息一个晚上 明日早上起床 你就会恢复原来的模样了 冷若里浅浅一笑 真的吗 我 这真是太好了 巴美斯激动地快要哭了 迫不及待地 把冷若里递给他解药吃下去 达日嘎赤 看见自己女儿把解药吃下去 原本宁紧的额头 顿时放松了许多 他看着冷若里感激地说 冷姑娘 这次多亏你出手 帮我女儿解毒啊 冷若里听后 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笑了笑 他笑容让人感到十分温暖 随即 达日嘎赤转过身子 看着君墨寒身后的慕容黎晨说 三皇子 我和巴美斯之前 对你多有得罪 望见谅 这只吉祥如意簪 就是你母妃的遗物 他说完就从自己的腰间 拿出一只簪子递过去 给慕容黎晨 慕容黎晨 拿着他母亲的遗物 微微一愣 谢谢你 达日嘎赤 慕容黎晨由衷地感谢 三皇子 你母妃也算是我的一位故人了 他当年 逃到柯庆草原 还惨遭皇后的追杀 临死前 把这只吉祥如意簪交给我 让我达日嘎赤 改日转交给你 可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 我女儿喜欢上了你 但你却不喜欢她 所以我就想利用你母亲的遗物 要挟你 当我达日嘎赤 女儿的上门夫婿 没想到你敌死不从 逃出了我的部落 达日嘎赤 看着慕容黎晨缓缓说 既然慕容黎晨 不喜欢自己的女儿 现在自己的女儿 也不喜欢她 还不如把这只吉祥如意簪 还给慕容黎晨 这样对她地下的母妃 也有个好交代 达日嘎赤 现在什么想都想通了 只要她女儿好好的 什么都不重要了 包括自己谋划多年的 叛乱北城国皇室的计划 她决定都取消了 以后就在她的柯庆草原 放羊放牛 好好过日子 她现在最想要的是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去一趟天云山回来 能给她的那些骑兵 带回狼毒的解药 这是冷姑娘 新早在地下室里 对她说出来的秘密 虽然暗夜阁的阁主 跟她说中了狼毒的人 无药可救 骑兵解掉狼毒 达日嘎赤 巴美斯以后会找到 更适合她的如意狼君的 慕容黎晨 听了达日嘎赤的话安慰道 啊不 巴美斯不嫁了 以后我就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吧 巴美斯突然插嘴道 自从经历了这两日发生的事情后 她的思想观念改变了许多 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那么霸道 自己喜欢的人和东西非要把她 她弄到手不可 她也懂得顺其自然 哎 那怎么行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若是遇到合适的 啊不还是会给你去提亲呢 达日嘎赤无奈地说 冷若李和君莫涵见巴美斯 已经把解药吃下去了 两人都不想在达日嘎赤的部落里多待一会 于是 他们马上向达日嘎赤告辞 慕容黎晨也跟着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离开柯庆草原 临走时 达日嘎赤又跟慕容黎晨说 三皇子 你要防着大皇子慕容千松和慕容少兰 他们兄妹不仅与北陈朝廷的众多官员拉帮结派 还与江湖上的暗夜阁都有勾结 试图取代你父皇登基 多谢达日嘎赤的提醒 我已经知晓 告辞了 慕容黎晨感激地说 其实 这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了 上次他去天武国 寻找自己的同胞兄弟小巴 遭到了暗夜阁杀手的一路追杀 他就知道 慕容千松兄妹与暗夜阁勾结在一起了 慕容黎晨和达日嘎赤说完话后 就马不停蹄地追上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几人 乘着星光踏着夜色 离开了柯庆草原 直到深夜 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几人 终于来到了一个小镇 找到一家客栈落脚 房间里 冷若李和君莫涵 把他们所有人都召集在两人的房间里说事 李晨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几个月前 为何不辞而别 离开了冷王府了吧 君莫涵素声问道 师兄 你结婚那晚 有人在我的房间里 留下了一封信说他知道小巴的消息 让我马上到城外的普罗山去找他 于是我就带着木白和几名暗卫 去了城外的普罗山 结果中了那人的埋伏 我的那几名暗卫 当场被人杀死了 我和木白也掉下了悬崖 索性 两人都没死 被一名猎户所救 慕容离晨叹了一口气 缓缓道来 话落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无语地看着他 本王真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本王怎么会有你 那么愚蠢的师弟呢 你不被别人杀死 真是算你命大了 君莫涵嘴毒地嘲讽道 众人 君莫涵 你别激动 冷若李劝说道 人家三皇子有龙体护身 没那么容易死的 放心吧 冷若李对君莫涵 挑了挑眉眼说 众人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君莫涵朝慕容离晨问道 我父皇被慕容千松兄妹 给控制住了 这段时间 我联系了我舅父 打算与他里应外合 救出我父皇 慕容离晨拧紧着眉头说 你们先别冲动 先盯着慕容千松 他们的举动 等我们从天云山回来 我和莉尔助你一臂之力 拿下慕容千松 和慕容少兰 君莫涵思索着说 片刻后 冷若李解散了众人 关上房间 又拉上 君莫涵进了他的系统空间 一个闪身两人 就出现系统空间的草坪上 冷若李发现 他的草坪又变大了许多 更让他惊讶的是 他与君莫涵之前 种下的青菜和瓜果 都可以摘下来吃了 君莫涵 我还想把你之前 翻好的那两块地 种上药材 冷若李笑着说 你的空间草坪这么宽敞 你想种什么都可以的 君莫涵满脸羡慕地回道 嘿嘿 那今晚就麻烦你帮我 一起种药材了 冷若李一脸坏笑着说 他把话说完 就动用意念 把之前吉王夫妇 送给他的 那一大箱珍稀药材 搬到两人的面前 上次在南兆国 吉王送给我的 这一箱珍稀药材 里面的每一株药材 都被一个个冰木盒子 完好的保存下来 我们小心一些 把它们种在泥土里 估计每一株都能活下来 冷若李认真的说 接下来 君莫涵配合冷若李 把这一箱子 三十多株药材 小心翼翼地种到土里 两人把这些药材 种下去之后 又害怕他们存活不了 又拿来了一个小塑料桶 打了两桶寒潭里的水 浇到药材地上 两人才算完工 君莫涵 今晚真是谢谢你了 为了感谢你 我一会请你吃麻辣烫吧 麻辣烫 什么是麻辣烫 君莫涵又从冷若李的嘴里 听到一个个新词 就是小火锅 跟我之前做给你吃的 涮火锅差不多的 冷若李回答 君莫涵听到冷若李 说起火锅 嘴巴就馋了 李儿 我已经很久时间 没有吃过你做的火锅了 君莫涵可怜巴巴地说 哈哈 我看你那副可怜的小模样 就想笑 其实 麻辣烫和火锅是差不多的 也很样好吃 走吧 我们摘多点青菜回屋里 我马上煮麻辣烫给你吃 冷若李不禁挑了挑眉 看着君莫涵时 嘴角故意露出一个 暖眉的笑意 啊 小女人这是要勾引她 李儿 我们结婚已经很长时间了 要不我们今晚就圆房吧 君莫涵一脸邪魅地看着冷若李 文言 冷若李瞥了一眼君莫涵 君莫涵 我警告你 不是我愿意的 你不能强迫我跟你圆房 李儿 放心吧 我不会强迫你的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时间 我已经二十几岁了 老大的姑娘都已经十岁 连老四都快当爹了 你总不能让我等到五年十年之后 再当爹吧 君莫涵委屈巴巴地说 君莫涵 在我们那里 像我这个十六 七岁的年龄还在上学 到了十八岁才算成年 如果女孩子想要结婚 她的法定年龄 最小也要到二十岁才能领证 所以 我十八岁之前 是不会与你行夫妻之理的 你若是等不及 可以另娶一个王妃 冷若李淡淡地说 虽然这几个月 她与君莫涵相处 已经没有那么讨厌了她 甚至可以说 她已经爱上了君莫涵 但如果君莫涵 因为她拒绝了与她行夫妻之时 而与别的女人有良然 那她冷若李 愿意忍痛割爱 与君莫涵合离 然后 她就带上她爹和谢尔灵儿 一起仗一天下 本王不要别的女人 本王这一辈子 只娶你一个王妃 无论你让本王等多少年 本王都愿意等你 君莫涵信誓旦旦地说 冷若李听了君莫涵的心里 挺感动的 希望他俩不是 蓝音虚果的悲剧 这可是你说的 我冷若李追求的 可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如果你有一天 因为某个女人背叛了我 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我 冷若李霸道地回话 不会的 丽儿 你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这天下的女人 谁都不能在本王的心里 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一起白头偕老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们都要在一起 君莫涵保证道 然后 他快步走到冷若李身后 一把抱住他纤细的腰身 把自己的脑袋 凑到他的颈窝处 只是深吸了一口 他身上的体香 就让他彻底沦陷了 好了 君莫涵 快点摘菜了 你还想不想吃麻辣烫了 冷若李用手扒开 君莫含揽在他腰间的手臂 大声说 哎 原来男人说起肉麻话 真没女人的事 随后 两人迅速地 摘了两大菜篮子 回别墅清洗干净 冷若李就开始准备各种小菜 单单肉类的 就有肥牛 肥羊 鸡肉 鸭肉 火腿 虾米 鱼肉 腊肉 培根 里脊 鸡柳 鸡杂 鸡血 鸭血 牛杂 鸳蛋 有油麦菜 香菜 泡开的干木耳 泡开的干海带 土豆片 娃娃菜 莴笋片 金针菇 绿豆芽 小青菜 山药 铜蒿 空心菜 红薯等等 总之 冷若李准备了很多吃的 这些菜都是他之前储备在储藏室里的东西 因为他的系统空间具有保鲜的功能 这些菜就算吃不完 它们也不会坏掉 所以 冷若李不害怕浪费 等冷若李弄好了各种小菜之后 他再调制麻辣烫的汤底 这次还是调制的鸳鸯锅 他的动作很快 没多久就搞好了汤底 两人马上开吃了起来 莉儿 你们那里的人都像你 那么会吃的吗 君莫涵好奇问 那是 我们那里只要你口袋里有钱 你想吃什么美食都有 冷若李得意地回答 真好 要是有机会 莉儿 能带我去你那里看看吗 君莫涵羡慕地说 哎 估计是没有机会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冷若李叹了一口气说 他就算能回去 前世的尸体早已经被火化了吧 可就算他的尸体没有被火化掉 那也是 一具被炸得的面目全非的尸体了 君莫涵听了冷若李的话 心里很开心 因为他最害怕 莉儿会突然离开他 回到他原来的世界 让他再也找不到他 如果有一天 真的发生那种事情 他君莫涵会崩溃的 没关系 莉儿 回不去就陪本王 在这个大片大陆上过一辈子吧 君莫涵笑着说 第二天 君莫涵跟慕容黎晨交代了两句话 让他先把北辰朝中那些 看不惯慕容千松 和慕容少兰所作所为的正义官员 都拉拢在一起 等他们从天云山回来 再商量对策 该如何打败慕容甘松兄妹 就出北辰王 然后 君莫涵和冷若李 他们才与慕容黎晨主仆两人 分开前往天云山 这一路上 冷若李他们 骑了三天三夜的马 才到达天云山的脚下 他们越靠近天云山 气温就越低 于是 冷若李又拿出了之前 在喀贤多米城时穿过的羽绒服 围巾和保暖皮靴 分给大家穿上 同时 冷若李还给君莫涵 他们一人发了一个小氧气瓶 带在身上 因为他们 在上山的过中城中 氧气会越来越少 为了防止他们缺氧窒息 让大家都带上氧气瓶 还是保险一些 完事之后 冷若李又说了氧气瓶的使用方法 和一些登山的注意事项 随后 他避开了众人 把他们骑的马 也偷偷地收进他的系统空间里 这时 冷若李和君莫涵 才带着众人 迎着寒风 爬上天云山 天云山位于这片大陆的北方 常年被冰雪覆盖 寒风凛冽 离山脚一百公里之内 都是荒芜人烟 登过天云山的人 更是寥寥无几 因此 天云山最符合 雪根兰的生长环境 不过 他们这次登山寻找雪根兰 也是最困难的 因为没有直接通到山上的路 甚至在 他们攀登的过程中 还可能会遇到雪崩 冻伤 晒伤等危险 刚开始爬山 冷若李和君莫涵几人 还是一副新潮澎湃的模样 可是爬着爬着 众人就开始变黏了 王妃 这山上的路太滑了 我们现在已经爬了 一整天了 才爬了那么几公里 这座山那么高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爬到上山顶哦 楚明轩哀声叹气地说 这次我们不一定爬上山顶 如果我们运气好 爬到半山腰 就找到雪根兰的话 我们就马上下山 冷若李坦言道 这么大一座天云山 我们一路寻找到半山腰 估计也要花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到达吧 楚明轩又说 大家别怕 就算我们在天云山 待上一两个月 我们都会有吃的 穿的 用的 只要我们不是遇上雪崩被困住 我们都不用担心别的问题 如果大家实在是顶不住了 我就把冰火珠拿出来了 为大家取暖 冷若李宽慰道 王妃 我们不害怕 只要能为王爷 取得一丝解毒的机会 让我们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 尹臣突然插嘴道 尹臣的话 让冷若李听了很感动 不说别的 君墨涵身边的侍卫 对君墨涵倒是很忠心 嘿嘿 君墨涵 听听 你身边的尹卫还真可爱 冷若李看着君墨涵笑笑 尹臣听到自家王妃 也与她的话 顿时脸红了 她一个大男人 用可爱这个词 好像不太合适吧 尹臣 我和你家王爷 既不需要你上刀山 也不需你下火海 只要你们保护好 自身安全就可以了 冷若李语气柔和地说 这时 楚明轩也附和了一句 傻小子 你们家王爷和王妃的本事 都大得很 我们四个当好陪同就行了 随后 几人又继续往山上爬 爬了大概三四公里 夜幕就降临了 大家只能停下步伐 找个地面平坦的地方休息 这时 冷若李从系统空间里 拿出了四个简易帐篷出来 教会引臣他们搭帐篷 冷若李给大家亲自操作了一遍 几人很快就学会了搭帐篷 等大家搭好了帐篷后 冷若李又拿出了几条厚厚的毛毯子 放在每个帐篷里 让他们晚上当被子盖 然后 他又拿出几张毛垫子 放在帐篷外面 给大家垫屁股 最后 冷若李才从系统空间里 拿出了许多各种蔬菜和肉类 以及面食 同时 他还调制了一个鸳鸯锅底拿出来 用卡式炉 做了一个简易的火锅灶台 今日是爬山的第一个晚上 冷若李打算让众人体验一把 在雪山里吃火锅的刺激 等冷若李烧开了锅底 马上招呼几人开吃 几人中只有楚明轩没有吃过火锅 所以 当他看见众人忙着涮生 楚明轩看了一遍众人的吃法就学会了 后面 他吃得比谁都快 几人担心肉和菜都被楚明轩吃光 马上展开抢势大战 冷若李准备的蔬菜和肉类 都被几人一扫而光 众人吃完火锅后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暖和和的 嘴里不停地赞叹着 在雪地涮火锅 吃得真爽 王妃 你做的美食真是太好吃了 以后我哪也不去 就跟你混了 哈哈 楚明轩大笑着说 话落 君墨涵朝他飞了一记刀眼 楚明轩感受到君墨涵那杀人的目光 立刻把自己的嘴巴闭上 转过身钻进帐篷里睡大觉 接着 冷若李和君墨涵两人 也钻进了自己的帐篷 又拉着君墨涵闪身进了 他的系统空间里休息 今晚留着影城和影一影二 在外面轮流值班 半夜 轮到影二值班时 突然凭空砸下了一堆小冰球 正好砸在影二的身上 差点没把影二砸晕过去 影二马上拿手电筒 往四周照看了一圈 他并没有看见任何人 或者动物的身影 随后 他又坐了下来 把毛毯子盖在身上继续打坐 结果 他坐下没多久 又从头顶上方 砸了下来一堆小冰球 气得影二 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 当场拔出他的配件 围着帐篷的周围转了一圈 还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于是 影二又回到帐篷边上坐下来 这次那个不知名的东西 倒是消停了一回 可是正当影二睡得迷糊糊时 又迎面朝他砸来了一堆雪球 把他的脸打得老疼了 这次影二决定 把影一给叫醒 影一 快醒醒啊 外面有情况 影二钻进他与影一 共用的帐篷里 用力地拍打了两下影一 影一马上被惊醒 影二 外面什么情况 影一着急地问道 有个不知名的东西 总是向我砸雪球 我想找到它 可是又找不到它的踪影 影二无奈地说 走 我陪你一起到周围看看 影一立刻说道 随后 影一和影二两人 又围着帐篷的四周转了一圈 两人还是没有发现 周围有什么东西 影二 这附近除了雪 什么都没有 你不会是睡觉梦到的吧 影一满脸疑惑地问 影一 真的有东西朝我扔雪球了 你看看我坐的那个位置 还有几个完整的雪球呢 影二着急地说 影一听了影二的话 看了一眼影二坐垫上的雪球 让他顿时皱紧眉头 这件事情 先不要禀报王爷和王妃 等我们查清楚 在暗处捣乱的那个东西 再禀报他们 后半夜 我陪你一起 在外面守夜吧 影一说 文言 影二赞同地点点头 然后 影二从自己的帐篷里 拿出自己盖的毛毯子 与影二背靠背 做了到了天亮 在后半夜 那个在暗处隐藏的东西 再也没有 向影二砸过雪球 第二天清晨 众人都早早地睡醒了 冷若里从系统空间里 为大家热了牛奶和面包 拿出来给大家当早餐 众人吃完后 各自收起了自己的帐篷 背上继续爬山 冷若里他们越往上爬 地上的雪就越厚 背也越来越涂 温度也越来越低 寒风也越来越大 大家都跟紧了 避免走散 一路上冷若里边走边叮嘱道 尽管这样 大家还是不停地摔跤 特别是楚明轩 他是摔跤摔得最多了 几乎是没走两步就摔上跤 而冷若里和君莫涵 则是摔跤摔得最少的 几人一路向上爬呀爬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身后跟来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十天后的下午 冷若里他们 终于爬上了天云山的半山腰 真是太不容易了 今晚冷若里又亲自下厨 为几人做了一锅热乎乎的牛肉鸡蛋面 大家都吃得很爽 可唯独尹一边吃 边不皱眉头 肚子一直在造反 咕噜噜地叫得不停 顿时 引起冷若里和君莫涵几人的注意 几人都直勾勾地盯着尹一看 尹一 你是肚子不舒服啊 冷若里关心地问 没 没事 王妃 尹一结结巴巴地说 她可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夜晚守夜时 肚子着凉了 闹了肚子 尹一 你身体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必须要跟我说 知道吗 冷若里关心地问道 王妃 我真的没事 只是吃得太饱了 肚子有些胀气 我现在去找个隐蔽的地方出宫 一会回来 救我好的了 尹一红着脸 尴尬地用手挠了挠头 对冷若里笑了笑 那你快去快回 记得把自己的手电筒也带上 路上小心点 冷若里语气柔和地叮嘱道 冷若里的话 让尹一心中十分感动 谢谢王妃的提醒 属下会小心的 尹一恭敬地对冷若里回答 随即 他转过身离开他们的营地 冷若里他们等尹一走了之后 大家继续吃牛肉鸡蛋面 可是后来 冷若里和君莫涵五个人都吃饱饭了 大家都没有看见尹一回来 顿时 大家心里都充满了担忧 于是 冷若里就让尹成和尹二两人一起去看看 尹一去了哪里 结果 三个人只有尹二跑回来 王爷 王妃 尹一失踪了 尹成统领也掉进了深血坑里 属下一个人拉他上不来 尹二爬回来 满脸焦急地说 尹二 你别急 先带我们过去看看 冷若里平静地说 尹二点点头 马上为冷若里和君莫涵楚明轩三人带路 随后 三人很快跟着尹二来到一处血坑上面 王爷 王妃 尹成统领就掉进了这个深血坑里 尹二打着手电筒 用手指着自己面前这个深血坑 尹成 尹成 你在里面吗 冷若里站在深血坑上面 不停地喊尹成的名字 王妃 我就在 你这个血坑的下面 尹一在血坑下面大声地回话 好 我知道了 你没有受伤吧 我扔一条绳子下去给你 你抓紧它 我们把你拉上来 冷若里说 然后 他估算了一下这个血坑的深度 马上从系统空间里 拿出一条将近二十五长的安全绳 把一头打了个结丢进血坑里 另一头冷若里 他们四人合力抓住 尹成 你要是抓住了绳子 就给我回一声 冷若里对着深血坑下面的尹成说 王妃 属下已经抓住绳子了 好的 你抓紧了 我们一起用力把你拉上来 随后 冷若里大喊声 一 二 三 起 冷王夫妇 楚明轩和尹二一起使劲 慢慢地把深坑下的尹成给拉上来 幸好君莫涵他们三个 都是习武之人力气大 不然 真不容易把尹成给拉上来 因为他们都站在雪地里 地面滑得很 根本就找不到东西借力 而尹成在十几米深的血坑之下 也不能借力用轻弓飞上来 因为他只要在血坑下面轻轻地移动 地面上的血块就会塌下去 搞不好还把自己给活埋了 就连冷若里他们几个用绳子拉尹成上来时 四人都离血坑的洞口远远的 担心血坑会瞬间塌下去 几分钟后 冷若里他们四人终于把尹成从血坑里拉上来了 尹成上来后 马上拱手作急 向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四人道谢 好了 尹成 你没事就好 你发现了尹一的下落了吗 冷若里心中有些不安地问道 王妃 属下也没有看到尹一的身影 就掉进了这个深血坑里面 尹一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 我们一起找吧 冷若里宽慰道 然后 他拿着手电筒 把雪山的四周都照了一遍 这个地方都是断崖式的雪峰 地势十分危险 稍微有点动静 就会发生雪崩的现象 尹一极有可能是遇到了雪崩 被血活埋了 君莫涵 你的鼻子闻得到尹一的气息吗 冷若里看着君莫涵问 这个地方气温太低了 风又大 就算这里有他气息 也闻不准确 君莫涵微皱了一下眉头说 那我们赶紧去找尹一吧 尹一极有可能遇上雪崩埋在雪地里 冷若里一脸严肃地说 继而 五人分成两组 到处寻找尹一 冷若里和君莫涵找着 找着 两人突然发现了 他们的身后有一洞 还发出了一阵 叽叽叽叽的声音 冷若里和君莫涵 马上转过身 拿手电筒照过去 两人看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睁着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紧盯着他们看 我滴个乖乖 这是雪狐啊 冷若里满脸震惊地说 雪狐看见 两人拿着手电筒照着他看 也不害怕 他还在两人面前不停地转圈圈 嘴巴里叽叽 直叫 君莫涵 他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冷若里惊异地说 我们就跟他去看看吧 这种千年冰山里的雪狐 是通灵性的 一般情况下 他是不会出现在人的面前 如果他出现在人的面前 必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君莫涵目光如炬地看着雪狐说 冷若里赞成的点点头 随即 冷王夫妇紧跟着雪狐 来到一堆比较突出的雪狐面前 雪狐就停了下来 趴在雪地上 用他的两只前腿 不停地扒拉着那个雪狐 君莫涵 这个雪狐该不会是埋着什么东西吧 冷若里满脸疑惑 嗯 极有可能是 君莫涵回道 他的话音刚落 冷若里马上拿出了两个小铲子 递过去给他一个 赶紧帮忙 冷若里催促道 说完 两人就蹲下身子 陪同雪狐一起挖雪 冷若里刚扒了几下雪堆 就发现了一个手电筒 埋在雪地里 君莫涵 这个不是我们的手电筒吗 冷若里满脸震惊地说 对 君莫涵回答 隐一被埋在这个雪堆下面了 我们赶紧把它挖出来 冷若里脸色着急地说 随即 冷若里和君莫涵挖雪速度 变得更快了 两人挖了几分钟 隐晨 楚明轩 隐儿他们在那边找不到隐一的踪迹 拆反了回来 寻找冷王夫妇 三人找到冷若里和君莫涵后 就看见他们夫妻 正在拼命地挖雪 三人马上猜到是 隐一被埋在雪堆里面了 于是 三人赶紧跑过来帮忙挖雪 在五人的齐心协力之下 又挖了几分钟 几人终于看见隐一的头部 手臂等部位 然后 五人在一起用力 把隐一给拉了出来 此时 隐一被埋在雪地下面时间较长 她的身体因为缺氧 已经昏迷过去 整个人都被冻僵了 她情况十分危急 冷若里几人 马上把隐一 抬回营地施救 而众人都没有留意到 那只雪狐 也跟着他们的身后 来到他们的营地外面 过了许久 经过了冷若里的一番抢救 隐一终于恢复了呼吸 脸色也变得红润了 一日清晨 隐一缓缓地睁开双眼 发现了自己已经睡在帐篷里面 厚厚的毛毯子 盖在她的身上 暖和和的 真是舒服 昨晚 一去出完宫 在返回营地时 发生了大雪崩 一座大冰山砸了下来 把她埋进雪地里面 就在那一瞬间 她以为自己将会死去 可没想到 王爷王妃他们几个 还是及时找到了她 把她救了出来 想到这里 隐一坐了起来 发现隐二那个傻帽 也睡在她的身旁 于是 她小心翼翼地 从帐篷里爬了出去 隐一刚把脑袋探出帐篷 此时 正在为众人准备早餐的冷若里 就看见她 而君莫涵 也坐在冷若里的身旁 陪着她 隐一 隐一 你的身体没事了吧 昨晚 你可把我们急死了 冷若里 看着隐一关心地问 王妃 我的身体现在已经没事了 让大家担心了 隐一满脸愧疚地回答 没事就好 冷若里的叹了一口气说 几分钟后 隐晨和楚明轩他们 都陆陆续续地起来了 几人看见 隐一已经恢复了 之前生龙活虎的模样 原本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归位了 众人吃过冷若里 准备的早餐后 又收好各自的帐篷 继续向上攀登 寻找雪根兰 王妃 那个雪根兰 一般会长在雪山的哪个地方 长得什么模样 我们现在已经爬到 天云山的大半山腰 还是没有看到 任何花花草草的踪影 这趟天云山 我们该不会白来一趟吧 隐晨一脸郁闷地问报 雪根兰是一株细长叶 全身长得跟雪一样 白皙的草药 只有它开花时 它的花蕊才是血红色的 一般都是 生长在雪山上 最寒冷的地方 至于这一趟 我们会不会白来 就看王爷的运气了 因为雪根兰真的太稀少了 估计连听说过雪根兰 名字的大夫 都不超过两个 冷若里认真地解释道 听后 众人都长叹了一口气 还是继续前行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们马上就要登顶了 大家手脚和鼻子 也被冻得没有知觉了 山上的氧气 也就变得越来越稀薄 他们不得不把冷若里 给大家准备好的氧气瓶给带上 这时 冷若里也拿出了冰火珠 手拉着手 为众人传递暖气 顿时 众人身上的氧气马上消失了 他们的 又身体恢复了暖和 其实 之前他们上到半山腰时 已经打算把冰火珠拿出来 给大家传递暖气 但被影尘他们几个当场拒绝了 冷若里只好放弃 等大家坚持不住时 再用 就这样 冷若里他们手拉着手登山 终于在几天之后 爬上了天云山的山顶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几个在山顶上 围绕着整个山顶周边 寻找了一天雪根兰 还是没有看见他 于是 冷若里和君莫涵 两人决定下山 大家都是一脸垂头丧气地 往山下走 王妃 我们该不会那么背吧 这一趟天云山 真的白来了 楚明轩一脸郁闷 先别着急 我们还可以边下山 边寻找雪根兰的 天云山那么大 我们这一路爬上山顶 被大家忽略的地方太多了 这次我们下山 就另外 开辟一条新路下去吧 冷若里思索了几秒说 文言 楚明轩赞同地点点头 随后 几人在天云山的另一边下山 大家下山的速度都很快 几人 花了三天的时间 就返回了天云山的半山腰 不过 他们现在走的是天云山的迎风面 这边的气候 比他们上山时 那边的气候还恶劣 寒风狂刮 几人在山上连帐篷都搭不成 冷若里和君莫涵 为了众人的安全着想 让大家马不停蹄地下山 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 眼看夜幕又降临了 今晚他们又不能休息了 可就在众人垂头丧气之时 冷若里从他的衣袖兜里 拿出了一个望远镜 往他们几个所站的附近 都仔细地看了一遍 得到了一个惊喜的发现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好像有一个山洞 被雪半掩盖着 只露出了一半的洞口 如果他不是拿望远镜去看 这个山洞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 大家都跟我走 那边好像有个山洞 我们爬过去看看吧 冷若里惊喜地说 李儿 你怎么知道的 君莫涵好奇地问 闻言 冷若里把手上的望远镜 贴到他的眼前 让他往远处看 君莫涵睁开眼 就看见他面前不远的地方 有个被冰雪扮演住的洞口 李儿 你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相居那么远的地方 就靠这个东西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君莫涵十分羡慕地说 他真的很庆幸 自己取了一个比宝藏还要神奇 还要珍贵的王妃 这个叫做望远镜 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话 就送给你们玩几天 冷若里大方地说 王妃 我也很想玩你的这个望远镜 你能把它丢玩玩吗 楚明轩看见君莫涵手上 拿的那个望远镜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抢过来把玩两下 奈何拿着望远镜的人 是君莫涵 现在望远镜 已经落在王爷的手上 你还是问问他 愿不愿意给你 冷若里怂怂肩说 不用问了 本王不愿意 等本王玩腻了再说 君莫涵直接拒绝了他 哼 他家王妃的东西 他这个做夫君的 都没玩够呢 这个楚明轩可真敢问 你这个当王爷的 也太小气了吧 难道害怕 我把你的望远镜给抢吗 真是的 楚明轩无语地说 本王就是不给 君莫涵霸道地拒绝 众人 好了 我们现在先过去看看 那个山洞能不能助人 能助人的话 我们今晚就在 那个山洞里注意宿 冷若里说 随即 大家都被冷若里的话 给转移了注意力 紧跟在他的身后 往那个山洞的位置走去 几人走了一炷香时间 终于来到冷若里 发现了山洞口 丽儿 我和尹臣先进去查看一下 这个山洞里有没有危险 如果我们确定没有危险了 你们再进去 君莫涵面色严肃地说 我不同意 要进去 我们就一起进去 就算里面有危险 到时候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克服他 冷若里这次不赞成君莫涵的做法 君莫涵看着冷若里 一脸固执的模样 最终他答应了冷若里 让大家一起进山洞 于是 众人拿出手电筒 照亮跟着冷王夫妇 踏入了山洞里 几人刚走进山洞没多久 就发现了这个山洞特别大 越往深处走里面就越宽敞 冷若里拿出了温度计 发现这个山洞的温度 比外面的温度 要高上十度左右 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发现 今晚 他们几个应该能好好地休息一宿了 丽儿 这个山洞太深了 里面 我们就不进去吧 君莫涵对冷若里说 文言 冷若里拿着手电筒 往里面照了照 沉思几秒 点点头 那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其实 他们住在这个山洞里 也挺好的 都不用搭帐篷 直接铺个软垫子 拿个厚毛毯子 搁着就可以睡觉了 但是冷若里是女孩子 她还是为自己 搭了一个简易帐篷 几人坐下来后 冷若里就马上躲进她的帐篷里 一个闪身 就进了她系统空间 他们这几天 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休息 已经很长时间 都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了 每天就喝牛奶 或者喝温水送干粮吃 今晚 冷若里打算给大家 做一顿好吃的饭菜 她走进储藏室里瞅了一眼 看到分类菜架上 还有几条大草鱼 她性谋一亮 突然 想到做什么好吃的了 然后 冷若里拿了两条大草鱼 在空间里处理干净 用盐和各种调料 腌制了一回再拿出来 出空间时 她还带了一大袋木炭 让尹臣他们 帮忙把鱼烤好 等尹臣他们 把两条大草鱼烤好了之后 冷若里再拿回空间 放进锅里 加入各种小料 焖上十分钟 再加入各种配菜进去煮 几分钟后 两条香喷喷的烤鱼 就出锅了 冷若里刚把两锅烤鱼 从空间里拿出来 君莫含他们 就闻到香味了 王妃 你这鱼做的 也太香了吧 我闻到它的香味 就直流口水了 肚子也饿得不行 我们可以马上开吃了吗 楚明轩这个吃货 又可怜兮兮地说 这回可以吃了 你把我拿出来的碗筷分一分 我们就开吃了 冷若里笑着回道 话音刚落 她拿出来放在垫子上的碗筷 被引沉他们两下子 就拿完了 摆放好在自己的面前 冷若里 看来大家都饿坏了 那我们就开吃吧 冷若里招呼道 楚明轩和引沉他们 迅速拿起筷子开吃 香 这鱼做的真香 楚明轩边吃边嘟囔着说 王妃 你做的鱼真的太好吃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这样做的烤鱼 引沉也复合说 王妃 你做的烤鱼 连鱼刺都是酥软的 太好吃了 引一也夸赞道 看你们这帮人 跟着本王和王妃混多幸福 还经常吃上王妃做的美食 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王妃知道吗 君莫涵一副老神在在地说 是 属下警戒 引沉 引一和引二 齐声应道 好了 君莫涵 别影响大家吃饭的心情 冷若里抬手凝了一把君莫涵的大腿肉 痛得他额头微微一皱 这个小女人对别人就那么好 对自己的夫君下手 怎么就那么狠啊 晚饭后 几人铺好垫子在地上 躺上去盖好毛毯子 就睡着了 洞门口外面 有一只毛茸茸的雪狐 可怜巴巴地看着几人吃饱喝足睡下后 才敢小心翼翼地走进冷若里他们 可能是大家连续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 太累了 当雪狐靠近引沉他们时 他们都没有觉察到 于是 雪狐就变得越发大胆了 伸出他的小爪子 在几人身上到处翻腾东西 不过 睡在帐篷里的冷若里和君莫涵可没有睡熟 他俩为了引出这只雪狐 今晚都没有进空间休息 当雪狐慢慢走进洞里时 冷若里和君莫涵就发现了异洞 但是两人并没有打草惊蛇 打算等雪狐走进来后再逮住他 可不料 雪狐在引沉他们身上找不到吃的东西后 就往洞内深处走去 君莫涵 雪狐一路跟着我们都快半个月了吧 我们跟他到洞里面看看吧 冷若里低声说 君莫涵赞成的点点头 接下来 冷若里和君莫涵为了避免吵醒大家 两人轻声慢步地打开帐篷走了出去 一路紧跟着雪狐的身后 走了半个时辰 才进这个山洞的深处 这个山洞的深处 气温低得能冻死人 跟他们刚才所待的山洞口外面的温度相比 竟然相差四十多度 连内地深厚的君莫涵 都扛不住这里的寒气 幸亏 冷若里身上有个冰火珠 两人依靠冰火珠 才走到了这里 山洞的深处 洞内有一个寒气阴晕 冰冷刺骨的寒潭 让冷王夫妇看不清楚寒潭里面的情况 冷若里猜测 这洞内变得如此严寒 跟这个寒潭也有很大关系 雪狐走到寒潭面前就停了下来 转过身子 看着冷若里和君莫涵两人 叽叽叽叽 直叫 哎 原来这家伙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呀 冷若里叹了一口气说 李儿 你能听得懂雪狐说话 君莫涵满脸震惊地问道 啊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有的动物 我能听得懂他们说话 冷若里呵呵地傻笑着回答 他先是跟老虎对话 现在他又雪狐对话 君莫涵该不会认为 他是妖精吗 不料 小雪狐却不懈地嘲讽道 那些你听不懂他们说话的动物 是因为他们的灵性太低了 他们都不配与主人说话 冷若里 小雪狐 你说谁是你的主人呢 冷若里满脸惊异地问 就是你啊 这里 就你们两个人 难得他又听不懂我说话 不是你还有谁 我之前的主人就跟我说过 能爬上天云山顶峰活着下来 又能听得懂雪狐说话的那个人类 才是我未来的主人 这几百年来 登天云山的人数不少 就你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新主人了 小雪狐叽叽叽地说 冷若里听了小雪狐的话 顿时有些猛逼了 我地妈呀 这个小雪狐居然活了几百年 那岂不是成了一只狐妖了吗 小雪狐 你会变成人吗 冷若里好奇地问 话落 小雪狐那双绿油油的小眼睛 白了一眼冷若里 他的新主人好像不太聪明 怎么办 真让他头疼 主人 我又不是妖怪 怎么会幻化成人呢 小雪狐有些抓狂地回答 再说 他就算能幻化成人 也要不少于一千年以上的修炼才行 他现在才修炼了三百年都不到 怎么可能幻化成人呢 哈哈 我就随便问问而已 你别生气啊 冷若里看着小雪狐大声地笑着说 站在冷若里身旁的君莫涵 看着一人一壶在不停地对话 感到很无语了 这个世界真是太奇幻了 人和动物都能沟通的 而冷若里也不忌讳君莫涵知道他的小秘密 小雪狐 你带我们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冷若里满脸疑惑的话 主人 你来天云山不就是为了找到那株雪根兰吗 小雪狐说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冷若里又被小雪狐震惊了一把 也是我以前的主人跟我说的 他说我的新主人爬上天云山 必定是为了采摘雪根兰 小雪狐拽拽地说 那你知道雪根兰长在哪里吗 冷若里吃惊地问 当然知道了 但是小二我告诉你 雪根兰的具体位置就必须给我一点好处 比如你做的那个烤鱼我就想尝尝 小雪狐舔了舔舌头说 那个模样看起来嘴巴馋疾了 你想吃烤鱼 我现在不方便给你做 要不我拿一只烤鸡出来给你吃吧 冷若里记得他之前在储藏室里放了还有一只烤鸡没吃 于是他决定把烤鸡拿出来给小雪狐吃 小雪狐听见冷若里说给他拿烤鸡吃 急忙地点点头 没有烤鱼吃 能吃上一只烤鸡也很不错的 自从他的主人去世后 他可是几百年都没有吃过肉了 这个天云山气候寒烈 这附近连个活物都看不到 更不可能吃上一顿肉了 冷若里看着小雪狐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马上从自己的系统空间里 拿出那只已经烤好的烤鸡递过去 给小雪狐吃 小雪狐用爪子接过烤鸡后 就半趴在冰面上狼吞虎咽地啃起了烤鸡 嗯 嗯 真香 真的太好吃了 我 本狐已经几百都没有吃过肉了 哎 这小雪狐几百年都没吃过肉 也怪可怜的 不过 他在这几百年里 到底是吃什么活下来的 他很是好奇 小雪狐 我问你 你平时是吃什么生存的 冷若里好奇地问 不料 冷若里却迎来一记白痴的目光 我是灵狐啊 平时饿了我可以吸收这天云山上的灵气 也可以和你们人类一样 吃各种好吃的肉 不过 灵气和肉比起来 我还是喜欢吃肉 嘻嘻 小雪狐逗逼地回答 他吃烤鸡的速度极快 五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就把一只三四斤的烤鸡给吃完了 当冷若里和君莫涵 看着冰面上那堆击骨头时 两人都愣了愣 这么小的一只雪狐也太能吃了吧 平时这一只三四斤的烤鸡 他们都可以吃饱三个人了 这让冷若里顿感头疼 呀得 他又遇到了一只吃货了 唉 小雪狐 你这回可以告诉我 雪根兰长在哪里了吧 冷若里头疼地问道 可以了 他 就长在这个寒潭的中间 小雪狐转过身子 用他的小爪子指着寒潭说 你说 雪根兰就长在这个寒潭里面 可是这个寒潭被寒气笼罩着 我们都看不到他 冷若里一脸猛逼地问 主人 看我的 小雪狐朝冷若里眨巴眨巴眼睛 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 他用力地把寒潭里雾霾吹开 寒潭中间的一株通体银白 叶子细长 花蕊鲜红色 高二十多厘米的雪根兰 瞬间呈现在两人的眼前 两人看到雪根兰神情十分地激动 君莫寒 雪根兰 那猪就是我们要找的雪根兰 没想到 它既然生长在这里 难怪我们找不着它 冷若里兴奋地说 是啊 君莫寒也很开心 他们能找到雪根兰 说明他身上的狼毒很快就能被解掉了 他也不用再继续遭受狼毒的折磨 小雪狐 谢谢你 千因我们来到这个山洞深处 让我们找到雪根兰 冷若里感激地说 小事一桩 不用客气 但主人你离开天云山时 必须把本狐带上 不然 本狐 小雪狐拽拽地威胁道 带你下山没问题 毕竟你已经任我当了主人了 但是你下山之后不能到处跑 到处捣乱 知道吗 冷若里很爽快地 答应了小雪狐的要求 这还差不多 小雪狐满脸得意地说 他已经几百年没有下过天云山了 不知道现在人类居住的地方 都有哪些变化 君莫涵 快带我飞过去 把雪根兰摘了吧 我赶紧给你研制出狼毒的解药 冷若里说 好 君莫涵回答完后 一把拦住冷若里的细腰 双足一顿 身子轻盈如飞 腾空跃起 煞石拔高树尺 轻飘飘地 稳稳地落在了寒潭中间 突出的那块冰柱之上 冷若里马上蹲下身子 从空间里拿出一把小铁铲子 把雪根兰连同冰块给挖出来 当他把雪根兰挖出来时 整个山洞瞬间坍塌了 寒潭里的谁也极其挤杖高 两人脚下的冰柱也陷了下去 两人站在冰柱上摇摇晃晃的 冷若里想 拉着君莫涵 进入自己的空间里躲栽 但他的系统空间突然关闭了 卧槽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的系统空间 怎么会突然关闭了呢 这也太坑了吧 系统军 系统军 你给老娘吭声啊 我为何进不了空间 冷若里大声地吼道 吼完后 冷若里才想起 自己之前 因为系统军老是在那里乱叫 他嫌烦 于是 他就把系统军调成静音了 所以 现在 就算系统军听见了他的呼喊声 也回复不了他的话 唉 现在他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不对 他可以询问 那只活了几百年的小雪狐啊 问问他 现在自己和君莫涵 怎么逃出寒谈 小雪狐 小雪狐 你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吗 冷若里大声地呼喊道 此时 他和君莫涵脚下的冰柱 已经完全陷入了寒谈里面 主人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山洞会坍塌 我的前主人临终前 并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情 小雪狐此刻也是 一脸猛逼的状态 此时 他弱小的身子 也快被一股不知名的引力 吸进了寒谈里 可就在小雪狐被吸进了寒谈时 冷若里和君莫涵 也被一只隐形的大掌 给劈晕了过去 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来的那个有寒谈的山洞里 但冷若里手上的雪根兰 依然被他紧紧地抓在手上 因为他系统空间被关闭了 这株雪根兰 只能把他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衣袖兜里 这是一座冰宫 有十二根又粗又长的冰柱 支撑着冰宫 自己脚下的冰面 都亮得能照出自己的身形 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 还有一道巨大的冰门 冰门上雕刻着一条好看的胶容 小雪狐 这里是什么地方 冷若里看着自己身旁的小雪狐问 这里是我前主人的墓葬之地 自从我被前主人送出去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了 小雪狐神色忧伤地 看着那不远处的那道冰门说 小雪狐 你的前主人算起来 也是我们夫妇的大恩人了 既然我们有缘来到你前主人的墓葬之地 我们就过去一起祭拜一下他老人家吧 冷若里速声道 君莫涵赞成的点点头 随后 两人朝那道冰门走过去 不料 他们踩中冰面上的机关 那道冰门上的聚焦瞬间飞了出来 朝两人一壶喷出了一团火 幸亏 两人一壶反应得够快 顺利躲过了雪狭的攻击 接着 雪狭又朝两人一壶吐出了第二团火 结果又被两人一壶躲开了 君莫涵为了避免这个雪狭弄伤了冷若里 当即拔出自己腰间的软剑 对他主动出击 他摊开手掌 聚集一股内力 注入自己的软剑 软剑立刻从腰带 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随即 他又运起内力 腾空而起 飞到雪狭的背上 想用他的剑杀了雪狭 此时 雪狭也感觉到自己有危险 飞上半空中乱翻腾 嘴巴里不停地吐出一团又一团火球 君莫涵 能用你的蛟龙与雪狭对战吗 冷若里问 不行 我的蛟龙容易受到气温的限制 太冷了 或者太热了 都化不了心 君莫涵无奈地开口 唉 说到底 还是他自己太弱了 这把蛟龙剑与自己 神行合一那么多年了 他都克服不了这个问题 君莫涵思索了几秒 抬手握住自己的剑 一剑刺向雪胶的背上 瞬间发出一道刺眼的火光 我去 突然 君莫涵头大的低咒了一声 这个雪胶的鳞片也太硬了吧 他的蛟龙宝剑居然刺不进他的肉里 李儿 你还能从你的系统空间里拿出炸弹吗 这条雪胶的鳞片太硬了 用剑刺不进去 君莫涵问 不能 我的系统空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关闭了 冷若里皱了眉头说 突然 冷若里的眸光一亮 君莫涵 你用爬上龙头 用剑扎瞎他的眼睛 君莫涵经冷若里这么提醒马上明白 又运起轻功 一下子就跨坐在雪胶的头上 举起手中的剑就要刺向雪胶的眼睛 这时 一道哄亮的声音从兵门的后面传了出来 住手 年轻人 你莫伤他 他是我的守木兽 闻言 君莫涵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从雪胶的背上跳下来 雪胶也安静了下来 不知前辈是何人 君莫涵和冷若里齐声问道 冷王夫妇没有等到神秘人的回应 小雪狐就替神秘人回答 他就是我的前主人 孤舟老人 他在二百多年前就现世了 墓室里面应该 只有一抹他残留的元神 小雪狐眼眶红红地说 嗯 小雪狐说得对 我只有一抹虚弱的元神 留在这里 等待一个有缘之人 继承我的波 小女娃 这个有缘之人就是你 孤舟老人缓缓开围 为什么说我是继承你一波的有缘人 而不是他呢 冷若里满脸疑惑地 指了指君莫涵问 虽然这个年轻人也很不错 但是他不是习医之人 并不适合继承我的一波 孤舟老人直接说明了原因 原来前辈你也是学医的 难怪呢 冷若里惊讶地说 你身上的那本草本集 就是我写的书 孤舟老人又说 咦 你怎么知道 我身上有本草本集的古一书 冷若里满脸震惊 从你踏入山洞的那一刻 我睁开天眼 就看到你空间里的一切物品了 为了试探出你 是不是我合格的继承人 我把你的空间给关闭了 小女娃 你说 我知不知道 虽然你现在的能力是比较弱 但我原神遗留在世间的日子 已经不多了 不能再继续挑剔我的继承人 小女娃 我就选你当我的继续人吧 雪娇 你让他们进来吧 孤舟老人语气微弱地说 冷若里听了 孤舟老人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这个前辈不仅能看得他的空间里的东西 还能关闭他的空间 真是太让人震惊了 也很令人匪夷所思 而雪娇听了孤舟老人的话后 他的身体就慢慢地缩小了 最后变成了一条银白色的小蛇 牧室门上的冰雕 也在一瞬间融化了 一道刻着孤舟老人名字的石门 缓缓地被打开 小雪狐看见在地上缓缓移动的小白蛇 马上想起了他是谁 这不是前主人的做起白冰吗 白冰 你压的 刚才居然对我喷火 今日我要是不抽你一顿 我都不叫雪狐了 小雪狐乃凶乃凶地伸出两只爪子 做事就要上去撕碎白冰 你这个小骚虎还好意思说 当年咱俩明明说好了 要在这个冰宫里 为主人守一辈子牧室 你居然逃跑了 白冰语气不善地说 谁告诉你 我是逃跑出去的 我是被主人用传送阵送出去的好不好 小雪狐气呼呼地说 你们两只兽 不要再争执了 先跟随你们的新主人进来吧 我有话跟你们说 孤舟老人对牧室门外的两只兽说 是 主人 闻言 白冰和雪狐恭敬地回道 随后 两只兽就跟在冷若里和君墨寒身后 走进了孤舟老人的牧室 冷王夫妇走进牧室后 顿时 眼前一亮 孤舟老人的牧室 简直就像一个宝藏 金银珠宝首饰 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有 冷若里数了数 大概有一百多箱 而孤舟老人的尸体 则在一个用茅草盖的小亭子里 此刻 他只剩下一副披着破衣衫的枯骨 端坐在一张木椅子上 孤舟老人知道冷若里进来后 就从他的那副枯骨里 冒出一抹白烟 那抹白烟 瞬间幻化成一个 穿着一袭白衣长袍的白头发 白眉毛 白胡子 看起来道骨先锋的老人 小女娲 你要认我做师父 这些金银珠宝 和牧室外面药田里的草药 都是你的 以及我的一身内力和武功 都传授给你 孤舟老人诱惑道 真的假的 只要我认你做师父 这个牧室里的一切都是我的 冷若里满脸怀疑 对 孤舟老人点点头 听后 冷若里心中一喜 那双犹如琉璃一般的信念 紧盯着牧室里的那些金银珠宝 眼珠子还滴溜溜地转了几下 这可是千年碰不上的奇遇啊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些小动作 已经完全落入孤舟老人的眼里 不过 他只是笑着摇摇头 哎 他的这个小徒弟 还挺机灵古怪的 看他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就讨人喜欢 想必他也是个智慧过人 为人心善的小女娃 看来他的原神留在这世间 二百九十多年 还是没有白等 他孤舟老人 总算捡到一个宝贝徒弟了 好吧 孤舟前辈 我就答应你 认你做我的师父吧 冷若里假装语气 十分勉强地说 呵呵 孤舟老人 听了冷若里的话笑了笑 小女娃 你不会后悔 认我做师父的 孤舟老人保证道 那就看看你能传授我 一些什么本事了 冷若里挑了挑眉 小女娃 你过来对我的遗骨 磕三个响头 我现在就把我的一身内力 和武功传授给你 孤舟老人笑着对冷若里说 冷若里照孤舟老人的话做 他走到孤舟老人的遗骨面前 用力地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 他站了起来 小兔爹 你叫什么名字 孤舟老人问 师父 我叫冷若里 冷若里回道 话落 孤舟老人点点头 我手上的这枚清玉宝是戒指 为师把他传授给你 你要收好他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孤舟老人的徒弟了 说完 孤舟老人遗骨上的戒指 瞬间出现在冷若里的右手食指上 冷若里还没有反应过来 孤舟老人的元神 又突然使出一股力量 把冷若里整个人身上 目视的半空中 然后 孤舟老人又源源不断地往他身上 输入内力和武功 站在一边的君莫涵 看着半空中 孤舟老人 往冷若里身上输入的那一股 犹如彩虹般绚丽多彩的内力 心中羡慕不已 这个孤舟老人的内力 真的太强悍了 能把自己内力修炼成彩虹 说明这个孤舟老人的内力 至少修炼了一五十多年以上 这次他家里 真是碰到奇遇了 他家里而得了 孤舟老人的内力和武力后 只要他努力地把孤舟老人 传授给他的内力 慢慢地转化为己用 他的武功以后 绝对在他君莫涵之上 此时 被孤舟老人 定在半空中的冷若里 感觉自己身上 有一股强大的热量 往自己身体里面乱窜 身体十分难受 徒儿 你忍耐一下 以后你身上 就会有师父 修炼了二百年的内力和武功了 那小子若是敢欺负你 他也打不过你了 孤舟老人安慰道 文言 冷若里艰难地点点头 一炷香过后 冷若里忍受不住身上 那股到处乱窜的能量 最终晕倒过去 等他再次醒过来时 已经躺在君莫涵的怀中 但他感觉到 自己的身子变得轻盈了 丹田处有一股清流 让他全身充满精力 白冰 雪狐 快点拜见你们的新主人 孤舟老人 看见冷若里清醒过来后 原神虚弱地说 是 白冰和雪狐 朝孤舟老人攻进地点头 随后 两只兽来到冷若里面前 抬头看着冷若里 叽叽喳喳 说了一顿 君莫涵不知道 白冰和雪狐说了什么 但听得懂兽语的冷若里 却是听明白了两人的意思 就是 这两只兽 以后都要跟他混了呗 徒儿 你的空间师傅 已经帮你打开了 你赶紧把这个墓室里的东西 和墓室外面的药材 都收进你的空间里吧 师傅的原神 马上就要消失了 此时 孤舟老人的原神 变得越来越淡了 只剩下一道虚意 冷若里看着这一幕 心里有些悲伤 他与孤舟老人 虽然认识不久 但他们毕竟师徒一场 更何况孤舟老人 还传授了他一身内力和功夫 多少有点不舍 徒儿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墓室里值钱的东西 都搬进你的空间里去啊 师傅的原神消失了之后 这个墓室马上会坍塌 等你收走了 这些值钱的东西和草药之后 你们马上走进那个八卦阵里 不要犹豫 他会主动把你们传送出墓室的 孤舟老人 语气微弱地说 话落 冷若里马上从君墨寒的怀中站起来 手忙脚乱地 把孤舟老人墓室里的 一百多箱珠宝 一个接着一个 不停地收进他的空间 然后 他又来到牧师外面 可他 才刚到药田里 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味 使人神清气爽 天哪 这么多药材 冷若里一脸惊喜地喊道 而且 这片药田里面的草药 全部都是这片大陆上稀有的药材 其中就有十几株雪根兰 火灵果树三棵 还有制作玉露丸 用的鲜蚊草 等等 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 随即 冷若里马上从系统空间里 拿出两把小铲子 给君墨涵递过去一把 君墨涵 赶紧帮我 把这些药材挖出来 收进空间里 冷若里催促道 君墨涵接过冷若里的小铲子 也不扭扭 动作神训地 把挖起药材 两人挖药材的动作虽然很快 但是两人快中带戏 并没有伤到这些药材的根部 可惜两人挖了不到一半时 地面就突然震动起来 随后 他俩的耳边就传来了 孤舟老人的焦急的声音 徒儿 加紧时间挖药材 师父最多能支撑一炷香时间了 这时 冷若里和君墨涵挖药材的速度 变得更加神速了 君墨涵 这半块药材就交给你挖了 我先去冰面 把那十几株血根蓝挖出来 收进空间 冷若里语气有些着急地说 好的 你小心点 君墨涵叮嘱道 话音刚落 冷若里已经消失在君墨涵的眼前 走到对面的那块冰面药材地 挖血根蓝 冷若里和君墨涵带着两只兽 终于抢在了墓室快要坍塌前 走进八卦传送阵里 孤州老人看到冷若里和君墨涵 以及陪伴了他几百年的两只兽 没有危险后 缓缓地闭上双眼 消失在墓室里 随即 整个墓室马上坍塌 冷若里和君墨涵带着两只兽 瞬间被一道光柱吸走 在他们离开墓室时 两人和两只兽 心中都十分地难过 特别是陪伴了孤州老人 几百年的雪壶和雪娇 离开孤州老人牧师时 当场流下了泪水 哦 主人 我们永远都见不到你了 雪狐和雪娇伤心地说 片刻后 冷王夫妇和两只兽 瞬间出现在他们之前休息的洞口外面 山洞外天色已经大亮了 此时 洞口内隐晨 他们睡醒后发现 冷若里和君墨涵都消失不见了 几个人都急疯了 找遍了洞里洞外 都没有看见冷王夫妇 隐晨老大 王爷和王妃 该不会被野兽给叼走了吧 隐一眼眶红通通地说 不料 隐一刚把话说完 就遭到隐晨一巴掌后脑勺 这里是天云山的半山腰 外面的气候极为严寒恶劣 我们几个如果没有王妃在 我们都不一定能活着下山 哪来那么多的野兽 隐晨无语地说 那为什么王爷和王妃 会突然凭空消失了呢 隐晨满脸委屈地问 大家冷静一些 我猜测 刚才这个山洞的深处 那一阵坍塌 应该是你们王爷和王妃 造出来的异动 楚明轩沉思了一回说 目前进入这个山洞深处的路 已经被封住了 我们都进不去 如果异动跟我们王爷和王妃有关 那岂不是 我们王爷和王妃 已经被封在这个山洞的深处了 隐二满脸担忧地说 嗯嗯 这个极有可能 隐晨很赞同隐二的推测 那我们还愣着 干什么赶紧进去 把王爷和王妃给救出来啊 隐二心急火了说 走 进去 隐晨的话没有说完 就听见冷若里的声音 伙伴们 我们回来了 冷若里在他们身后大声地喊道 隐晨四人马上转过身 就看见冷若里和君莫涵两人 带着一只血狐和一条长有角的小白蛇 大摇大摆地向四人走来 王爷 王妃 我们总算看到你们回来了 我们醒来后 看见你们都不在 心里面都急死了 隐晨他们三个还以为你们出了事呢 楚明轩松了一口气说 没事 就是我和你们王爷出去了一下 不过 我们已经找到了雪根兰了 冷若里呵呵一笑 什么 王妃 你和王爷已经找到雪根兰了 众人一脸震惊地说 王妃 我们想看一眼雪根兰可以吗 楚明轩十分期待地问 当然可以了 冷若里十分爽快地回答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冷若里随手从自己的衣袖斗里 掏出出雪根兰 这就是我们来天云山 寻找了许久的雪根兰 冷若里笑着说 众人看到冷若里手上的那株通体银白 花蕊鲜红色的雪根兰 眼眸都亮了 王妃 这就是传说中的雪根兰啊 这花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用银做成的饰品呢 银一挠挠头说 是啊 要是这株药材丢进雪地里 可真不好找 楚明轩也附和道 他心里很想 把冷若里手中的雪根兰 要过来仔细看研究 但他看了一眼 站在一旁的冷面煞神 又不敢开尾 冷若里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于是 他把自己手上的这株雪根兰 递过去给楚明轩 楚神医 这株雪根兰 就送给你慢慢研究吧 我手上还有多的 冷若里慷慨地说 真的吗 王妃 楚明轩一脸惊喜地问 冷若里使劲地点点头 楚明轩这一路来 跟着他和君莫涵 往南闯北 也挺不容易的 就送他一株雪根兰吧 大家先坐下来休息一会 我现在就给大家弄早餐 吃完后 我们就下山吧 冷若里浅笑道 随后 冷若里就走进 他昨晚搭好的帐篷中 闪身进了空间 他今日给美人 做了一份双皮奶加红豆 还做了一份糕点和虎皮凤爪 等他做好众人的早餐后 他想了想 又给两只兽 做了一条红烧鱼 加热了一只烧鸡 他才把早餐端出空间 当冷若里把早餐端出来 几个大男人和两只兽 已经坐在垫子上面 围成一个大圈 等着他开餐了 冷若里在一群 围时髦的亮晶晶的目光下 把早餐给大家分好 两只兽的早餐 也给他们端过去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开吃了 北辰国 大黄子府 某个小妾的房间里 有一个一满头辫子的俊美男子 身形极为心掌 穿着一件紫色扶扶纹镜装 外加一件毛茸茸的虎皮外挂 腰间系着膝脚带 搂着一女子侧躺在榻上 还有几个侍女在床上给他按摩 喂食 捶腿 这名男子就北辰国的大皇子慕容千松 大皇子 府外有两人求见 侍卫走进房间里 恭敬地禀报道 谁 慕容千松慵懒地问了一句 属下不认识 侍卫如实说 闻言 慕容千松思索了一会 随后 说 让他们进来吧 可他的话音刚落 房门口就传来了两道满是银鱼的 又带着一点苍老的男生 大皇子 你现在可真悠闲啊 哟 原来是暗夜阁阁主和鬼谷谷主来了 说完后 大皇子马上坐了起来 朝那些侍女摆摆手 屋里的几个侍女 马上退出房间 还顺手帮他们把门关上 不知二位找本皇子 所谓何事 慕容千松直接开口 大皇子 我们想助你一臂之力登上 北辰国的地位怎么样 暗夜魅主笑着说 真的 假的 你们有什么条件 大皇子随口一问 这两只老狐狸又坏又奸 无力不起走 如果自己身上没有他们想要东西 他们绝对不会亲自来找自己的 因为他慕容千松 每次去暗夜阁和鬼谷去见他俩 不是需要带上重金 就是一些上等的毒物 或者是一些昂贵药材作为贱面礼 否则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 今日这妖巧 居然两人一起上门来找他 他总长的这两人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果你顺利登机之后 我只想要你们北辰国 每年50对童男童女 送到我的暗夜阁 暗夜魅主 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 50对童男童女太多了 现在整个北辰国的号金 都寻找不出50对童男童女 慕容千松紧皱着额头说 30对童男童女可行 暗夜魅主退一步说 慕容千松经过一番自己的深思熟虑 最终答应了暗夜魅主的要求 如果慕容千松一旦登机成功 他每年就要在北辰国挑选30对童男童女 送去暗夜阁 至于 暗夜魅主要这些童男童女做什么 就不是他慕容千松该管得的事情了 鬼谷谷主 你又有什么条件 慕容千松看着他问 老夫的条件更简单 只要你这段时间 想个法子 挑起北辰国与天舞国的边境动乱就行 鬼谷谷主满脸阴险地说 你这个条件还好 正好本皇子也有此意攻打天舞国 慕容千松和何一笑说 这两人一个是用独高手 另一个医术高明 如果他得到他们的协助 这个北辰国的皇位 他就能指日可待了 随后 他们三人密谋了一件大事情 打算一个月后 胁迫现在的北辰国军退位 另一边 天舞帝早上从龙床上起来 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支短剑 静止扎在他的龙床扶手上 上面还挂着一个小卷筒 不过 这支短剑并没有伤到他 天舞帝并没有喊人去捉刺客 因为他知道 就算自己下令 让人去抓那个人 估计也抓不到了 还导致整个皇宫人心惶惶的 何必呢 随即 天舞帝把短剑上的小纸筒给拿了下来 把包在里面的小纸条给拿出来 打开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不想让天下人知道 你一拿着一个假玉玺治理天舞 就立即把皇后放出来 否则 你自己可以设想一下后果 天舞帝看完这张字条后 沉思了一会儿 心中猜想着 这个给他传字条 威胁他的人会是谁 这人是皇后那边的人吗 不对 这人如果是皇后的走狗 皇后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日下令囚禁他 他必定会拿此事来威胁他这个皇帝 为自己换取自由 这人是冷锦鱼吗 哎 他更不可能 自己与冷锦鱼 当年经历过多次生死之交 便知道他对自己忠心耿耿 更何况 自从夏吾尔去世后 他整个科兴都随夏吾尔去了 如果不是自己多次恳求他留下来守护天舞国 估计他早就辞观远游了 但自己拿着假玉玺治理国家的事情 目前只有自己和冷锦鱼知道 如果不是他 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来人 去请冷将军进宫 天舞帝对寝宫门外的李公公说 是 奴才遵命 李公公领命后 马上吩咐人去冷将军府 请冷锦鱼进宫 一个时辰后 皇上的御书房 冷锦鱼迈着沉稳的步伐 走进御书房 他朝皇上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 臣 冷锦鱼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冷爱卿 你起来吧 皇上摆了摆手道 谢皇上 等冷锦鱼站起来后 皇上马上让李公公退出了御书房 冷爱卿 原本今天是大臣们的休目之日 朕不愿打扰你的 可是朕今日一早得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的内容 真的很让朕感到郁闷 这张纸条冷爱卿可以拿下去看看 皇上变色严肃地指了 指自己龙岸桌上的那张纸 冷锦鱼听后 他走过去 把纸条拿起看了一眼后 又抬眸看了皇上一眼 叹了一口气说 对于这件事情 皇上心中已经猜到那个人了吧 嗯 冷爱卿要不我们都把自己心中 想到的那个人的名字 写到一张白纸上 看看我们猜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皇上笑着说 是 皇上 冷锦鱼恭敬地回答 随后 一人拿着一支毛笔 在一张白纸上 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 再给对方看 果然是他 柳如意 皇上浓眉紧皱 他的背后之人到底是谁 一个没落的世家 不可能培养出一个 心机如此深的女儿 冷爱卿 这件事情 你觉得朕该怎么处理 皇上叹了一口气说 皇上 陈建议您放长线钓大鱼 冷锦鱼思索了一会说 朕恨不得把凤七宫里的那个女人一箭杀了 你却让朕放了凤七宫里的那个女人 出来兴风作浪 皇上听了冷锦鱼的话 满脸愤怒 气得当场猛拍了一下自己的龙岸桌 请皇上息怒 陈自从把柳如意赶出冷将军府后 就一直派人监视着柳如意的一举一动 不知为何一个多月前 他突然消失了 陈派人找遍了整个京都 他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冷锦鱼诉声道 冷若霜近段时间在沁王府待得怎么样 皇上突然问道 陈厅探子回报说 冷若霜在沁王府天天与那些小妾们争风吃醋 已经把沁王弄得鸡飞狗跳 沁王也是看在他怀有身孕的份上 没有严惩他 冷锦鱼淡然说 皇上听了冷锦鱼说的话后 冷笑了一声 活该 他快要临盆了吧 皇上又问 应该快了 冷锦鱼淡淡地回道 冷爱卿 当年你的爱妻刚去世不久 朕就让你把柳如意纳入冷江郡府 你是不是特别恨朕 还埋怨过朕 这时 皇上突然说起了十几年前的事情 皇上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冷锦鱼抬眸 看着皇上的眼睛问 真话 皇上苦笑一声 哼 冷锦鱼用了一个字 回答了皇上的话 朕早就猜到了 可是朕当年也是没有办法呀 玉玺被人偷后不久 就有一个神秘人告知朕 柳如意身上 有玉玺下落的秘密 让朕促成柳如意与你的好事 朕只能顺了皇后的意思 皇上把当年的实情说了出来 皇上 臣知道 所以臣从来没有责怪过你 冷锦鱼笑了笑说 哎 一个月前 朕收到孩儿的书信说 他们已经到达了天云山 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有没有找到雪根兰 皇上虎目紧盯着窗外 满脸担忧地说 是啊 臣也收到李儿寄回来的书信 他们出发前还跟臣说 会尽量在过年之前赶回来的 可现在除夕过完后 又过去两个多月了 李儿他们 还是没有把狼毒的药材找回来 冷锦鱼也对冷若里 他们的情况很担心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天云山在什么地方 但冷锦鱼驻守了 天武和北城边境这么多年 他可是很清楚天云山的位置 以及他所处的气候环境 天云山位于这片大陆的最北方 常年被冰雪覆盖 气候严寒 地势危险 那附近方圆几十公里 都没有人居住 去过那里的人 也是屈指可数 他家李儿 如果不是为了给君墨涵那小子解毒 绝对不会面临那么多危险的事情 如果他家李儿回京后 少了一根头发 他冷锦鱼飞宰的那小子不可 管他君墨涵的 老子是不是皇帝 冷锦鱼在心里不停地嘀咕着 这时 皇上突然转过身子 又对冷锦鱼说 朕思来想去 还是按照你的建议 放长线钓大鱼 把皇后放出来 不过 朕不会让他那么完整地走出来的 说完 皇上的面色变得阴沉沉的 双目骤然一身 嘴一脚微勾 那模样 让人看着都害怕 然后 皇上又和冷锦鱼 说起了两人年轻时候的事情 这边 下山前冷若里 怕小雪壶和雪椒到处乱跑 他把两只兽 都收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里去了 然后 他才和君墨涵 带着四人以 最快的速度下山 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雪根兰 就不用像之前上山那样 边上山边寻找药材 他们现在可以直接抄进入下山 但冷若里估算了一下时间 还是要两三天 才能下到山脚下 就在此时 被冷若里放在空间草坪上 玩得正嗨的小雪壶 突然开口 主人 你要是今晚再给本壶 做多点好吃的肉 我就告诉你一个一天之内 能走下山的办法 小雪壶笑得一脸奸向 让一旁玩得正happy的雪椒 顿时几倍发凉 不知道这个小骚胡 要给他们家主人出什么破主意 冷若里心想 不就是给你多做些肉吃吗 这有什么难的 行 我答应你 你说吧 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一天之内下山 冷若里好奇地通过意念 询问小雪壶 多简单啊 把雪椒放出去 让它变大把 你们带下山不就得了吗 小雪壶坏坏地说 一旁的雪椒 听到小雪壶的话后 差点没气地吐火球 这个小骚胡果然给它挖坑 让它把六个人类 从天云山的半山腰带下山 哼哼 等它完成这个任务后 估计累得它 最少要睡上三天以上 才能醒过来 小骚胡 本椒一定要把的胡毛给烧秃了 雪椒满肚子的怒气没忍住 追着小雪壶疯狂地吐火 把小雪壶急得哇哇叫 几分钟后 小雪壶顶着一身 被火烧焦的卷毛 可怜兮兮地躲到角落里哭泣 我 主人 我的胡毛 我引以为傲的胡毛 被这个万恶的雪椒给烧焦了 我没法见人了 我活不下去 冷若里又听到小雪壶的声音时 再用一年探进去 就看见缩在角落里的那团 正冒着烧焦味的小雪壶 它顿时露出一脸无语的表情 雪椒把小雪壶最看重的胡毛 烧成那副模样 真够狠的 胡毛烧了就烧了吧 过时间半个月的 还能长出来的 到时候 你还是一只美丽可爱的雪壶啊 冷若里 看见小雪壶那副可怜的模样 便耐心地宽慰它 而雪椒 则是扬着一副得意的表情 熊啾啾 气昂昂地伸出小爪子 走在草地 主人 你放我出去 我带你们飞下山 雪椒傲娇地说 其实 他不是不愿意带主人他们下山 而是十分讨厌别人给他挖坑 可是这只小骚壶 就偏偏跟他作对 他要是不教训这只小骚壶一顿 小骚壶都不长记性 所以 他雪椒必须要为往后的日子里 树立起自己的威严 雪椒 你真的能从天云山的半山腰上 带我们下山 冷若里满脸惊喜地问 是的 主人 我以前就是孤舟老的坐骑 下山这点路程 对我雪椒来说不算什么的 可唯一的缺点 就是我每次长途飞行之后 都会累得 至少要睡上三天以上 才能缓过境 雪椒对冷若里真诚地说 这样 那你会损害到自己的身体 冷若里关心地问 如果他们 为了缩短下山的时间 让雪椒带他们下山 从而伤害到了雪椒的身体 冷若里会直接选择自己走路下山 他可不想伤害雪椒 不会的 主人 就是我飞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累 身体倒是没事 你就放心吧 主人 雪椒对冷若里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说 好吧 那就真的麻烦 你带我们下山了 冷若里语气温柔地说 随即 冷若里把雪椒放出了系统空间 然后 雪椒慢慢地变大身子 飞上半空中翻腾了两圈 威武霸气地 停在冷若里几人面前 主人 你们都骑上来吧 雪椒喊道 好的 哈哈 我的娇儿好威武雄壮啊 冷若里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雪椒被自己的主人夸得一脸得意 文言 冷若里笑了笑 随即 他立刻带着众人坐到雪椒的背上 主人 都坐好了吗 我要起飞了 雪椒问 大家都坐好了 你起飞吧 冷若里回道 话落 雪椒腾空而起 飞上半空间 远离天云山 冷若里和君莫涵 看着离他们越来越远的雪山 心中不免感叹 虽然这一路 他们经历了各种危险 但是都被他们一一化险为夷 终于顺利地采摘到了火灵芝和雪根兰 君莫涵 等我们到人的居住地 我马上找个地方把你狼毒的解药给研制出来 冷若里突然转过身子 看着君莫涵说 好的 但我们现在已经把解狼毒的两样主要药材都找到了 也不急着这一时半会解毒 你还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如果我们这次回京 你把身体给累着了 或者是伤到了 我的那位老丈人 非把我活扒了不可 君莫涵 君莫涵 陈山最近的北关镇不远处 此时 天色已晚 雪橇降落时 也不用躲避人 直接停到地面上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马上从雪橇背上下来 可怜的雪橇刚降落到地面上 那些眼睛就已经累得睁不开了 雪橇 辛苦你了 冷若里看见躺在地面上昏昏欲睡的雪橇 心疼地用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然后 他一挥袖子 就把他收进自己的空间草坪上 随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 就带着几人走进了北关小镇 此时 小镇的街道上 还有几当卖小吃的 还没有收摊 冷若里抬腿走了过去 老爷也好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客栈吗 冷若里语气十分温柔地问 小姑娘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我们这个镇上 倒是有两家客栈 但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直被官兵驻守着 不让外人住宿 里面住着一群只会吃喝玩乐的官差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千万不要去客栈投诉 白小摊子的老头劝说道 哦 原来这样啊 没关系 我们不怕他们 冷若里笑着说 这时 小老头摊子下面 突然冒出了一个虎头虎脑 看起来只有五岁左右的小男孩 他看见冷若里后 连喊了两声 仙女姐姐 仙女姐姐 不料 他却被小老头 往下压一下脑袋 姑娘 不好意思 我家孙子太调皮了 老爱乱说话 小老头紧张地说 老爷爷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怎么还带着那么小的孙子出摊呢 你的家人去了哪里 冷若里满脸好奇地问 姑娘 我儿子二媳都死了 家里只剩下我们爷孙两人了 最近我们小镇比较乱 经常发生小孩子失踪的事情 我不放心 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 只能带着孙子出来摆摊了 老头叹了一口气说 怎么会这样 你们去府衙报案了吗 冷若里秀梅 我已只有关心地问 那些丢失了孩子的人 都去了官府报案 可是一直都得不消息 老头摇摇头说 他刚说完 老头的小摊子下面 又露出一颗小脑袋 笑眯眯地看着冷若里 老头又想把小男孩的头按下去 却被冷若里阻止了 老爷爷 我们不是坏人 你不用这样子的 说完 冷若里把手伸过去 温柔地点了点小男孩的鼻子 然后 他从衣袖里 拿出了几块碎银子 和一包装有好吃的饼干糖果 放在小男的手上 这些东西是姐姐送给你的 让爷爷给你打开 就可以吃了 夜已深 你让爷爷早点带你回去休息吧 话落 冷若里朝摆摊的爷孙俩 晃了晃手告辞 冷若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家客栈 几人刚踏入客栈门口 就遭到几名官差拦下询问 几位是什么人 从哪来的 围守的官差 穿着一身蓝色镜装 双手护胸抱着一把配件 面色不善地问 各位官差大哥 我们是从南兆国来的 原本是给别人押标的 可是半路上 我们遇到了劫匪 为了护住大部队 我们落下了 现在天色已晚 我们只想找家客栈住上一宿 明日在追赶大部队 尹一假装着语气威卑的模样 跟围守的官差说 你们押标 怎么还会带上一名女子 围守官差不相信尹一的话 看了一眼身旁的冷若里说 尹一听后 灵机一动笑了笑 官差大哥 她是我们总标局的大小姐 因为对我们平时 押标太过好奇 所以 她就跟着我们来了 尹一无奈地说 怎么 本大小姐亲自去押个标 你们也要管吗 冷若里双目发出一道利芒 冷声道 同时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 让人感到冰冷刺骨的寒气 让那些官差直打寒颤 啊 没事了 你们进去吧 围守官差 顿时无话可问 就这样 冷若里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客栈 老板看见他家客栈 终于有客人敢进店吃住了 整个人激动得不行 笑眯眯地走过来 迎接冷若里他们 客栈老板是一名中年男子 个子高大 身体微胖 但他眼中没有一些杂念 那副模样 看着就很憨厚 为人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客官 你们这是吃饭 还是住店有啊 客栈老板笑着问 我们既要吃饭 也要住店 你先帮我 安排好三间上等的客房 再给我们做一桌吃的 送到我们房间里 记得多加两只烤鸡 冷若里吩咐完 随手从自己衣袖兜里 拿出几块碎银子 放在客栈老板的手上 客栈老板看到自己手上的银子 眸光变得更亮了 好的 我现在就带你们上三楼选客房 等你们选好客房后 我马上给你们安排吃的 客栈老板笑得一脸慈祥 随即 他就带着冷若里和君墨涵几人 上了三楼高等客房 让他们挑选 冷若里选择了 左边角落并排的三间客房 他与君墨涵两人 睡在中间的客房 尹晨和楚明轩睡在左边这间 尹一和尹二睡在右边这间 这时 冷若里朝客栈掌柜笑着说 老板 你家店里 怎么会有那么多官差 守着店门口呢 哎 姑娘 你有所不知道 近段时间 我们北关镇上 丢失了好几个小孩子 听说是一对 从天舞国过来的夫妇 来到北城国偷孩子 所以官府就派官差 搜查了整个北关小镇 而我们这些客栈和酒楼 就是严防死守的地方 害怕那对偷孩子的夫妇 会藏在我们这些客栈和酒楼里 结果他们人没有抓到 害得我的客栈 都没有赶进来住宿了 这段时间 生意十分惨不忍躲啊 再这样下去 我的客栈都要倒闭了 客栈老板低声抱怨道 冷若里听了客栈老板的话后 差点没笑喷 从天舞国来的一对夫妇 不会就是 他跟君墨涵吧 他们今日刚从天云山上下来 两人何时透过小孩子 想栽赃陷害他们 没门 好的 谢谢老板 我们是从南方来赶过来的 并不知道北关小镇 近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望见良 冷若里他淡淡一笑 嘴角的笑容极浅极淡 犹如羽毛一样轻飘飘的 无声而轻巧 但又带着一股独特的魅力 总能用笑容轻易地捕获人心 令人印象深刻 好的 姑娘和公子们 先到房里休息一会吧 我马上吩咐厨子 为你们准备一桌好菜 客栈的老板 与冷若里他们告别之后 转过身子 屁颠屁颠地走下楼 等客栈老板离开后 冷若里才走进房间 对众人说 我和你们家王爷 被人栽赃成人贩子了 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王爷和王妃 怎么可以是人贩子呢 隐一和隐二气愤地说 我们南兆国秘密 来到北城国 只有几个人知道 但他们多数人都不知道 我们来爬天云山了 难道是达尔嘎赤 泄露了我们的行踪 冷若里喃喃自语地说 李儿 你还录了一个人 他就是暗夜阁阁主 君莫涵提醒道 对 应该就是他 暗夜阁阁主 虽然达尔嘎赤这个人不靠谱 但他还是很爱他的族人的 他族人身上的狼独都没有解掉 达尔嘎赤 是不会用那么多族人的性命 去泄露我们的行踪的 因为他还有良知 那日在达尔嘎赤的地下室 我们暴露了真容 暗夜阁阁主已经知道 我们就在柯庆草原这一带附近 现在极有可能把我们来了 北城国的消息 告诉了慕容千松 冷若里缓缓说道 君莫涵点点头 很赞成冷若里的分析 君莫涵 如果今晚没有那些 不请自来的人打扰我们的话 我就加紧时间 把狼独的解药给研制出来 让你赶紧把自己身上的狼独给解掉 明日你 派人拿五十几颗狼独的解药 送去给达尔嘎赤 让他把那五十几骑兵身上的狼独给解掉 我们再低调去耗精 冷若里目光伶俐地说 后来 冷若里和几人又说了一回话 他们房间门终于被敲响了 尹尘走过去把房间门打开 门外 是客栈老板带着几名厨子 端着热菜上来了 尹尘马上给他们端菜的让路 然后 这些厨子陆陆续续地把菜端上桌子 厨子们把自己托盘上的菜 放上桌子后 向冷若里他们说了一句 慢用 他们就退了出去 等客栈老板和厨子走了之后 尹尘又把房门关上 此时 楚明轩看着桌上香喷喷的饭菜 就忍不住地流口水 他们这一群人 今天就吃了一顿早餐 就急忙坐上雪椒的背上飞下山 因为雪椒飞得太快了 这一路 他们都在半空中吃冷风 除了口渴喝了两口水之外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法吃 他们的肚子早就饿坏了 正当楚明轩想 直起一双筷子加块肉尝尝味道时 冷若里猛拍了一下他的手背 夹在筷子上那块的肉 马上掉在桌子上 吓了楚明轩一脸猛逼 楚明轩 这些筷子碗都有毒 冷若里提醒道 王妃 我怎么没有觉察出来 楚明轩眉心皱紧着问 难道自己的医术退步了 筷子碗上面的毒都是 无色无味的 没有觉察出问题很正常 冷若里没有嘲笑他 因为他也是系统 发出警报才知道的 无色无味的毒真的很不好发现 说完 他从衣袖兜里 拿出一张以前无聊时 研制出来的测毒试纸 在自己的碗筷上面轻轻地抹 试纸就黑了 众人看见冷若里手中那张 被染成黑色的白纸 脸色都变了 这个给他们下毒的人 也太阴险了 一般人都是把毒下到饭菜里 头一次见把毒下到空碗筷子上的 因此 很多人都会疏忽这些碗筷 如果不是被王妃发现 他们估计要全军覆没 我去找客栈老板算账去 尹臣被气得想杀人 立刻从凳子上站起来 转过身就要下楼去 站住 冷若里马上叫住了他 尹臣立刻停下了开门的动作 这毒不是客栈老板下的 我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冷若里提醒道 那王妃 我们就这样算了吗 尹臣有些郁闷地说 放心吧 他们自己会找上门的 冷若里冷笑一声说 随后 他把特地多点出来的两只烤鸡 避开众人 敲咪咪地丢进空间的角落里 放在那只被烧焦胡毛的血壶面前 原本正处于悲伤的血壶 看见自己面前 多了两只香喷喷的烧鸡后 脸上的悲伤瞬间消失了 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只烤鸡 就啃了起来 冷若里看见此时正忙于吃烤鸡的血壶 顿时感到很无语 接着 他从空间里取出一个手套袋上 亲自把桌子上沾有剧毒的碗筷 收到一旁去 然后 又从空间里 拿出几套干净的碗筷出来 分开大家用 我们开吃吧 桌子上的菜都没有多 冷若里招呼着大家吃饭 吃完饭后 客栈老板又让人上来 把剩下的脏餐具都给收拾好 冷若里 就让几人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 并且让他们注意着夜晚的动静 因为那个暗中之人知道他们没有中毒身亡 夜里肯定还会折腾一趟的 等他安排好一切后 才带着君墨涵进了系统空间里 他今晚需要加紧时间 研制出君墨涵的解药 把他的狼毒给解了 而君墨涵则是拿出一个小锄头 到空间的草坪上 帮他夹脸挖几块地 把从孤州老人牧室里挖出来的药材 全部种到地里去 两个小时后 冷若里在实验室中 终于提取出血跟蓝中能解掉狼毒的几种成分 开始和其他药材提取出来的成分 研制成小手指般大小的解毒丸 于是 他又花了大半个钟 才制作出60颗狼毒的解药 后来 等冷若里从实验室出来找君墨涵时 君墨涵已经把他上次从牧室里挖出来的草药 全部种到他的空间药园里去了 哇塞 君墨涵 你现在真的越来越棒了 干起种植的活 越来得心应手了 冷若里对君墨涵笑着夸赞道 谢谢艾飞的夸奖 君墨涵看着他挑了挑眉吗 狼毒的解药已经给你制作出来了 你要不现在 就把解药服下 把自己身上的狼毒给解了 冷若里说完 把自己手中的一颗解药 放在君墨涵的手上 然后 君墨涵紧盯着冷若里放在他手心的解药 眼眶瞬间红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折腾了他十几年的狼毒 马上就可以被解掉了 他的下半辈子也不用再继续承受折磨了 好的 谢谢你里儿 我马上服下他 君墨涵感到地说 话落 他把解毒丸 直接放进嘴巴吃了下去 冷若里的另一只手 给他递过去一杯温开水 片刻后 君墨涵体内马上出现了一股热流 他不停地 往他的全身经脉 到处乱窜 难受极了 君墨涵脸上也露出了痛苦之色 君墨涵 这是解毒的一个过程 你必须支撑下 只要熬过了这一炷香时间 你身上的狠毒 就可以彻底解掉了 冷若里在一旁提醒道 李儿 你别担心 这点痛苦 对我狼毒发作时的那种痛苦来说 只能算是一碟小菜而已 君墨涵脸上惨白一笑 最后 君墨涵硬扛了大半个小时的疼痛 终于晕倒了过去 冷若里知道 君墨涵一时半会醒不过来 于是 他把君墨涵转移到床上睡 自己就出了空间 此时 客栈里早已暗潮涌动 一群蒙面黑衣人 正悄悄地把整个客栈都给包围住了 冷若里刚回到房间 就已经觉察到客栈里的动静 自从他得到了孤舟老人一百多年的内力 他的耳目就变得十分敏锐 随时都能听到几公里以内的动静 就比如 他现在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些埋伏在客栈中杀手的脚步声 就是他没有使用过内力和武功 不知道自己发挥得怎么样 趁着此次机会 他今晚一定要好好地发挥一下 当他听到那些杀手的脚步声 已经上到三楼时 冷若里迅速来到床边躺下合一而睡 刹那间 那些杀手已经来到他们几个人的房间外面 几人直接把他们三个锁住的房间门 使劲地踹开 举起大刀 就往冷若里的床上冲过去 使了很近地对着他床上凸起的那团乱砍 两人砍了半天才发现 床上并没有人 老一 床上没人 这个房间里的那对男女 去哪里了 其中一名蒙面黑衣杀手 拧紧着眉头问 真是活见鬼了 房间就这么大 我也没看见到他们出去 两个这么大的人 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 那个被人喊为老一的男子 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他的话刚落 从房间门口处 就传来一道悦耳洞听的女声 嗨 你们是在找我吗 我在这里呢 几名蒙面黑衣杀手 迅速转过身子 提刀朝冷若里砍去 冷若里双脚往前滑去 双腿半弯 细腰往后一仰 顺利避开了这些杀手的大刀 还伸出双手 朝几个杀手的后背 轻轻地拍了一掌 那两个杀手 立刻吐血倒地身亡 卧槽 他的内力居然这要牛逼 刚才他拍了一下那两个杀手 根本就没有用上力道 那两个杀手 居然吐血死了 随即 君莫涵曾经跟他简单说过 怎么运用内力的方法 先放空自己心中的杂念 把自己身上各个部位的内力 汇聚到手掌心 以他身旁不远处的凳子为目标 他抬手就把凳子 吸到自己的手掌心上 哇塞 他的内力也太酷了 那几个活着的杀手 看见自己惹了一个内力 这么强悍的女人 顿时心中有些胆怯 但他们转念一想 自己好歹是个杀手啊 还人多势众 居然连一个打都没打过的弱女子 就退缩了 于是 几人举起手中的大刀 齐刷刷地对准冷若里 慢慢地向他走去 冷若里看着他们冷笑一声 抬手一挥 那几个杀手 就被冷若里挥出去的掌风 从房间的窗户上拍飞出去 然后 那几个杀手 就被重重地砸在地上 飞死即伤 随后 冷若里也试着运起轻功 从他房间的窗户飞出去 身子稳稳地落在地上 抬脚就把那几个活着的杀手的喉咙给踩断 当他把地上的几个杀手 慢慢地解决掉后 隐晨和楚明轩他们 才把客栈里面的杀手给解决完 来到冷若里身旁 王妃 属下怎么没看见王爷 隐晨关心地问 你家王爷正在解毒 今晚这场打斗得靠我们自己了 冷若里面色严肃地说 他刚说完 就看见半空中飞来一顶大红色的轿子 但奇怪的是 轿子并没有人抬杠 就在半空中飞来飞去 最后 这顶大红花轿子 居然稳稳地停在了冷若里 他们面前的上空 突然 从轿子里传来一道 像砂纸磨过桌面一样 沙哑的女生 你们几个该死砸碎 居然杀我那么多手下 话落 冷若里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又从轿子里 传出一道尖锐刺耳的男生 明明是你的人武技不如人家 还怪别人把你的手下给杀了 真是可笑 你给我闭嘴 女的怒斥道 哟 生气了 男的爷于道 随即 两人不分场合地 当场斗起嘴 这时 站在冷若里身旁的尹尘突然对冷若里说 王妃 这是叫魔那个怪物 也是暗夜阁里武力值排名第二的杀手 据说他 他 跟暗夜阁里武力值排名第一的杀手霍英 比暗夜阁阁主的武功还要厉害 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暗夜阁阁主用独手断阴险 他是不会当上暗夜阁阁主之位的 王妃 你趁着他们还在斗嘴赶紧逃跑 凭我们几个人是打不过他的 除非是处于巅峰时期的王爷 才能战胜他 不然 我们碰上他都得死 尹尘的话刚说完 碰 的医生叫门自动开了 从里面飞出一个穿着红白相间衣服 两个脑袋共用一具身体 却又是两个性别的人 一个是男人的脑袋 留着黑白各一半的长发 另一个是女子的脑袋 梳着一个漂亮的女士发际 两张脸的容貌虽然都长得不差 可他偏偏又长着一双手 四条腿 难怪尹尘说 叫魔是一个怪物呢 他这副模样 在这些古人的眼中肯定觉得很怪异 甚至有可能被人当作妖怪 但冷若里是一个来自现代的医生 他看一眼就知道 叫魔是连体双胞胎 连体双胞胎是发生在同卵双生基础上 受精卵早期分裂不完全造成的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畸形 并不是尹尘所说的怪物 哈哈 年轻人不错吗 我叫魔已经闭关七八年了 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 不过呢 你们今日谁都跑不掉了 男的那个脑袋笑着说 他说完后 女的那个脑袋又大喝一声 看招 顿时 从半空中迅速飞出数条红白双色的绸缎 犹如会舞动的毒蛇一般 朝冷若里和尹尘他们打去 王妃快跑 没有内力的人 如果被叫魔挥出来的双色绸缎击中 会伤到五脏六腑的 尹尘瞬间想到 没有内力的王妃 解释一下 此前冷王夫妇并未把他们在 孤州老人墓室里的奇遇 跟尹尘他们说 所以尹尘他们并不知道 冷若里已经有内力了 便急忙地扑过来 想护住冷若里 但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反被王妃迅速提起 飞上了半空中 成功地躲开了叫魔打出来的双色绸缎 缓缓地降落在安全的地方 可楚明轩和尹尹尹二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由于这些打出来的绸缎 速度十分快 一眨眼之间 就把他们给团团包围住了 而且还会追着人跑 他们躲不开 就被绸缎打中了 不过 楚明轩他们三个有内力傍身 并未伤到要害 就是被打中的部位会很痛 就在此时 冷若里的系统空间 传出了君墨涵的声音 原来他已经醒过来了 按理说 君墨涵要睡上两个时辰 才会醒过来 没想到他的身体素质这么好 才睡了一个小时就扛过去了 李儿 这个怪物是叫魔 你现在不会使用内力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你马上放我出去 我来对付他 君墨涵宁紧眉心说 好吧 既然你已经醒过来了 这个战场就交给你吧 但我要找个隐蔽的地方 把你弄出来 冷若里叹了一口气说 他冷若里不是一个逞能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 突然得来的内力和功夫 还运用得不熟练 所以 他很爽快地答应君墨涵 把他放出空间 于是 冷若里在几人面前 陡然间做出了一个怪异的举动 不吭一声 静止地往身后的客栈里面跑 瞬间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哈哈 本以为这个小丫头是个能人 没想他却是个贪生怕死的之人 叫魔男生嘲讽道 哟 这个小丫头长得那么好看 你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 只可惜 你与我公用一体 根本没办法与别的女子 享受常人男女之间的快乐 真是可悲 哈哈 叫魔女生也嘲讽男生 啊 我无法享受常人男女之乐 你就可以享受吗 叫魔男生反驳道 你 叫魔女生 顿时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的确很想 可是他这副模样 连个正常人都不是 两人正斗着嘴 这时 从客栈里走出两道身影 一个是刚走进去的冷若里 另一个是君墨涵 叫魔看见 又多了一个俊美男人出来送死 顿时 他变得更加兴奋了 哟 好养眼的一个俊美男子啊 你这时候出来 是送死吗 不过 你要是效忠于我 跟一起回叫魔洞 我可能会饶你一面 叫魔女生打趣道 他头一次见长的这么好看男子 心里多少有些联系 蠢货 这个刚走出来的男子 全身散发一股冰冷的气息 看着就不简单 还不知道提高警惕性 叫魔男生怒斥道 哼 目前这片大路上 能战胜我叫魔的人 已经没有几个了 这小子一看就是毛都没长起 你居然怕他 叫魔女生嘲讽道 叫魔 你已经在这片大路上 消失了这么多年 又出来为祸害人 君莫涵说此话时 那双深邃的眼眸 满是冰寒之意 臭小子 你管得着吗 叫魔男生说着 就朝君莫涵 打出数条白色的绸缎攻击他 里儿 你赶紧躲开 君莫涵看见冷若里叮嘱道 好嘞 冷若里爽快地回道 随即 他转过身去 双脚一顿 运起内力 腾空而起 飞上他们所住的客栈的屋顶上 还顺便掏出一包香香瓜子 和一瓶凉茶 挡起吃瓜群众 君莫涵见冷若里安全后 迅速拔下自己腰上的软剑 聚集一股内力到自己的手上 再注入他的软剑 腾空而起 森寒的剑气 划过西风呼呼地低鸣着 他的身形犹如闪电 动作迅急 朝着叫魔打出来的白色绸缎砍去 结果 叫魔打出来的白色绸缎 顿时被君莫涵从中间全部砍断 气得叫魔男面目猙獰 那模样看起来就像个疯狗 接着 影尘他们四人 马上分开把叫魔包围住 也升上了半空中 对叫魔发出了攻击 叫魔女的剑撞 又迅速向四面打出红色的绸缎 配合叫魔男的迎接打斗 君莫涵找准时间 在半空中旋转一圈 举起锋利的软剑 又朝着叫魔砍去 挥出一片刺眼的剑芒 斩断了叫魔打出来红芒 化解了杀身之威 随后 叫魔迅速收回红白绸缎 两头同声 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没想到你这个臭小子 还真有两下子 叫魔语气不善地说 两个脑袋上的眼睛 都闪过了一抹利色 哼 既然这样 就不要怪我下手无情了 看招吧 叫魔说完 马上转过身子 犹如一道闪电 迅即返回他的大红花轿里 接着 从他的大红花轿 四面快速地飞出一堆 又是红白相间的绸缎 把他的整个轿子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如果他们不是看到 花轿的抬杠还在 还真以为 悬浮在半空中的 是一个巨大的绣球 随即 从这个巨大的透球里 飞出了无数细小的绣花针 朝四面八方射出 隐尘四人急忙躲避开 因为隐尘 他们曾经听说过 叫魔打出来的飞针有剧毒 所以他们没有硬扛 但君莫赛并没有害怕 而是又挥动了长剑 用剑盲阻挡住了 朝他飞来的毒针 一剑 就把自己面前的 这个红白绣球给劈开了 叫魔的大红花叫 瞬间又呈现在众人面前 可就在这时 叫子突然不停地抖动起来 在半空中飞快地到处乱飞窜 当叫子停下来时 叫子又自动打开了 叫魔又从叫子里飞出来 在空中不停地旋转 当叫魔停上来后 叫魔的身上 幻化出了许多个男女的脑袋 我去 这个叫魔果真是个怪物 冷若里 磕着香瓜子的动作停了下来 低咒了一声 突然 他好看的杏眸 划过一道亮光 收起他手中的半包瓜子 从他的系统空间里 取出一把狙击枪 对准叫魔连开了两枪 整个空中瞬间安静了下来 就好像时间突然地静止了一般 片刻后 叫魔幻影消失了 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但他的双手一边拿着一颗子弹 我去 这个叫魔的功夫 真是太变态了 居然能徒手接住子弹 小丫头 你居然跟我来阴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叫魔男女同声森然道 说完 叫魔周边顿时弥漫着一团黑雾 这股黑雾 又幻化成一个黑洞洞的骷髅头骨 张开一张巨大的嘴 就朝冷若里迅猛地照过去 把君莫涵他们 吓得全身直冒冷汗 丽儿 快跑 君莫涵对着冷若里 一边大声地提醒 一边急风飞过去 想挡住叫魔的幻影 可还是慢了一步 叫魔的幻影嘴 已经把冷若里 一口吞了下去 看见这一幕 君莫涵顿时呆住了 因为他太过紧张冷若里 都忘记了冷若里 还有个随身空间 就在此时 叫魔突然惨叫了起来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在半空中不停地翻腾 啊 我的肚子好痛 你这个小贱人 往我的骷髅嘴倒了什么 叫魔痛苦地惨叫道 没有什么 就是丢了一个扎破洞的浓硫酸 和一个定时炸弹而已 冷若里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嬉笑道 什么酸 什么蛋啊 会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烧坏了 叫魔根本就听不明冷若里说什么 哎 说了你也听不明白 但你马上就要死了 冷若里笑着说完 用拇指轻轻地按下了手中的定时器 叫魔肚子里的炸弹瞬间爆炸了 可这一声巨响 把附近的居民都吓破胆子 都不敢走出来看热闹 冷若里解决了叫魔后 又重新回到他们所住的客栈 只见客栈的老板 战战兢兢地躲在收银台的桌底下 不敢出来 见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 此刻 原本守在客栈门口的那群官差 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老板 你出来吧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冷若里对躲在桌子底下的客栈老板 淡淡地说 姑娘 刚才那个坐轿子的双头怪物 他被打死了吗 客栈老板嘴巴颤抖地问 老板 那个叫魔他不是怪物 他是一对在娘胎里 没有发育好的双胞胎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他们也是个人 冷若里无奈地解释道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脑袋 即便冷若里这么说 客栈老板还是很害怕 那是一种幻影大法 君莫赛好心地帮冷若里回了一句 可是客栈老板 不管冷若里好说歹说他 还是不愿出来 主要是因为 刚才那声巨响 把他吓得够呛的 但他并没有胆量 把叫魔与冷若里 他们打斗的那一幕看完 就吓得差点晕过去 后来 冷若里就没有再继续搭理他 与君莫涵 直接上了三楼睡觉 但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走进进客栈后 有十几个蒙黑衣人 迅速地跑进了巷子里 钻进了有孩子的农户家里偷孩子 过了两久 客栈老板听到外面 终于没有动静后 才钻出一个脑袋 往门口外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 便看见了对面街道的屋顶上 有三个蒙面黑衣人的肩膀上 都扛着一个熟睡的孩子 看见这一幕后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回过神来 马上从收银台的桌子下面爬出来 把腿飞快地跑上三楼 来到冷若里和君莫涵的房门外 此时 君莫涵正好询问冷若里一件事情 李儿 你刚才是怎么把那个什么硫酸和定时炸弹 放在酵膜的肚子里的 因为酵膜扑向我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个酵膜被靠背的地方 居然是一张通向肚子里的大嘴巴 所以我灵机一动 就从空间里 取出了一罐浓硫酸和一个定炸弹 丢进那张大嘴巴里 哈哈 冷若里把他发现了酵膜的秘密说了出来 这时 冷若里和君莫涵的房间门突然被敲响了 姑 姑娘 公 公子 不得了 要出大事情了 客栈老板气喘吁吁地说 文言 冷若里和君莫涵微微皱眉 然后 冷若里站起身走过去开门 连隐晨他们 听见客栈老板的敲门声也走了出来 老板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把你急成这样 冷若里满脸疑惑地问 姑娘 我在楼下看见了那些偷孩子的蒙面 黑衣人了 客栈深呼吸了一口气说 在哪里看见的 又往哪个方向去了 冷若里秀眉又拧紧着问 他们刚把酵膜给解决掉 现在又来了一群偷孩子的 看来他们今晚别想睡个安稳觉了 姑娘 我在客栈门口看见的 他们现在应该是往小镇的南边去了 客栈老板面色着急地说 那些小孩子 可都是他们北关小镇的未来啊 如果整个镇上的小孩子 都被别人偷走了 那些丢失了孩子的父母 肯定会疯掉的 他曾经也是个当过父亲的人 自然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 所以 当他看见那些小孩子 被几个蒙面黑衣人偷走时 就急忙找到 也许有能力帮镇上的居民 找回孩子的冷若里他们几人 好的 老板 这次既然让我们碰上了 我们几个 就帮这个北关镇的居民 把这些孩子追回来吧 冷若里速声道 然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 带着尹臣 四人往小镇子的南边追去 几人一直追出了小镇 一路上并没有看见客栈老板说的 那些偷孩子的蒙面黑衣人 君莫涵 你能闻得到 这一路上 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冷若里闪了闪眸光 突然开口问 没有 自从我的狼毒被解了之后 我的鼻子 已经恢复了寻常人的嗅觉 君莫涵淡淡地回道 唉 冷若里顿时有些头疼的 这样找人的速度太慢了 就在此时 冷若里的系统空间里 突然传来了小雪狐的声音 主人 你放我出去 我帮你追踪那些坏人 我的嗅觉可比那些狼还要灵命哦 小雪狐一脸得意地说 真的吗 小雪狐 你能帮我找到那么些孩子的下落吗 冷若里有些意外问 你让我试试吧 我在天云山上 就是靠着自己灵命嗅觉 一路上紧跟在你们身后的 小雪狐说 好 那我马上放你出来 冷若里直爽地答应小雪狐 随即 他走到一堆杂乱的草丛边 把小雪狐从空间里移出来 小雪狐出来后 兴奋极了 在冷若里面前 开心地多了几圈 好了小雪狐 我让你出来 是帮我寻找孩子的 可不是让你玩的哦 冷若里提醒道 是的 主人 我现在就帮你找人 小雪狐乖巧地回答 随后 他低着头在路上东秀 秀西秀秀 冷若里带着君莫寒 他们几个 紧随小雪狐的身后 片刻后 小雪狐带着冷若里他们 来到小镇外南边的白杨树林里 主人 如果本姑没有闻错的话 那些小孩子就在前面 你们要小心点进去 千万别惊动了他们 小雪狐老气横丘地叮嘱道 冷若里无语地回答 我知道 因为他早已听见了 不远处传来孩子的哭啼声 话落 冷若里轻轻一挥衣袖 就把小雪狐 收进他的系统空间里 君莫寒 那些被偷走的孩子 应该就在前面了 冷若里说 君莫寒点点头 是的 我也听见那些 小孩子的哭声了 接下来 几人小心翼翼地 来到藏了小孩子的房子外面 这时 冷若里突然飞上旁边的 那棵白杨树的树梢上 往庄园里瞭望了几眼 君莫寒看到他的举动 也紧随在他的身后 飞上白杨树上 他发现 这是一座比较大 也很隐秘的庄园 而且庄园里守卫极为森严 每相隔两三米 就有一名示威站岗 他猜测每个出口 都会有重兵把守 为了加紧救人的速度 冷若里心中顿时 产生了一个想法 君莫寒 这个庄园比较大 我们还是分成三组 从三个方向 前进这个庄园吧 冷若里提议道 这个方案不错 君莫寒赞同道 然后 两人又从树上飞下来 冷若里把人员安排好 就敲咪咪的前进庄园里 冷若里和君莫寒 是从比较隐秘的角落里 前进去的 两人手上都拿着一把 装上消音器的手枪 两人几下子 就把角落里的几个卫手给杀了 一路杀进主院子 此时 他们听到小孩子的哭啼声 越来越大 正当他们靠近 关着小孩子的房间时 有三个骂骂咧咧的大男人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冷若里和君莫寒 赶紧躲进过道的竹林里 头儿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把这些小孩子送到浩金啊 这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吵得我都睡不好觉 三人当中有一名小弟 皱着眉头抱怨道 冷若里和君莫寒 借着昏暗的灯笼光 这些孩子的人是官府所为 我们要等到那几个天舞国的人 离开了北关小镇 我们才能把这些小孩运送出去 领头的男人扶了一下汗头说 为什么 我把孩子运出去 跟那几个天舞国的人有什么关系 那名小弟满脸疑惑地诱问 因为大皇子 让我们把北关镇丢失孩子的事情 栽赃到那几个天舞国人的身上 领头的男人淡定地说 难道那几个天舞国人的身份 大有来头 那名小弟猜测道 这个你就不必知道 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们 那几人的武功都不简单 今晚他们没花多长时间 就把暗夜阁排名第二的杀手叫魔 轻而易举地给杀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 我们把北关小镇小孩子丢失的事情 栽赃到他们身上 从而引发北城国跟天舞国的战争 他们肯定会找上门来 我们不仅打不过他们 还会给我造成大麻烦 所以我们要等那些人离开北关小镇 我们才能运走这些孩子 到时候就在北关小镇到处传播说 天舞国派人来到北关小镇到处偷孩子 大皇子就有借口对天舞国发动战争 领头男子语气阴险地说 我去 原来陷害他们人是北城国的大皇子啊 不过 北城国的大皇子 他是怎么知道我们来了北关小镇的 难道是暗夜阁阁主告知他的 还有 他偷走那么多自己国家的孩子 肯定不只是为了栽赃他们 从而引发两国战争 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所以 今晚他和君莫涵他们 绝对不能让北城国大皇子的目的得逞的 就在此时 庄园的另一边突然传来了两声 抓刺客 抓刺客 很快 庄园里人朝涌动纷纷声音的源头走去 请客之间 整个庄园热闹了起来 冷若里和君莫涵知道 应该是尹晨 他们不小心被人发现了 你也去那边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领头男子对刚才一直抱怨的 那名小弟命令道 是 那名小弟刚回完话 他的领头 就被隐藏在暗处的冷若里 一枪打中 汗头倒地身亡了 把他和自己身边的同伴 吓得当场呆愣住了 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但是还没等到他和同伴反应过来 他俩也被冷若里和君莫涵 一人一枪打死了 随后 冷王夫妇马上从竹林里走出来 来到关押孩子房间外 冷若里从空间里拿出了工具 把房间门快速给撬开 当他把房间门撬开后 打开门 立即就看到了一群 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 男孩女孩都有 冷若里认真的数了数 一共有15对同男同女 最大的孩子都不超过10岁 最小的孩子 看起来才2岁 这些孩子看见有人进来 马上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 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更是害怕地直接大哭起来 以为冷若里和君莫涵 又是责怪他们太丑 又来打他们了 我们不哭了 求你们不要再打我们好吗 我身上的伤口还很痛呢 有一名胖乎乎 很可爱的大眼睛小姑娘 抽气着说 冷若里认真的看了一眼 这个小姑娘 她的小脸脏兮兮的 还有两处已经结了血痂的伤围 身上的棉袄子 已经被人抽烂了 袄子里面的棉花 有的都露了出来 她的小手肿的红通通的 也有几道伤口 小姑娘 我和这位大哥哥 不是来打你们的 而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所有的小伙伴 都被在关这里了吗 冷若里语气温柔地问 话落 这些孩子都没有搭理冷若里 还是一脸防备的表情 看着冷若里和君莫涵 小朋友 我和大哥哥 真的是来救你的 大姐姐对天发誓 如果我们骗你们 就遭到天打五雷轰 这回你们该相信 大姐姐的话了吧 冷若里试图说服这些孩子 跟他们走 这时 被一群大海挤在中间里的 一个小男孩 突然看着冷若里 大声地喊道 仙女姐姐 仙女姐姐 快救救我 冷若里听到这两声 仙女姐姐顿感熟悉 定定一看那个男孩眼 这 这个小男孩 不就是他们今晚在街上 遇到的那个 百滩老爷爷家的孙子吗 没想到他 也被掳到这里来了 卧槽 那些人也太疯狂了吧 冷若里低声咒骂道 小弟弟 你怎么也被人掳进这里来了 你爷爷呢 冷若里满脸疑惑地问 仙女姐姐 都怪我没有听爷爷的话 让那些坏人发现了我 然后 然后 我爷爷被那些坏人打流血 倒在地上睡着了 小男孩支支吾吾 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大堆 虽然说的不是很明白 但冷若里也听出了大概意思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他爷爷应该是被那些人贩子给杀了 哎 这些人贩子 真是太歹毒了 小弟弟 小妹妹 如果你们想回家 找爹娘的话 就听大姐姐的话 把眼睛闭上 等大姐姐让你们睁开眼时 就能见到自己的爹娘了 冷若里轻哄道 真的吗 大姐姐 我真的好想我爹娘啊 刚才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 顿时大哭了起来 真的哟 小妹妹 不信你们都可以试试 这次冷若里刚把话说完 孩子们都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冷若里马上朝孩子 撒了一把粉末 孩子们吸入粉末后 当场晕倒了 冷若里迅速把孩子们 都收进他的系统空间里 如果不是这样 他和君莫涵几人 三更半夜 真不好把这群小孩子带回去 哎 大姐姐只能这样 才能把你们平安带回去了 冷若里低难道 丽儿 我们赶紧出去看看 隐晨他们几个吧 君莫涵提醒道 可就在两人刚走出房门口 迎面就冲来了 一群侍卫 把他们两人给团团包围住 为首的黑衣男子 看了一眼地上三人惨死的模样 又走到房门口外 往房间内看了一眼 空荡荡的 哪里还有那些孩子身影 差点没把他气死 好不容易得到的 15对同男同女 现在让他们白忙活了几日 那30个孩子呢 你们把他们带到哪去 为首黑衣男子 大声怒吼道 不知道 可就算我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人 冷若里说话的语气 冷如冰块 对这些人 没必要客气 找死 大家都给我上 把这两人给我活捉住 为首男子大喝一声 下令道 马上带头举起大刀 就朝冷王夫妇砍去 君莫涵 这群人就交给我练练手吧 你在一旁观战 冷若里眼眸一转 冷光闪动 决然道 好 君莫涵嘴角微微上扬回答 他看着冷若里 那副蠢蕴试的模样 那双背冷若里 用药物改变的漆黑眼眸里 泛起了点点笑意 随即 冷若里赶在黑衣人的大刀 砍到他们的身体之前 迅速汇集一道掌风朝面前的一群黑衣人打出去 这些黑衣人 瞬间就被他震飞出二三米远 地上顿时哀声一片 然后 冷若里又往自己的手上聚集了一股内力 一个手劈刀对准躺在地面上黑衣人的脖子砍去 用三下子 就把二十多个黑衣人给迅速解决了 接着 冷若里和君莫涵 找到了庄园的左侧门 远远就看见了 被侍卫围剿的影一和影二 两人立刻冲上去 援助影一和影二脱困 有了君莫涵和冷若里的加入 几分钟就把这些侍卫给解除了 王爷 王妃 那些小孩子都就出来了吗 影一关心地问 都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去看看影城和楚明轩那边 看看他们脱困了没有 冷若里说 而后 冷若里四人在整个庄园里找了一圈 都没有看见影城和楚明轩两人 甚至连庄园里原先黑压压的一群侍卫 都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刚才他们几个也没杀多少侍卫啊 怎么人都不见了呢 随后 冷若里几人走出了庄园 在庄园外面多了一圈 还是没有看见影城和楚明轩两人 冷若里和君莫涵几人 顿时有些着急了 奇怪 影城和楚明轩两人的武功并不弱呀 怎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难道他们两个中了别人的埋伏 冷若里思来想去 又把他的小雪狐放了出去来 刚开始 小雪狐还不太愿意帮冷若里再继续找人 以走累了为由推脱此事 小雪狐 主人再拜托你一件事情 去帮我找到影城和楚明轩的下落 如果你若是再帮我找到他们两人的话 我回去再整两只烤鸡给你吃 冷若里又活到 小雪狐一听又有烤鸡吃 那双绿油油的小眼睛 立刻滴溜溜地转了起来 一听到有肉吃 本狐的嘴巴又馋了怎么办 好吧 主人 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小雪狐信誓旦旦地说 他从冷若里他们和影城 楚明轩分开的地方 一路闻着影城的气味寻找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影城和楚明轩 进入庄园的一株树下 主人 那两个大傻子 就是从这棵树上飞进庄园的 小雪狐认真的说 冷若里听了小雪狐的话 抱上小雪狐立刻飞上围墙边的 那棵白杨树上 君莫含他们也紧随冷若里飞了上去 然后 从白杨树上跳下庄园 冷若里刚跳下来 就看见地面的草丛里 有一张巨大的网 他心想 该不会那两个倒霉的家伙 该真中了埋伏吧 这时 小雪狐突然从冷若里的怀中跳出来 在大网上闻了味道 主人 影城和楚明轩他两人 掉入这张网后 又被人迷晕了 小雪狐无奈地说 什么 他俩真中埋伏了 那你还能找到他们 被拖去哪里吗 冷若里有些不相信的反问 嗯 他们两人留下的气味很大 我一定能帮主人找到他们 小雪狐一脸得意地说 随后 冷若里四人 又跟着小雪狐都转转地出了庄园 来到庄园身后的河边 冷若里和君莫涵很快就发现了河边上的马车轮子的印痕 冷若里和君莫涵很快就猜到 影城和楚明轩两人被人迷晕后 又被人给运走了 于是 冷若里把小雪狐又收进空间 果断放出了养在空间里的四匹马 然后 四人骑着马 跟着马车轮子的印痕一路追了上去 而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正在寻找的两人 此时 他们正绑在马车上 过了不久 影城和君莫涵两人 慢悠悠地睁开双眼 因为刚才他们吸入了大量迷药 现在醒来后 影城和楚明轩两人的脑袋还很痛 全身酸软 影城 这是哪里啊 楚明轩迷糊糊地问 我们应该是在马车上 影城皱了皱没回到 哎 都怪我大意中了那个人的圈套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 他怎么对我们的行踪就这么清楚呢 楚明轩满脸疑惑地问 既然你想不明白就别想了 我们现在还是赶紧想个办法逃出去吧 王爷和王妃现在肯定在找我们了 影城叹息道 我们两个中了三日软骨伞 就算我们挣脱了身上的绳子逃出去 也逃不了多远 楚明轩十分头大的说 你身上不是有三日软骨伞的解药吗 影城皱没问 我身上的药物已经不见了 应该就被我尸 鬼谷谷竹给翻出来了 楚明轩回答 影城顿时哑言了 和楚明轩两人大眼瞪小眼 瞪了足足几分钟 直到马车停了下来 有位头发花白 精神绝朔 看起来倒鼓先锋的老人 撩开马车的车帘子 看向马车里的两人 轩儿 我们师徒已经大半年没见了吧 没想到会是在这种场合见面 鬼谷谷主一脸慈祥地说 麻烦鬼谷谷主牢记 我们早就断绝了师徒关系 以后不要再称说我楚明轩的师父 我不惜与贼人为伍 楚明轩说话语气轻了 呵呵 轩儿 你还在恨师父吗 鬼谷谷主善笑道 我们无话可说 你离我们远点 楚明轩怒斥他 轩儿不必生气 我只是问你一件事情而已 鬼谷谷主满脸堆笑说 哼 闻言 楚明轩冷哼一声 没有搭理他 鬼谷谷主也不介意他的态度 直接开口问 轩儿 你们这次去爬天云山 是做什么去了 楚明轩和尹臣 听了鬼谷谷主的话 两人犹如被人重重地 砸了一锤子一般 瞬间呆愣住了 这个老头 他是怎么知道 他们去爬了天云山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去爬了天云山的 楚明轩眉心紧紧地隆起问 我不是曾经跟你说过吗 你做什么事情都隐瞒不了我的 鬼谷谷主一脸得意地说 他的话让楚明轩越来越怀疑 他是不是在自己身上 做什么手脚 你是不是对我身上 做了什么手脚 楚明轩眸光忧深地 看向鬼谷谷主问 轩儿 你这个生性多疑的毛病得改改了 咱俩师徒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 师父怎么在你身上动手脚了 鬼谷谷主面带笑意说 如果是以前楚明轩不会怀疑他 但自从发现了他的真面目后 才知道这个老头是多么的假情假意 哼 我对你需要多加防备 楚明轩冷笑一声 轩儿 你就告诉卫师吧 你和冷王夫妇去天云山做了什么 鬼谷谷主还不死心 又问 你不是神通广大吗 自己不会猜啊 楚明轩嘲讽他 你们是不是去给冷王寻找解狼毒的药材了 找到了没有 是什么药材能告诉卫师吗 鬼谷谷主着急地问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话已经让楚明轩和尹臣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个老东西 怎么会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清楚呢 可就在这个时候 四道人影从天而降 当场与那些黑衣侍卫激战起来 而这四个人 就是一直紧追在绑架楚明轩和尹臣车队身后的冷若李 和君莫涵四人 鬼谷谷主与楚明轩的对话 立即被打断 鬼谷谷主转过深谋光阴 至看向冷若李和君莫涵他们四个人 没想到冷王和冷王妃追上来的速度 还挺快的 正在激战中的冷王夫妇和那些黑衣侍卫 当场停下了打斗的动作 鬼谷谷主 本王也没想到 此次劫车楚明轩和尹臣的人是你 君莫涵眸光灵力优深 眼里蹦射出一股强烈的杀机 鬼谷谷主直接忽略了君莫涵眼中的杀机 紧盯着他漆黑的眼球看 脸上满是震惊 没想到冷王妃的医术厉害到如此地步 居然能把冷王天生的子眸改变成黑眸 这医术真是高啊 这是鬼谷谷主的由衷之言 想必你们夫妇这次去了天云山 就是为了寻找解掉狼毒的药材吧 鬼谷谷主促暇一笑 冷若离和君莫涵 听了鬼谷谷主的话 微愣了几秒 但很快就回过神 心中彻底明了 他们这一路上 行踪总是会暴露的原因 原来是这个老鬼在作祟啊 可他是如何对他们的行踪 掌握得如此清楚的 冷王夫妇心中满是疑惑 本王和王妃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事情 需要向你汇报吗 君莫涵语气清朗 没别的意思 只是问问 毕竟冷王殿下 你之前身上的狼毒 可是我帮你控制住的 鬼谷谷主笑笑 他现在有些怀疑 君莫涵身上的狼毒 已经被冷王妃解掉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太令他震惊了 他研究了一辈子 都没有研究出 能解掉狼毒的药 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 黄毛丫头给解掉了 你还好意思提起这事 如果不是你往君莫涵的药 中逐渐加料 他的病也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冷若里愤怒道 呵呵 你的医术果然高明 居然连我做的药丸子 都查出了问题 不错 但 你们夫妻今日必须死 来人 给我上 杀了他们 鬼谷谷主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慈祥 有的只是面目争鸣 这时 从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的身后 突然冒出了一帮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 很像当初冷若里 在京都街道上杀过的金刚死士 这些金刚死士 可是很耐打的 刀枪不入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他们的脖子 但现在他们的脖子和整个头 都用铁面具罩住了 要想突破有些难 正思索着 包围住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的死士 已经挥起大刀 朝他们杀来了 君莫涵动作迅速地拔出他腰间的软件 注入内力 就赢了上去 冷若里也从地上捡起 刚才与黑衣侍卫打斗时 他们掉在地上的大刀 与影一和影二赢了上去 他轮动右臂 手里的大刀 挥向那些死士猛然劈去 出手又快又狠 刀锋凌厉 呼呼作响 那死士瞬间倒地一片 但他们很快又站起来 又朝冷若里杀过来 而君莫涵淡定自若 末发飞舞 谋若冷电 剑气袭人 天地间充满了凄凉的肃杀之意 历见一挥 君莫涵的剑锋 就砍向这些金刚死士的脑袋 那些金刚死士头上的铁面罩 马上被劈开了一条裂缝 随即 铁面罩慢慢地裂开掉落在地上 然后 那些死士也倒地身亡 里儿 你往大刀里 诸如内力 再砍杀这些死士 效果很好用 正忙于打杀死士的君莫涵 对冷若里提醒道 好的 冷若里闻言 点点头 立刻从他体内 汇聚一股内力 诸如他手上的大刀里 运起轻弓飞上一旁的白杨树上 借力一挥 刺眼的光芒从半空中披露而下 刀锋禁止砍向金刚死士的铁面罩上 那些碰到冷若里刀锋的金刚死士 铁面罩一掉落 他们也倒地身亡 一直站在不远处观战的鬼谷谷主 看到自己面前的这一幕 就知道他又失败了 于是 他带着二十多名侍卫骑上马 就匆忙逃离此地 鬼谷谷主带领那些侍卫走了没多久 那些金刚死士 就被冷若里和君莫涵四人给杀完了 因为冷若里他们 还要把空间里的还带回去 就放弃了追杀鬼谷谷主 随后 尹一和尹二 马上爬上马车 给尹城和楚明轩结绑 王妃 尹统领和楚神一 都中了三日软骨散 尹一和尹二 把尹城和楚明轩扶下马车说 冷若里听后 他直接从衣袖兜里 拿出两颗解药 放在尹城和楚明轩手中 让他们把毒给解了 过了片刻 冷若里他等尹城和楚明轩 恢复了力气 才返回客栈 回到客栈后 冷若里在二楼找了一个大房间 把孩子们都放出了空间 才让尹一把客栈老板喊上来 吩咐他天色一亮 就让小镇上丢失了孩子的父母 喊过来领孩子 冷若里他们 才返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哎 这几天真的累惨了 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 他们还能睡上一觉 两个时辰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起来 第一件事 就是到二楼的大房间 看一下那些孩子 可当他们走到楼梯口时 发现了一楼的厅堂里 已经站满了大人和孩子 这些孩子的父母 见到冷若里他们出来 大家跪了下来 向冷若里他们磕头叩蟹 姑娘和几位公子 我们谢谢你们 把我们的孩子给救回来 哎 大家不必这样 你们先起来说话 冷若里很不习惯这样子 看见客栈的厅堂里 跪了一屋子的人 急忙下楼了 叫大家站起来 姑娘 你们受得起 大家的三个想头的 如果不是你们救回这些孩子 我们北关小镇 不知道会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会有多少父母会伤心欲绝啊 我们镇上因为生存条件差 野兽又经常出没 人口越来越少了 每年新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这一下子就丢失了三十个孩子 我们北关小镇以后 人口都要灭绝了 客栈老板满脸悲伤地说 就这样 冷若里他们受完了大家三个想头 那些人才带着孩子离开 但有个小男孩 却没有大人过来领他回去 只能呆呆地看着别的小孩子 被亲人领走 这个小男孩 就是昨晚那个 含冷若里为仙女姐姐的小男孩 姑娘 这个小孩子 他的家人都不在了 就由我来抚养他长大吧 我的妻儿已经去世多年 我现在也是单身一人 正好我俩有个伴 我会照顾好他的 客栈老板眼眶湿润地说 那他就交给你吧 我们今日就要离开这里了 祝你们往后幸福 冷若里笑着说 随后 冷若里又摸了摸小男孩的头 小朋友 你以后跟着这位伯伯要乖乖的哦 我们要离开了 这个 是姐姐送给你的礼物 冷若里说完 从他的衣袖兜里 拿出一个小泰迪熊玩具送给他 小男孩看了一眼冷若里 送给他的小布偶 红着眼眶说 谢谢仙女姐姐 那我长大以后 可以带着伯伯去找你们吗 可以啊 若是 你长大后 想来找我可以拿着这个玉佩 到天舞的京都找我 冷若里又从衣袖中 拿出一块上面刻有一个礼字的玉佩 送给小男孩 小男孩使劲地点点头 他看着这个精致剔透 雕刻的又十分好看的玉佩 心里 暗暗下定决心 自己长大后一定要找到 这位仙女姐姐 后来 冷若里他们与客栈老板 以及小男孩告别之后 又快速去了一趟 柯庆草原达日嘎吃的部落 把狼毒的解药 拿给达日嘎吃 让他分给自己部落的骑士解读 然后 冷若里几人 才踏上了去浩金的路上 两天后 北辰国 浩金 三皇子府 刚入夜 这里就聚集了八位 比较正直的朝中大臣 慕容离成刚从他安排在皇宫中的眼线得到消息 他父皇的病情 又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宫中的太医 害怕大皇子的报复 都投靠了大皇子了 不敢给皇上医治 可如果他父皇再得不到有效的医治 不出数日就会病死 他真的很想带大夫进宫去看看 他父皇 但是整个皇宫都已经被慕容禅松给控制住了 连他这个当皇子的 想进宫一趟都不可能 更何况 他还想带着一个外人进宫 三皇子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以现在皇上的病情 估计撑不了几日了 刑部侍郎眉心紧敏 脸色担忧地说 他现在因为自己保持中立 不愿意投靠大皇子 刑部侍郎这个位置 估计都坐不了多久了 他倒是不担心自己没有官座 而是担心自己一家人的生命安危 慕容千松和慕容少兰这两兄妹 从小到大就狠心歹毒 手段凶残 为了那个九五之尊的位置 连自己的母后都能作为他的垫脚石 被他给利用完再折磨死 更和他们这些毫无关系的大臣呢 若是让他成功了 他和他的家人离死期也不远了 是啊 三皇子 你赶紧想个办法 进宫见见皇上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左相也苦愁着一脸说 北辰国朝中原本有左相和右相 可是右相已经投靠了大皇子 现在只剩下他保持中立了 他做左相这么多年 虽说不是绝对的好官 但他也做不出与狼虎为谋 残害北辰国老百姓的事情 如果一旦让慕容千松当上了皇帝 那北辰国将会面临打不完的战争 北辰国的老百姓也会很面临各种苦难 还有 他这个左相也会遭到慕容千松的记痕 随后 屋内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希望三皇子慕容离臣 能进宫看看皇上的情况 想出应对慕容千松兄妹的策略 各位大人 本皇子已经知道你们的担忧了 我会尽快想办法 偷偷溜进宫去看一下我父皇的情况 请给我一两天时间 我会向各位大人给出答复 到底要不要让城外的军队包围皇宫 慕容离臣语气果决地说 如果慕容千松兄妹真敢是父 慕容离臣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后面 慕容离臣又与八名大臣商议了许多事情 直至深夜 慕容离臣才吩咐侍卫 把这八名大臣送回他们府上 等那些大臣们都离开后 慕容离臣一个人呆呆坐在书房里 思索着事情 这时 突然从窗外飞来一颗小石子 只打劫在他头顶上的玉冠 他蹭得一下站起来 冷眼撇向窗外 谁在外面 给我出来 嘿嘿 三皇子 那么兄干嘛吗 冷若离从窗外探出半个脑袋 笑着说 师嫂 师兄你们来了 慕容离臣看见冷若离和君莫涵 他们原本紧皱的眉心 瞬间平整了 内心激动 有了他师兄师嫂的 相助他相信所有的问题 都会得到很快的解决 刚才见你额头皱的 都能夹得住一只筷子了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冷若离打句道 师兄 师嫂 我求求你们帮我救救父皇吧 慕容离臣卑微地哀求道 他现在十分头痛 自己父皇病重 他这个当儿子的 都不能进宫去看望他一眼 三皇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冷若离看见那副表情 柳眉微微一皱 北城国的皇宫 被慕容千松完全控制住了 连我父皇近日病重 慕容千松都不让别的皇子 进宫探病 还拉拢了朝中大臣 打压别的皇子 和那些保持中立的大臣 我现在正为我父皇的病情发愁呢 慕容离臣 哀声叹气道 别怕 我和你师兄来浩金 就是为了帮你一把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冷若离好看的姓谋 往君墨涵身上打了个转 轻轻一笑 是啊 我慕容离臣能拥有 文武双全的师兄师嫂们相助 什么都不用害怕了 慕容离臣也笑了笑说 那你现在 是不是该请我们到屋里坐坐了 冷若离提醒他 哦 哦 师兄师嫂 真对不起 文言 慕容离臣大笑道 随即 他马上打开书房门 把冷若离和君墨涵几人 请进书房 师兄师嫂 你们都吃过晚饭吗 慕容离臣关心地问 没有呢 就为了饿扁肚子 来你的三皇子府 能够海吃一顿 冷若离开玩笑说 可不是吗 我们为了早点来到浩金找你 这一路上 就靠吃些干粮喝水冲鸡 现在半夜了 我们还鸡肠鹿路 楚明轩可怜巴巴地附和道 众人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冷若离虐待他呢 每次他从空间里 拿出来的烤鸡烤肉 他楚明轩吃的都是最多的 好的 我现在就吩咐人帮你们弄吃的 慕容离臣点头笑道 一炷香过后 慕容离臣把冷若离和君墨涵他们 都请到了那厅堂吃饭 几人一边吃 一边商量对策 最终决定 由冷王夫妇和慕容离臣三人 今晚先进宫 看看皇上的病情 再做别的打算 吃完宵夜 慕容离臣带着冷王夫妇 就离开了三皇子府 往皇宫奔去 三人找了一个守卫比较松散的冷宫 敲咪咪地溜了进去 随后 三人小心谨慎地躲开了御林军的巡逻 来到了皇帝的寝宫外 冷若离正打算把守在皇帝寝宫门围的 四名御林军给迷晕 走廊的另一边就传来了几道脚步声 随着那些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冷若离他们三个 赶紧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大皇子 以皇上现在的病情 用不两天就会驾崩了 到时候 那个九五之尊的位置 就是你的了 慕容离松身旁的一名大臣奉承道 哈哈 等本皇子登上皇位 绝对忘不了你们这些人的好处 慕容离松听了这名大臣的话 很是开心 抬手露了一把自己的满头辫子 两人一边说 一边跨入皇上的寝宫 此时 躺在龙床上的北城皇 面色惨白 骨瘦如柴 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 父皇 还是尔臣好吧 唉 你都病成这样子了 我的那些兄弟姐妹 都不进宫来看看你 慕容离松假装抱怨 北城皇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便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看见自己身旁的是慕容甘松后 又马上闭上了双眼 不想搭理他 父皇 你连尔臣都不想看吗 慕容离松邪恶地笑了笑 话落 北城还是不理他 父皇 你是不是很难受啊 你要是把传国玉玺拿出来给尔臣 而臣马上让太医给你看病好不好 慕容离松诱惑到 这次北城皇嘴巴里艰难地吐了几个字 慕容离松没有听清楚 马上把耳边凑到他的嘴巴 听却听见了北城皇让他滚出去 气得慕容离松马上站起 伸手揪住北城皇的衣领 把提了起来 死老鬼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皇子的忍耐性可是有限的 说完 慕容离松就朝北城皇的脸上 黄扇了两巴掌 才猛然把北城皇放下 他也不管皇上的寝宫里 还有几名大臣和满室的宫女太监在场 就对老皇帝施暴 众人看到慕容离松打老皇帝这一幕 吓得当场浑身打颤 马上低下头颅看斜肩 他们都不敢上前阻止 自从这两日皇上病危之后 慕容离松每日每夜都守在皇宫里 特别担心被别的皇子钻了空隙 偷溜进皇宫见到皇帝 得到了传国玉玺 这回 慕容离松又在皇上的寝宫里 让人仔细地搜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人偷溜进宫里看皇上 他才带着人离开 今晚慕容离松又物色中了一位美人 那个美人就老皇帝刚娶进宫里 才一年多的萧妃 那个女人可真美啊 他远远地看她一眼 就让她心痒难耐了 今晚她一定要睡了萧妃 隐藏在角落里的冷王夫妇和慕容离成 看见慕容离松带着一群人 离开皇上的寝宫后 才走出来了 悄咪咪地来到皇上寝宫门口 冷若里随手一把药粉撒出去 就把寝宫门口的四名守卫给迷晕了 但他们并没有倒在地上 还是直挺挺地睁开眼睛站在门口 然后他们就做起了美梦 随后 冷王夫妇和慕容离成 顺利地进入了北城隍的寝宫 慕容离成刚走进寝宫 就急步跑到皇上的床边 伸手摸了摸老皇帝那张皮包补的脸 既心疼又心酸 曾经威武霸气的皇帝 如今成了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以前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吧 自己一直宠爱的儿子会如此对待他 不但要是否篡位 还要欺辱他的女人 父皇 而尘来迟了 呜呜 慕容离成抓住老皇帝的手 低声哭道 老皇帝感觉有人在握住他的手 还以为是慕容甘松又返回来了 厌恶地把自己的手慢慢地抽开 父皇 我是慕容离成啊 你还认得出我吗 慕容离成感觉到老皇帝的手还能动 心中一喜 而老皇帝知道是慕容离成 于是 他缓缓地睁开双眼 当他看清慕容离成的脸后 他的眼角流下了两滴泪水 陈 陈 你来 看父 皇啊 皇很想 你 老皇帝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 文言 慕容离成擦了一下眼泪 吸了吸鼻子 父皇 而陈也想你了 慕容离成强忍着泪水 老皇帝听了慕容离成说的那句 而陈也想你了 他的眼泪流得更凶猛了 父皇 这辈子对 对不起你和小九 等 等父皇 死后 一 马上离开 浩金走得越远越好 最好永远都 不要 不要再回浩金了 慕容千松 那个孽障他 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老皇帝断断续续地把话说完 父皇 你不会死的 儿臣已经为你找来了 这天底下最好的神医 为你治病 慕容离成宽慰道 不 不必了 父皇已经没有多少 十日了 臣儿 老皇帝摇摇头 就在这时候 冷若里突然开围 北城皇 如果你真的心疼慕容离成 就应该好好活着 把你那个孽子慕容千松给收拾了 不然 你膝下的那些皇子皇孙 可能都摆脱 不不慕容千松的魔爪 都会被他处死 北城皇听见耳边传来 悦耳动听的声音 才发现 他的寝宫里 还站着一对年轻的男女 父皇 这两位是我的师兄师嫂 也是天舞国的冷王冷王妃 我师嫂医术极为高明 今夜尔臣 把他请进宫 是为了给你看病的 慕容离成如实介绍道 朕 朕谢过两位 老皇帝侧谋看了一眼冷王夫妇 然后 他向两人道谢 好了 三皇子 现在时间紧迫 让我赶紧把你父皇的身体检查一下吧 冷若里 那双清澈灵动的黑眸 扫了一眼 躺在床上 已经散发出死亡气息的老皇帝 好的 那就麻烦师嫂帮我看看父皇的病情 慕容离成朝冷若里拱了拱手 冷若里微微点头 随后 他来到老皇帝的床边 伸出两根手指 帮他仔细把了一下脉搏 柳眉紧皱 这个老皇帝得的并不是病 而是中毒了 不过 要查出他具体中了什么毒 还需要抽一点他的血出来化验 冷若里马上从那衣袖兜里 拿出进宫之前 就准备好的抽血用具 在得到老皇帝的允许之后 抽了一点血 直接丢进他空间实验室的仪器里 进行化验 冷若里又给老皇帝检查了一遍了 他身体上的各个功能 结果还不算太坏 体内的器官没有损伤的并不严重 只要查出他中了什么毒 然后 把毒解掉 再好好地调理身体 如果不出一处的话 老皇帝还是能个十年来的 一炷香后 老皇帝的血液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他是中了番目鳖的毒 据他所知 番目鳖在这片大陆上 只有南兆国才有 南兆和北城距离那么远 老皇帝怎么会中了 南兆番目鳖的毒呢 这肯定是那些有心之人所为 虽然这种毒并不难解 但为了永绝后患 必须要把那个下毒之人揪出来 师嫂 我父皇病得怎么样了 慕容黎晨 心中焦急地问 三皇子 你父皇并没有得病 而是中毒了 中了一种只有南兆国才有的毒 番目鳖 冷若李言语惊人地说 番目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南兆国 难道慕容千松 跟南兆国的人有勾结 慕容黎晨浓眉直皱 这并不奇怪 因为慕容千松 一直与暗夜阁阁主 和鬼谷谷主他们勾结在一起 而本王怀疑暗夜阁阁主 极有可能是南兆国的人 君莫涵为慕容黎晨解惑 可是他们三人说这些话 并没有避开老皇帝 老皇帝把他们三人的对话 一字不漏的都听进了耳朵里 他气得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 慕容千松这个孽障 居然与暗夜阁和鬼谷都有勾结 他这是把北成国的黎明百姓 置于何地啊 师嫂 那我父皇的还有得解吗 慕容黎晨满脸担忧地问 有 其实解读的方法很简单 普通的大夫都能解 冷若李语气肯定地回答 那就麻烦师嫂帮我父皇解读了 慕容黎晨朝冷若李拱了拱手 冷若李汗手 随即 他从衣袖兜里马上拿出能解翻目憋的药物 其实 解掉翻目憋毒的方法很简单 普通大夫用草药也能把毒解掉 但他使用现代的药物解毒还是快一些 首先 冷若李给老皇帝注射了一剂物巴比托纳 用以中枢抑制药以制止惊绝 然后他给了君默晨一个眼神 君默晨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马上慕容黎晨拉出内饰 他才拿出系统空间里的药物和洗胃用具 给老皇帝洗胃 等冷若李给老皇帝洗完胃后 老皇帝因为太累了 逐渐地沉睡 他又闪身进了空间的小厨房 用甘草 绿豆 防风 明藤 清代冲服 生姜各适量水煎服 放到微温再拿出来给老皇帝服用 原本需要连服四季 但因为他们进攻一趟十分麻烦 冷若李就想到一个办法 剩下的三季 张用小蜜蜂带帮老皇帝藏到枕头底下 让他在没人的时候喝 老皇帝喝完药后 过了半个钟又悠悠醒来了 才把君默晨和慕容黎晨 他们叫进来 冷若李当着他俩的面 跟老皇帝交代了用药的事情 而老皇帝被冷若李医治过 他感觉整个人都精神多 目光也没有那么模糊了 冷王妃 朕经过你这一番就职 整个人比之前好受多了 头不晕了 眼也不花了 真的谢谢你 老皇帝苦笑着说 皇上 只要你小心地配合好我解毒 过两日 你就可以下床了 冷若李敏唇一笑说 好的 冷王妃 朕一定会配合你解毒 不过 现在已是饮食了 三点到四点 你们赶紧离开皇宫 马上就有人进来检查了 老皇帝提醒道 我们马上走 冷若李说完后 慕容黎晨走到床边 跟老皇帝说了几句话 老皇帝顿时泪流满面 随后 三人向老皇帝告别 离开老皇帝的寝宫 等三人走后没多久 慕容千松又来了 昨晚他在萧妃寝宫里 颠缓捣缝了一夜 今天早上起来 心情特别好 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 不得不说 萧妃伺候人的功夫真不错 等他登基之后 一定要把萧妃等一众 年轻貌美的后宫嫔妃 收为己用 如果让躺在龙床上的 这个死老鬼知道自己 把他后宫里的那些 年轻嫔妃睡了个遍 他会不会气得 当场吐血身亡 父皇 我又来看你了 慕容千松大笑 其实 老皇帝早知道 慕容千松进来了 但他就是不想搭理慕容千松 依旧紧闭着自己的眼睛 突然 慕容千松止住笑声 嘴角的弧度轻蔑 语气更是不善 眼眸里的金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父皇 儿臣知道你已经醒了 你就别再装了 父皇 你想不想知道 儿臣昨晚 在你哪个废子的宫殿下他 你一直最宠爱的那个萧妃 他长得真不错 不仅脸淡美 身材丰满好看 兵姬雪夫犹如宁芝 先先玉腿垢 在儿臣的药间 差点没要了儿臣的命啊 哈哈 慕容千松恶心地说 躺在龙床上的老皇帝 听了慕容千松的话 心里气得一股血腥味 顿时涌上喉咙 原本平稳的呼吸声 也变得紊乱了 心中不停地按摩 慕容千松这个孽障 自己还没有死呢 他居然就给自己的老子 戴上了绿帽子 真是气死人了 慕容千松听到 老皇帝紊乱的呼吸声 便知道他已经听见 自己说的话了 而且还被自己气得不行 慕容千松觉得 自己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便吩咐自己信得过的宫女太监 看守好老皇帝 临走时 又敲打敲打了 守在老皇帝寝宫门口的 四名御灵军 让他们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不允许任何人 进入寝宫看老皇帝 而这四名御灵军 正是昨晚被冷落里 用药物迷晕的那四名御灵军 此时 他们还因为昨晚 自己突然站着睡觉的事情 还摸不着头脑吗 但他们害怕自己 和家人受到牵连 所以这四名御灵军 都不敢把昨晚他们睡着的事情 告知慕容千松 后来 慕容千松就离开了皇宫 迅速回到他的大皇子府 可当慕容千松 刚踏入大皇子府 就听见管家跟他说 暗夜阁主和鬼谷谷主 在客厅等他 于是 他抬腿就往客厅走去 彼时 大皇子府的外客厅里 整间屋子 都被一股寒森之气所笼罩着 鬼谷谷主 黑着一张英质的脸 坐在椅子上 而暗夜魅主 依然带着一个漆黑的斗篷 虽然看不出他的脸色 但从他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便知道 此刻 他的脸 藏在黑色的斗篷之下 肯定很难看 呦 是谁把本皇子 两位尊贵的客人 气成这样了 慕容千松 走进外客厅也遇到 大皇子 本阁主在北关小镇 掳走的小孩子 都被人救走了 暗夜阁阁主气愤地说 我也没有问出 我那孽徒去爬天云山的目的 鬼谷谷主也叹息道 呦 原来两位就因为 这么小点事情 气成这样子 慕容千松的脸上 依然邪恶地笑着 大皇子 这可不是件小事情 本阁主急需这些同男同女 暗夜阁主把话说到一半 便意识到 自己差点泄露了自己的目的 于是马上止住了嘴 我怀疑冷王身上的狼独 已经被冷王妃给解掉了 鬼谷谷主语出惊人地说 什么 你说冷王身上的狼独 被冷王妃给解掉了 这不可能 暗夜阁阁主满脸吃惊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特别是医术 鬼谷谷主 对暗夜阁阁主比仪地回道 狼独可是在这片大路上 流传了上千年的古独 本阁主也是因为 当年横穿过沙漠 再去西江的路上得了奇遇 才获得到了狼独配方的古本 冷王妃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她又不知道 制作狼独的配方 又如何能配置出狼独的解药 暗夜阁阁主依然相信 冷王不可能配出狼独的解药 冷若烈 我可是现在穿越过来的医生 空间里有仪器 可以直接化验血液 分析出狼独的成分 简直轻而易举 你忘了 本谷主也是因为 差了两三味药材 就可以把狼独给解了吗 更何况 那个小丫头的医术在我之上 在我看来 冷王身上的狼独 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鬼谷谷主哼了哼回他 好了 你们两个先别吵了 慕容千松赶紧打断 正在针锋相对两人 谷主 你竟然在北关碰上了冷王夫妇 那你知道 他们现在在哪里吗 慕容千松见眉微微收拢 据他的探子 曾向他汇报过天舞国的煞神冷王 与他的那个三皇帝 关系十分紧密 他担心冷王会跑来浩金 帮助他的三皇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若是想马上登基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本谷主估计 冷王夫妇 他们今日就会到达浩金了 鬼谷谷主肯定地说 谷主 你是怎么知道的 慕容千松又问 因为我的那个孽徒 就和冷王夫妇 他们一起啊 而我曾经在我的那个孽徒 身上做过手脚 只要我拿出这只瓢虫 放在手掌心 过一盏茶时间 我就能知道 我的那个孽徒 现在在哪个方向 同时还能让瓢虫去找人 鬼谷谷域满脸得意地说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那你现在就放瓢虫出去找人吧 让我看看 冷王夫妇 他们现在在哪里了 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 进浩金之前 设计好埋伏 把冷王夫妇 他们一举歼面 不让他们协助慕容离成 破坏我的好事 慕容千松 脸色阴沉地说 话落 鬼谷谷主和暗夜格格主 也觉得 慕容千松这么做 很有道理 但他们三人不知道的的是 鬼谷谷主 在楚明轩身上动的手脚 早就被冷若里他们发现了 当冷若里他们 还在来浩金的路上时 冷若里就把楚明轩身上的 跟踪骨给取了出来 把他放在了山林里的 一只野猪身上 所以 现在鬼谷谷主放出的瓢虫 只能带慕容千松 和暗夜格主去寻找野猪哦 如果让冷若里和楚明轩 他们看见鬼谷谷主他们 追着野猪跑的画面 估计都能让冷若里 和楚明轩他们笑叉气了 另一边 冷王夫妇和慕容离成 回到了三皇子府上 冷若里几人都聚在书房里 开始商量 怎么样才能一举打败慕容千松 三皇子 目前慕容千松都有哪些势力 冷若里沉思了一下问 首先主管皇宫安全的几千位御林军 都已经投靠了慕容千松 他的亲妹慕容少兰手中 也有一只强悍的铁骑 大概三千多人 这只铁骑 原本是前皇后养的私兵 前皇后临死时 偷偷地交给了慕容少兰 而慕容少兰与慕容千松的关系极好 他一定会帮助他 皇兄登基的 还真的有些难搞 慕容黎晨说完 顿时满面愁容 这些御林军现在是谁主管 冷若里突然问道 秦明浩 慕容黎晨爆出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平时为人怎么样 有什么缺点 冷若里又问 话落 慕容黎晨认真回想了一下 这个秦明浩平时的所作所为 其实 秦明吾原本是我父皇的人 为人也算正直 但是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突然投靠了慕容千松 他的家中还有哪些人 会不会是慕容千松 拿秦明吾的家人来威胁他了 冷若里猜测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 但我知道他家里有妻子 和一对可爱的儿女 还有一个瞎眼的老母亲 慕容黎晨如实说 三皇子 你派人去一趟秦明浩的府上 看看他的一家老小 还在不在府中 好的 我马上安排人去看 随即 慕容黎晨出去了一会 没多久又返回书房 继续商讨事情 慕容千松城外的五万大军的虎符 掌控在谁的手上 这时 君莫涵突然开口 在他舅舅景德海的手上 不过 慕容千松的这个舅舅野心极大 我感觉他不只想当个皇亲国妻那么简单 而是那个九五至尊的位置 慕容黎晨回答 等你的人查清秦明浩府中的情况后 我们三个再偷偷地去一趟景德海的家中 君莫涵说着 他的眸光悠悠地望着窗外 脑子正思索着什么 他那外形俊朗 线条分明的脸庞上 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一炷香时间 慕容黎晨派出去查看秦明浩家情况的慕白回来了 主子 冷王 冷王妃 属下已经查清楚秦明浩家中的情况了 秦明浩的妻子和儿女都被大皇子让人掳走了 目前不知所踪 慕白马上把自己查到的情况说出来 看吧 真被我说中了吧 慕容千松为了让秦明浩投靠自己 果然使用了卑鄙的手段 冷若离叹息道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秦明浩的妻儿找到 把他们救出来 然后 我们再去找秦明浩劝想 慕容黎晨正色道 文言 冷若离和君莫涵都点了点头 稍后 冷王夫妇点名 让楚明轩和尹臣他们都随他们夫妻一起去 而慕容黎晨这边 只带了慕白跟着冷王夫妇一起去 因为这次是去救人 所以 冷若离觉得 还是多带点高手出门好干长 路上几人不停地猜测 慕容千松会把秦明浩的妻儿藏在哪里 慕容黎晨猜测 慕容千松会把秦明浩的妻儿 关在大皇子府上的后院里 冷若离猜测 慕容千松会把秦明浩的妻儿 关在大皇子府城外的庄园里 而楚明轩则是猜测 慕容千松把秦明浩的妻儿 关在城中的小宅子里 几人众说纷纭 最后 君莫涵亲自敲定 先找完三个地方 如果这三个地方都没人 再去找别的地方找 首先 冷若离带着众人 偷偷地溜进了大皇子府 在大皇子府里 他们无意中听见了 今日大皇子 带着两位神秘人去了城外 冷若离他们并不想知道 慕容千松去城外做什么 但如果慕容千松不在府中 他们找人就更方便了 不过 另冷若离他们失望的是 他们几人找遍了整个大皇子府 都没有找到他们想找的人 随后 慕容离晨又带冷王夫妇他们 找遍了慕容千松名下 在浩金里的几座私宅 依然没有找到秦明浩妻儿的下落 但他们倒是查出了 慕容千松在外面包养了许多外事 甚至还有几个私生子女 君莫涵和冷若离多了一个心眼 让穆白把慕容千松的这些外事 去了城外的慕容千松的两处庄园里找人 他们来到第一处庄园时 还是没有找到秦明浩的妻子 众人逐渐有些泄气 但好在几人来到第二处庄园时 终于发现了端倪 因为这庄园的守卫比较森严 还是一种四合院形式的庄园 整庄园的里里外外 都是穿着一身黑色镜装的守卫 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 冷若离他们八人分成了四组 以庄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溜进去 在几人当中 冷若离和君莫涵 两人的实力最为强悍 所以 两人打算从北面闯溜进庄园 巧的是 两人刚飞上后照房 就听见房子底下有小孩 和妇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不要 你们别碰我娘亲 别碰我娘亲 小女孩哭着嘶哑的嗓子说 我爹可是御林军统领 他若是知道 你们欺负了我娘 他定会杀了你们的 一旁的小男孩 也是目露凶光 满脸憎恨地伸出双手 扯住那些看守护卫的衣衫 想把他的娘亲 从这些淫贼的手上救出来 虽然势单力薄 但小男孩依旧不放弃 小女孩更是直接用嘴咬 那些正欺负他娘亲的坏人 被小女孩咬住手的那个护卫 痛得 气得他咬牙切齿 直接一巴掌 把小女孩拍飞出去 小女孩狠狠地摔在地上 当场晕了过去 而此时 妇人的嘴巴 已经被那些护卫用粗布给堵住 双手也被这些护卫 用绳子绑在一张椅子上 她只能不停地摇晃着自己脑袋 用脚踹那些淫贼 奋力反抗 她不能让这些人 当着自己两个孩子的面 侮辱了自己 绝对不能 但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淫贼的 伸出魔爪扒他的裤子 自己想死却不能 可就在她绝对的时候 刚才试图侮辱她的男人 一个个地突然倒地身亡了 这一幕把她吓愣了 此时 秦明吾正为自己妻儿的事情发愁 她都已经投靠慕容千松了 可慕容千松依然不愿意放过自己的妻儿 她也查不到自己的妻儿 被慕容千松关押在哪里 她这段时间 因为这件事情 愁得头发都白了 以至于她在皇宫里巡逻 都没有心情 就在秦明昊万般思绪上心头之时 迎面飞来一团白纸上 砸在她的额头上 她下意识地抬手把纸团拍飞出去 那团白纸就掉落在地上 这时 秦明吾猛地抬头往宫墙上看去 只见有一名蒙黑衣人 用手指朝她指了指地上的那团白纸 示意她捡起来打开看看 然后 她转过身 就跳下宫墙离开了 统领 我们去把她抓起来吗 一名御林军小弟迷茫地问 不用 秦明吾朝她摆摆手 随即 秦明吾走到那团白纸旁边 蹲下腰身 把纸团给捡起 满脸 好奇地打开看看 当她看清楚白纸上写的字时 整个人微微一愣 但她很快就回过神来 转过身子 对自己的小弟们交代了一些事后 就急不离开 她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纸条上面写的地址冷宫 秦明吾走进黑乎乎的冷宫 正想找到刚才给她扔纸团的那个人 她身后就传来了三道熟悉的声音 夫君 爹爹 秦明吾赶忙转过身 就看见了自己的妻儿 夫人 咪咪 然然 秦明吾心情激动地喊道 她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 一家四口抱了许久 秦明吾才缓缓开口问 夫人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那个慕容千松 有没有折磨你们 夫君 你别担心 我和两个孩子们都没事 这次多亏了三皇子 把我们救出来 不然 我们 我们不可能那么快就一家团聚了 秦夫人红着眼眶抽气着说 三皇子 夫人你说是三皇子救了你们 秦明吾听到 是三皇子救出自己的妻儿 顿时有些惊讶 平时他跟三皇子极少有交流 这次他做梦都没想到 会是三皇子救出自己的妻儿 夫人 那三皇子 你来了吗 我要亲自拜谢他 救了你们 秦明吾激动万分 夫君 三皇子就在你身后 秦夫人温和一笑 犹如春天般温暖 令倍感亲切 这也是秦明吾这么多年过去 仍然爱妻如命的原因 他妻子不但长相出众 还有一股温暖人心的魅力 既孝顺长辈 又嫌梁淑德 秦明吾听到妻子的话转过身 看向身后三皇子 正带着几人向他走过来 秦统领 幸会 幸会 慕容黎晨面带笑容 向秦明吾打招呼 秦明吾立刻回过神像 慕容黎晨恭敬的行礼 臣 玉林军统领秦明吾 拜见三皇子 三皇子千岁千岁 千千岁 秦统领 这里没有外人 不必客气 慕容黎晨赶快走到秦明吾面前 把他轻轻地扶起 三皇子 臣谢谢你救出我的妻儿 这是秦明吾的由衷之言 秦统领 你无需客气 慕容千松 他挟持了你的妻儿 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让你投靠于他 始终不得人心 他的目的不会成功的 慕容黎晨气愤地说 哎 三皇子 臣也是出于无奈啊 臣的妻儿性命攸关 臣不能不顾 不过 这也是臣的格局小了 从今晚臣只效忠于三皇子 臣不会再做卫虎作娼的事情 秦明吾哀叹道 不不不 秦统领 你效忠的人应该是皇上 至于慕容千松 你表面上 还是要假装顺从他 帮他做事 这即是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也是为了更加了解他的行动 慕容黎晨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好 臣一切都听三皇子的 秦明吾点点头 只要他一家人平安无事 让他做什么都成 秦统领 这两天 本皇子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皇上 臣明白 秦明吾恭敬地拱手作吉 还有秦夫人他们 你也要先找一个隐秘安全的地方 让他们先住一段时间 我担心慕容千松知道他们 被人救走后 还会到处寻找他们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先不要让秦夫人他们露脸 当慕容千松找上门时 你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慕容黎晨仔细提醒他 臣一知晓 后面 慕容黎晨又和秦明吾小声 说了一些关于自己计划的事情 没待多久 慕容黎晨就和他身后冷王夫妇离开了 今日慕容千松一大早就带着几十名高手 跟着鬼谷谷竹北的嫖虫 跑去城外设下埋伏 用来围堵冷王夫妇 结果他们的陷阱倒是弄好了 却碰了一鼻子灰 他们挖的深坑下面掉了八头野猪 把让他们设下的陷阱 被一窝野猪给破坏了 气得慕容千松 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 事后 鬼谷谷主才派人过来说 他那个徒弟身上的跟踪谷 已经被他的徒弟发现给取出来了 放到了野猪身上 让他马上返回大黄子府 顿时 又把他气得牙齿磨得霍霍想 如果不是看在那个是鬼谷谷主 他慕容千松 绝对把他一箭杀了 但是 接下来还有更气人的 他才刚回到大黄子府 就听见庄园那边传来的消息说 他的地下庄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被炸的没有了 现在整个庄园都燃烧着熊熊烈火 火光冲天 庄园里面的几十名侍卫 没有一个人逃出来 秦明浩的妻儿也不知所踪 这件事情 差点没把慕容千松给气挂过去 废物 真是一群废物 啊 本皇子的那个庄园里面 可是收藏一堆宝贝啊 慕容千松真是气得发疯 那个被炸了的庄园里面 可是暗藏很多的兵器和宝石原料啊 这次他损失惨重 过了许久 慕容千松才恢复了平静 此时 得到消息的慕容少兰 顾不上自己 还穿着一身性感妖艳的衣服 就急忙跑来大皇子府看慕容千松 皇兄 少兰觉得 这件事情 一定是有人故意跟我们做对的 慕容少兰 也谋阴沉沉地说 本皇子也知道 这件事情 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 可就是猜测 不到会谁有这个胆量 感动我慕容千松的东西 慕容千松 一双狭长阴险的眸光 看向屋外 不知道他目光聚集在某处 本公主猜测 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慕容黎晨做的 因为在父皇这么多的子嗣当中 只有他有那个胆量 跟我们兄妹做对 别的几个都是软柿子 任由我们拿念 慕容少兰冷笑一声 毫不掩饰他心中的残忍和冷酷之意 这种淡漠又无情的目光 让屋里的下人们不寒而栗 就在这个时候 院子外又传来了一道轰亮的嗓音 大皇子 城外庄园里 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景格海还没有进客厅的门 他责备的声音就传进来了 景格海是一个高大健壮 肩膀宽厚 胸脯高挺 站着像钢铁柱装一般结实的男人 他穿着一身用虎皮做成的外套 看起来很威武雄壮 但他却是一个阴险之人 浓眉大眼 脸型稍长一些 上嘴唇留着两撇小胡子 下汗也留着一小撮胡子 皮肤有黑 看一眼他的那张脸就知道 这个人的城府极深 舅舅 你来了 慕容千松和慕容少兰恭敬地说 大皇子 那个庄园怎么会被人烧了呢 景德海指责道 舅舅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我安排的那几十个看守侍卫 没有一个逃出来 连我劫持的秦夫人 和他的两个孩子 也没有逃出来 慕容千松哭丧着一张脸说 秦夫人 哪个秦夫人 难道是秦明浩的夫人 景德海满脸疑惑地问 慕容千松点点头 哎 你怎么把他劫持了 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他可是秦明浩的新头宝 如果他出事了 秦明浩这个人 我们就不好控制了 景德海气得抬手一巴掌 就把客厅里的某张桌子给打碎 这个慕容千松 就是一头笨驴 让他如何扶持这样的人 坐上那个九五之尊的位置 还不如自己推翻老皇帝后 自己登基 但他现在还不能把自己的心思暴露出来 舅舅 大皇兄考虑事情还不太周到 你就别再生他的气了 慕容少兰走到景德海的身旁 抬手温柔地帮他抚平胸口 动作十分体贴 连责备慕容千松的心思都没有了 公主 你已经很久 没有到舅舅府上 跟多多玩了吧 景德海随意找了个借口问 是啊 自从多多从外面生病回来 我去看过他 一次就很长时间 没有去看他了 慕容少兰皱了皱柳眉说 为什么 你和多多之前 不是很玩得来吗 景德海随口一问 文言 慕容少兰心中冷笑 还不是因为 你对我起了迎信 让你女儿发现了 认为是本公主勾引了你吗 但 慕容少兰还是耸耸间 表现出一脸猛逼的模样 舅舅 我不知道啊 慕容少兰杂杂嘴说道 走 我带你到舅舅的府上 问问多多 景德海说完 就当着慕容千松的面 把慕容少兰拉出大皇子府 坐上景德海的马车 往景国公府奔去 留下满脸阴森的慕容千松 愣在原地 虽然他和景德海 在母后去世时 才知道慕容少兰 是他母后 从外面抱回来养的公主 但是慕容少兰 好歹也喊了景德海 十九年的舅舅 他这个当舅舅的 居然对自己的 外甥女下的去手 从而可以看出 这个景德海 是一个多么狂妄 多么变态的人 等他慕容千松 登上皇位后 他一定要把景德海 手上的兵权 逐渐地削弱 给收回到自己的手上 然后 他再毫不犹豫地 把景德海处死 绝对不能这么个 野心勃勃的人 放在身边 威胁到他的皇位 不过现在 他最为要紧的 还是把那个 秦明浩的妻儿 给找回来 随后 慕容千松静下心 仔细想了想 突然眸光一亮 那个秦明浩的夫人 和两个孩子 会不会就是 被秦明浩给救出来了 想到这里 他叫上十名侍卫 拔腿 就往秦明浩府上奔去 但他来到秦明浩的府上 仔细搜寻了一番 并未看见 他的妻子 和两个孩子 就在慕容千松 打算离开秦明浩府上时 正好碰见秦明浩回府 他看见慕容千松 趁他不在府中 居然带着一帮人 到他府上乱翻腾找人 顿时气地火冒三丈 攥紧着袖口中的拳头 就想往慕容千松脸上招呼 但碍于他是皇子 只能咬牙忍着 可他却深深地记在心中 他总觉得 这个慕容千松 黄不了多久了 三皇子拥有 众多能人的帮助 一定会把这个慕容千松 打败的 把当今皇上给解救出来 还北辰国老百姓一个安宁 臣 秦明浩拜见大皇子 不知大皇子三更半夜的 光临寒舍所为何事 秦明浩向慕容千松 拱拱手问 哦 秦大人 本皇子就是过来看看 秦夫人有没有回来过 慕容千松无所谓地说 臣的那人 不是被大皇子宁 让人带到您的府上 给您府上的女眷 交新女工去了吗 他什么时候跑回秦府的 臣怎么不知道 难道那人 在府上出了什么事情吗 秦明浩假装一脸猛逼地问 没有出事 只是府上的侍人 突然找不到他了 府里的女眷以为他跑回秦府 所以 本皇子到秦大人的府上找找 既然秦夫人没有回府 那他现在应该 还在大皇子府里 今晚之事 打扰秦大人休息了 慕容千松善笑道 说完 他就带人离开秦府 秦明浩立即转过身 看着慕容千松 他们离开的背影 嘴巴里冷笑一声 这边 景德海与慕容少兰 同乘一辆马车 回到景郭公府后 景德海就迫不及待地 拿着慕容少兰 到他的屋子 自从他的夫人去世后 没有人约束他 他自由多了 想怎么玩女人 就怎么玩女人 两人完事之后 慕容少兰马上穿好衣服 把房门打开 准备离开景郭公府 但当慕容少兰 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 他顿时微愣了一下 房门外 站着景德海的儿子景泰康 和他的女儿景多多 景多多看见开门的是慕容少兰 抬手就给慕容少兰 甩了一巴掌 见货 你好歹也是个公主啊 居然勾引自己的舅舅 先去啊 皇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景多多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居然跟自己的舅舅 干出那种事情 如果他母亲还在世上的话 好像他就愿意伺候景德海 那个老银贼似的 如果他不是为了 让他能扶持大皇兄 顺利登上地位 他才懒得理他们 景郭公府的人呢 多多郡主 今日夜色已晚 本公主要回公主府了 没有心情跟你闹他 慕容少兰面无波澜地说 你真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自己做出这么不齿的事情 说话还这么理智气壮的 看本郡主不撕破你的脸 景多多气得咬牙切齿 袖口里攥紧的拳头 修长的指尖 深深嵌进手心里 他再也忍不住 心中的那股恶气 急不朝慕容少兰身上扑过去 却被慕容少兰迅速躲开了 景多多却摔了个狗吃屎 额头上也磕破了皮 多多 你没事吧 景太康看见自己的亲妹妹摔倒了 马上跑过来把他扶起 啊 哥哥 我的额头 我的手腕好痛啊 呜呜 景多多当场大哭不止 多多不怕 哥哥马上让人请大夫过来 给你上药 景太康耐心地宽慰他 多多是他景太康唯一的亲妹妹 他母亲临终前就叮嘱过他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好多多 能让他受到半点伤害 可是这段时间 他总让多多受委屈 哥哥 都是这个女人 害得我摔倒 景多多恶人先告状 郡主 景世子的眼睛又不瞎 他又不是看不见刚才的那一幕 到底谁对谁错 我猜景世子的心中 已经十分清楚 慕容少兰阴阳怪气地说 其实 他有时候很羡慕景多多 有个护媚狂魔的哥哥 无论景多多犯了什么错 他哥哥都能帮他擦屁股 而他慕容少兰 只是前皇后亲生女儿的影子 无父母 无姐妹 随时都能被人抛弃的 一颗棋子而已 还让一个自己喊了 十几年舅舅的男人 给强霸 现在他的身子脏得 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可是在慕容千松 还没有登基成功之前 他慕容少兰 只能选择继续坚强地活着 既然他没法反抗 那他就好好地享受吧 就把景德海 当作他在公主府中 豢养的男宠一样宠幸 哼 慕容少兰想到这里嘴角 真让人恶心 就如多多刚才所言 他父亲可是他的舅舅 连他舅舅都想勾引 也不怕天下人耻笑 慕容少兰 你赶紧给我离开景郭公府 我们景郭公府不欢迎你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景泰康语气恶心地说 听后 慕容少兰嬉笑一声 刚想开口说话 就被房间内 转出来的声音给打断了 泰康 不得无礼 你们两个怎么又和公主吵起来啊 刚被门口三人吵醒的景德海 眉头微微拢紧走出房门口 对房门口外面的景泰康和景多多严厉呵斥道 爹爹 你跟这个女人在家里干出那种事情 若是传出去 你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 景多多抢在自己哥哥前先开口 多多 爹爹又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爹爹和公主在屋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公主在屋里只是给爹爹捶捶背 捶捶腿而已 景德海撒谎已经习惯了 想说什么话都能脱口出 爹爹 你又想把我和哥哥当成小孩子欺骗了 可是哥哥今年已经二十有二 我又十七岁了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一句话 就把我们哄骗过去的小孩子了 既然爹爹不敢承认 那我这个当女儿的 必须拿出证据证明 刚才在屋内所发生过的一切 景多多说着 从景泰康怀中迅速站起来 再次走进慕容少兰身旁 这次慕容少兰并没有闪躲开 他已经猜到了景多多的意图了 保持一副呆呆的模样站在一旁 欣赏接下来的好戏 结果 景多多果然没有让慕容少兰失望 双手快速地扒下慕容少兰身上的宝款长裙 慕容少兰假装反抗了几下 但最终他身上的衣裙 被景多多全部给扒完 顿时慕容少兰身上 欢爱过的各种草莓痕迹 立即呈现在三人面前 这一幕 让景德海和景泰康都看得很尴尬 连景多多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爹 会把慕容少兰折磨得这么狠 当场哑口无言了 慕容少兰看见他们三人脸上的 三副不同的精益表情 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才把景多多丢到地面上的 裹胸布和外衫裙 一件一件地慢慢捡起 然后再慢慢地穿在身上 他也似乎感觉到一丝寒冷 等他穿戴整齐之后 才卖着优雅的小碎布 离开景库公府 景多多和景泰康等慕容少兰 离开了许久 两人才回过神来 默默呆呆地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两兄妹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 居然这么变态 把人家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折腾成那副模样 与此同时 景德海也觉得有些尴尬 让自己的儿女 看见自己这么残暴的一面 终究还是不好 但四人不知道的是 景德海院子里发生的这一幕 都入了冷亡夫妇 和慕容离晨的眼里 当场震碎了慕容离晨的三观 他做梦都没想到 景德海跟自己的外甥女慕容沙兰 能干出这件事情 而冷亡夫妇 倒是觉像景德海这种人 干出那种罔顾人伦的事情 并不奇怪 但让他俩有些惊讶的是 之前他们在喀贤多米城客栈 遇到的景台康和景多多 居然是景德海的儿女 难怪景德海会那么嚣张 今晚冷亡夫妇和慕容离晨夜 探紧过功夫的目的是 为了偷到景德海手上的虎服 三人正隐藏在暗处等待时机 三人在景德海后院子外面 等了一个多时辰 才在景德海的窗户外 听见他的巨响呼噜声 一下又一下 连续不断地打响着 冷若里他们确定景德海睡沉了 才从窗户口 撒了一把他特制的迷药 到他的房间里 再拿出三颗解药三人吃下 再从窗户溜进景德海的房间里 景德海的房间十分宽敞 都可以和北城国皇帝的寝宫 有得一拼了 房间里有各种珊瑚石 和各种不知名的宝石 还有很多出自 鼎鼎大名敬犯大画师笔下的佳画 整整齐齐地挂在屋内墙壁上 让人看着都震惊 哇塞 景德海的房间里 可全都是宝贝啊 这房间里的每一样 东西都是价值不菲啊 冷若离水灵灵的信念 眸光亮晶晶地盯着这屋里的各种宝物看 如果这些宝物 不是景德海收刮北城国的百姓得来的东西 打倒他后 需要把这些宝物还回给这里的老百姓 冷若离长袖一挥 直接把这些宝物 收入自己的空间宝库里 他想想 心里就那个美啊 可他的房间里放了这么多宝物 他们要找到虎幅并不容易 这也是景德海把这些宝物 都摆放在房间里的原因吧 主要用来混淆别人的注意力 三皇子 你们北城国的虎幅 长什么样子的 冷若离突然低声问 原本虎幅是由两半组成的 一半在我父皇的手上 另一半在景德海手中 但是几年前 我父皇听信前皇后的谗言 把自己手上的那一半虎幅 都交给了景德海 才导致现在的后果 景德海的权力盖过皇上 慕容离成耐心地跟冷若离说起往事 唉 这次你父皇应该长教训了 冷若离也遇了一句 李儿 先别聊了 我们还是赶紧找到虎幅吧 君莫寒低声提醒道 他有些担心 景德海没被冷若离的迷药迷晕过去 因为他和景德海 曾经在战场上打过几次 虽然几次都是 他君莫寒赢了 但是他的武力 也高不出景德海多少 今晚景德海放松了警惕性 其中一个 可能就是 他刚才与女子 做了剧烈运动有关系 还有一个 可能就是他很自信 让别人找不到他手上的虎幅 不然 他的院子里 连护卫都不安排一个 君莫寒 三皇子 我们三个这样慢慢地在房间里翻找 也不是个办法啊 冷若离若有所思地说 闻言 君莫寒漫不经心 扫了一眼景德海的房间 然后 他盯着冷若离目光柔和说 丽儿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君莫寒的话音刚落 冷若离也抬眸白了一眼看向他 这家伙 可真会猜透别人的心思 不错 我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能快速找到虎幅 但需要三皇子回府后 贡献上两只烧鸡 三皇子 你看看怎么样 冷若离 那双漆黑的双眸里 隐藏着点一抹笑意 师嫂 只要能快速找到虎幅 别说让我只贡献两只烧鸡了 就算让我贡献上十只烧鸡都行 三皇子虽然不知道 冷若离为什么这么说 但是让他贡献十只烧鸡 对他诺大的三皇子府来说 他还是拿得出来的 好 三皇子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你回府后必须给我的宝贝 贡献十只烧鸡 说完后 冷若离用意念唤醒他 空间草坪上 正睡着懒觉的小雪狐 小雪狐 小雪狐 快醒醒 又有好吃的了 好吃的马上睁开眼睛 蹭了一下 站了起来 主人 好吃的呢 好吃的在哪里 小雪狐站在草地上着急地问 嘿嘿 只要你帮主人找到一个重要的东西 你就会马上得到十只烧鸡 你看怎么样 冷若离又开始诱惑他 哎呀 主人这次 你又想让本狐帮你找什么呀 是人还是物 小雪狐十分泄气地说 但是他的那双小眼睛 仍然在滴溜溜地转 眼眶里盛满了不甘心 原以为不用让他干活 就可以获得十只烧鸡吃 那可没死他了 但现实就是 永远没有免费的烤鸡 哈哈 就是让你找一个小物品 那就放本狐出去吧 但本狐的那十只烤鸡 一直都不能少 小雪狐气呼呼地说 他为了那十只肥美 味香的烤鸡 只能催眉折腰了 冷若离听后 嘿嘿一笑 把小雪狐从他的衣袖口中 像变魔法那样 慢慢变出来 把慕容离晨看得目瞪口呆 世嫂 你这是变神戏法 这么神奇 居然能从衣袖兜里 便出一只白狐 慕容离晨一脸好奇地问 啊 三皇子 这并不是变戏法 这只小雪狐 是我出门前 特地装进自己的袖兜里的 呵呵 冷若离随口撒了个谎 慕容离晨听后 呆猛了一会 仔细瞅了瞅冷若离的衣袖口 确实看不出 与别的衣袖口有什么不同 但是他的袖都看着也没多大 他若是这一路上 都带着一只小雪狐 那为什么他和师兄 都没有觉察出异常呢 慕容离晨十分想不通 然后 他无意识地 用手挠了挠头 好了 我们还是先找到 虎符再说吧 冷若离无奈地说 他的小雪狐一出来就开始工作了 他先是在景德海的房间里兜了一圈 把屋里的气味都熟悉了一遍 然后 他再趴到景德海的身上闻了闻 很快就找到了方向感 随即 小雪狐就围着景德海床上的周边 转来转去 主人 你们要找的虎符 应该就在这个人睡的这张床上 小雪狐满脸得意地说 一声咒骂了一句 我去 难道他们三个在房间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原来景德海把虎符的藏在床上 于是 冷若离赶紧让慕容离晨和君莫涵 把景德海这个老贼抬下床 把他的小雪狐收进空间 三人就对他的床进行了一顿翻腾 后来 他们真的在景德海床头板底下面 发现了一个暗盒 冷若离马上拿出工具 把这个暗盒撬开 把里面放的那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拿了出来 他把小盒子递给慕容离晨 让他打开 小盒子果断打开 一只雕刻着符文闪闪发亮的小金虎 马上呈现在三人面前 慕容离晨兴奋地 当即就想用手把他拿出来看看 却被冷若离给制止了 别动 虎符上面有剧毒 冷若离严厉制止了慕容离晨 想把手伸进小盒子的动作 师嫂 那怎么办 慕容离晨皱了皱眉头 放心吧 你嫂子会有办法的 君莫涵宽慰她 她家王妃的本事可大着呢 这点小毒可难不倒她 话音刚落 冷若离就从袖口中拿出一个手套戴上 再拿出一瓶不知名的药水 把虎符丢进去泡着 然后 她眸光中闪过一抹脚霞 又从她的衣袖兜里 拿出一小包毒粉 把她撒在了这个小盒子上面 随即 三人看了一眼 被君莫涵和慕容离晨 抬到地面上的景德海 邪恶地笑了笑 马上离开景郭公府 一日 景德海在地面上动醒 咦 她昨晚明明睡在床上的 今早她怎么会在地上动醒 景德海坐在地上待猛了一会儿 扭头往自己床上看了一眼 她的大床上 被翻腾得乱七八糟的 随即 马上想起了什么 猛地爬起来 翻开她的暗盒 拿出暗盒里面放的那只小盒子 立即打开看了一眼 小盒子里面空空如也 糟了 糟了 这回真的糟了 她的虎符不见了 景德海哭丧着一张脸 自言自语地说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不不好了 秦国公府的管家 急步跑向景德海的房门口 满脸焦急地说 又发生了什么事 快说 景德海气的面目猙獰 手上紧紧地握住拳头 那双英智的狐狸眼 蕴藏着想要毁天灭地的狂暴气息 宫中的御林军统领秦明后 与三皇子联合起来 把大皇子安插进攻的所有护卫都砍杀了 皇上 皇上的病也被人偷偷地医治好了 以下命捉拿叛贼 大皇子和老爷 你们名字就在叛贼的名单上 大皇子刚才让人前来通知你 让你立刻拿出虎符带领城外的那五万兵马 杀进京都 管家终于结结巴巴地把话说完 景德海听了管家的话 原本站得挺直的身子 脚下突然一个踉枪 差点摔倒在地上 立刻出去背马 本国公要出去 景德海朝房门外的管家怒吼道 管家得了令后 又匆匆忙忙地跑出院子 为景德海背马 与此同时 皇宫门口慕容黎晨和冷王夫妇他们 正与慕容少兰的三千铁骑拼杀 每个宫门口外面都是满地的尸体 血液渲染了地面 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令人作呕 往日热闹的大街小巷 今日变得静悄悄的 人们都躲在家中 不敢出去 杀 今日谁要是活着了老皇帝 本公主重重有赏 慕容少兰为了鼓舞士气 振奋人心 用重金诱惑这些铁骑 为他卖命 但即使这样 他的这些铁骑们 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有冷王夫妇他们 带人坐镇各个宫门围 就算再来三千铁骑 也不容易杀进宫中 没多久 慕容少兰的铁骑们 就被冷王夫妇 他们杀得连连挫败 他娘的 他哥不是让人通知了景德海 让他领大军攻进城里了吗 怎么大军还没杀进城啊 慕容少兰 穿着一身金色铠甲 一边搏纱 一边紧皱着眉头 满脸疑惑地 朝身旁的一名侍卫问道 公主 属下也不清楚 他身旁的那名侍卫 摇摇头说 那你去打探一下 现在与慕容离城 守护在宫门口的那帮人 都是一些什么人 他们的武功 怎么会如此厉害 特别是那一男一女 本公主要他们的详细信息 慕容少兰 因冷如毒蛇的眸光 紧盯君莫寒 和冷若理 只给侍卫看 公主 这两个人属下 刚才就打听清楚 他们的身份了 这对男女 他们是夫妻关系 那名男子是三皇子的师兄 慕容少兰的贴身侍卫 详细地把他打探到的消息 都跟慕容少兰说了一遍 原来他就是慕容离城 经常说的师兄啊 难怪他那么得意 他这个师兄的武功 确实很不错 那你知道他师兄的具体身份吗 慕容少兰玩味一笑 这个 属下没能查出来 贴身侍卫 尴尬地挠挠头说 哼 算了 管他是什么身份 今日都得死 慕容少兰很力地回道 过了许久 慕容少兰的铁骑 被冷王夫妇他们厮杀的 所剩无几时 终于有人跑进来通知冷王夫妇他们 景德海已带着五万大军兵临城下了 慕容千松已经令人打开城门 把大军引入城中直奔宫门口 冷王夫妇知道这个消息后 马上吩咐慕容离城他们速战速决 然后 让他们只留下南宫门不关 把别的几个宫门口都关上 严阵已带景德海大军的到来 慕容离城刚做完军末寒吩咐的事情 回到南宫门 景德海的大军已经到了 慕容离城 没想到你的野心这么大 居然想是否篡位 今日我景德海与大皇子 就替天行道 杀了你这个贼子 景德海说着说着 抬手就用指尖撸了撸他的小胡子 丝毫不知他此时的这个小动作 一会儿就会要了他的老命 他威眉着那双狐狸眼 犹如嗜血的野兽 阴侧侧地看着站在宫门口前的慕容离城他们 恨不得把他们吃了 哼 景德海 慕容千松 到底是谁狼子野心 你们心知肚明 特别是你慕容千松 恢父皇从小到大都宠着你 还要你景德海 亏我父皇如此信任于你 你却暗藏野心 想要推翻慕容皇室 慕容离城的眸光 冷凝如冰地看着 骑着高头大马的慕容千松 和景德海两人 气愤地说 三皇子 要搞清楚了 今日你才是反贼 我和大皇子 只是守护当今皇上的江山而已 来人 给我杀进去攻去 谁若是娶到慕容离城的相上人头 本国攻凶 他为护国将军 哈哈 景德海眸光阴沉 笑声狂妄 住手 这时 一道响亮的声音 从宫门传出来 老皇帝在秦明浩的陪同下 急步走出宫门 慕容千松 你这个孽障 居然勾结暗夜阁和鬼谷的人 对阵下毒 枉我疼你 养你二十多年 你居然如此对待阵 还有你景德海 你明着扶持慕容千松登基 却在暗地里 谋划着自己为王 只可惜 你的狼子野心 正看穿得太迟了 但今日阵在此坐镇 虎符也在阵的手上 众将士听令 今日谁敢踏入这个宫门半步 正就诛杀你们的九族 老皇帝指着慕容千松 和景德海 两人怒骂完后 又举起手中虎符 出事给众人看 众人听了老皇帝的话后 当场议论纷纷 大家别听他的 老皇帝手上的虎符是假的 景德海怒吼道 看着底下这一幕 慕容千松也猛逼了 如果景德海没有虎符 这五万大军 是不可能任由他们指挥的了 国公大人 你的虎符呢 拿出来给众将士看看吧 这时 有一名正义的将军走出来问他 来将军 老皇帝手上的虎符是假的 景德海狡辩道 既然国公大人不愿意拿出来 让在下辨别真伪 那我只好亲自过去 辨别皇上手中的虎符了 说完 他翻身下马 来到老皇帝面前 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 请老皇帝把虎符给他看一看 老皇帝看了看来将军 把虎符展示出来给他一眼 这位来将军 当场就知道了 皇上手中的虎符 是真正的虎符 众位将士 皇上手中的虎符 是真正的虎符 今日 我们只听手中拥有真虎符的人指挥 来将军对着五大军大声地说 闻言 往日威风凛凛的景德海 气得当场吐出 一口老血 脑袋一晕 从马背上摔下来 全身抽出了几下 然后 气绝身亡 慕容千松马上翻身下马 查探了一下景德海的气息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今日他慕容千松败了 皇兄 你赶紧上马 我立刻护送你出城 慕容绍兰骑马走到慕容千松面前 低声说 绍兰 我们今日都跑不掉了 慕容千松闭了闭眼说 他们兄妹单枪匹马的 怎么可能敌得过这五万大军呢 来人 把慕容千松和慕容绍兰 给我抓住 老皇帝立即下令 此时 突然有一群黑衣铁面罩死士 从天而降 把慕容千松和慕容绍兰 给团团保护住 又是暗夜阁的金刚死士 冷若里眸光微冷地说 今日 你们谁都带不走他俩 为首的黑衣铁面罩死士 扯着一个严重沙哑 极为难听的噪音说 师兄 怎么办 慕容黎晨拧紧没心问 打 网刀剑里 诸如内里 砍他们的头部 君莫涵面不改色地回答 话落 他就拔出腰间的软件诸如内里 慕容黎晨和尹晨 他们也按照君莫涵的方法做 都往自己身上的配件诸如内里 准备好战斗 李儿 你和秦统领保护好北城皇 这些黑衣铁面罩死士 交给我们就好 君莫涵提醒道 好 那你们小心点 冷若李点点头 随后 君莫涵和慕容黎晨 握住手中的长剑 就朝那黑衣铁面 罩死士杀去 因为之前君莫涵和冷若李 他们就与这些黑衣铁面 罩死士交过手 已经知道他们的弱点 都在脖子以上 所以 这次他们 与这些黑衣铁面 罩死士打起来并不费力 君莫涵几个回合下来 就砍死了几个死士 都是一剑下去 头骨碎裂而死 慕容黎晨他们 虽然没有君莫涵的武力那么强悍 但是几个回合下来 也能杀死两三个死士 一场打斗下来 这群死士一下子就少了十几个 围守的黑衣铁面罩死士 看着这一幕 朝自己的属下吹了一个口哨 然后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往自己面前 扔下两颗小白球 别的死士也和他一样 扔下两颗小白球 他们周围瞬间掀起一片 浓浓的白色烟雾 等烟雾散尽之后 那些死士和慕容千松 慕容绍兰已经不见了 但众人没有留意到的是 君莫涵和尹臣也不见了 扮烛箱过后 这些死士带着慕容兄妹 出现在一片树林里 好了 大皇子 我们已经脱离危险了 这里有一封信 是我们主子让我交给你的 你自己打开看看嘛 我们要回去复命了 为首黑衣铁面 照死士淡淡地说完 随即 他转过身子 就想和他的手下离去 不料 他被身后赶过来的君莫涵 一枪打爆脑袋 然后 君莫涵又连开了几枪 他的枪法极为高超 每一枪都能打中 这些黑衣铁面照死士的脑袋 因为这些黑衣死士的铁面照 眼睛 鼻子 嘴巴 都是有动的 所以 用手枪打中他们十分容易 慕容千松和慕容绍兰 看见这些死士 被君莫涵拿着一个不知名的暗器 一个接着一个打死 顿时两人慌了 慕容绍兰拉着慕容千松 拔腿就跑 剩下的那些死士 也提高了警惕 君莫涵马上收起手枪 又拔出腰间的软剑和尹尘 两人迎了上去 两人用了一盏茶的功夫 就把剩下的死士给消灭干净 两人又迅速追上慕容千松和慕容绍兰 把这两兄妹捉回到老皇帝面前 剩下的事情 冷王夫妇他们也不好插手 然后 冷若离和君莫涵 他们就向老皇帝告辞 回到三皇子府中 而慕容离晨 因为宫中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 就没有和冷王夫妇他们一同回来 冷若离一回到三皇子府 就马上跑进厨房去寻找他的小雪狐 结果 等冷若离寻找到这家伙时 他居然还在厨房里拼命地吃烤鸡 他没想到 慕容离晨 居然还安排了两个大厨 为他现场做烤鸡 让他吃得够 冷若离满脸无语地 看着厨房角落里的那一幕 他抬手数了数 丢到地面上的那一堆鸡骨架子 一共十六个 两名厨师手上烤着的 还一人拿着一只 把两名厨师热得满头大汗 我去 小雪狐 你都把三皇子府上的鸡吃完了 还不够吗 冷若离十分无奈地问道 小雪狐听后 摇晃了两下的他的小脑袋 也不说话 继续吃 冷若离 我今晚要回去了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 冷若离只能拿出杀手锏 话落 冷若离马上就离开厨房 再也不搭理小雪狐了 小雪狐马上放下手中的烤鸡 嘴巴里塞得鼓鼓地说 主婴 我要和你一起走 你不能丢下我 说完 马上抢过 两名厨师为他做的半生不熟的烤鸡 就急忙追上冷若离了 但因为他吃得太饱了 跑得老费劲了 连滚带爬的 追了好长时间 才追上冷若离 主 主婴 你等等我 我也跟你回去 你还是把我收回你的空间 草坪上吧 小雪狐累得气喘吁吁地说 这时 冷若离突然停下脚步 一脸嫌弃地看了看小雪狐 半想 他还是不忍心把这家伙丢下 长袖一挥 把他收进了空间里 到了半夜 冷若离和君莫涵 他们都吃饱喝足后 收拾好东西 准备趁着漆黑如墨的夜色 乘着君莫涵的蛟龙 离开北城国 丽儿 你们都穿好衣服了吗 君莫涵关心地询问几人 因为他们坐上蛟龙 飞上半空中十风大 气温也比地面上低 所以必须多穿衣服 冷若离 我准备好 尹臣和楚明轩他们 我们也准备好了 君莫涵 那我们出发吧 随后 君莫涵往自己的软件上 注入九成的内力 让软件化行为蛟龙 几人动作俐落地坐上去 蛟龙就腾空飞上半空中 往天舞国的方向飞去 三天后晚上 青云客栈里 烟雨和陆离落正忙地团团转 自从烟雨的客栈改修过之后 客栈里的生意就好得不得了 每天经过青云客栈的往来商客 络绎不绝都选择在青云客栈吃住 今晚客栈里的客人都走完了很久了 烟雨和陆离落两人还在擦桌子扫地 李洛 我不行了 真的快要累死了 反正钱是赚不完的 我们关门休息两天吧 自从装修完客栈之后 已经快半年了 烟雨每天的脑力和体力都被全部投资完 腰酸被痛的 真的太累了 烟雨姐 别人都巴不得生意好 多赚钱 而你却整天都想着关门休息 陆离落笑着打趣道 虽然她每天忙来忙去也感到很累 但是现在的生活对她来说过得很充实 不像她之前跟着那个不靠谱的爷爷居无定所 三餐吃不饱 能活下来全靠自己的运气 妹子 姐姐真的干不动了 只想躺下睡觉 烟雨疲倦地回答 哈 烟雨姐 你太累了 就先上楼休息吧 这里交给我一个人就好 陆离落眉眼带笑着说 那怎么成呢 你也累啊 要不 我们明天还是请两个帮手吧 如果这生意再这么好 我们姐妹会累坏身子的 烟雨柳眉皱了皱 好的 烟雨姐 李洛什么都听你的 陆离落笑了笑 随后 烟雨和李洛两人 继续在客栈的大厅堂里面干活 烟雨姐 你说李儿姐姐他们走了几个月 怎么还不回来呢 陆离落小声地嘀咕道 可能他们要办的事情 还没有办好吧 烟雨只好这样回答陆离落的话 因为他也不清楚 冷若李他们出门干什么去 李儿姐姐说 等他们返回京都时 还会到青云客栈 给我们姐妹俩庆祝呢 这都快五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见他们回来 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陆离满脸担忧地说 两人正说着 陆离落的爷爷 突然抱着一个酒壶 从后院里跑出来 又是喝得醉醺醺的 身子亮亮呛呛的 连站都站不稳 不过 烟雨和陆离落 两人都已经习惯了 只要不摔伤 就不用理他 肥来了 肥来了 天 天的马上就到了 陆老头醉成一团烂泥 口齿不清地说 爷爷 你说谁肥来了呀 陆离落满脸疑惑地问 那几个人肥来了 马上就要到了 闻言 陆离落和烟雨两人 还是一脸猛逼 就在这个时候 客栈里突然走进了几人 老板 还有吃的吗 不好意思 我们打 烟雨想也没想就说 可当他把话说到一半时 猛然觉得 这道声音很熟悉 抬摩往客栈门口看去 他整个人都震惊了 而陆离落 已经激动地 朝客栈门口的几人迎了上去 李儿姐姐 莫公子 楚公子 你们真的回来了 我每天都在客栈里等啊 等 五个月都过去了 就是不见你们回来 我都思念成疾了 今天终于 让我们等到你们回来了 陆离落拉着冷落里的手 满心欢喜地说 哟 真的吗 我看你这段时间 可胖了不少啊 冷落里抬手就捏了一把 陆离落婴儿肥的脸蛋 肉乎乎的 十分有弹性 手感不错 哪有啊 李儿姐姐 你看看我黑眼圈 都是想你想的睡不着造成的 陆离落面色激动地 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嗯嗯 我看见了 刚才我是逗你玩的 冷落里笑着 又用手指轻轻地 弹了两一下陆离落的额头 李儿姑娘 莫公子 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我让厨房帮你们做些吃的 这时 烟雨忽然插嘴道 烟雨 我们在客栈外面 就听到 你跟离落的对话了 我们已经知道 你们最近的情况 这几个月 青云客栈的生意不错 你们也很累 今晚就不用麻烦大厨们 帮我们做饭了 我亲自下厨 为大家做一顿好吃的吧 就当是我当初离开青云客栈时 对你和离落许下的承诺 为你们成为结拜姐妹的庆祝礼物了 冷若里说起话来的声音 唯唯动听 让人如沐春风 天啊 李儿姐姐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 陆离落满脸惊喜地说 你李儿姐姐会的东西可多着呢 以后你就知道了 楚明轩神秘兮兮地说 哎呀 你们还要在门口 摸摸唧唧到什么时候 我小老头的肚子 都要饿扁了 一旁抱着酒壶 趴在桌子上醉熏熏地 睡得迷迷糊糊的陆老头 突然吼了一嗓子说 爷爷 别插嘴 你每天喝酒 都喝饱了 还知道吃饭啊 陆离落朝他爷爷气呼呼地说 但陆老头并没有搭理陆离落 李儿姐姐 这个小老头 就是我的那个不靠谱的爷爷 他一天到晚说话疯疯癫癫的 你别搭理他 陆离落有些尴尬地笑道 没事 我们的肚子也很饿了 离落 你就带我去厨房做饭吧 随后 陆离落把冷若里带入厨房 烟雨马上安排好君莫寒 和楚明轩他们坐下 然后 给他们上茶水 和一些小点心 冷若里在客栈的大厨房里 环顾了一周 大厨房里 基本上什么蔬菜和肉类都有 冷若里决定就地取材 很快就在厨房里 忙前忙后地准备食材 离落怕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还是主动上前帮忙打下手 今晚冷若里 准备给大家做一顿麻辣香锅 和清炖羊肉汤 冷若里先把清炖羊肉汤 放入锅里炖 然后 他再和离落整理 好炒麻辣香锅的食材 两人干活的动作都很利索 一堆食材 花了一盏茶的功夫就准备好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了冷若里 过了半个时辰 冷若里和陆梨落 就从厨房里 端出一大锅香喷喷的 清炖羊肉汤 和一大盆麻辣香锅 他们的香味 瞬间充斥在整个客栈的厅堂 香 真的太香了 这个小女娃的厨艺 真的太高超了 我洛老头以后有口福了 洛老头一闻麻辣香锅 和清炖羊肉的香味 原本醉醺醺的人 瞬间清醒了 急步跑到饭桌面前 霸占了一个凳子的位置 担心自己一会儿抢不到吃的 众人 陆梨落看见自己爷爷 那副饿死鬼头胎的模样 脸上尴尬地笑了笑 不过 大家都并不介意陆老头的举动 因为他们也是 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随后 冷若里分好碗筷后 让烟雨把客栈里的大厨师们 都叫下来开吃 等所有人都上桌后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吃起来 吃了一炷香 时间都不到 这两大盆菜 就被一扫而光 京都 庆王府 这两日 整个王府都乱作一团 原因就是 冷若霜要生了 啊 痛死我了 啊 这个孽种 怎么还没有生出来啊 房间里不停地传来 冷若霜痛苦的喊叫声 冷氏妾 你能不能安静下来 留点力气生孩子吧 产婆一脸无奈地说 可我好痛啊 真的好痛啊 冷若霜已经痛得满头大汗 身上的衣衫 已经都湿透了 但是他的孩子 还没看见头部 而此时的庆王 并不像别人 要当父亲时的 那种着急 还吩咐下人 搬来一张长榻 一手抱着一名小妾 坐在冷若霜的院子里 和不停地 和两名小妾 嘻嘻哈哈地调情 王爷 这冷氏妾的孩子 都生了两天了 怎么还没有生下来啊 庆王左边的小妾 随口一说 哎 本王又没生过孩子 本王爷怎么知道 庆王毫不在意地回答 小婷 你怎么就那么无聊 问王爷这种问题 是个男人 他怎么知道 女人生孩子的事情了 王爷 您说 妾身说得可对 右边的小妾嬉笑道 王爷 妾身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左边的小妾看着庆王 脸色有些不对劲 神情变得有些紧张 呵呵 本王不怪你 庆王邪恶一笑 皇宫里 御书房 皇上 奴才已让人前去 打探消息回来了 冷若霜 还没有生下孩子 李公公公着身子 向皇帝禀报 嗯 朕已经知晓 随即 他似乎又想起什么又问 皇后那边有什么动静 皇后自从自己被解禁了之后 到目前为止 已经过去十来天了 也没有离开过凤七宫半步 他还接受不了 自己变成了一个半瞎子 半残废的人 李公公把皇后 现在的情况如实到来 哼 朕不废了他的皇后之位 能留他一条狗命都不错了 皇上脸色阴森森地说 他那双深邃的黑眸里 仿佛有一个无底洞 令人难以看透 其实 皇后的那只眼睛 是皇上亲自弄瞎的 皇后的那条腿 也是皇上亲自废掉的 之所以留他一命 是因为皇上目前 还是有些忌惮 林皇后的那个二弟 林振凡会造反 因为这个林振凡手上 拥有天武国三分之一的兵力 而且 林振凡这个人 比皇后和林国公的野心还要大 所以他为了天武国子民 免遭生灵涂炭 先忍一忍 凤七宫 皇后娘娘 去亲王府的小太监回来了 小安子战战兢兢地 向皇后禀报 此时的凤七宫 虽然被解禁了 但是却再也没有了 往日的风光和热闹了 皇上当初发现了 皇后与外男友奸情之后 只留下小安子 和两名小宫女 守候在凤七宫 别的嬷嬷 宫女和太监 全部都被皇帝秘密处死了 让他进来吧 皇后低沉着嗓音说 随后 小安子把那名被安排 去亲王打探消息的小太监 叫了进来 奴才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 千千岁 小太监弯着身子 恭敬地行了一个个大礼 起来吧 说 亲王的冷士气生了没有 皇后淡淡地问报 皇后娘娘 冷士气还是没有生下孩子 小太监谨小慎微地说 再去探 皇后 又对小太监下令 然后 小太监又退了出去 这边亲王府的大门口 消失了一段时间的柳如意和阿满 突然出现在亲王府大门口 今日 是他女儿冷落双临盆的日子 柳如意面色着急的 想带着阿满进亲王府 看自己的女儿 但是却被亲王府大门口的侍卫 多次阻拦了 几位大哥 你们就行得好 让我家主子进去 看待二小姐吧 阿满低声祈求道 不行 我们王爷已经下令 不能让柳如意这个女人 踏入我们亲王府半步 守门的其中一名侍卫果断拒绝道 几位大哥 这是为什么啊 我家主子可是冷世切的母亲啊 冷世切现在临盆急需亲人的陪伴 你们让他进去看看自己的女儿都不行吗 阿满沉下脸来 眼色冷利地说 眼里呈现强烈的杀鸡 不行 侍卫即使感觉他身上的杀鸡 也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 阿满 快回来 你拿着这个玉佩 去一趟邻国公府 亲自交给邻国公邻振飞 柳如意微眯双眸 眼里划过一抹凉意 是 主子 阿满接过柳如意递过来的玉佩 就往邻国公府奔去 可就在此时 亲王府里 一道女子的喊叫声 和一道婴儿的啼哭声 冲破了天际 王爷 冷世切生了 生了 产婆在冷若霜的产房里 激动大声地说道 冷若霜一声尖叫后 彻底痛昏过去 亲王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后 把身旁的两名小妾直接推开 蹭地一下站起来 跑向产房门围 生了 终于生了 产婆 快告诉本王 他生了个什么东西 亲王迫不及待地问 王爷 是个小 不对 是个女 也不对 产婆认真看了看婴儿的性别 顿时满脸惊愕 产婆 冷若霜到底生了什么 你连男女都分不清吗 亲王怒斥道 闻言 产婆马上捡好肚脐袋 迅速给婴儿包好小被子 打开房门抱出去给亲王 王爷 你自己看看吧 他做了二十几年的接生婆 手上接生过的婴儿无数 还是头一次遇到分不清性别的婴儿 亲王一脸猛逼地瞅了一眼产婆 这个在京城中 号称第一的产婆 居然连婴儿的性别都分清楚 真让他纳闷了 接着 亲王轻轻地掀开婴儿的被子 仔细一看 瞬间 他整个人就像被人用锤子钉住了一样 愣在那里 过了许久 亲王才回过神来 产婆 这个小孩 到底是个男孩 还是女孩 产婆直摇头 来人 把这个婴儿 给我丢进湖里淹死他 本王生不出这种不男不女的怪物 还要给本王把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丢进后院的柴房里 不允许任何人给他送吃的 亲王与其残忍地说 随即 他直接把手上的婴儿丢给身旁的下人 拂袖而去 这边 阿满来到邻国公府大门口 马上向守在门口的门卫说明来意 他要找邻国公 守卫一听 看了一眼阿满地穿着 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 快走开 我们老爷 不是你这种卑贱之人可以见到的 守卫满脸嘲讽道 几位大哥 我真的有事找邻国公 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阿满低声下气地说 不行 走走走 快点走 守卫不耐烦地说 阿满看见这些守卫高高在上的对人态度 气得藏在衣袖中的手钻紧拳头 准备上去给这几个守卫教训一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驶来了一辆豪华的马车 突然停在了邻国公府大门口 邻国公邻振飞 喝得醉醺醺地 在护卫的搀扶之下 走下马车 阿满看见邻国公后 心中一喜 想立刻走到邻国公面前 却被邻国公身旁的护卫一把拦住 你是什么人 靠近我们老爷 想干什么 邻国公身旁的护卫 立一声问道 阿满瞟了一眼这个问话的护卫 不想搭理他 而是直接朝邻国公开口喊道 邻国公 邻国公 我家主子 让我把这个玉佩交给你 闻言 林振飞睁着迷糊糊的双眼 朝阿满身上看了一眼 你家主子是谁 邻国公 林振飞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微微一愣 脑子也清醒了一点 这个女人自从嫁给了棱锦鱼之后 就断了与他的男女关系 与林峰勾搭上了 完全把他这个老相好给忘了 今日他怎么突然又让人来找他了 什么玉佩 你递过来给我看看 林振飞眯了眯眼说 阿满赶紧把柳如意 交给自己的玉佩 递给林国公 林国公看了一眼玉佩上的双字 整个人瞬间清醒了 你主子让你过来 找本国公有什么事交代 林振飞眼神犀利地问 我主子让我请你去一趟庆王府 阿满不动神色回道 林振飞顿时猜到柳如意的目的 昨天他就听下人禀报说 庆王府的冷室切要生了 结果生了两天都没有把孩子生下来 这女人该不会是害怕冷落双生的女娃子 庆王那小子会虐待他女儿 让他给冷落双撑腰吧 后来林振飞思来想去 他还是决定去一趟庆王府看看 走 我们去一趟庆王府 林振飞吩咐护卫 然后他转过身又坐上了马车往庆王府奔去 一驻香过去 庆王府大门口的侍卫依旧不让柳如意进门 但他又不见阿满把林振飞给请过来 此时他心中十分着急 因为他刚才听到守卫们议论说 冷室切生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被王爷直接下令给淹死了 这让柳如意很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危 于是他决定不等林振飞过来 就开始闯庆王府 他从袖中拿出一把匕首 运起轻弓 直接飞到这些守卫面前 和守卫当场打了起来 但柳如意的武功并不好 守卫三两下就把他给擒住了 柳如意见这个方法不成 最终还是用上了他的杀手锏 魅弓 他的魅弓 可是在整个暗夜阁里面的最成功的一位了 只要别人看一眼他的眼睛 如果那人的意志不坚定的话 会马上迷失自我 任他使欢 特别是那些对他起了色心的男人 会使他对自己的身子更加着迷 柳如意被庆王府的守卫擒住后 他搔手弄姿地 朝守卫们抛了一个魅眼 用手轻轻扯开自己身上的腰带 光滑如意的双肩耸了耸 轻薄的上衣就掉落在他的腰间 身上只剩下一件粉红色的肚兜 他身上瞬间散发出一股好闻的香味 朝守卫扑鼻而来 庆王的守卫们被柳如意突然地举动 看得口干舌燥 这个柳如意虽然已经是个半老徐娘了 但依然还有着少女一样的肌肤 而且比那些小姑娘耍起来更加有女人味 如果自己能跟他来一场颠乱捣缝 估计也不错 这些守卫心里邪恶地想着 最终决定身体力行 整个人迷糊糊地就朝他扑了上去 可就在这时 林国公的马车陡然到了庆王府门口 林振飞刚走下马车 就看见柳如意衣衫不整地 和守卫们调情的这一幕 顿时 他的脸上漆黑如墨 柳如意这个女人 连嫁到这种地步了吗 为了进入庆王府 居然和这帮守门狗 在大门口干起了那种不要脸的事情 住手 你们这是要干嘛啊 这里可是庆王府的大门口 柳如意你的胆子居然那么大 敢在这里勾引这些守卫 你是不是活腻了 林振飞怒斥道 那几名守卫听到林国公的声音 他们瞬间清醒了 全身冒出了冷汗 几杯发凉 他们刚才怎会想和这个老女人 在庆王府大门口干那种事情呢 真是活腻死了 林振飞 你终于来了 柳如意面不改色地说 你穿好衣服再进去 林振飞狠狠地瞟了一眼柳如意 柳如意也不跟林振飞气恼 迅速地把自己掉落在腰间的外衣穿在身上 紧跟着林振飞身后进了庆王府 此时的庆王府里 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你们听说了吗 冷侍妾居然生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我早知道了 刚才我就在冷侍妾的院子里站着呢 你都不知道 王爷刚才看见那个孩子后的脸色 都能炸得出墨汁来了 可不是吗 让谁 谁都接受不了 自己生了一个分不清男女的怪物 林振飞和柳如意路过走廊时 正好把这两名丫鬟的对话 听到了耳中 林振飞听得一脸猛逼 而柳如意听后 气得火冒三丈 一掌拍过去 就把这两个丫鬟直接给杀了 乱嚼舌根 杀了罢了 柳如意语气阴沉沉地说 林振飞也懒得理他 直接拦住一名小丝 让他带去冷若霜的院子里 此刻 冷若霜的院子里 已经没几个人了 只有两个侍女在收拾房间 柳如意急不冲进房间里 看见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在房间中 于是 他随手抓住其中一名侍女的手就问 这突来的举动 吓了一大跳 扭头就看见 他那副要吃人的眼神 那名侍女也不敢欺瞒他 随即 他支支吾吾地说 冷 冷嗜切 被 被王爷关到柴房里去了 什么 我们女儿还在坐月子呢 你们王爷居然把她关进柴房里 柳如意听了侍女的话 差点没气晕过去 被关在哪个柴房 快带我过去 柳如意抓着带女的手怒吼道 文言 侍女猛地摇摇头 王 王爷下令了 府中的下人都不能靠近 囚禁冷嗜切的柴房 侍女全身颤抖地说 那你直接跟我说 冷嗜切现在被关在哪里 柳如意大声地咆哮起来 又吓得两名侍女一个机灵 在 在离大厨房 进的那间柴房里 那名侍女颤抖声音说 柳如意听后 立即放下侍女的手 往大厨房奔去 林振飞也急忙地跟了上去 两人跑在半路上 林振飞陡然抓住了柳如意的胳膊 欲言又止地问 柳如意 冷若霜是谁的孩子 她不是冷颈于的孩子对吧 话落 柳如意骤然停下自己脚下的步伐 转过身子 看了一眼林振飞 嘴一脚勾起一抹冷笑 你猜呢 她不会是我的女儿吧 哼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林振飞 我告诉你 如果当年不是你把我掳走 强行霸占了我 让我当了你两年的性奴隶 然后 你又把我抛弃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任别人欺齿 我才不会有如今的下场 我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都是你造成的 柳如意红着眼眶说 她的神色黯然忧郁 还流露出岁月里的风霜血与痕迹 谋底隐藏着一抹隐隐的痛苦 蕴含了她一生的怨恨 本国公现在不想跟你扯这些废话 我只想知道 冷若霜是谁的女儿 林振飞又问 她就是你的女儿 又怎么样 柳如意故意刺激她说 其实 柳如意自己也不知道 冷若霜到底是谁的女儿 因为那日跟她发生过夫妻关系的人 不止林振飞 黑袍 林峰 还有暗夜魅主她们 可就是没有本事和冷锦鱼发生关系 这是她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事 所以 双二到底是不是林振飞的孩子 她也不敢确定 才让阿满拿着当年林振飞送与她的玉佩去找她 而不敢直接告诉林振飞 双二是她的女儿 但她看双二的长相比较像林振飞多一些 双二应该是林振飞的女儿吧 柳如意自以为是的想着 如果她是我的女儿 我会救她 但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儿 你就自行想办法救她吧 还有这个刻着双字的玉佩 我也不会给你了 我曾经就跟你说过 让你到了万不得的时候 才能拿着这个玉佩来找我 我会答应你做一件事 但现在这个玉佩的权限 你已经用完了 我要收回去 林振飞认真地说 收回去就收回去 我柳如意不稀罕你的东西 柳如意不屑地回答 林振飞看了一眼柳如意 那副不屑一顾的模样 心中冷笑 哼 你现在就算去找到柴房 也是就不出你女儿的 你必须经过亲王的同意 才能把她带出来 不然 你就算把她就出来了 她在这个亲王府里的日子 也不好过 你没听到那些下人说 冷若双生了一个 不男不女的怪物吗 我猜亲王现在的心情 十分不好 那你说 我现在怎么办 亲王是你外甥 难道你的面子 她也不给吗 柳如意满脸烦躁地说 走 我带你去找亲王吧 林振飞说完 抬腿就往亲王的院子走去 此刻 亲王正在自己的书房里 乱砸东西 自从他知道 冷若双生了一个 不男不女的怪物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 来自地狱的魔鬼一样 整个人变得阴沉沉的 啊 亲王把他书房里的东西 砸得七七八八后 又仰头对着屋顶怒吼一声 冷若双居然没能 帮他生出个儿子 难道他真的要断子绝孙了吗 难道那个皇位 他只能拱手相让了 他君莫瑶不甘心 一定会有人能解掉 他中的绝子药的 正当他心中无比烦躁之时 贴身侍卫左倾 敲响了他书房的门 王爷 林国公带着冷侍妾的母亲 进王府了 让他们进来吧 亲王淡淡地说 侍卫左倾 马上帮林国公和柳如意 打开亲王的书房门 随即 林国公和柳如意 走进了书房 两人争谋就能看见 亲王的书房里 被砸得一片狼藉 臣 贱妇 拜见亲王爷 林国公和柳如意恭敬道 都平身吧 舅舅 你今晚带着这个妇人进来 该不会是为了冷若双的事情吧 亲王背对着两人说 是 林国公直接承认 本王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他让本王丢尽了脸 亲王满脸愤怒地拒绝 不就是一个孩子吗 你看看自己 都成了什么样子 以后怎么成就大事 林振飞怒斥道 舅舅 那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 问题是 本王中了绝子药了 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冷若双这次生不出 一个正常的孩子 那本王以后就没有孩子了 没有孩子 父皇绝对不会选我做储君的 亲王满脸悲哀说 王爷 我去帮你寻找神医 解了你身上的绝子药 不知你 能否放出我女儿 并且立他为王妃 柳如意突然插嘴道 你有认识高明的神医 听后 亲王有些愕然 柳如意使劲地点点头 那认识的人 该不会鬼谷谷主吧 本王早就已派人找过他 可他一直云游四海 不知所踪 亲王顿时满脸泄气 剑父有办法与他联系上 让他帮助王爷 解决紫药的毒 但王爷 需要马上放落的女儿 让人好生照顾他做月子 柳如意肯定地说 好 本王可以把冷若霜放出来 让人照顾好他做月子 但是如果你一个月后 仍然请不到鬼谷谷主 帮本王解了绝子药 本王会又把他关进柴房里的 亲王眼神冰冷 没有一丝温度 说话的语气十分很绝 剑父明白 柳如意微微合手 随后 亲王吩咐他的左倾 带着柳如意和林国公 去了囚禁冷若霜的柴房 冷若霜在柴房里 直接被冻醒 睁眼发生 自己被关进了一间漆黑的屋子 害怕急 过了没多久就发起来高烧 等柳如意来到柴房救出他时 冷若霜已经发烧得迷糊糊的 一日 亲王的冷室 切生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的事情 传遍整个京城 也很快就传到了宫中 皇上知道后 当即冷笑一声 真是造孽啊 皇后知道后 当场吐了一口鲜血 顿时气晕过去 冷若霜和君莫涵他们的马车 自从进入了京都后 在热闹的街道上 听得最多的 就是亲王府的冷室 切生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然后 那个怪物 直接被亲王下令淹死在湖里 冷若霜在马车里 听了这些流言蜚语 马上就猜测到 冷若霜应该是生了一个双性婴儿 这种双性婴儿 如果放在现代 以现代的医疗水平 做个两性畸形 矫质手术就能恢复 但在古代医疗水平落后 人民用迷信 只能当做怪物处理了 不过 这个君莫涵也是够狠的 俗话说 虎毒还不食子呢 就算他生下来是个怪物 好歹也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他还真下得了命令 让下人把孩子丢进湖里淹死 君莫涵 没想到我们离开京都几个月 发生了那么事情 冷若李不禁感叹 只要不招惹到我们 一切都与我们无关 君莫涵懒洋洋地说 两人聊着聊着 不知不觉 马车就停在了冷王府门口 守在冷王府门口的几名侍卫 看到赶马车的人是隐一和隐二 马上猜到是他们的王爷和王妃回来了 心情激动极了 王爷和王妃回来了 王爷和王妃回来了 守门口的几名侍卫不停地齐声高呼 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 手舞足蹈 其中一名侍卫立刻急步跑进王府 通知府上的人出来迎接王爷和王妃他们 王爷 王妃 我们到了 隐一低声提醒道 哎 我们出门几个月了 也不知道府里的人怎么样了 冷若李有怀念地说 我们进王府不就知道了 君莫涵伸出长臂 一把搂住冷若李瘦弱的肩膀说 在这几个月里 他们在外面经常风餐露宿的 害得他家里又瘦了许多 君莫涵心疼坏了 随即 君莫涵拉着冷若李的手 动作俐落地下了马车 两人携手走进冷王府 紧跟他们身后的楚明轩和尹臣 也下来了马车 蹬在冷王夫妇身后走进王府 而府中的下人们 听到守门的侍卫说 王爷和王妃回来后 刚开始呆忙了几秒 回过神后 整个王府顿时沸腾了 众人赶紧放下手中的活 急急忙地往王府的大门口奔去 排成两条长长的队伍 众人笑容满面 看见王爷和王妃走进王府 叶颖和管家 带着整个王府的下人 心情愉悦地向两人行礼 齐声高呼 恭迎王爷王妃回府 助王爷王妃吉祥 都平身吧 君莫涵晃了晃手 众人都站了起来 叶颖和管家 朝君莫涵和冷若李走了过来 谢尔和铃儿两个小丫鬟 也走了过来 把冷若李给围住 君莫涵马上吩咐叶颖 分别安排人进攻 到冷江军府和夏府去报喜 然后 她才带着叶颖和管家 他们到自己的书房 听取这几个月的汇报 而冷若李 则是在她的两个丫鬟的簇拥下 往她和君莫涵的寒车院走去 王妃 你这次出门去了好长时间啊 谢尔真的想死你了 谢尔抱住冷若李的一只手臂 笑呵呵地说 是啊 王妃 铃儿也好想你啊 铃儿也抱住了冷若李的 另一只手臂撒娇道 王妃 你以后出远门 可不可以带上奴婢和铃儿啊 谢尔笑着说 好啊 如果我不是急着出去办事的话 就带上你们两个 冷若李 哈哈一笑 谢谢王妃 谢尔和铃儿起声说 三人刚踏入寒车院的月亮门 一个庞然大雾 从一棵茂密的桂花树上 飞到冷若李的面前 伸长着小脑袋 傲娇地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咦 这只金雕从哪里飞来的 怎么长这么胖 冷若李有些迷惑地问道 话落 谢尔和铃儿 哈哈大笑起来 王妃 它就是 你养的小金雕啊 冷若李看见这只喂得又大又肥的金雕 它的额头顿时挂满了一排黑线 我滴个乖乖啊 你们把他喂得也太胖了吧 都快把他养成鸡了 他还能飞得动吗 冷若李看着这只胖金雕 心情十分复杂 原本名九霄送他一只金雕 是给他当做棋的 这两个小丫鬟可好了 活生生地把他当成一只鸡养着 王妃 这可不能完全怪奴婢和铃儿啊 自从你出门后 我们每天待都在王府里 实在是很无聊 所以我们每天就以喂金雕为乐 可是夜影 管家和府里的其他侍卫 以及下人们知道 王妃在王府里 养了一只喜欢吃肉的金雕后 他们每天都会拿着几盆鸡肉 偷偷地跑到花园里喂金雕 金雕每天都被喂得饱饱的 它都成了我们王府里的团宠了 养着养着 就胖成这样了 馅儿好笑地说 你们不能再这么喂下去了 再这么个喂法 他胖得飞不起来以后就真的变成一只鸡 以后你们一天最多 只能喂他吃一只鸡肉 多一块都不能喂 冷若里下令道 是 王妃 馅儿和林儿恭敬地回答 馅儿 那你马上去告知一下王府里别的下人 让他们每天不用再端鸡肉过来喂金雕了 我们自己亲自到厨房去拿肉喂他 馅儿和林儿乖巧地点点头 随即 馅儿马上跑出寒车院 林儿跟着冷若里的身后 走进主卧室 帮冷若里准备换洗的衣服 然后 他吩咐两名打杂的婆子 帮王妃准备汤玉 就退了出去 冷若里原本不想麻烦林儿他们为自己准备汤玉 直接进空间冲一个澡就出来了 但是他看见林儿那一点笑容 又不忍心拒绝 就接受了林儿为自己准备的花瓣玉 君墨涵的书房里 叶颖和管家他们正向君墨涵汇报着 这五个月里冷王府中发生的事情 以及这段时间内 京都之中发生的几个大事件 冷王府里倒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两个月之前 太后和皇上因为太过想念冷若里和君墨涵 偷偷地来过两次冷王府瞅了瞅 冷锦渝和夏老夫人也是因为太过想念冷若里来过几次冷王府 这些人会来冷王府 君墨涵不感到奇怪 但奇怪的的是 宁王和亲王也来过两次冷王府 这让君墨涵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他和丽儿与这两人的交情并不深 他们来冷王府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至于是什么目的 他君墨涵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这时 叶颖又向君墨涵汇报宫里发生的事情 王爷 皇上前段时间突然解除了对皇后的囚禁 但宫里安插的线人回报说 皇上解除皇后囚禁的前一晚 皇上曾去过凤七宫一趟 他进去了没多次 凤七宫里就传出了皇后恐怖的惨叫声 等皇上出来后 皇后就瞎了一只眼睛 废了一条腿 寝宫里也流了满地的鲜血 整个凤七宫都被一股血腥味笼罩着 现在皇后的模样很是凄惨 叶颖慷慨激昂地说 皇后得到这样的下场 他们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都踩到了皇上的底线 皇上心中都记恨着呢 这件事情没有牵连到我们 我们不用管他 君墨涵说话的声音低沉硬朗 带着雄性气息浑厚的雌性 但天生又有种漫不经心的味道 对叶颖说的这件事情不太在意 是 属下明白 叶颖拱手抱贱恭敬地说 不过 王爷 属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说 就是昨晚亲王府的冷室街声 叶颖的话说到一半就被君墨涵给打断了 叶颖 这件事情本王在街上已经听到传言了 你无需再向本王汇报了 君墨涵淡默地说 是 王爷 宫里 皇上得到冷王夫妇回京的消息后 马上放下了手中的奏折 带着李公公急不往长寿宫奔去 与此同时 得知冷王夫妇平安回京的太后 也是开心不已 这两个孩子出门已经五个月了才回来 担心死他这个当皇祖母的了 等他们进宫向他请安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数落一番这小两口 正想着 他那个当皇帝的儿子就走进来了 母后 孩儿和脸回来了 正想去一趟冷王府看看他俩 您去不去 去去去 哀家和他们已经五个月没见面了 哀家也很想去看看他们 那儿臣就陪你一起去吧 而臣已经吩咐过牢里 让他安排人在宫门口被好马车了 皇上满脸带着笑意说 随后 皇上就随着太后 敲咪咪地出了皇宫 坐上马车 直奔向冷王府 冷将军脸 冷锦鱼正在院子里练剑 齐管家突然急匆匆地跑进他的院子 将军 将军 大小就回来了 齐管家笑着说 丽儿回来了 他五天前不是跟他回信说 还在浩京呢 今天就回到京都了 离天舞的京都可是要走一个多月的路程了 难道丽儿他们是飞回来的 冷锦鱼满脸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不过 他的丽儿回来了 他这个当父亲的当然开心了 冷锦鱼连自己练剑汗湿掉的衣服都不换 就往大门口奔去 他现在要急着去见自己的女儿 夏府里 夏太师正和夏老夫人正说着冷若里 哎 糟老头子 我的丽儿和冷王出门都快五个月了 怎么还不回京啊 他们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 夏老夫人唉声叹气地说 老伯子 你就放心吧 我们的外孙女不但为人聪明机灵 本事也大着呢 他不会有事的 再说 他的身边不是还有个冷王吗 冷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没有听说过 他不仅文武双全 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丽儿与他一起 我们就放心吧 夏太师耐心地宽慰夏老夫人 虽然他这个当外公的 也是很担心他的宝贝外孙女 在外面的情况 但什么事情 都要往好的方向多想想不是吗 两人正聊着 冷若里的大舅母安氏 和舅舅下山一急忙忙地跑进那客厅 爹娘 丽儿和冷王今日回京了 夏山一欣喜若狂地说 什么 丽儿回来了 我没听错吧 夏太师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爹 你没有听错 还是冷王亲自派人前来通知我们的 安氏肯定地说 那我们还待着干嘛 赶紧去冷王瞧瞧 夏太师刚才还安慰夏老夫人别担心 现在他一听说自己的宝贝外孙女回来后 他比谁都激动 比谁都想见到冷若里 走走走 业儿 你赶紧让管家被马撤 我们要去一趟冷王府 夏老夫人也着急地催促道 没过多久 夏太师和夏老夫人就带着一群夏府的人 浩浩荡荡地往冷王府奔去 冷王府 冷若里刚洗完澡 找了一套冰蓝色的宽袖 束腰云彩纱裙穿上 然后 把馅和铃儿叫了进来 帮他输了一个高雅计 头上戴上了一枚 他在南兆国玉石镇买的水晶串珠花头饰 净显一身清冷高雅的气质 冷若里刚穿戴整齐 就听到丫鬟禀报 皇上和太后来了冷王府 王爷让他出去迎接一下他们 原本冷若里还准备洗个澡 换身干净的衣服和君沫寒一起进宫 给皇上和太后请个安 没想到 皇上和太后就赶来了冷王府 结果 等冷若里从寒车院来到大客厅时 不但皇上太后来了 连他爹冷锦鱼和夏府的人也来了 李儿拜见父皇和皇祖母 祝父皇和皇祖母福寿安康 冷若里乖巧地向两人行了礼 李儿 快过来让皇祖母和你的外祖母看看 太后和夏老夫人看见冷若里后 高兴得都合不拢嘴 而皇上 夏太师和冷锦鱼他们 自从冷若里过来后 一群女人都围着他问东问西的 他们几个男人都和冷若里说不话 他们只好扯着君沫寒说话 问问君沫寒的读解了没有 他和冷若里去寻找草药的路上 都遇到了什么困难和去世 几人七嘴八舌的 一连问了君沫寒好几个问题 君沫寒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 父皇 外祖父 岳父大人 我身上的狼毒链已经帮我解掉了 我和里尔这次出门寻找草药 一路上遇到过许多困难 但是都被我们一一解决了 君沫寒缓缓地说 那你上次被困在火焰山 是怎么脱困的 听说当时火山爆发后 滚烫的岩浆流到山下 烫死了很多登山的人 你和里尔在山顶上 到底是怎么逃过此劫的 皇上十分好奇地问 父皇 而陈和里尔 两人得到了奇遇 但是具体得到了什么奇遇 而陈不能说 君沫寒一脸神秘地说 虽然皇上 夏太师和冷锦于他们 很想知冷王夫妇得了什么奇遇 但是君沫寒不愿说 几人也没有继续追问 父皇 皇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爹爹 今日 我们难得聚在一起 不如我们一起好好庆祝一番 如何 冷若里的脸上 满是热情洋溢的笑容 好啊 好啊 那个里尔 朕经常听到你爹爹说 你做的那个什么火锅 什么剁椒鱼头 还有什么 什么 可好吃了 你能不能给父皇和你的皇祖母 以及你的两个外祖 做一次火锅尝尝啊 皇上有些不要脸的说 谁让冷锦于 老是在他面前 炫耀自己女儿的厨艺 有多高超呢 做的饭菜有多么好吃 奈何他的女儿们 都只是个娇生惯养的公主 什么都不会 不过呢 幸好冷锦于的女儿 也是自己的儿媳妇 虽然他没有女儿 为他做好吃的 但他有儿媳妇 能给他做好吃的呀 也是一样的 父皇若是想吃 李儿今儿 就给你做一次火锅尝尝 冷锦于在心中 对皇上翻了两个白眼 明明是皇上你自己想吃 非要把太后 和我的两位外祖给搬出来 哈哈 李儿 真的吗 你今日就给我们大伙 做一顿火锅尝尝 皇上哈哈大笑着说 嗯嗯 冷锦于乖巧地点点头 不过 今日人太多了 年轻女眷们 需要各自去摘菜 洗菜了 切菜 切肉了 不然 厨房都忙不过来 李儿 这个没问题 我跟你小舅母 去帮你打下手 安氏眉开眼笑地说 对于皇上说的火锅 他们也很期待 对对对 李儿 小舅母平时也会下厨的 我也可以帮你搭一把手 姜氏也附和道 她也很想吃皇上说的 那个什么火锅 既然这样 两位舅母 就跟我一起 去厨房忙吧 王爷 爹爹 两位舅舅 你们就陪我父皇和外祖父他们 玩斗地主吧 冷若里说着 就从自己的衣袖兜里 磨出三副扑克牌 李儿 你这三个是什么东西啊 皇上十分好奇地问 父皇 这叫扑克牌 您和皇祖母 以及外祖父他们无聊时 也可以玩玩这个 冷若里玩耳一笑 解释道 可是父皇没见过这个东西 不会玩啊 皇上一脸猛逼地说 是啊 哀家也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太后也拿起一副扑克牌看了看 父皇 皇祖母 王爷和我两个舅舅 他们之前都玩过 让他们教教你们就会了 玩法很简单的 冷若里甜甜一笑 好好 李儿 你快去做火锅吧 父皇的肚子 都有些饿了 呵呵 皇上呵呵地笑着 众人 这个老皇帝 脸皮真是够厚的 居然折腾 我冷锦鱼的宝贝闺女 给你做吃的 呵呵 下次我就变着法子 折腾你的宝贝儿子 给我做事 这时 坐在冷锦鱼对面的 君墨寒几辈 突然一阵发凉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 自家岳父大人给记恨上了 冷若里听后 冲大家灿然一笑 就带着安氏 和僵氏他们 来到厨房里 今天吃火锅的人特别多 冷若里 被好多木炭 和八张大桌子 放在大客厅里摆放好 他打算分开 八桌人吃火锅 主子和下人 都可以一起吃 这样吃火锅场面 可热闹了 接下来 冷若里 先让安氏和僵氏 馅儿和林儿 他们先带着众人摘菜 洗菜 配菜 大家干活的速度都很快 这时 冷若里 先熬制好 一大锅浓浓的牛骨头汤 他才偷偷地走到角落里 从他的空间超市里 拿出了几包火锅底料 和各种吃火锅 用到的酱料 放到灶台上 他再拿来一个干净的大盆子 舀一半牛骨头汤出来 分别倒进一半的鸳鸯铁锅里 做清汤锅底 然后 再用剩下的牛骨头汤 调配好麻辣锅底 又倒进另一半鸳鸯铁锅里 用不了多久 就把八个鸳鸯锅底做好了 接下来 冷若里再把各种肉类 都切成薄片 摆放好到碟子里面 等冷若里准备好肉类后 他的两位旧母 和一帮丫鬟们 也把各种蔬菜 摆放到菜篮子里了 现在就等他准备好各种酱料了 不过 冷若里拿的酱料 都是现成的 从他的空间里拿出来 就直接可以吃 所以他 直接弄点香菜 葱 姜 蒜末 酱油 醋 香油 这些就可以了 随后 八个热气腾腾的鸳鸯火锅 就摆放好下人准备好的桌子上 顿时 整个王府的大客厅 都被一股火锅的香味 给笼罩住了 与此同时 皇上 太后 夏太师 和夏老夫人 他们刚被君莫涵和夏家舅舅教会 怎么斗地主 几人 正玩得入神时 就被一股麻辣的香味给吸引住了 皇上 太后 里儿的火锅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还是 先去吃饱了再玩吧 夏林轩已经闻到火锅的香味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尝尝他外甥女做的火锅了 这种扑克牌 他已经快玩腻了 因为上次 他在最先楼吃苏巡儿子的百日宴时 里儿就教会他们几个 怎么玩这种扑克牌了 当时他们在一起吃完饭后 他还顺了一副脸的扑克牌 拿回府上玩 他拿回夏府后 害怕他爹说他玩物丧志 都是偷偷地和大哥大嫂他们一起玩的 所以 夏善义和夏林轩对扑克牌 都已经玩得很溜了 好吧 记得吃完火锅后 你们两兄弟 一定要陪朕和夏太师玩豆地主啊 皇上灿然一笑道 好啊 陈吃完火锅后 一定会还陪皇上玩上一回 夏林轩有些无奈地回答 随即 皇上和太后 带着夏太师他们 走到最大 最霸气的那张桌上吃饭 皇上和太后 抬眸看着八桌热气腾腾的火锅微微一愣 两人回过神后 太后好奇地问 莉儿 你做了几桌火锅 我们也吃不完那么多啊 皇祖母 今日莉儿打算让夏人们 也跟我们一起吃一次火锅 让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您和父皇不会不介意吧 害怕 皇祖母不会介意 其实皇祖母 也很喜欢和你们这些年轻人热热闹闹地吃饭 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太后哈哈大笑着说 今日她和冷若丽 随后冷若丽给那些没吃过火锅的人 示范了一遍怎么吃火锅 众人迅速找好自己的位置坐下 等皇上和太后说开吃后 大家马上吃起筷子开吃起来 冷若丽准备了一双公块 亲自为太后和夏太师下老夫人她们刷菜 几位老人连连称赞 冷若丽做的火锅好吃 场面一片其乐融融 而庆王府这边 昨晚冷若霜刚下孩子就病了 幸好被柳如意及时救出柴房 请来大夫给她医治 直到冷若霜吃完要退烧后 柳如意才离开庆王 她必须马上回到自己的住所 写一封书信寄去给暗夜魅主 让她帮她找到鬼谷谷主 帮庆王解掉她身上的绝子药 今日一早 冷若霜从睡梦中被人惊醒 她昨晚生下孩子后 就筋疲力尽地痛晕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 她还不知自己 生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来人啊 来人啊 冷若霜头晕脑胀地连连喊叫了几声 才有一名侍女走进房间里 你有什么事情吗 这名小侍女走进来 语气不善地问道 冷若霜虽然听到侍女的话很生气 但还是忍了忍 选择没有搭理她 直截了当地开口问 我的儿子呢 哼 你儿子 你哪来的儿子 侍女不屑地嘲讽道 冷若霜 瞬间气得火冒三丈 我生下来的孩子 你们抱到哪里去了 笑死我了 难道你都不知道 自己生了一个啥玩意吗 侍女面目可憎地嘲笑道 我不是生了的孩子吗 不是儿子 那就是女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就不害怕 我去王爷那里告你的状 就说 你对王爷的子嗣不敬 冷若霜面颊阴沉 眸光犹如两把锋利的刀子 看向侍女 侍女也不害怕她 我告诉你冷世前 你生下来的那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已经被王爷丢进府中的狐狸淹死了 侍女睁大着一双眼睛 凑到冷若霜面前 不屑一顾地说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不男不女的怪物 难道我生下来的 不是一个孩子吗 冷若霜听了侍女说的话后 她顿时变得一脸猛逼 哼 不错 她确实是一个孩子 但她却是一个分不清男女性别的孩子 昨晚王爷发现这个问题后 已经当场下令把她丢进湖里淹死了 侍女冷笑一声 解释道 冷若霜听明白侍女说的意思 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可能会生下那种 分不清性别的孩子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我怀胎十月 生下的孩子 怎么可能是个怪物呢 一定是你们 想抢走我的孩子 才这么说的 一定是 冷若霜一时接受不了 自己生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整个变得疯疯癫癫的 呵呵 那种不男不女的怪物 送给我都不要 我怎么可能会去抢它 除非那个人脑子有病 侍女勾起一抹邪恶的嘴角 转身走出冷若霜的房间 留下还一直喃喃自语的冷若霜 凤七宫 皇后得知 冷若霜生了个不男不女的怪物后 就晕倒了过去 昏迷两个时辰 才缓缓地醒过来 小安子带领着一名侍女 马上走到皇后的床边 把她扶起来 皇后娘娘 您可醒了 刚才差点把奴才给吓坏了 小安扯着一个尖锐的噪音说 皇后被小安子和小宫女扶起身后 抬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小安子 你去找一个可靠的人 把本宫放在梳妆台抽屉里的那封 信和那条戒链 送去南疆 并且叮嘱那个人 必须把书信和戒链 亲自送到林振凡将军的手上 皇后语气微弱地说 是 奴才遵命 小安子甩了一下扶尘 恭敬地回道 继而 他就马上离开凤七宫 城外原先黑袍躲命的茅草屋里 现在已经成了柳如意的安身立命之所 主人 阿满已经把你的信送出去了 阿满微微躬身 拱手向柳如意回报道 好 我已经知道了 柳如意点点头 那我们今日还去亲王府 看看二小姐吗 阿满突然灵光一闪又问 去看看吧 亲王府里的人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如今双又生了一个不招待见的孩子 如果我不去盯着点那些人 双都不知道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 柳如意叹了一口气说 双从小就被自己保护得极好 从未让他吃过半点委屈 如今在亲王府里遭受到那种待遇 他肯定会疯掉的 哎 都怪自己以前太过宠他了 才导致 他现在吃不了一点点苦头 半个时辰后 柳如意又带着阿满奔向亲王府 此时 冷若双还在因为自己生了一个怪物而发傻 发愣 方而 冷是妾该不会真的精神失常了吧 喜儿小心翼翼地问 放心吧 这个女人不会那么容易傻的 如果真有那么容易傻的话了 她就不会从一个堂堂大将军府的二小姐 跑到亲王府里 当个地位卑贱的事情了 方而冰冷冷地笑了笑 斜着眼睛撇了一眼 坐在床上发愣的冷落霜 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与深深的厌恶 这女人真是活该 原本以冷二小姐的身份 肯定会找到一个好婆家的 可是她硬是作死 魏初阁就与亲王做了苟且之事 算计自己的嫡解才导致这样的后果 这种女人并不值得她可怜 可是 可是 王爷交代过 我们先好好的照顾她一个月的 我们还是先给她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吧 她身上的衣服 还是昨晚生孩子时穿的 衣服上的血迹都干了 不然 让王爷看见了也不好 喜儿有些害怕道 那你给她换吧 我是不会给她换的 方而双手抱胸 转身就走开了 她方而可是冷王安排到亲王府的眼线 让她伺候一个曾经伤害过自家王妃的人 穿衣服们都没有 她家王妃冷落里可视的她最崇拜的人 不仅会习武 智慧过人 还拥有一身高超的衣术 最主要的是她居然能收服她家 冷如千万年寒冰的王爷 方而虽然只见过她家王妃两次 但她早已成为冷落里的小迷妹了 正当方而走到冷落霜的房间门口时 经常与冷落霜争吵的其中一名小妾 手上提着半桶冰水走了进来了 方而立刻止住脚下的步伐 准备看好戏 并未阻拦那名小妾进屋 结果那名小妾真的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把她手上提的那半桶冰水 直接泼到冷落霜身上 不过 那名小妾也活该倒霉 她向冷落霜泼冰水这一幕 正好被刚踏入房门的柳如意看见 柳如意马上聚集到掌风 打在那名朝冷落霜泼冰水的小妾后背 那名小妾中了柳如意的掌风后 没有内力抵抗的她 直接吐血倒地 奄奄一息 这名小妾身后跟着的侍女 亲眼见到自己的主子 被人打得吐血后 吓得她整个人变得惊慌失措 大叫了两声 马上冲出房门 一会儿就消失在冷落霜的院子里 冷落霜受了小妾的那桶冰水后 冷得蜷缩成一团 冻得直哆嗦 柳如意急不跑过去 满脸心疼地 把冷落霜紧紧地抱在怀里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你们主子 换套干净的衣服穿上 柳如意指着芳儿 与还没回过神的喜儿怒吼道 反而听到柳如意的话 没有丝毫动作 但喜儿被柳如意这么一吼 可吓坏了 因为柳如意昨晚在这里 就扯过她的手臂 她的手现在还痛着呢 她对柳如意这个女人有因应 随即 喜儿马上给冷落霜 又拿来一件干净的衣服 递给柳如意 其实 冷落霜身上穿的那套衣服 也是喜儿刚给她换上一套干净衣服 结果喜儿刚给她换上 就被躺在地上的小妾泼湿了 害得喜儿白忙活一场 然后 喜儿和阿满又手忙脚乱地 与柳如意一起帮冷落霜换了一身衣服 接着又把床上湿透的被子和床垫 都换成了干净的 才慢慢地安顿好冷落霜休息 这时 刚才跑出去的那个侍女 才领着不慌不忙的沁王走进房间 屋内众人赶紧向沁王行礼 只有柳如意还坐在冷落霜的床边 安抚他的女儿 沁王 没想到你们被地里居然是这样 欺负我女儿 柳如意用责备的语气询问沁王 沁王看见柳如意没有给行礼 也不气愣 毕竟人家现在可是答应了 帮他解掉绝子药的重要人物 哼 这可不怪本王啊 本王是答应过 你会安排人好好地照顾冷落霜 但是沁王府这么大 本王的小妾有那么多 本王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管理后院那些小妾们 争风吃醋的事情 沁王漫不经心地声说 当场气得柳如意袖子中的拳头紧紧地握住 指尖深深地嵌入手掌心 但他的脸上依然面不改色 沁王 名副与你做个协议 如果我找人帮你解掉绝子药 我要你答应我 必须立我女儿为沁王妃 同时我还要你保证 你的第一个儿子 必须是我的双所出 柳如意面色严肃地说 沁王听了柳如意的话 气得双目喷火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浑身发麻 柳如意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很过分吗 以你们母女目前的身份 别说让他当沁王妃 就算让他当个侧妃 他都不够格 本王的父皇绝对不会同意 让他当上沁王妃的 沁王仗红着一张脸嘲讽道 柳如意深思了几秒 其实他心里也很清楚 自己女儿是当不了沁王妃的 但他还是想为女儿争取一线希望 随即 他的眸光犀利地扫了一眼屋内侍女 示意沁王让下人们 都退出冷落霜的房间 沁王看明白他的意图后 抬手举过头顶 做了一个摆手的动作 喜儿和发儿 立刻抬起地上昏迷过去的小妾 带着别的侍女退出房间 柳如意等众侍女们都退出房间后 他才对沁王缓缓地开口 如果我拿当今圣上 隐瞒了十多年的惊天大秘密 作为交换 王爷 你觉得立我女儿为沁王妃 还值不值 柳如意的小算盘 打得霹里啪啦响 文言 沁王原本阴暗的眼睛忽然一亮 犹如黑夜里 点燃了两簇小小的火苗 眼底掠过一抹惊讶之色 那就要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秘密了 你不妨和本王单独说一说 沁王十分好奇地说 这个秘密 在你未曾立我女儿为沁王妃之前 名副都不会告诉你的 总之 这个秘密会对你以后继承大业 会有大帮助 好 如果这个秘密 能对我继承大同有帮助 本王可以答应 你立冷落双为沁王妃 不过 如果这个秘密 对本王毫无帮助 本王会让你 女儿死得很惨的 沁王他那两只深邃的眼睛 犹如深不见底的黑洞 幽深而黑亮 又泛着点点的星光 透着一股寒冷的气息 眸光不知聚集在何处 庆王马上下令给冷落双 升级到庆王妃的待遇 他还亲自警告了一番 王府中曾经对冷落双 不敬的小妾和下人们 庆王府曾经得罪过冷落双的人 都变得小心翼翼了 冷王府 众人吃完火锅后 下人忙着收拾卫生 皇上 太后 下太师他们拉着君莫涵 和下家兄弟 又挽起了斗地主 而冷若里 他正忙着为几名女眷 准备几套护服品 因为冷若里这次出门真的太久了 他出门之前 为太后 下老夫人 和他的两位旧母的准备的护服品 和日用品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 他这次回来 马上给他们补货 还有就是 太后和下老夫妇的按摩仪 也没有电了 他也要拿回空间里充满电 再拿出来了 给他们用 等冷若里忙完这些事情后 回到大客厅里坐下没多久 他一直不说话的大表哥下安南 穿着一身白色束腰对筋长袍 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顶上扎着一个白玉冠 迈着沉稳的不带 仙气飘飘地向他走过来 里儿表妹 上次 你送给表哥的礼物 表哥还没研究明白 不知里儿表妹能否告知我 这个怎么用 下安南顿时羞红了一张脸 很不好意思地说 大表哥 我送给你的这个礼物 是一个口琴 因为我从小就知道 你特别喜欢乐器 所以我就送了一个口琴给你 其实 这个口琴吹起来很简单的 你直接放在嘴边吹 找到感觉就好 你可以试试看 冷若里甜甜一笑 下安南听了冷若里的话 当即放在嘴边轻轻地吹响 后来吹出了感觉就越来越顺了 也变得越来越好听了 谢谢你 里儿表妹 下安南十分客气地说 大表哥 你给我客气啥 嘿嘿 你快让我大舅母瞧瞧 你跟我说了两句话 脸色就变得红头了 冷若里看到下安南跟她说话时 那副拘谨的模样 打趣道 下安南 她的这个小表妹真是 几天后 某座私人宅院的地下室里 暗夜阁阁主和鬼谷谷主 正因为北城国慕容千松 那个废物的事情而发怒 慕容千松真是个废物 就连触手可及的皇位都能丢掉 暗夜魅主咒骂道 哼 你可不要小瞧了冷王夫妇 冷王自从她身上的狼独被解掉了之后 她的武力已经达到了巅峰时刻 我们不能藐视她 还有冷王妃的 那身高超的医术 简直就是出神入化 我研究狼独的解药 几十年了都没有研制出来 却被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小女娃 给研制出来了 这个女人更加不能藐视 鬼谷谷主微微眯起双眼 视线穿过污浊的空气 在暗淡的灯光下飘忽 望向漆黑的角落 看不透她在想什么 确实 冷王身边的这个女人留不得 我会找个时间把她杀了 暗夜魅主冷立地说 暗夜魅主黑色的陡缝之下 睁着一双冷峻的眼神 她眼底下还掠过一抹阴质之色 骤然 脸上变得目自欲裂 又透出令人悚然的狂怒和暴力之色 使她周身弥漫着一团阴森森的气息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把她杀了 这个小女娃可是机灵着呢 你这暗夜阁里面的十大杀手 基本上都被冷王夫妇给杀完了 还有一个下落不明的 不知所踪的 兰姨 估计她也是没戏的了 目前你唯一能用的 就只有霍英和柳如意了 不过 这个柳如意魅功还行 但是她的武功真不行 你还是做好 心里准备牺牲她吧 鬼谷谷主一脸高深莫测 就在这时 一名下属突然敲响了屋门走了进来 阁主 皇后派人亲自给你送书信和信物来了 下属双手作衣 满脸恭敬地对暗夜魅主禀报 让她进来吧 暗夜魅主速声道 好 下属音声后 就转身走出去 随即 鬼谷谷主立刻从后门离开宅子了 暗夜魅主也摘下了黑色斗篷 露出一张与林郑飞有七八分相似 阴森森的面孔 马上换了一身紫色搭配着镶嵌金边的 树腰对镜的长山 走出了地下室 刚才那位向她禀报的下属 已经把送信和送信物的人 带到暗夜魅主平时见客的会客厅 属下参见镇男将军 送信之人恭敬地向林郑凡行礼 起来吧 皇后让你送来的信件和信物呢 林郑凡转过身 把玩着手中的御班纸 背对着那人漠不关心地问道 给皇后送信的人 当即从自己的胸口处 摸出一封信和一枚戒链 呈上给林郑凡 林郑凡一旁的下属 接过信件和信物之后 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危险之物 才递过去给林郑凡 那双灵力的双眸扫尸而过 犹如锋利的刀尖划过信纸 独辣的目光里 透着毫不掩饰的鄙夷之意 哼 无非就是说 皇上现在步步紧逼他 已经让他和君墨瑶无路可走了 急需他马上回京一趟 本将军已经看完了皇后娘娘的来信了 你回去告诉皇后 不日之后 本将军会回一趟京都的 让他放心 林郑凡傲然道 是 在下已经明万 我会马上返回京都 向皇后娘娘汇报 给皇后送信的人 恭敬地回答 你回去吧 随后 皇后的人就马上离开这座宅院 然而 那人走了没多久 一只鸽子突然从窗外飞进来 落在窗户上面 咕咕咕 咕咕咕 林郑凡身边的下属 马上走到窗户边 把信格脚下的那个小竹筒里的纸条拿了出来 递过去给林郑凡 林郑凡接过纸条后 仔细看了一眼 嘴角勾起了一抹邪恶的弧度 这个柳如意 还真会打算盘 如果让他知道 我是亲王的二舅舅 不知道他会是何种表情 林郑凡突然大笑起来 他的笑听得令人心颤 身旁的下属 等他的笑声停了之后 才低声开围 阁主 属下该怎么给柳如意回信 用不用把你是亲王二舅的身份告诉他 不可 现在还不能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不能暴露 我在天武国是镇南大将军 皇后娘娘亲二弟的身份 听清楚了吗 我不会辅佐这个君墨瑶 坐上那个位置的 他能不能生子四 都跟我林郑凡没有任何关系 你去通知一下鬼谷谷主 就说柳如意请他去给亲王解决自药的毒 让他自己的拿住一把 林郑凡说完 笑了笑 嘴角的弧度有些邪恶 而且他眼眸里像藏着一把刀子 紧盯着窗外的景色 冷王夫妇自从回京后 已经连续几天都在忙了 老皇帝知道 君墨涵的狼毒解掉了之后 一下子就给他安排了很多事情 自己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在皇宫里 天天拿着一副扑克牌 拉上自己的老母亲太后娘娘 找几个下人斗地主 君墨涵则是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的 连自己的媳妇都没有时间陪他 每天忙得早出晚归 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今日还是和往常一样 君墨涵一大早起来 就去上朝处理事情去了 而冷若里 今日也要到街上的几个铺子走走 他在王府吃过早饭之后 换了一身干净利落的 冰蓝色树腰长袖 头上改输了一个简单的灵须剂 带着谢尔林儿 坐上马车往街上奔去 冷若里先去了一趟最仙楼巡殿 他带着谢尔和林儿 刚踏入最仙楼 最仙楼的胡掌柜 就急忙走出来迎接他 王妃 你可回来了 大伙儿可想你了 胡掌柜说话时 脸上挂满了笑容 哈哈 真的吗 你就不怕王爷听见了 又甩刮你两眼刀子吗 冷若里也遇到 话落 胡掌柜赶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立刻意识到 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朝店门口外面瞄了瞄 马上松了一口气 幸好今日他家王爷没有跟来 不然 他今日肯定会被王爷身上的寒气给冻坏了 冷若里和他的两个小丫鬟 看见胡掌柜刚刚的举动 顿时哈哈大笑 这个胡掌柜也太可爱了 胡掌柜等冷若里三人指出笑声后 才说 王妃 自从厨房用了你拿过来的那些调料做菜 我们最仙楼的出品都上了一个等次 虽然还是做的同一道菜 但是他闻起来比之前的更香 吃起来比之前的口感 更让人回味无穷 看起来也比之前的菜色更加诱人 令人垂涎欲低 总之好了 不知多少倍 让我们酒楼的生意变得更好了 胡掌柜眉飞色舞的给冷若里比划着 不错 不错 以后等我有空闲时间 我还会教你们做新菜品 到时候 我们的生意会变得更好 冷若里唇角微微上扬 浅浅一笑 她的笑容甜美 令人倍感亲切 王妃 你真的太能干 什么都会 以后我们最仙楼一定会裁员滚滚 胡掌柜笑眠眠地夸赞道 你们好好干 本王妃一定不会亏待的你们的 冷若里鼓励她 王妃 你就放心吧 现在的大伙 你就算赶他们走 他们也不愿意走的 因为王爷和王妃 给他们的阅历和待遇 比京都中的任何一家酒楼 都好几倍 胡掌柜爽朗一笑 闻言 冷若里点点头 那就好 如果酒楼里的伙计们 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处 你也可以反映到本王妃这里 本王妃能帮得上忙的 一定会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嗯 王妃 属下明白 胡掌柜恭敬地回答 随后 胡掌柜从柜台的抽屉下面 拿出了这半年来支出和收入的账本 把他们交给冷若里 并且把冷若里他们 领到二楼 他与君墨涵以前专用的房间里查账 冷若里走进房间坐下后 就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账本 这两本账本硬做得很仔细 每金一笔钱 或者每花一笔钱的来龙去卖胡掌柜 都做得十分仔细 不得不说 君墨涵的人做事真的很靠谱 他花了不到一炷香时间 就把账本看完了 胡掌柜 你做得很不错 以后你每个月留下足够的酒楼运转资金 剩下的盈利 就直接交给冷王府的管家 寄到王府的账本里就好 冷若里嘱咐道 是 王妃 胡掌柜恭敬地回道 接下来 冷若里又在酒楼里每个岗位都寻查了一下 卫生状况和酒楼员工的精神面貌 冷若里都很满意 随后 冷若里才离开最先楼坐上马车 又去冷王府别的铺子看看 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把冷王府名下的十几家铺子都寻查了一遍 总的来说 冷王府名下的每一间铺子都管理得很不错 那些掌柜都十分让人省心 王妃 接下来 我们是要去锦绣阁了吗 谢儿问 对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看石正和他们了 今日下午 我们还有时间就去看看他们吧 冷若里笑笑说 王妃 你不知道 现在锦绣阁的生意可好了 每次做出一款新产品都不够卖 京都里绝大多数有钱的女眷 都以穿我们锦绣阁的衣服为容了 凌儿满脸骄傲地说 嗯嗯 王妃 凌儿说得不错 我们锦绣阁的成衣 在京都里 真的很抢手 我上次 就听到叶颖跟我说 连宫里那些妃子公主什么的 都来预定我们锦绣阁的新款服饰 而且 为了早点穿上我们锦绣阁的新款衣服 还给了高额定金呢 谢儿满脸兴奋地说 其实 这些是冷若里早已经知道了 但她听到谢儿提到叶颖的名字 就想起了一件事情 自从她回王府后 谢儿每次见到叶颖的表情 都是怪怪的 不是满脸通红 就是躲躲闪闪 刚开始 冷若里还以为叶颖欺负过谢儿呢 她冷若里二话不说 就把叶颖叫过来问责 但谢儿却求她 不要责怪叶颖 说是自己的错 当时冷若里不明 所以只好作罢 现在想想 谢儿的异常行为 这小妞该不会和叶颖好上了吧 但她又不好意思让人发现 不过 冷若里并不感到奇怪 毕竟在这古代里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早就嫁人生子了 极少女子还留在父母身边的 她冷若里 也不是十六 就嫁给君莫涵了吗 谢儿 你觉得叶颖怎么样 冷若里好奇地看着她问 叶 叶颖吗 奴婢觉得她挺好的 谢儿瞬间脸色通红 结结巴巴地说 哦 那你喜欢她吗 冷若里明知故问 奴婢 奴婢 谢儿的脸色变得更红了 支支吾吾地奴婢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坐在冷若里另一边的铃 看见谢儿的模样 顿时扑齿 一声哈哈大笑 哎 这个叶颖的年龄已经不小了 早该澄清了 最近王爷 让本王妃给她物色一个小媳妇 以叶颖的脾性 本王妃还真不好 给她找个媳妇 你与林儿平时都与叶颖相处得不错 不如你俩考虑考虑吧 冷若里故意说 王妃 叶颖统领的为人 虽然很不错 但林儿只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哥哥 林儿对她 没有半点男女的情思 更和林儿还小呢 林儿还不想那么早嫁人 林儿马上推迟道 那谢儿呢 谢儿 你喜欢夜影吗 冷若里故意说 谢儿的小脑袋 逐渐变得更低了 红着一张能滴得出红墨水的脸 微微点了两下头颅 王妃 谢儿喜欢上了夜影吗 谢儿承认 哈哈 这就对吗 自己喜欢上一个人 就大胆地说出来 我和林儿都不会笑话你的 俗话说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更何况你俩 我从来都没有 把你俩当成奴婢 而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姐妹看待 等你们哪天看上了合适的男子 一定要跟我说 我给你把一下他们的人品观 如果真的合适你们 我还会给你准备一份厚礼 让你们风风光光地出嫁 但前提是 我不允许你们做别人的小妾 也不允许你们破坏别人的家庭 要嫁就要当别人的正气 冷若里面色严肃地说 是 谢儿 林儿 谨记王妃的话 谢儿和林两人恭敬地拱手说 听后 冷若里会心地点点头 希望他们以后不会选错自己的如意郎君 三人聊着聊着 马车很快就停在了锦绣阁门口 史正和看见门口来了一辆他熟悉的马车时 整个人兴奋地像个孩子 从店铺里跑出来迎接冷若里 王妃 你回来了 史正和抬手挠挠头 满面笑容地说 回来有两天了 今日才有时间过来看看你们 冷若里与谢儿林儿走下马车 淡然一笑说 他嘴角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 犹如春风一般 拂过每个人的心窝 王妃 你离开了京都几个月 店里的员工可想你了 史正和如实说 我也很想大家 冷若里玩耳一笑回道 随后 冷若里几人慢慢地走进了店铺 冷若里店铺里的员工 看见他走进来 都放下了他们手中的活 朝冷若里围了过来 王妃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都想你了 牛花笑呵呵地说 是啊 王妃 我们都很想你呢 涅彩蝶也附和道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冷若里哈哈一笑 听说店里这几个月的生意十分不错 把你们累坏了吧 王妃 我们不怕累 如果不是你 给了我们这份工作 我们现在还在乡下玩泥巴呢 肯定过不了现在的生活 牛翠十分感激地说道 只要大家努力工作 以后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冷若里为众人打气 王妃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史正和和牛翠他们肯定回答 你们现在住的那座大宅院 感觉怎么样 大家住的还舒心吧 冷若里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王妃 那么好的一座宅子 我们怎么可能住得不舒心呢 要是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吗 自家有一套茅草屋住 都已经很不错了 牛翠哥哥地笑着回答 是啊 王妃 我们都住得很好 聂采蝶附和道 冷若里听了两人的话 顿时放心了 随后 史正和拿出一本账本 递过去给他 王妃 这是店铺半年来记下的账本 和赚到十四万利润 每一笔钱 我都在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你看一下吧 史正和笑着说 店员的工资都发了吗 冷若里 接过十四万两银票看了看 但并未拿起来数 都给他们发了 还按照你的要求 完成营业额的 都给他们发了奖金 史正和速声回道 文言 冷若里赞赏点点头 那就好 我们绝对不能亏待员工 随即 冷若里把银票 收进自己的衣袖兜里 然后再放进 他的空间宝库里 接下来 冷若里在店铺闲逛了一圈 发现店铺里少了两名员工 正和 怎么没有看到梅月娥和厨娘 木子一他娘 冷若里满脸好奇地问 王妃 今日月娥的身子有些不舒服 她跟我请了一天假了 而那个厨娘 她已经三天都没有来上工了 我去了一趟她的家中 发现她也没在家里 她的儿子 也没在附近的学堂上学 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史正和叹了一口气说 正和 你现在带我去一趟 厨娘的家中看看吧 冷若里思索了一会儿说 好 史正和爽快地回道 等她安排好店铺里的事情后 冷若里就带着希尔林儿 坐上马车 而史正和和马夫 坐在外边直路 半炷香过后 冷若里的马车 经过了两条巷子 就来到厨娘住的那个村庄 这个村庄的环境真不好 村民都是住着两间茅草屋 地面上到处都是粪便和臭水坑 冷若里的马车 只能开到村门口 几人只好跳下马车走路进村 村民见到村里 来了几个衣着不凡的男女 都纷纷跑出来 好奇地看着冷若里他们 有些年轻的男子 还吹响了流氓口哨 冷若里并未搭理他们 而是紧跟在史正和的身后 加快脚步来到那位厨娘的家中 冷若里他们走了几分钟 终于来到厨娘的家中 厨娘家的房子 是一座用茅草盖成的独立小院 围墙是由稻草加泥巴 打成一人高的院墙 几人来到厨娘的院子外面 敲响了院门 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出来开门 冷若里只好运起轻功 飞进了厨娘的院子里 他刚落地 茅草屋里就飞出了一排冷箭 都是用削尖的竹子做成的 院子里有一股浓厚的血腥味 甚至还能看到地面上 有明显的干涸血迹 木子一探娘 是我啊 我是冷若里锦绣哥的东家 我知道你还在屋里 今日我过来没有恶意 就是想来看看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冷若里凭心气平和地说 随后 冷若里竟站了片刻 抬脚小心翼翼地 往茅草屋的门口走去 他的这一举动 可把院子外的两个小丫鬟 和史正和给吓出一身冷汗 王妃 历见无眼啊 千万别往门口靠近 谢尔林儿神色紧张地叫喊道 无事 你们先别进来 我进去看看 冷若里叮嘱道 冷若里表明自己的身份后 果然屋里没有再继续放冷箭 他走到屋门口 轻轻地推开屋门 冷若里看到屋内漆黑一片 因为屋外的光线很强 他从外面走进屋里 两眼一抹黑 他在门口处站了一会儿 才适应了屋内的黑暗 他眨巴眨巴了 挤下眼睛 才睁开性眸 扫了一眼一瓶如洗的屋子 发现屋内有一名才几岁的小男孩 蹲在角落里 害怕地蜷缩成一团 一旁简陋的床上 静静地躺着的人 就是厨娘 木子一摊娘 厨娘身上的衣服 还有干涸的血迹 此刻 厨娘的脸背着冷若里 冷若里看不出 厨娘是死的还是活 小公子 你娘怎么了 冷若里脸色担忧地问 小男孩睁着一双 让冷若里感到熟悉的大眼睛 一脸防备地 看着冷若里没有说话 冷若里于是又问 小公子 我是你娘的冬驾 不会伤害你们的 你能告诉我 你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小男孩认真地看了看冷若里 确定他真的不会伤害她之后 语气哽咽地回答 漂亮姐姐 我娘受伤了 她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 我害怕 闻言 冷若里顿时皱了皱眉头 别害 姐姐帮你看看她 冷若里走进厨娘的床边 看了一眼脸色苍白 脸上和胸口上 有有刀伤的女子 心中咯噔了一下 赶忙伸出手指 探了探她的脉搏 发现她手上脉搏 还有微弱的跳动 于是赶忙拿出氧气瓶 给厨娘挂上 给她做心脉复苏 经过冷若里的一顿操作 厨娘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的心跳 于是 她决定把厨娘转入空间施救 小公子 你先去帮我给外面的哥哥姐姐 开一下门好不好 我给你娘看病 冷若里哄骗道 小男孩点点头就跑了出去 冷若里赶紧把屋门关上 把厨娘移到她系统空间的手术台上 在冷若里的系统空间里 冷若里找来了一种 能吊住厨娘性命的草药 放在她的嘴巴里含着 给她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 再给她注射肾上腺素 配合心肺复苏 冷若里给厨娘 连做20分钟的心肺复苏 都不见有起色 但她并没有放弃 还是用同样的办法 再次进行了多次的心肺复苏 最终在冷若里的坚持不懈努力之下 厨娘慢慢地恢复了心跳 冷若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冷若里才着手处理厨娘身上的伤口 给她测完血型 挂上输血袋 清洗伤围 给伤口做消炎 再缝合伤口 她总共花了半个时辰 才给厨娘做完这场小手术 走出系统空间 厨娘还留在她的系统空间里观察着 冷若里马上打开屋门 却十分意外地看到了 站在院子里的君莫涵 你怎么来了 冷若里笑着问 今天事务少 我很快就忙完了 回王府没有看到 你就马上过来找你了 君莫涵满脸宠密地 看着自己的小娇妻 笑着说 我下午去了一趟锦绣阁 发现少了两个员工 细问之下 发觉这名员工有异常 所以 我找上他家门了 冷若里淡淡地解释 嗯 我知道了 丽儿 你这次又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了 君莫涵呵呵一笑 什么大好事啊 冷若里顿时满脸疑惑 你看这个小男孩 像谁 君莫涵一脸神秘地问 闻言 冷若里看着小男孩仔细想了想 只觉得他的眼睛很像一个人 但他就是想不起来 他的眼睛很像我之前见过的一个人 但我一时想不起来 他是谁 冷若里说 是不是很像慕容黎晨的眼睛 君莫涵提醒道 对对对 就是他的眼睛 难道这个小男孩是 经君莫涵这般提醒 冷若里的性谋突然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睁大双眼看向君莫涵 君莫涵也看向他 微微汗手 对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 这个小男孩 就是慕容黎晨的皇帝九皇子慕容子义 四年前我见过他一次 他现在应该有八岁了 你刚才救的那名女子 是他的侍女雷燕 君莫涵正色道 那他们怎么会跑到天舞国来了 冷若里秀眉微皱 满脸迷惑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是听慕容黎晨说的 三年前 他的九皇帝慕容子义 和那些富家孩子 跑去郊外游玩 在回府的路上遭遇刺杀 所有的随从都死了 但他与侍女雷燕 至今下落不明 慕容黎晨来天舞国 就是为了寻找到他 君莫涵叹息了一气说 冷若里听了君莫涵的话 低头看了一眼 站在君莫涵身旁的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虽然落魄了 但是他的衣着 却被厨娘收拾得很干净 从他身上 还能隐隐看出 普通小孩子身上没有的贵气 小公子 你的真名是叫慕容子义对吧 冷若里低声问道 慕容子义眼睛红红的 用力点点头 随即 冷若里叹了一口气 对君莫涵说 君莫涵 这个地方已经被人发现了 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那个雷燕 我们把他们带回王府吧 文言 君莫涵表示赞同 本王已经安排好了 叶盈 你们先把子义护送回冷王府 目前千万别泄露他的身份 是 王爷 属下遵命 站在冷王夫妇不远处的叶盈 立马走到君莫涵身后 恭敬地回道 随后 他拉着慕容子义领着四名侍卫 离开这座小院子 走出小村庄 上了君莫涵之前坐过来的马车 往冷王府奔去 等叶盈他们离开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 也带着两个小丫鬟和史正和 离开了这座简陋的小院子 一群人刚离开没多久 又来了一帮提着大刀 带着面具的黑衣人 闯进了这座简陋的小院子 但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并不知晓 半个时辰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回到了冷王府 慕容子义已经被叶盈安排好了住所 还去叫楚明轩过去 给慕容子义检查了一番身体 冷若里和君莫涵回到王府后 两人直接进了书房 君莫涵在书房里 随手就写了一封信 把他找到慕容子义的事情 告诉了慕容黎晨 让暗线把信 亲自送到北城国 交给慕容黎晨 随后 冷若里才带着君莫涵 进入空间 查看雷燕的情况 里儿 他大概多长时间会醒过来 君莫涵眉心拧了拧问 他还没有过危险期 至于他什么时候醒过来 这个就得看他的意志力了 如果他的意志力足够坚强 一两天就能醒过来 如果他的意志力薄弱一些 可能会更久 冷若里速声道 雷燕他能从北城国 一路拼死保护着慕容紫义 来到天舞京都 他的意志力不会差到哪去 君莫涵赞叹道 是的 我也很佩服他 真心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 冷若里说话的声音 有些沉重 这边 正在研究草药的楚明轩 突然被叶颖叫过来 给一个八岁的小男孩看病 他听后 神情有些诡异 心里很好奇 叶颖说的那个小男孩的身份 所以他很爽快地 跟着叶颖身后 来到慕容紫义面前 当楚明轩看到慕容紫义后 面色微愣 这个小男孩 不会是慕容黎晨的弟弟吧 他俩的那双大眼情 真的太像了 对 他叫慕容紫义 确实是北城国三皇子的弟弟 但王爷说了 他的身份 现在还不能泄露出去 希望楚神医 暂时保守住这个秘密 叶颖一脸严肃地提醒道 叶颖 我楚明轩像是那么傻帽的人吗 楚明轩无语地说 随后 他走到慕容紫义面前 满面笑容地对他说 你叫紫义对吧 你不用害怕 我不怕 慕容紫义低声回道 他原来是一个画牢 又十分调皮的小男孩 却因为这几年的遭遇 性子都变得内向了 但慕容紫义知道 楚明轩他们不会伤害他的 所以他很主动地 把自己的手伸出去 给楚明轩把脉 楚明轩看着他笑了笑 也伸出手指 仔细地帮他把脉 可当楚明轩触碰到慕容紫义的手脉后 脸色骤变 夜影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了他的异常呢 我刚才和他同乘一辆马车时 无意间发现了他的手臂上 有一条很浅的红线 但我仔细瞧着他的脸色又很正常 而王妃又忙着救人 所以我就把你找来给他看看 夜影仔细说明缘由 他应该是被下骨了 但我一时半会 查不出他种了什么骨 我要回去查一查医书 楚明轩面色严肃地说 什么 他 他居然被人下骨了 夜影满脸惊异 楚明轩闭了闭眼 微微汗手 这件事情 你还是赶紧告知 你们王妃 我现在查不出蛊虫 在他身上的具体位置 楚明轩语气惭愧地说 夜影看了一眼楚明轩 又看向慕容紫义 开口道 九皇子 你知道你手上的红线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吗 听后 慕容紫义仰着瘦弱的脸八子 回想起两年前的那个雨夜 他一边想 一边跟楚明轩和夜影两人说 那晚我正和雷燕仪在屋里吃饭 一群蒙面黑衣人 毫无征兆地 闯进了他们的屋子里 打断了他们吃饭 雷燕仪马上把我抱起 按了一下他饭桌底下的机关 从屋内的窗户口冲了出去 那个机关是为了防敌人而设计的 雷燕仪才装好两个月 没想到 很快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逃出屋子之后 雷燕仪拉着我一直跑 不停地跑 我们不知不觉 就跑进了一片密林了 想要找个地方隐藏起来了 可是那些蒙面黑衣人武功高强 人数又多 他们很快就追到我们前面 没多久就把雷燕仪给打败了 把我敲晕给带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 等我再次醒来时 楚明轩和叶莹两人面面相去 心里都在想 那些人费那么多的人力 捉住一个小皇子 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你后面是怎么逃出来的 楚明轩不解地问 是雷燕仪救了我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查到我的下落 偷偷地潜入了铁牢里 拼了老命 才把救了出去 那些坏人一直追我们 把我们逼到悬崖边上 雷燕仪抱着我跳下了悬崖 没想到一只大鸟迅猛地飞过来 把我们给救了 那黑色的大鸟 把我带到悬崖底下 那些人可能以为我和雷燕仪 死了就没有再找我们 当时 雷燕仪带着我在崖底下住了几天 后来 我们从山里走出来后 东躲西藏去了很多地方 再后来 雷燕仪听说我三皇兄来了天舞京都 于是 雷燕仪又带着我来了京都 可是我们在京都里 又没有认识的人 始终遇不到我的三皇兄 而且 我们身上又没有钱 我们只好在一处小村庄住下 慕容紫衣一口气 跟楚明轩和叶颖说了很多话 他原本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皇子 可是 他却遭遇了普通人永远都不会遇上的悲惨经历 这也造成了 他的性格变得内向且早熟的原因 好了 九皇子 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想了 冷王君莫涵是你三皇兄的师兄 你留在冷王府里 有冷王护着 没有人会伤害到你了 楚明轩抬手摸了摸慕容紫衣的头 安慰道 慕容紫衣听后 默默地点点头 其实 在慕容紫衣很小的时候 就听三皇兄说过 他在山上拜师习武 和他同拜一个师门的 还有两位师兄 但他并没有跟慕容紫衣说 他两位师兄的身份 所以他和雷燕仪 也不知道找冷王求助 叶颖 势不宜迟 你赶紧把九皇子的事情 告诉你们王爷和王妃 特别是九皇子重骨的事情 你一定要详细跟他们说清楚 楚明轩心中有些着急地说 他看见慕容紫衣手上的那条红线 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他需要小心谨慎 随后 叶颖赶忙走出慕容紫衣的房间 往君墨涵的书房奔去 片刻后 叶颖用手轻轻地 敲响了君墨涵的书房 砰砰砰 砰砰砰 冷若离和君墨涵 刚好从空间里出来 有事吗 说 君墨涵听到敲门声 速声问道 王爷 属下有事禀报 叶颖拱手恭敬道 进来吧 君墨涵淡淡地说 随即 叶颖推开了君墨涵书房的门 走进书房 朝君墨涵和冷若离行了个礼 属下拜见王爷 王妃 免礼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冷若离看着叶颖说 王爷 王妃 刚才在路上属下发现了 九皇子手上有一条红线 以为他得了什么病 属下就把楚神医请过去 给九皇子看看身体 不料楚神医告诉属下 九皇子中了骨 叶颖把刚才楚明轩说的 和慕容紫义说的话 都一五一十 告诉了冷王夫妇 哎 没想到慕容紫义 当年失踪后 遭遇了这么事情 冷若离叹息道 是啊 属下也觉得九皇子挺可怜的 叶颖附和道 哼 他的遭遇 对本王当年的遭遇来说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俩就别再悲天悯人了 身为皇室子孙慕容紫义的遭遇 都算是幸运的了 自古到今 死于宫廷阴谋 诡计斗争中的皇室子孙 不尽其数 君莫涵淡淡地说 哎 这个封建社会 真的太残酷了 为了权力 地位 金钱 都不把人命放在眼里 冷若离感慨道 话落 李儿 王妃 什么叫封建社会 你们这个社会 就是封建社会啊 但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们解释 你们才能听懂 冷若离直截了当地说 话落 叶颖还是摸不着头脑 君莫涵知道 冷若离不是他们这里的人后 所以对他经常说出来的心词 也见怪不怪了 走吧 李儿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君莫涵突然转移话题 好吧 冷若离赞同地回道 很快 冷王夫妇来到了 给慕容紫衣安排休息的院子里 此时 楚明轩已经回了他住的院子里 紫衣 你还好吧 冷若离刚踏入慕容紫衣的屋子 就关心地问 慕容紫衣 看着他点点头 冷王妃 我雷燕衣他好点了吗 慕容紫衣着急地问 他现在最关心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这几年 一直和自己相依为命的雷燕衣 如果不是他多次救了自己 他早就死掉了 他已经被我就回来了 你不用担心他 冷若离安慰道 谢谢你冷王妃 慕容紫衣说话像个小大人似的 跟冷若离道谢 紫衣 你不用跟我们道谢 我家王爷跟你的三皇兄 可是同门师兄弟 交情深厚 我们定会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弟弟看待 冷若离浅浅一笑 那温暖的笑容 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不染俗沉 如春风一般拂过 让人倍感亲切 慕容紫衣听了冷若离的话后 心中十分地感动 一刹那间 他用发红的眼睛看向他 眼圈肿胀 眼眶里蕴含着一抹泪水 眼角有泪珠滑落 眼底犯着难以掩饰的哀伤 谢谢你冷王和冷王妃 慕容紫衣除了跟两人道谢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激 好了 紫衣 我们也不跟你说别的 我们现在过来 试想看看 你手上的红线是怎么回事 冷若离说完 就让慕容紫衣 把手伸出来 给他看看 慕容紫衣很听话地 把自己的衣袖口给掀开 把手上的红线露出来 给冷王夫妇看 冷王夫妇看着他手上的那条细长 淡红色的线直通到他胳膊 冷若离和君莫涵 两人抬眸瞬间面面相去 随即 冷若离伸出两根手指 帮慕容紫衣 仔细把了一下脉搏 她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她居然查探不出 慕容紫衣身上有任何异常 君莫涵 我也查不出来 她身上有什么问题 得用我的仪器 来给她做个全身检查 冷若离 秀眉宁紧说道 君莫涵听后 她的眉心也逐渐宁紧 那就用仪器 给她全身检查一遍吧 紫衣 我给你扎一针 让你睡一觉 一会 我给你做个检查 你不用害怕 王爷会陪着你的 冷若离温声说 慕容紫衣愣证了一下 随后点头同意 冷若离 让叶颖和别的侍卫 立即退出房间 关上房间门 再从她的袖口兜里 掏出一只强麻醉针 就向慕紫衣走去 慕容紫衣看着冷若离的举动 顿时有些害怕了 不明所以 君墨涵注意到 她紧张的表情后 抬手轻轻地 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轻声说 别怕 本王会陪着你的 然后 君墨涵让她闭上眼睛 冷若离动作迅速地 给她轻轻地 注射了一剂麻醉药 慕容紫衣刚被 冷若离扎针的时候 有些微微的疼 但很快就失去了 知觉睡了过去 冷若离见 慕容紫衣睡熟之后 一挥长袖 另一只手拉上君墨涵 三个人瞬间 就出现在冷若离的 空间仪器室里 冷若离马上 就给慕容紫衣 做个全身检查 片刻后 冷若离看着她的心脏图 顿时整个人 面色沉重起来 慕容紫衣的身体 正如楚明轩所说的那样 被人下了鼓 鼓虫就在 慕容紫衣的心脏里面 幸好中虫 现在还是幼苗 不然 慕容紫衣可要遭罪了 里儿 慕容紫衣的身体里面 真的是鼓虫 君墨涵看着 屏幕上的黑白图案 根本就看不懂 于是 她马上提出了疑问 对 她确实是被人下骨了 你看这个心脏图上面 是不是有一条 很细小的虫子 在缓缓地移动 冷若离用手指着 心脏图上的 鼓虫幼苗 对君墨涵说 君墨涵使劲地 眨巴眨巴眼睛 顺着冷若离的手指 看过去 仔细一看 还真有一条 像头发那样 细小的小虫子 在心脏上面 慢慢地挪动 君墨涵点点头 我看到了 那我们怎么 把她给取出来了 这可是在心脏里面啊 君墨涵都在 为冷若离发愁 我先试试看 能不能用千年雪阁 把中虫给吸出来 冷若离说完 就利用意念 把慕容离晨 送给她的那只千年雪阁 给拿在手上 然后 她再拿起手术刀 把慕容紫衣的手指上 割开一道口子 她的手指 马上流出了鲜血 随后 冷若离立刻打开 小木盒子 把千年雪阁给放出来 千年雪阁跳出来后 闻到血腥味 咕咕呱的兴奋地叫着 蹦了几下 就跳到慕容紫衣流血的手指口下 轻轻地舔了舔 然后 她不停地摇晃着她的小脑袋 表现出一脸嫌弃 又在原地蹦打了两下子 就马上跳回冷若离手中的 小木盒子里 冷若离眨眨眼睛 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啊 慕容紫衣身上的蛊虫 连千年雪阁都不愿意吃 这到底 是什么蛊虫啊 冷若离心中顿时满脸疑惑 连君莫涵都觉得很惊异 千年雪阁 不是最喜欢吃蛊虫的吗 怎么这次她 居然不吃慕容紫衣身上的蛊虫 这让她感到十分奇怪 李儿 你先别着急 楚明轩跟着鬼谷谷主学医多年 她对蛊毒比较了解 我们出去与她商量商量 看看她有什么看法 冷若离 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目前 我也只能这样了 我还是先弄清楚 慕容紫衣身上 到底种的是什么蛊再说吧 随即 冷若离快速帮慕容紫衣包扎好她手指上的伤口 然后 冷若离带着君莫涵和慕容紫衣 马上出了空间 回到了原先他们三人所待房间里 把慕容紫衣喊醒 慕容紫衣醒过来后 神色有些紧张 但当她发现 站在自己身边的人 还是冷若离和君莫涵 整个人瞬间放松了 冷王妃 你查出我身上的蛊虫在哪里了吗 慕容紫衣好奇地问 查出来了 蛊虫就在你的心脏里面 冷苦里如实说 并不打算对她隐瞒实情 闻言 慕容紫衣叹了一口气 唉 难怪有时我的胸口会隐隐作痛呢 你的胸口痛 刚才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 冷若离和君莫涵一口同声地问 我 我不想让别人担心 更不想麻烦你们 慕容紫衣低垂着脑袋说 哎 怎么会呢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却对我们隐瞒了实情的话 会影响我对病情的判断 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子了 冷若离面色严肃地说 嗯嗯 我知道了 不会有下次了 慕容紫衣使劲地点头保证道 可就在此时 楚明轩抱着一本书从院子外面 急不冲到房门口 如果不是被叶颖和叶一给拦截住 她可能不敲门 就冲进了慕容紫衣所待的房间里了 楚神医 我家王爷和王妃 还在房间给九皇子检查身体呢 你现在还不能进去 叶颖皱眉道 他们进去多久了 我找你们王妃 有事情要说 楚明轩卓一道 他们 还没等叶颖把话说完 房间里就传出了冷若离的声音 叶颖 你让她进来吧 是 王妃 叶颖即刻为楚明轩打开房门 让她进去 王妃 我查出九皇子中了何种蛊了 楚明轩看见冷王夫妇 就兴奋地开口道 她中了什么蛊 听了楚明轩的话 冷若离也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王妃 九皇子她中的是傀儡蛊 你们看看我手中的蛊书 就有中了傀儡蛊后 身体状况的描述 中了此蛊的人 蛊虫会慢慢地跟随血液爬到心脏中 然后她的左手上 就会立即出现一条浅浅的红线 蛊虫越大 红线就越险 她散发出来的毒也会越多 蛊毒也会慢慢地通过血液流进大脑里 控制住中蛊之人的意识 从而成为下蛊之人的傀儡 为下蛊之人做事 成为行尸走肉的样子 唉 想想都觉得可怕 楚明轩把蛊书递过去 给冷落了看 那这种傀儡 有结果的方法吗 有 但是必须要找到给九皇子下 傀儡蛊蛊的人 才能把她给取出来 因为傀儡蛊蛊 是用下蛊之人的心头血培养的 所以必须 要用那个下蛊之人的心头血 才能把她引出来 否则 我们别无她法 即使用你的千年血格 给她结骨也没用 楚明轩面色严肃地说 那如果给她开刀 把蛊虫取出来呢 冷若李抬手 用修长如青葱般的指尖 轻轻地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避了避双眸 语出惊人地说道 开刀 王妃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傀儡蛊的蛊虫 可是攀附在人的心脏上面啊 不是在别的地方 这稍微一不小心 人就会没命的 楚明轩听了冷若李的话后 差点没被她的话给吓死 这个冷王妃的胆子也太大了 她不但敢在肚子上开刀 居然还敢在人的心脏上面开刀 这可是千古奇闻啊 慕容子一听到冷若李 说给她开刀取出蛊虫 也被吓得浑身打颤 双手抱胸 一脸防备地看着冷若李 只有君莫涵 听到她家媳妇的话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她自从知道了自己的王妃 有个神奇的空间之后 了解了自己媳妇的本事 她反而绝给慕容子一开刀 取出蛊虫 对她家媳妇来说 简直小菜一碟 我知道 但现在不是找不到 解傀儡蛊的办法了吗 冷若李无奈地说 可是蛊虫所在的位置 是在心脏里面啊 那个地方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丢掉性命的 楚明轩怕怕地说 但君莫涵对冷若李说的话 却让所有人都意外了 李儿 我支持你的做法 此话一出 屋内楚明轩 冷若李和慕容子义 都看向君莫涵 对她的话 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王爷 在人的胸口开刀 可不是开玩笑的 楚明轩很无语地说 这个家伙 为了哄自己的王妃开心 也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啊 楚明轩在心里 不停地嘀咕着 以我家里儿的医术 开刀取蛊虫 对她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就算你楚明轩的脑子里 进了蛊虫 我相信 李儿也能把你的头颅骨 撬开给蛊虫取出来 再给你缝合上 然后 楚明轩打个比方说 把她当场说的头皮发麻 王妃 你是不是真的还会撬开脑袋 再把她缝合上 楚明轩满脸惊恐地 看着冷若李问道 冷若李点点头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但必须要在无菌的环境下 才能进行手术 王妃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也好歹行医十几年了 平时让我处理个 比较大的伤口 我都害怕处理得不好 对你的那个开刀之术 我楚明轩 真是自愧不如啊 不要那么自卑 你的医术已经非常高明了 目前的医疗水平太落后 有很多的条件都达不到 所以很多外伤处理的不好 就会丧命 冷若李宽慰道 楚明轩听了她的话 仔细想想也是 她看见冷王妃 平时拿出来 救病治人的工具 她基本上都没有见过 但她拿出来的每种医用工具 都是十分的好用 可楚明轩始终都想不明白 冷王妃身上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 难道都是她那个 不知名的师父送给她的 这个极有可能 不然冷王妃身上的秘密 真的解释不通 王妃 既然王爷都支持你 开刀给九皇子取蛊虫了 那我楚明轩也愿意相信你 楚明轩冷不丁地 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这时 坐在床边的慕容子义 突然地低声地开口问 冷王妃 如果我用你的办法 开刀取出蛊虫后 我会不会死 我有七成的把握让你活着 你会不会害怕 冷若李试探道 话音落下 慕容低垂着脑袋思索了一会儿 随即 她咬紧牙关长余一口气 好像士兵遇到生死存亡时 决定要赴死的表情 顿时 让冷若李看得哭笑不得 其实 开刀并没有他们想得那么可怕 别怕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等半个月后 你三皇兄赶来京都接你 你的身子和雷燕的伤势都养好了 到时我再给你开刀取蛊虫 冷若李拍拍慕容子义的肩膀 宽慰道 好 子义都听王妃的 慕容子义乖巧地点点头 这才乖嘛 不过 以后你就不要总是王爷王妃的叫我们了 你可以喊王爷 跟我为哥哥姐姐 冷若李嘴边挂着笑容说 随即 楚明轩和冷若李两人 又讨论了很多有关蛊虫的知识 直到两人被尹臣的声音给打断 王爷 王妃 据暗线传来的消息说 镇南大将军 这两日将会回京都 站在门围的尹臣 面色严肃地开口说 这只老狐狸回来也好 把他一直留在南疆那边 也是大个隐患 你要暗线仔细留意着他的行动就好 如果发现异常 记得随时向本王汇报情况 君墨寒素声道 王爷 属下还有一事需要禀报 就是 就是庆王不日之后 将会请来鬼谷谷主帮他解那个绝子药 尹臣说 话落 楚明轩露出一脸的震惊 绝子药 庆王中绝子药 真不知道是哪个高人给他下的 这要下的可真够狠的 不过 这要下的真好 说完 楚明轩当即自个哈哈地大笑起来 君墨寒抬眸 看向冷落里 薛薄的唇角 也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 这一幕 当场被楚明轩捕捉到了 瞪大着双眼看向冷落里 给庆王下药的那个高人 该不会是你吧 对啊 就是我冷落里 谁让他以前老欺负我呢 我就让他断子绝孙了 冷落里怂怂间 无所畏惧地回道 哼 真够狠的 那你可知道 对于皇子来说没有了生育能力 那就意味着 他与那个位置一辈子无缘了 而庆王身为嫡子 母族那边的势力庞大 他的野心勃勃 你让他绝肿了 他肯定要崩溃了 楚明轩挑挑眉眼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记得 他在我吃傻的时候 他与冷落霜 没少欺负过 给他下绝子药 只是小小地报复他一下而已 说着 说着 冷落里原本清冷的目光 逐渐变得犀利起来 不过 你的那个恶魔师傅 会有本事 把我给庆王下的绝子药给解掉吗 冷落里又道 那个人在医术 还是挺有本事的 我觉得他有可能 把庆王中的绝子药给解掉 楚明轩速声回答 而君莫涵 则是一点都不关心 庆王中的绝子药能不能解 他听到冷落里提起以前的事情 看着他瘦小的身子 顿时满眼的心疼 虽然他知道 现在的冷落里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吃傻的冷落里了 但如果不是柳氏母女 和庆王老欺负和虐待原主 原主的身体 就不会如此瘦弱 现在他家王妃的身体 也不会那么瘦小 现在他的狼独已解 所以 他要合计合计着 给他家里儿报仇了 李儿 以后本王会好好保你的 再也不会 让你受到半点委屈了 君墨寒心疼地说 楚明轩 冷王居然当着他的面 跟冷落里说 这么多肉麻的话 真让他惊讶 嘿嘿 我现在可不会那么容易 被那些人渣欺负了去 冷落里好看的性眼 调皮地朝君墨寒眨眨眼睛 搞得君墨寒很是无奈 他家王妃的性子真是多变 不过他喜欢极了 隐臣 亲王府的事情 你找人暗中观察就好 有什么事情 你还是及时向本王汇报 君墨寒淡淡地说 是 王爷 属下遵命 你退下吧 随即 尹臣朝冷王夫妇 拱了拱手转过身就走开了 夜晚 冷落里和君墨寒 正在客厅里用晚饭 叶颖急匆匆地走进来 向他们禀报 王爷 王妃 原本关在王府地牢里的那个蓝仪 打开了铁牢逃跑了 叶颖满脸焦急地说 蓝仪 哦 叶颖 你不说起这人 本王妃都差点把这个老女人 给忘了 她被关在冷王府的铁牢里 都大半年了 怎么还能活着 这个老女人 还真不简单 冷落里听了叶颖的 依旧淡定自若地说 谁在跟踪着她 君墨寒淡淡地问 回王爷的话 是叶三和叶四跟上去了 叶颖忙不迭地回道 嗯 丽儿 你吃好了吗 吃好了 就陪我去看看吧 君墨寒宠溺地说 好吧 今晚我的肚子 正好吃得有些撑了 也带出去运动一下 冷落里 云淡风轻地回答 随即 冷王夫妇来到铁牢 睁牢就看到 铁牢里面的几名狱卒 都倒在了地上 嘴唇和指甲发黑 而铁牢的大门被打开 地面上只有一堆 冰冷冷的刑具 君墨寒 这些狱卒 都是中毒而死的 冷落里柳眉紧皱着说 本王也看出来了 但是丽儿 当初你下令 关押这个老女人的时候 不是把她身上的所有药物 都搜出来了吗 她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毒药的 君墨寒满脸疑惑 是啊 我也感到很奇怪 她毒死狱卒的毒药 是从哪里来的 冷落里低声喃喃自己地说 冷落里抬腿走进 关押过蓝衣的铁牢 她在铁牢里仔细查看了一圈 发现铁牢的墙边 有一只装着 馊饭的黑碗 冷落里蹲下身子 逃出湿巾 在黑碗的边缘擦了擦 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君墨寒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王府里进了奸细 是奸细想方设法 把毒药带给蓝衣的 本王也猜到了 追吧 一名被关了大半年 又受过伤的妇人 不会跑得多远的 听了冷落里的话 出冷王府 留下一脸猛逼的一群侍卫 天哪 他们家王妃 以前不是不会轻功 也没有内力的吗 她是什么时候修炼了内力 又学会了轻功的 难道是她和王爷 出门这半年学会的 他们家王妃也太厉害了吧 习武半年 就学会了那么牛逼的轻功 她简直就是练武奇才啊 等他们一会儿办完事情回来 一定要找到隐一 和隐二他们好好问 他们跟随王爷 和王妃出门的五个月里 一路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人震惊过后 又赶忙运起轻功 急忙追上他们的王爷和王妃 此时 他们的王爷和王妃 已经来到京都的大街上 王爷 我们这么追法可不行啊 还是把我的小雪狐放出来吧 让他替我们带路吧 冷若里建议道 好 都听你的 君莫涵同意冷若里的提议 跟着 两人走进来往人少的小巷子里 把他的小雪狐放了出去 小雪狐 又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帮我们跟踪一个人 事成之后 我让王府的厨子 给你做三只烤鸡 怎么样 哼哼 才三只烤鸡 这也太少了吧 小雪狐摇晃了两下小脑袋 满脸嫌弃 那你想要我奖励 你几只烤鸡啊 说着 冷若里都有些冒火了 他到底养了一群什么宠物啊 怎么个个都是吃货 金雕一顿能吃两只生鸡 大白蛇一顿 也能吃几只鸡 这个小雪狐更加过分 别看他长得小小的 他能一天到晚吃肉吃个不停 最主要是他吃那么多 也不见他长胖 幸好 冷王府有钱 要是普通人家 可真养不起这群怪兽了 真是气死他了 本狐至少要主人奖励五只烤鸡 嘻嘻 小雪狐十分无耻地说 好吧 冷若里见小雪狐要求的奖励 还不是太过分 就同意他了 随即 冷若里抬手朝半空中打一个响指 叶颖他们瞬间出现在冷若里 和君墨涵面前 王爷 王妃 属下在 叶颖双手抱剑恭敬道 叶颖 你抱着我的小雪狐 返回王府地牢里 在关押蓝衣的那个铁牢房里 让他逛逛 然后 你跟着他后面走走 等他锁定蓝衣的逃跑路线 不愿意走路了 你再把他抱回来还给我 冷若里吩咐道 是 属下明白 叶颖咖回话后 立即把地面上小雪狐抱在手上 运气轻功就飞上屋顶 脚尖借住屋顶上的瓦片 飞回冷王府 一盏茶功夫过去 叶颖又回到冷王夫妇面前 把小雪狐交给冷若里 冷若里马上把小雪狐放在地上 让他自己走 小雪狐吸了吸自己的小鼻子说 那人是在王府后面对南门大街 离开王府的 因为南门大街那边 那个老女人的气息最浓 好 那我们就跟你去南门大街 冷若里赶紧到 然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两人就跟着小雪狐走 而叶颖他们几个就隐藏在暗中 紧跟着两人一壶 冷若里和君莫涵跟小雪狐先到了南门大街 然后 两人又跟着他来到一间老师的小宅院里面 但让冷王夫妇感到震惊的是 他们现在所踏入的宅院居然是刘府 也就是柳如意的娘家 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虽然现在的刘府还有人居住着 但是这座宅院早就落魄不堪 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都没有护卫守门 也没有人在院子走动 但他们还听见主院那边传来男女嬉闹的声音 冷若里曾听谢儿说过柳如意娘家的事情 据说柳如意的两个哥哥很没出息 把自己父母留下的财产都败光了 又去找柳如意要钱 柳如意倒是给过他们几次钱 后腿就跟他的两个哥哥谈判 谈判了许久 最后柳如意损失了很多钱 才跟他的两个哥哥断绝了关系 然而柳如意的两个哥哥 把他给的钱花完后又来找到他 后来不知道柳如意是怎么威胁他的两个哥哥 柳如意的两个哥哥就再也没有找过他要钱了 今晚冷若里和君莫涵两人跟着小雪狐 旁若无人地从正门走进了刘府 在刘府的小花园里都转转 两人来到一口荒废的井边 主人 那个老女人的气息在这个井卫就消失了 小雪狐摇摇尾巴说 文言冷若里顿时皱起了眉头 君莫涵 小雪狐说蓝衣的气息在这个井口消失了 他该不会从这里跳了下去吧 我跳下去看看吧 君莫涵开口道 王爷 还是先让属下下去查探一番 再让您和王妃下去吧 叶颖突然蹦出来说 王爷 井下的情况未明 你不能下去 还是让叶颖带着两名兄弟先下去打探吧 冷若里同意叶颖说的话 因为君莫涵身份高贵 如果他出了什么闪失 皇帝必定会找他们问责 那好吧 叶颖 这口费井挺大的 你可以多带两名兄弟下去查看 但要注意安全 君莫涵叮嘱他 是 王爷 随后 叶颖点名了两名侍卫 率先带头跳下这个深井 冷若里先是把小雪狐收进自己的系统空间 然后 和君莫涵带着剩下的几名侍卫 在井口外面静等消息 过了许久 冷王夫妇终于听到 井下传来叶颖的声音了 王爷 王妃 这口井下面是一个通向城外的通道 没有危险 你们都可以下来了 好的 我们马上下去 刚回完话 君莫涵已经率先跳进深井里 冷若里紧随其后跳了下去 剩下的几名侍卫 也一个接着一个跳下去 冷若里和君莫涵跳下井底后 井底里面黑漆漆的 两人都拿出了手电筒照亮 就看见了一道被打开的月亮门 叶颖摸黑 站在月亮门里面等着他们 王爷 王妃 这条黑漆漆的通道就是通向城外的 刚才属下已经走过一遍了 除了黑之外 没有别的 叶颖说 冷若里和君莫涵把手电筒照过去 地道两边挺宽敞的 可以两人平排走去 走 我们走出去看看 冷若里和君莫涵拿着手电筒 带头走在前面 几人走了十几分钟 就到了地道口 地道口外是一个大石头缝 只能通过一个人 他们是一个一个地挤出来的 接着 冷若里他们就看见一片森林 我去 这里是城外哪里啊 冷若里无奈地问道 君莫涵拿手电筒往四周照了照 沉思了一会说 这里应该是望牙山下 丽儿 你看前面不远处的那座山 就是望牙山了 这大晚上的 在这种秘林里寻找一个人可不好找 我还是把小雪狐放出来 让他帮我们寻找吧 这样我们能缩短找人的时间 冷若里看着眼前树林说 说完 冷若里又把小雪狐放出来 几人一路跟着小雪狐 来到一处周围 都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灌木林里 小雪狐突然停下了脚步 主人 那个老女人的气息 又在这里消失了 我闻不到她的气息了 小雪狐摇晃着自己的小脑袋 白白尾巴说 君莫涵 小雪狐说 蓝衣的气息在这里消失了 可这附近都是低矮的灌木丛林 都没有路可走啊 他人会跑到哪里去呢 冷若里用手电筒 照看了一遍自己附近的灌木丛林 很是困感 丽儿 这个地方有古怪 应该是有阵法 君莫涵陡然语出惊人地说 阵法 冷若里来到这个古代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在现代阵法这个词 只能在小说中或电影里听说过 没想 在古代还真有阵法 对 这个地方有阵法 君莫涵语气肯定地说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冷若里好奇地问 这里的树林都特别地怪异 你看看这边上的几棵 大树围在一起 是不是很像八卦里面的钱 昆 镇 训 坎 离 凳 对啊 君莫涵指着灌木丛林边上 几棵突出的高大桥木说 冷若里顺着他的手指 又仔细观察了一遍周围的桥木 想想 这个地方真的很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八卦图 而这些灌木丛林 也分成了两半 一半长的是四季长青的灌木林 另一半长的是红叶花树 形成阴阳两极 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阵法 这人也太牛逼了 我们现在已经被围困在这个八卦阵中了 那你有破阵的办法吗 冷若里秀眉拧了拧问道 这个叫维沙阵 我们必须找到阵眼 才能破解这个阵法走出去 而这个阵眼 就在这个大八卦阵里面 它有可能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 还有可能是一棵特别的树 大家都分头找找吧 君莫涵正色道 随即 冷若里和君莫涵 带着夜影几名 侍卫在灌木林里 不停地来回穿梭着 一帮人找了大半个钟 都没有发现这个巨大的八卦阵里 有什么独特的又不起眼的小石头 或者是一棵特别的树 王爷 王妃 属下把这边都找遍 没有发现阵眼 夜影恭敬地说 哎 我和你们王爷 也没有发现阵眼 冷若里无奈地说 几人停下来 站在一棵桥木下面 静静地思索着 突然 冷若里的小雪狐 用嘴巴扯了一下冷若里的裙摆 主人 你快跟我过来 我发现了一块好大的宝石 但是我搬不动它 小雪狐在冷若里的脚边 兴奋地蹦蹦跳跳 它在哪里 冷若里兴致缺缺地问 主人 它就在前边那棵桂花树下面 小雪狐对着空气伸了伸小爪子 指向不远处那棵桥木下面的桂花树 桂花树 宝石 我刚才怎么就没有留意到呢 冷若里眸光突然一亮 君莫涵 这个巨阵会不会有双阵眼 小雪狐说 他在前面发现了一棵桂花树和一块宝石 冷若里把小雪狐的话翻译给君莫涵听 那我们赶紧让小雪狐带 我们过去看看吧 君莫涵焦急道 冷若里赞同地点点头 即刻让他的小雪狐给他们带路 小雪狐带着几人 穿过八卦镇中的阴阳灌木林 朝他发现桂花树和宝石的地方走去 一群人大概走了十分左右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真看到了一棵桂花树 树干有碗口那么粗 树下的草丛中 还有一块闪闪发亮的椭圆形绿宝石 这块绿宝石估计有上百斤重 看得冷若里都眼馋 等君莫涵破了这个围沙阵 他一定要把这块绿宝石收入囊中 哈哈 想想都美 里儿 这棵桂花树和这块绿宝石 就是位于这个八卦镇的阵眼 难怪我们一直找不到它们 原来那个设下阵法之人 把双阵眼设置在阵法的死门上面 而我们一直都在声门上找阵眼 君莫涵平静道 他的声音轻烈 那我们如何破解这个围沙阵 冷若里对于阵法可是一窍不通的 把这块绿宝石移到声门上面 就能破解了这个围沙阵了 君莫涵说 这又何呢 你们几个都把脸给本王妃转到身后 往声门那边走 冷若里命令道 是 王妃 叶颖他们几个听到自家王妃的命令后 马上转过身子 往大巴挂阵的声门走去 冷若里才走到绿宝石面前 摸了摸他 他立即就消失在冷若里面前 连同他的小雪壶 也被他收进了进了他的系统空间里 然后 他和君莫涵两人又赶紧追上叶颖他们 往声门走去 几人又穿过灌木丛来到声门后 冷若里又让叶颖他们背对着自己 动作迅速地把绿宝石放在声门的位置 周围的灌木林顿时消失了 变成了一块空地 草地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牌坊 牌坊的前面是一条铺满青砖的道路 道路两边是两排郁郁郁郁郁 高大挺拔的乔木林 牌坊后面居然是一个刻着暗夜阁总部的山洞口 山洞口的两边燃烧着两排火把 卧槽 这里就是暗夜阁的总部啊 原来他竟然被人用阵法 把他隐藏在离京都最近的望牙山这里 难怪他们一直找不到他 冷若里满脸震惊地说 就在此时 君莫涵耳边抖动了两下 李儿 有人过来了 我们赶紧躲起来 随后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动作 神讯地运起轻功 飞到树顶上 把自己的身子隐藏起来 老大 我们把整个暗夜阁的外围都走了一圈了 并没有发现 那几个破开我们阵法死门闯进来的人 他们应该是躲藏起来了 火军师他是不会对我们撒谎的 我们围杀阵法 确实是被人破了 我们赶紧找出那几个闯进来的人给解决掉 把阵法修不好 不然 我们暗夜阁总部位置的秘密 被那些人泄露出去 我们都会遭殃的 那名为首叫做老大的人 对身后的小弟们历声道 是 老大 我们还是到乔木林里面找找吧 其中一名小弟巴结道 随后 暗夜阁的人很快就走开了 冷若李和君莫涵 他们马上飞到地面 君莫涵 他们已经发现 我们闯进来了 没事 我们先进洞里查探一下 看看有没有无辜的人被抓进这里 然后 我们把他们都救出去 再把暗夜阁的总部给灭了 君莫涵眸光冷烈地 看向暗夜阁的大门口 好 我赞成你的做法 不过 我们还是要留下两个人 隐藏在洞门口附近吧 万一我们出了什么事情 也能出去为我们通风报信 冷若李沉默几秒说 好 那就由夜五夜六两人守着外面吧 其他人都随我进去 君莫涵马上安排两人留下 然后 他就于冷若李带着隐藏他们 走进山洞口 等他们踏入山洞口才发现 这个山洞十分大 应该他们是整座山都被掏空了 山洞里面 简直就像坐地下的不夜城 不仅有小桥流水 还有人工挖掘的荷花池 甚至 这个大山洞里面 还盖有各种房子 每间房子外面 都会挂上一盏大油灯 所以他们走在山洞里 并不感觉到黑 冷若李他们刚走进来 又听到那些人巡逻的脚步声 他们又赶紧躲起来 你们那边怎么样 左边巡逻的围守兵问 右边巡逻的围守兵 一切正常 并未发现可疑之人 右边巡逻的围守兵回道 大家都巡逻了两趟 都没有发现 有可疑之人闯入阁里 我们都回去休息吧 左边巡逻的围守兵建议道 不行 火军师说 我们设置在外面 用来遮掩入围的围杀阵法 被人给破了 他说 有人闯进来了 我们还是在巡逻两趟 去火军师那里汇报吧 阁主不在 什么事情 都有火军师做主 我们做事 还是要小心一些 右边巡逻的围守兵劝说道 那好吧 我们就听你们的 再去巡逻两劝 我们就回去休息了 我的房间里 还有美娇娘等着我呢 左边巡逻的围守兵 善笑道 话落 众人顿时大笑 哈哈 随即 一群人又合在一起 走在中间的大道上巡逻 这边 地下城的主殿上 兰姨和火军师 正为外面围杀阵 被迫的是大吵一架 你怎么能把外头的人 给引进我们地下城里啊 火军师火冒三丈地 指着兰姨说 什么叫做 是我把外面的人给引进来啊 我兰姨逃出地牢 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他们能闯进地下城 还不是因为你布置的阵法太菜了 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 你别给我乱带高梦 兰姨气势汹汹地 指着火军师的鼻子说 你这个死老太婆 真是太可恨 火军师怒骂道 你骂我什么 你个臭王八 老娘今晚一定要杀了你 兰姨顿时被火军师气得咬牙切齿 休长 干瘪得只剩下一张皮的魔鬼爪子 被他紧紧地攥着 直至嵌入他的手掌心 流出血丝 顷刻之间 兰姨就聚集一股内力 朝火军师身上打过去 这只臭王八 每次都喜欢和他作对 还真自以为是 他当上了阁主的军师 就没有敢招惹他了 他兰姨可不会怕他 火军师被兰姨突如其来的一道掌风 迅速躲开 但兰姨的掌风 还是打中了火军师的手臂 瞬间他的手臂隐隐作痛 你这个风雨人 太可恶了 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吗 火军师目自欲裂 抬手一巴掌 把他身旁不远处的高抬火盆 给打翻在地面上 转移兰姨的注意力 随即 他又迅速使出一道阴毒的掌风 朝兰姨身上打去 兰姨因为被关在冷王府地牢里太长时间 身上也受伤了 武功用起来比较僵硬 竟活生生地受了火军师一道掌风 你这个臭王八居然给我来阴的 看我不弄死你 随即 兰姨拖着受伤的身子 使出自己时程的功力 与火军师当场打斗起来 两人又都是暗夜阁里的高层 很快就把整个暗夜阁里面的那些小杀手 都吸引过来观战 但他们都不敢上前阻止两人 两人很快就打得难省难分了 主店里面的那些用来照明用的高弹火盆 全部被两人拍打到地面上 主店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燃烧着 一团一团火堆 打了大概一炷香时间 还是兰姨落了下风 如果是以前火军师必定不是兰姨的对手 但今日兰姨身上有伤 所以火军师有十足的把握 打赢这个老妇人 她虽然不知道兰姨这大半年里经历过什么 会让她原本腹白貌美的容颜 变成一张皱巴巴的老皮 但要是以前火军师 还是会看在兰姨那张风韵油存的美貌上 这副丑陋的模样就恶心至极 还会影响她吃饭的胃口 然而 这边正打的水深火热 正好给了冷若吏他们 打探整个地下城的机会 君莫涵 地下城主店里面好像出现了内讧 你看这些巡逻兵都往那跑去了 冷若吏心中一喜 今晚真是天助我眼 里面打起来了 君莫涵说 那好啊 我们赶紧把暗夜阁里的宝贝都洗劫一空吧 然后 我们在这个地下城里的每个角落里都埋上炸药 把暗夜阁的老窝给炸了 最好把暗夜阁里面的杀手全部都给炸死 冷若吏冷笑一声 眼底闪过一抹脚霞 随即 他和君莫涵带着夜影他们 把整个地下城基本上都翻腾了一遍 每经过一个地方 他都埋下两个炸药包 但唯一让他遗憾的就是 没有找到暗夜阁的宝库 几人巧妙地避开这个地下城里面站党的杀手 来到一个貌似暗夜阁境地的地方 这个地方占了二十几名守卫 看起来还是一群死士 不过他们跟之前遇到金刚死士有些区别 区别就在于这些人都没有戴上铁面罩 隐先 冷若吏和君莫涵推测 这个地方肯定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不然 这里不会让人重兵把守的 君莫涵 这次我们干一票大的 冷若吏从衣袖兜里偷偷摸出两把狙击枪 并且装上消声器 两人蹲守在暗处 把狙击枪对准守卫 里二 暗夜阁里面的死士 他们致命的弱点 一般都在颈部以上 我们往他们的头部射击 好 我们射击的动作要快一点 尽量在这些人没反应过来之前 把这些守卫一举见面 冷若吏唇角微微翘起 那双冷冽犀利的目光 看向那些守卫时 露出一抹脚侠 一 二 三 开枪 嗖嗖嗖 冷若吏低声数数 他与君莫涵配合的天衣无缝 两人同时开枪 一会儿就干掉一大半 剩下的几名守卫 看见自己的同伴们都倒下 刚反应过来 有人偷袭他们 就被冷若吏和君莫涵给干掉了 总之 这次行动对冷王夫妇来说 有惊无险 一切顺利 但却让夜影他们 几名侍卫看愣了 我的亲娘啊 他们叫王爷王妃 手上拿着两把铁疙瘩 倒是什么暗器啊 威力也太猛了吧 一会儿就把前面 二十多名暗夜阁的守卫给干掉了 都不用他们出手 那以后 他们跟着王爷和王妃出门 岂不是没有斩露武功的机会了 走 我们过去打开那道门进去看看 这个暗夜阁境地里面 隐藏着什么秘密 冷若吏一脸好奇地说 君莫涵听后 微微汗手 两人率先带头来到境地门口 寻找大门的开关 两人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道门 这道石门 除了门上刻了一个霸气十足的狮子头 别无他物 冷若吏用手摸了摸门上雕刻出来的狮子 咦 君莫涵 这狮子的两个眼球会滚动按 冷若吏心中一喜 然后 他试着用手朝着不同的方向转动狮子的两个眼球 大门还是纹丝未动 冷若吏顿时有些泄气了 君莫涵也抬手弄了弄狮子的眼球 也是没打开 但是他的手指间 无意间敲了敲狮子的其中一个眼球 那个眼球居然就凹进去了 随即 他与冷若吏两人满脸惊讶地对视一眼 于是 君莫涵又敲了敲狮子的另一个眼球 另一个眼球也凹进去了 然后 这道石门慢慢地从上面降下来 冷若吏和君莫涵就带着夜影 他们抬步走进去 这个境地的过道很宽敞 两边的石墙上隔着两三米就放上一盏小油灯 虽然这里的光线还是很昏暗 但也不至于看不清周围的环境 他们刚踏入过道几步 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 令人作呕的恶心气味 冷若吏慌忙地从他的衣袖兜里 拿出几个小罐的氧气瓶 分给君莫涵和夜影几人 并且教他们戴上 一分钟后 冷若吏他们就走出过道 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 几人睁开双眼 就看见令众人胆寒的一幕 这个大厅里面密密麻麻地放了几十口黑色的大缸 这些大缸子里面装满了黑乎乎的水 每个大药缸里都浸泡着一个半大步小孩子 这些孩子的脸色漆黑 面目扭曲 应该是他们被泡在这些大缸里面 遭受到很大的痛苦 冷若吏和君莫涵 他们走过去 用手探了探几个孩子的鼻息 发现这些小孩子都已经没气了 天杀的 到底谁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的 这人也太歹毒了吧 居然拿这些孩子来做实验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冷若里气的脸色发青 怒目圆睁 他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恐怖 如同咆哮的猛虎 像要吃人的模样 君莫涵 他们也同样很气愤 看到这些人的穿着打扮 应该都是天舞国的孩子 有男孩也有女孩 年龄看起来 大概是六岁到十二岁之间 然而 在天舞国中丢失了这么多孩子 他居然从来没有听到 那些地方官员上报给朝廷 真让他气愤不已 李儿 我借用一下你的那个高清摄像机 我要把这里的每一幕都拍下来 拿给父皇看看 君莫涵语气清冷地说 好 冷若里爽快地答应他 也忘了顾及夜影几人 还在他们身边 就从他的宽衣袖口里面 拿出一台摄像机 交到君莫涵的手上 不过 他的秘密 就算被夜影他们知道了 夜影他们也不会把他的泄露出去 君莫涵手底下的人 还是十分靠谱的 心里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君莫涵接过冷若里 递给他的摄像机后 他熟练地拍摄起来 他家王妃空间里的那些好玩的东西 君莫涵基本把他们玩了个遍了 这种摄像机自然也不另外 当时在里儿的系统空间里 里儿就教了他两遍 如何拍摄视频 他马上就学会了 现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等君莫涵拍完视频后 几人正打算离开 突然 他们听到角落里 有个气息 微弱的声音在呼喊 就 就 我 冷若里他们立即停下脚步 还有活人 冷若里震惊地说 随即 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立刻散开 用手指一个接着一个 去查探这些孩子的鼻息 孩子 你在哪里 如果你听得到我的说话 就哼一声 我过去救你 冷若里大声地朝大厅里面的方向说 姐 姐姐 我 我在 这里 小女孩扯着一个嘶牙口干舌燥的嗓音 努力张开嘴巴说话 这次小女孩说话的声音依然很小 但冷若里和君莫涵他们 总算听清楚她说话的声音 已分辨出她在哪个位置了 王妃 她在你的左上角第二排第五个大药缸里抛着 因为小女孩的手指在不停地抖动 叶莹已经眼尖地 发现了小女孩的位置 冷若里抬腿急步跑过去 就看见这名小女孩半个身子都泡在了大缸中 那些黑乎乎的药水已经淹过她胸口 她的双手紧紧地攀在大缸的两边 她的整张脸都被药水泡得乌漆满黑的 只看见她的那双大眼睛 叶莹和一名侍卫 伸手想要把小女孩从大药缸中抬出来了 但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小女孩的腰间居然捆绑着一块大石头 叶莹把她腰间的石头给解下 才把这个小女孩给抬出来 冷若里仔细查探了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脉搏 她脉相十分微弱 两块唇半干裂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如果今晚她得不到救治 估计她会活不过明天了 冷若里马上从衣袖口里 拿出一瓶营养水给小女孩喝下 又拿出一块千年餐片给小女孩含在嘴里 随即冷若里在让君莫含他们背过身子 又从自己的空间里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 给小女孩迅速换下被药水浸泡湿透的衣服 等冷若里给小女孩换好衣服后 冷若里让叶营把小女孩背起走出禁地 主殿里现在依然打得十分激烈 早已把地下城的人都吸引了过去 只有几个巡逻兵在地下城里走来走去 冷王夫妇带着几人在地下城里 一边搜寻着那些值钱的物品 一边埋炸药 几人又入过一处神秘的大院子 这里也有很多死士守卫 冷若里和君莫含两人 还是用了刚才的办法 拿出两把狙击枪扫灭这些守卫 顺利地闯进了这座大宅院里面 然后冷若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吃惊的事情 这座大宅院的大门口外是通向地下城里 而大门内的世界却是露天的 都能看得到天空上的月亮和满天星辰 宅院里面还有个美丽的花园 有人工的假山 小桥流水 荷花池 鲤鱼打挺 还种满了各种各样花草树木 现在又是春天的季节 整个花园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花香味 这座宅院的围墙窗口都摆了各种瓷器瓶 据君莫涵说 这些花瓶都是上等的橙色 可值不少钱呢 冷若里二话不说 就把这些花瓶都收进自己的系统空间里 一件都不漏 接下来 冷若里和君莫涵 他们又走进屋里 屋里头也是装饰得十分豪华 足够奢侈 几人也翻遍了整座宅子 当冷若里他们翻到一个大房间时 夜影发现了地板下面有个地下室 几人果断地撬开地板 走进了地下室 大家看到地下室里面的东西 顿时差点没亮瞎众人的眼睛 整个地下室里面都放满了金银珠宝首饰 以及各种珍宝 玉石 珊瑚 宝石 字画 甚至还有各种兵器 我滴个乖乖啊 这个地下室里面全是财富啊 为了得到这些金银珠宝 不知道收收刮了多少明知明高 冷若里连连惊叹道 这个地下室的财富比国库还富有 简直富可敌国 君莫涵也吃惊道 作为异国王爷的他都被眼前的政务给震惊到了 这个暗夜阁阁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居然能收刮来这么多财富 君莫涵猜测 这个暗夜阁阁主绝对不止一个身份 而且他还可能是一个高官 不然 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得来这些钱财 君莫涵 我要把这些金银珠宝全部给他洗劫一空 不让他们拿着这些钱财害人 冷若里语出惊人的说 王妃 这个地下室里的宝物这么多 我们几个人也搬不晚啊 叶瑶有些无语的说 虽然他知道自家王妃身上有很多秘密 但是这个地下室里宝贝可不少啊 不可能一下子就装完吧 放心吧 再给你家王妃来这么多金银珠宝 你家王妃都能把他们全部搬走 你们信不信 冷若里挑挑没说 文言 叶瑶抬手挠了挠头 沉思了一会儿 他们家王妃经常凭空拿出东西 身上肯定藏有一个乾坤袋 不然 他的那个衣袖都绝对不可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不过 这是他们家王妃的秘密 王妃不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 王妃 属下相信 叶瑶恭敬地说 嘿嘿 你这孩子真是上道啊 那我就跟你们玩个魔术 请你们都闭上眼睛 等我 让你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们再睁开双眼 冷若里话音刚落下 叶瑶他们就听话地闭上了双眼 冷若里看见叶瑶他们都闭上双眼后 他长袖一挥 利用意念把地下室里的所有金银珠宝和兵器 一下子都收入了自己的系统空间宝库里 好了 你们都可以睁开眼睛了 冷若里笑着说 叶瑶他们听后 缓缓地睁开双眼 看到地下室里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兵器都不见了 顿时满脸的震惊 王妃 刚才地室里面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 叶瑶和几名侍卫好奇地问 哈哈 都被我变走了 冷若里面对叶瑶他们的疑问 哈哈地打趣道 叶瑶他们满脸的不可思议 心中越来越肯定 他们家王妃身上有个乾坤袋 好了 丽儿 我们还是快点买好渣药离开这里 君墨涵提醒道 而后 君墨涵和叶瑶他们配合好冷若里 很快就把炸药买好 几人马上就离开地下室 离开这个豪华的大宅院 另一边 兰瑶和火军师正打得水深火热 兰瑶被火军师重伤多处 他依然死撑着与他对战 可就在此时 突然有一名杀手在外面上厕所时 发现了异常 飞快地跑去主电告知火军师 不好了 不好了 火军师 我们地下城真的闯入外人了 那名杀手 面色着急的大吼道 火军师和兰姨的打斗 当场停了下来 围观的众人 也看向说话的那名杀手 我们地下城的禁闭里 被人闯进去了 那名杀手 急得都跳脚了 走 大家赶紧把那些擅闯者 给我找出来杀了 火军师怒目元征 气急败坏的大吼道 不用找了 我们出来了 冷若里和君墨涵 两人各抱着一把冲锋枪 不乏沉稳地走出众人面前 而夜影他们 冷若里就吩咐他们 你们这个十恶不赦的杀手组织 害死了那么无辜的生命 今日我俩就送你们上路吧 冷若里冷谋四刀 扫了一眼这个主殿里面的人 大吼一声 开枪 他与君墨涵马上扣动扳机 抱起冲锋枪 就对主殿里的人进行一顿扫射 喷喷喷 喷喷喷 站在主殿里的杀手 马上倒地一大片 火军师和兰姨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两人面前的小弟们 都已经倒下了 等火军师和兰姨反应过来后 两人拨腿就跑 冷若里和君墨涵也没有追杀两人 而是迅速离开地下城洞口 冷若里果断按下自己手中的定石器 哄 得一声巨响 整座山都倒塌了 此时 还躲藏在地下城里面的兰姨和火军师 以及那些幸存的杀手 瞬间被炸他下来的石头给压死 哼 这次 他们终于把暗夜阁的老巢给灭了 一日 冷若里和君墨涵再吃早餐 两人正准备商量 从暗夜阁里获得的金银珠宝 该怎么处理 君墨涵 昨晚在暗夜阁洗进来的钱财 我们该如何分配给百姓 冷若里深思道 李儿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该怎么分配这些钱财了吗 君墨涵反问 我的确想过 怎么利用这笔财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冷若里浅笑道 李儿 就按照你的方法来处理吧 我认为你想出来的方案 应该就是这些钱财的最好分配方案 君墨涵肯定地说 他家王妃不仅艺术高明 智慧过人 精明强干 还为人善良 心系天下苍生 君墨涵相信 他家王妃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好的 你都没有问过 怎么利用这笔钱 你就那么自信地说 我想出来的方案就是最好的 冷若里对君墨涵说的话 感到十分无语 这个王爷也太不靠谱了 他明知自己是个小财迷 也不害怕自己卷款而逃 那你说说 你是怎么利用这笔钱财的 君墨涵随口问道 冷若里 我打算把这笔钱分别用到 教育 农业和医疗三方面上 文言 君墨涵淡淡地回应了一个字 我说的这个教育 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过的 我想修建学堂 并且用重金聘请名师教导学生 免费招生 招生也不分贵贱 让穷人家里的孩子 都能够免费上学 所以 我打算把这笔三分之一的钱财 都用到教育上面 让穷人家的孩子 也能通过读书 成为人上人 嗯 这个方案不错 冷君墨涵赞成 农业方面呢 农户平时种的骨子和小麦都太单调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种很多可以让人吃饱的杂粮 比如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红薯 玉米 土豆 这些杂粮都可以解决温饱的 而且 红薯和土豆的产量又高 还容易储存 如果我们能大量推行这些农作物 我敢肯定 以后的冬天 我们天舞国的老百姓 不会再闹冬荒了 冷若里一脸自信地说 可是我们天舞国 没有你说的红薯 玉米 土豆这些农作物 君墨涵探生道 我空间的储藏室 就有 那些红薯 玉米 土豆 都是我在现代时 为了出门执行任务收藏的储备粮食 冷若里甜甜一笑 话落 君墨涵满脸崇拜地看着冷若里 丽儿 你真是本王的宝藏王妃 本王这是取了一个会活动的宝库啊 幸好脸你嫁了本王了 不然 本王可要羡慕死别人了 君墨涵叹道 嘿嘿 现在知道我的好了吧 冷若里打趣道 君墨涵使劲地点点头 至于医疗方面 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向父皇提议 让你盖的那间大医馆 就是用来做现代化医院的 主要用于免费医治平民百姓的 各种疑难杂症 同时 我还想培养一批 贯通中西医学的人才 为老百姓服务 你觉得怎么样 君墨涵一边听 一边看着冷若里那张红红的诱人的小嘴 一张一合的说话 他整个人都看呆了 恨不得马上抱着他的脸 亲上一口过过瘾 我说完了 君墨涵 你有什么看法啊 冷若里说完后 等了半天都没有看见君墨涵回话 扭头看向他 大声地提醒道 这家伙真是的 他还在跟他说正经事情呢 他居然又神游太虚了 冷若里感到十分无语 娘子 卫夫都听你的 回过神后 君墨涵唇角微微上扬说 好吧 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冷若里无奈地说 怎么会白说呢 丽儿 你说的话 我都听进耳朵里面了 走 今日我手上也没有别的重要事情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君墨涵拉着冷若里的手 就往王府的大门口奔去 随后 两人坐下马车 就往热闹的街道上驶去 直奔闹市的市中心 君墨涵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冷若里好奇地问道 别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君墨涵回道 几分钟后 冷王府的马车 停在了一座新盖的房子面前 冷若里刚下车 就被眼前的这一座楼给惊讶到了 君墨涵 这间衣馆盖得可真宽敞啊 冷若里满脸兴奋地说 丽儿 你喜欢吗 这是我按照你给我的设计图盖的 君墨涵看见冷若里满意的笑容 自己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归位了 喜欢 这房子 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原本以为 你们古人会盖不出这种楼房 没想到 盖得比我想象中的还好 冷若里看见君墨涵夸赞道 因为冷若里设计的衣馆 是利用古代四合院的构造 和现代的建筑风格设计的 没想 君墨涵还是让人给盖出来了 主院是一座三屋高的楼房 冷若里打算 把一楼做成各个科目的诊室 主要分成内科 外科 副科 儿科 以及急诊科 还标配 一间手术室和中西药房 二楼和三楼就做住院房 为重病患者提供就医便利的机会 而主楼左右两边的地爱房子 一边是医护宿舍 另一边是食堂 医护和患者吃饭地方 况且 冷若里的医馆 又正位于闹市中心的街道旁 人流量大 也能给老百姓带来便利 总之 冷若里对自己新建好的医馆 很是满意 草民拜见 王爷 王妃 正当冷若里仔细观看着 这座新盖好的医馆时 他们身后传来了一群男人的声音 冷若里和君莫涵 急忙转过身子一看 发现是赵元清和他们那帮兄弟 赵大哥 原来是你们啊 冷若里笑着说 是的 几个月前 王爷突然找到我 让我找一群兄弟帮王妃盖医馆 我就把这帮兄弟找来了 赵元清笑着回答 真是辛苦你们了 冷若里由衷地感谢道 不不不 我们不辛苦 我们原本就想帮王妃无常盖医馆的 可没有想到 王爷还是让王府管家 给我发了三倍工钱 每次过节 还让王府管家 送我们两斤猪肉 我们真的很过意不去 赵元清感动地说 没事 这是你们应得的 能把我设计出来的房子盖出来 你们可真不简单啊 冷若里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赵元清他们 听了冷若里的话 顿时都脸红了 片刻后 冷若里又给赵元清他们 说了许多有关医馆装修的规划 他与君莫涵才离开兴建医馆 两人坐在马车里 漫无目的闲逛 然后 马车路过他徒弟的百草堂时 透过马车窗外 看见了他父亲冷锦鱼 走进百草堂的身影 夜影停车 冷若里朝马车外喊道 等夜影把马车停下来之后 冷若里动作俐落地跳下了马车 君莫涵紧随其后 跟着 冷若里急不跑进百草堂 爹爹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冷若里关心地问 丽儿 你怎么也来了 我的身体没事啊 冷锦鱼有些吃惊地说 爹爹 这是女儿徒弟的医馆 我和君莫涵正好路过这条街道 看见了你 站在医馆门口 女儿以为你生病了呢 冷若里满脸关心地说 我来百草堂 只是想打听一个人 我的身体真的没事 冷锦鱼无奈地解释道 不过 他听到自己的宝贝闺女 关心自己 心中还是暖暖的 可冷若里完全忽略了 刚跑过来站在他一旁的老徒弟 冷若里的老徒弟 见到自己的师父 又来百草堂看他们 心情十分的激动 但他看见冷若里 和冷锦鱼正说着话 他这个当徒弟的 也不敢插话 爹爹 那你想打听谁 李儿帮你找找他 他 冷若里甜甜一笑 听后 冷锦鱼想着 他家里儿跟百草有些关系 如果李儿亲自开口问人 医馆里的人 肯定会告诉他实情 于是 他就把寻找自己 救命恩人妻儿的事情 告诉了冷若里 爹爹 你知道 你救命恩人妻儿的 叫什么名字吗 冷若里皱皱眉头说 原来他驻守北边江几年 经历了这么多次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事情 冷若里对他八年 从未回过京城 看过原主 也表示理解了 但是冷锦鱼回来这么久了 都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李真远临死前跟我说过 好像他媳妇叫十年花来着 他儿子就叫李孟凡 冷锦鱼仔细回忆着 哦 原来是他们母子啊 文言 爹儿 你认识他们吗 冷若里看见女儿的反应 便好奇地问道 爹爹 他名叫刘念花 现在是百草堂里面的厨娘 我现在 让人把他叫出来 你瞧瞧他 冷若里急忙解释道 那你让人把他叫出来吧 冷锦鱼激动地说 可以 爹爹 我现在就让人进去 把他给喊出来 冷若里说 冷锦鱼点点头 老黄 你去喊一下刘念花出来 我爹爹有事找他一下 彼时 百草堂后院的厨房里 刘念花正忙着 就被老黄叫住了 念花 我师父的爹爹过来找你 你放下手头的事情 跟我出来一下吧 黄大夫笑着说 黄大夫 你师父回来了 刘念花听到自己的恩人 出门回来后 十分高兴 是的 我师父现在正和他爹爹 在大堂里等你 黄大夫回答 好 那我现在就出去 刘念花放下自己手中的面粉 拍干净手掌 就跟在黄大夫身后 走出来大堂 冷大将军 这个就是 你要找的刘念花 黄大夫殷勤地介绍道 谢谢你 黄大夫 冷锦鱼朝王大夫拱了拱手 黄大夫哪敢承受 冷锦鱼的道谢啊 赶紧办公着身子双手回礼 因为冷锦鱼大将军的身份 就让他感到高不可攀了 再加上冷锦鱼 又是他师父的父亲 那他就更不能接受 冷锦鱼的道谢 这位小嫂子 你的夫君是离真远吗 冷锦鱼柔声问道 是的 冷将军 刘念花不卑不亢地回答 我总算找到你了 之前去了几次你的婆家 都没有看见你 和你孩子 我就听到你婆母和小叔说 你已经改嫁到那些 大户人家当小妾去了 但是我并没有相信 他们的鬼话 因为我曾听真远说过 很多有关于你们的美好故事 知道了你和真远的感情深厚 所以我确信 你不可能改嫁 于是 昨天我就偷偷地 又找来你之前的几个邻居问问 没想到 你是被婆家赶出来了 就藏身在百草堂这里 冷锦鱼满脸愧疚地说 冷将军 你不用感到愧疚 其实我能过上如今的生活 都是得到了你的女儿冷王妃的帮助 她帮助了我和孟凡 摆脱了我婆母的纠缠 过上了普通人都不敢想的生活 我已经知足了 刘念花感激地说 哎 当初真远救下我 临死时 把你们母子托付给我 让我好好照顾你们 我却没有 冷锦鱼心里很是内疚 爹爹 你不必这样 念花姐的夫君 多次救过爹爹的性命 李儿也会帮助你好好照顾念花姐和小孟凡的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们慢慢来帮助他们吧 冷若里安慰她 大将军 我们母子现在真过得很好 冷王妃和黄大夫 一直都在照顾我们母子 您真的无需内疚 刘念花心中十分感动 不知道这是自己几世修来的福分 才让她遇到冷若里 黄大夫和冷将军 这样的大好人 那就好 要是你们母子出了什么事情 我百年后到地下 也无法向真远交代 冷锦鱼微笑着说 后来 冷若里妇女 与刘念花黄大夫他们又聊了一会儿 冷若里和君莫涵 才把冷锦鱼送回冷将军府 这边 去京城的半路上 林振凡因为接到皇后的书信 需要回京一趟 而鬼谷谷主 则是同意了柳如意的要求 去京城给亲王解决紫药 他刚好趁此机会进京 所以 两人正好同路 就一同进京了 此时 林振凡和鬼谷谷主 正聊着 怎么培养心死士的事情 下属突然跑过来 向他汇报 阁主 刚刚得到消息 昨晚半夜 我们暗夜阁的总部地下城 全部坍塌了 没有一个人逃出来 下属战战兢兢的汇报消息 什么 地下城全部坍塌了 还没有一个人逃出来了 你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 林振凡听见这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整个人都猛逼了 这到底是何人所为 地下城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坍塌了呢 他的那座宅院里的地下室 可是收藏的他所有的身家 就这样没有了 他气得胸腔里翻腾倒海 肩膀也气得不停地颤抖 人差点晕过去 命令下去 我们立即加快速度 回一趟地下城 林振凡气得七窍生烟 手上的青筋抱起 双拳紧握手指咯咯作响 老店 你先别生气 回去看看再说吧 鬼谷谷主好心地宽慰道 他与林振凡合作了二十多年 两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两人又互相算计 互相防备对方 他听到林振凡的老巢坍塌了 他心里是十分高兴的 林振凡听了鬼谷谷主的话 心中冷笑 我的老挝没有了 估计最开心的人 就是鬼谷谷主了吧 这只老狐狸最狡猾了 从表面上看他就是一个笑面佛 但如果你看清他的所作所为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心肠歹毒至极的笑面佛 他林振凡以暗夜阁阁主的身份 与他合作了快二十年了 他都没有查出这个鬼谷谷主的来历 平常他与鬼谷谷主相处时 都十分地小心翼翼 老哥 你说得对 不能只听别人的直言片语 我要亲自去看看 那恐怕我就不能与你同一天进京了 林振凡平复心中的怒气 笑着与鬼谷谷主虚语尾仪 好 那我就先一步进京了 鬼谷谷主笑着说 片刻后 两人就分开马车行驶 林振凡在后面 看着鬼谷谷主马车远去的背影 冷笑一声 眼中的笑意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轻蔑与嘲讽 经成道事里 楚明轩手中拿着一把折扇 悠哉悠哉地闲逛在街道上 突然 有一名女子拿着两包药 匆匆忙忙地从他身边走过 一不小心就撞到楚明轩的胳膊 女子的两包药也瞬间飞了出去 这名女子正是柳如意身边的阿满 你这人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啊 阿满怒气冲冲地对着楚明轩大骂了一句 随即 他蹲下身子寻找撞飞在人群里面的两包药 楚明轩原本见他是名女子 还不想跟他计较那么多 没想到 这个女人对他张维就骂 气得他当场蹊跷声言 明明是你自己走路 不长 眼睛撞上了我 关我什么事 楚明轩马上收起折扇 指着阿满反驳道 可阿满正着急地寻找丢落在人群脚下的药包 暂时没空搭理楚明轩 楚明轩随即露出一脸坏笑 急步跑到药包跟前 抬脚就往药包上面狠狠地踩了两脚 原本包着药的纸张立即被楚明轩给踩坏了 包好的药材也散了出来 你个臭男人 我要杀你 气得阿满抬手 就聚集一股内力朝楚明轩打去 但是 楚明轩也是会功夫的 眨眼间 他就避开了阿满的攻击 两人当场撕打了起来 顿时吸引了一群围观群众 楚明轩与阿满两人打斗了十几回合 楚明轩逐渐占据了上风 可就在他想要使出狠招 彻底击败阿满时 阿满突然转过身子 面对面看向楚明轩 楚明轩看清阿满容貌后 他急忙收回自己即将要打出去的那里 顿时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妙玲姐 是你 没想到你还活着 楚明轩神情激动地说 阿满看见楚明轩那副又哭又笑的表情 还以为自己遇到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呢 转过身子就想离开 刚才被楚明轩采出来的药 肯定是不能再要了 他还要重新返回药店再抓两包回去给二小姐煎药呢 其实他并不想与楚明轩继续纠缠下去 楚明轩见阿满要离开 马上就急了 妙玲姐 你等等我啊 我是楚明轩 你的亲弟弟 你不记得我了吗 楚明轩紧追在阿满屁股后面走着 一边走一边说 只留下一群满脸费解的吃瓜群众 这个男人该不会是个脑子不正常的人吧 刚才还和人家姑娘喊打喊杀呢 现在 他居然喊人家姑娘一口一个姐姐的喊着 我叫阿满 阿满被楚明轩纠缠得十分无奈 如果他不是因为自己手头上还有事情要做 他一定会把这个男人胖揍一顿 可是 你跟我的妙玲姐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我妙玲姐也没有双胞胎姐妹 这世上怎么有两个长得那么相像的人呢 楚明轩语气坚定地说 好好 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清楚 我的那两包药被你糟蹋了 我都不跟你计较了 我现在急需返回药店抓两包药回去 给我家二小姐煎药去 拜托你别再纠缠我了好吗 阿满十分不耐烦地说 妙玲姐刚才真的对不起 我是个大夫 我陪你一起去抓药吧 楚明轩通过与阿满的对话 心中已经明白他的妙玲姐一定是把他给忘记了 所以他不能把他逼急了 接着 楚明轩就像个透明人一般 一路跟着阿满去了药店重新抓药 然后 他又一路跟着他身后来到了沁王府门口 楚明轩看见阿满走入沁王大门 他还以为阿满现在是沁王府的丫鬟呢 顿时 对他心疼不已 也对他的处境充满了担忧 他的妙玲姐原本可是楚家的掌上明珠啊 没想到他静落得如此的静地 沁王府是个什么鬼地方 楚明轩心中很是清楚 说的好听一点是个王府 说的难听一些就是个蛇鼠窝 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思想正常的 当楚明轩想到这里时 他就越担心楚妙玲 不行 他要把楚妙玲给赎出沁王府 但这座王府的主人可是那个变态的沁王啊 他要想给妙玲姐赎身估计不容易 突然 楚明轩的眸光一亮 他没有能耐把楚妙玲给救出狼窝 可他的好兄弟冷王和冷王妃 有能力救人啊 于是 楚明轩马上跑回冷王府 请求冷王和冷王妃帮助他 彼时 君莫涵和冷若莉 也是刚从冷将军府 陪冷锦鱼吃过午饭 返回冷王府 两人刚踏入会客厅坐下 屁股下的凳子都没有坐热 楚明轩就从门外飞奔到两人面前 楚明轩 你这是怎么了 外面有人在追杀你吗 冷若莉跟他打去道 王 王爷 王妃 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 楚明轩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语气结结巴巴的说 什么忙 你说吧 冷若莉爽快的开口 就是我刚才在街上闲逛时 碰到我的妙龄姐了 十几年过去了 我一直以为她 也被当年的那场大火给烧死了 没想到她还活着 楚明轩说着这番话时 两眼通红 眼眶里面还蕴含着一抹泪水 那她现在在哪里 冷若莉满脸好奇的问道 她现在当了庆王府里面的丫鬟 楚明轩满脸心酸的说 她在庆王府 如果你想把她熟出来 会有些麻烦 冷若莉看了一眼 君莫涵正色道 你知道她现在叫什么名字吗 君莫涵突然开口问 闻言 楚明轩仔细回想了一下 她与楚妙龄刚才在街上的对话 哦 我想起来了 她现在叫阿蛮 楚明轩大声地说 冷若莉和君莫涵听到阿蛮的名字 两人随即面面相去 两人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没想到会是她柳如意的忠仆 楚明轩 你确定你的妙龄姐 现在的名字就叫阿蛮吗 冷若莉再次确定 是的 她亲口跟我说的 她叫阿蛮 楚明轩点点头 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她不是庆王府里面的丫鬟 冷若莉语出惊人地说 你们都认识她 她竟然不是庆王府的丫鬟 那她怎么会待在庆王府里呢 楚明轩满脸疑惑 因为她是柳如意身边的丫鬟 冷若莉果断地告诉楚明轩实情 什么 她居然是柳如意的丫鬟 现在回想起她刚才说的话 难怪她一直说 她要马上抓药 回去给二小姐间 原来她口中的那个二小姐 是冷若霜啊 这可咋整啊 我妙灵姐肯定是被柳如意给利用了 楚明轩顿然明白过来 此刻就连冷若里都犯难了 这个阿蛮是柳如意最为忠实的丫鬟了 曾经多次为了保护柳如意 竟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的人 他们想劝说她 离开柳如意并不简单 楚明轩 你认出她时 她还记得你吗 冷若里沉思一会儿问道 妙灵姐 她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不知道 她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 她是真的不认识我了 楚明轩叹息了一口说 这个阿蛮 自从待在柳如意身边 就对她忠心耿耿的 我也不知道她的具体身份 以前听冷将军府的管家齐波说过 这个阿蛮 原本是一个街上乞讨的小乞丐 有一次被柳如意救下 后来 阿蛮就一直跟着柳如意当丫鬟了 但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只有柳如意心里最清楚了 冷若里说 我不相信这些说辞 因为我不相信 柳如意会那么好心地去救一个小乞丐 这里面肯定会有猫腻 楚明轩满脸不可置信地说 嗯 我也不相信 冷若里也赞同楚明轩的话 随即 两人又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 阿蛮买要拿回沁王府后 他去跟柳如意打了一声招呼 就赶紧跑到厨房 给冷若双肩药 前几日 经过柳如意在沁王府那次闹腾 现在的沁王府 再也没有人敢对柳如意他们不敬了 阿蛮来到沁王府的大厨房 给冷若双煎药 那些厨子和下人赶紧给他腾出位置 阿蛮很顺利地帮冷若双把药给煎好 端到冷若双的房间 彼时 冷若双在坐月子时 就经历了一场大病 现在他的脸色依然惨白如雪 没有一丝血气 柳如意接过阿蛮递过来的汤药 慢慢地吹凉 一小勺 一小勺为冷若双喝下去 喝得冷若双直晃脑袋 娘 这汤药好苦啊 我不想喝 我要吃蜜枣 冷若双皱着眉头撒娇道 双 听话 你刚生完孩子气血不足 又生了一场大病 一定要把这碗汤药喝完 这汤药 是我让大夫给你开的 主要是为了给你调理身子用的 柳如意耐心地又哄道 娘 我不喝 真的太苦了 我喝不下去 你要阿蛮先给我拿些蜜枣 过来给我吃 冷若双依旧交情 双 你别再胡闹了 如果你现在不把身子调养好了 你就别想再为亲王生孩子了 如果你没有了生育能力 以后你就别想再亲王府立足 柳如意再也不想惯着她 对她厉声道 这都什么时候 她这个女儿还分不清轻重 难道真要等到亲王把她彻底抛弃了 她才知道幡然悔悟 娘 可是这碗汤药真的太苦了 双儿真的喝不下去 呜呜呜 冷若双说着 说着 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 随即 她呜呜呜地哭起来 那副模样起来 真的挺可怜了 立即让柳如意就心软了 阿蛮 你去给二小姐拿些蜜枣 过来给她吃吧 柳如意吩咐道 是 主子 阿蛮回应后 马上转过身子 去给冷若双拿蜜枣 片刻后 她就拿来了一小碟蜜枣 放在冷若双面前 这时冷若双才喝一口汤药 吃两颗蜜枣 很快就把她端过来的那一碗汤药喝完 阿蛮看着柳如意 照顾冷若双喝药的这一幕 让她感到十分熟悉 在她模糊的记忆里 曾经好像也有一名女子 这般伺候她喝药 可是无论她怎么想 她都想不起来那名女子的模样 而且 她脑袋会很痛 今日她在街上遇到的那名男子 她到底是个什么人 为什么她会喊自己为妙玲姐 那自己到底是不是她的亲姐姐呢 当年她的主子 到底是怎么从火堆里面 把她救出来的 为什么 她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一旁的柳如意 发现了阿蛮的异样 当即问道 阿蛮 你的脸色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看 是不是你的脑袋又痛了 主子 奴婢没事 过一会儿就好了 阿蛮敷衍道 但是她的脑袋 却变得越来越痛了 阿蛮 二小姐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 柳如意假意关系道 好的 主子 我出去门口待一会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随时到门口叫奴婢 阿蛮强忍着痛苦 朝柳如意母女拱了拱手 转身退了出去 她咬牙坚持来到 冷落双院子的小凉亭里面 当场晕倒了过去 当阿蛮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她赶忙下床 打算离开房间 刚好碰见芳儿走进来 阿蛮姑娘 我刚才在院子里收东西 发现你晕倒在凉亭里 于是 我就把你扶进我的房间里休息了 芳儿笑了笑 谢谢你 阿蛮淡淡地说了一句 做事就要走出房间 阿蛮姑娘 你要去找你家主子吗 我已经把你晕倒的事情 汇报给她了 你就安心在这里休息吧 你家主子和冷视线那边 有血儿看着 芳儿灵动的大眼睛 微微一皱 好心地提醒她 不用麻烦姑娘了 我现在就要走 阿蛮丢下这句话后 抬腿就离开了芳儿的房间 哎 这个姑娘品性倒是不错 只可惜跟错了主子 芳儿惋惜道 而阿蛮走出芳儿的房间后 快步往冷若霜的房间奔去 她刚走到冷若霜房间的走廊外面 就听见柳如意母女的对话 娘 阿蛮这个丫鬟 是你从哪里就回来的 她对你真的很忠心了 芳儿都羡慕你了 冷若霜好奇地问 不是为娘救的 这件事 你就别问那么多 为娘 给你培养的刘嬷嬷和小翠 都给你弄死了 怎么我来 庆王府几次 都没有看见他们 柳如意皱眉问道 那两个蠢货 我让他们 去给我顶罪死了 冷若霜不屑地说 你怎么这么笨呢 对自己忠心的人 都让他们死光了 以后在庆王府里 谁会为你卖命呢 现在照顾你的那两个丫鬟 芳儿和芳儿 他们是不会对你忠心的 为娘之前就教过你 让学会利用别人的弱点 收买人心 可你就是 哎 为娘都不想说你了 柳如意恨铁不成钢地说 彼时 房间里的母女并未发觉 他们的对话 已经被阿满一字不漏地 听进耳朵里 原来他真的不是柳如意救的 之前他的怀疑都是真的 他跟在柳如意身边十几年了 特别了解柳如意的为人 他基本上没做过一件好事 像他这种极其自私自利 又心肠歹毒的人 怎么可能会跑进火堆里 把他救出来呢 可是他现在对当年的事情 只记得零星片段 根本就记不清楚 当年发生过什么 连自己是谁 家中都有些什么人都想不起来了 自己身上的医术和武功 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只记得柳如意跟他说过 自己是他从火堆里面冒死救出来的 他要让自己给他当丫鬟 并且还要自己一辈子忠心于他 而阿满他 为了报答柳如意的救命之恩 就这样为他卖命了十几年了 阿满想到这些事情时 脸上露出了满脸忧伤 就连喜儿向他走过来都未曾察觉 阿满姑娘 你怎么站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不进去啊 喜儿笑着大声问他 他的话马上传进了房间内柳氏母女的耳朵里 两人心中咯噔了一下 也不知道阿满听了多少 他们母女说的那些话 我也是刚过来 走到这里 突然脑袋又疼了起来 阿满抬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假装头疼 那你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吧 冷世界这里还有我呢 喜儿关心地说 不用了 我休息一会就好 阿满推辞道 随即 他快步走进了冷落霜的房间 向柳如意问好 阿满 你不舒服 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呢 柳如意假装关心地问 谢谢主子的关心 阿满已经好了 阿满半躬着身子 面无改色地拱手道 阿满 你在外面站多久了 怎么不进门来 冷若双心直口快地问他 二小姐 奴婢是刚从范儿姑娘的房间走过来的 路过走廊时 头痛病又犯了 正好遇到路过的喜儿姑娘 就跟他闲聊了两句 阿满回答得滴水不漏 冷世界 奴婢一路跟在阿满姑娘身后走着 见他停下脚步 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奴婢就关心地跟他聊了两句 没想到打扰了你的休息 奴婢针对不住 喜儿听到冷若双说话的语气 就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赶紧帮阿满解围 没事 没事 双儿就是随口问一问 下次你们说话的声音 小声一点就好 阿满 既然你没事 一会儿就陪我一起 出去迎接鬼谷谷主吧 柳如意忙打圆场 好的 奴婢遵命 阿满恭敬地说 一盏茶功夫过去 昂如意就带着阿满走出亲王府 坐上马车往街道上驶去 两人很快就定了一间 离京都城门口最近的普通酒楼 选了二楼一个 能看得见外面街道的窗边位置 点了一壶茶和两份点心 一边吃 一边注意着楼下的动静 柳如意和阿满 在酒楼里等了一个时辰 都没有看见鬼谷谷主的马车经过这里 他心中有些焦急了 鬼谷谷主给他的回信中 明明说了他今日下午就会到达京都的 现在太阳都下山 还没有看见鬼谷谷主的身影 他该不会放他柳如意的鸽子吧 就在柳如意正纳闷时 站在他身旁后的阿满 聪然指着楼下路过的一辆马车 大声地说 主子 那辆马车该不会 就是鬼谷谷主的马车吧 闻言 柳如意低头往下看 正好看见一个满头白发 精神抖擞 倒鼓先锋的老头 探出马车窗外到处看 柳如意心中一喜 把手中准备好的飞镖信纸 抬手一甩 就扎到鬼谷谷主马车窗口边上 鬼谷谷主抬眸看了一眼二楼 就立即看到柳如意的身影 然后 他马上把马车窗户边上的飞镖拔下来 把绑在飞镖上的纸条解下来 拆开看一眼 上面写着 请谷主到对面二楼一叙 停车 鬼谷谷主 朝赶马车的吓人喊道 马车很快就停在了马路边 鬼谷谷主立即下了马车 走进柳如意所在的酒楼里 片刻后 柳如意终于见到鬼谷谷主的 谷主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 更加意气风发了 柳如意笑着奉承道 哼 哪里能比得上你啊 听说你的那个妹功又提升了 也不知哪个英年才俊 有那么好福气 能够与你行一次 You show a之欢 鬼谷谷主略带嘲讽道 若是谷主喜欢 我也可以 柳如意眼唇打去道 本谷主 不稀罕 鬼谷谷主立刻拒绝他 柳如意依然眼唇遮笑 说吧 若是本谷主帮你解了亲王的爵子 要会有什么好处 鬼谷谷主直截了当地开口 我拿一个秘密同你交换 柳如意抛出诱饵 什么秘密 鬼谷谷主问 至于是什么秘密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总之 这个秘密 只要贪恋权力地位的人 都会很感兴趣的 柳如意提示道 鬼谷谷主 抬手用指尖捋了两下 自己下巴上面的那一小撮白胡子 并没有马上答应柳如意 深思了一会儿 他才缓缓地开口 好 本谷主答应你 谢谢谷主 谷主一路舟车劳顿 是想先到客栈休息一晚 再去给亲王解毒 还是现在就去 柳如意笑着说 此事不宜迟 现在去吧 鬼谷谷主十分爽快地回道 好 那就有劳了 柳如意恭敬道 随即 两人就立刻离开酒楼 往亲王府奔去 这边 冷王夫妇得知 鬼谷谷主今日就静静的消息 夫妇两人拉上楚明轩 也来到黎城门口 最近的主街道旁的酒楼上 找了一个单独 并且靠街道边上 有窗户房间 君莫涵和楚明轩坐在窗户旁 一边留意对面的情况 一边品查 而冷若理则是拿出望远镜 仔细观察着对面那对老狐狸的举动 王爷 王妃 我们与这两只狐狸相隔得太远了 根本听不清这两只狐狸在密谋什么 太可惜了 楚明轩双手脱腮 仔细观望着 对面坐在窗户边上的那对男女 柳如意用一个让鬼谷谷主感兴趣的秘密 作为交换条件 让他出手帮亲王解了绝子药的毒 冷若理淡淡地说 听了冷若理的话 君莫涵和楚明轩当场愣住 里儿 我们与柳如意和鬼谷谷主两人距离这么远 你能听得见他们说话 君莫涵满脸惊愕地说 是啊 是啊 王妃的听力功能真是太牛逼了 楚明轩也夸赞道 冷若理 我又不是顺风儿 哪里听得清他们两个人说了什么 冷若理无语地说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楚明轩满脸疑惑 冷若理撇了楚明轩一眼 把手上的望远镜朝楚明轩晃晃 就靠这个 啊 楚明轩睁大了双眼 很是震惊 没想到 王妃 你的这个望远镜还有听声音的功能啊 楚明轩满脸好奇地说 没有 但是我能依靠这个 看清楚那两个人对话口型 冷若理如实说道 里儿 你还会蠢语 这次连君莫涵都被惊讶到了 会一点点 冷若理随口回答 天哪 只会一点点 王妃 你说的这句话 真是太打击人了 你知不知道 楚明轩语气夸张地说 怎么了 冷若理好奇地问 因为 楚明轩他当年跟着一个人学习淳语 学习了三年都学不会 君莫涵当场接了他的短 王爷 我那时不想学 我连医术都能钻研 怎么可能连淳语都学不会 楚明轩当即否认了 好了 你俩别说了 柳如意和鬼谷谷主都走了 我们还是先回王府吧 冷若理提醒道 君莫涵赞同的点点头 随即 几人马上离开酒楼返回冷王府 王府里 冷若理他们刚踏入冷王府 他们就听进管家说 静远侯府的亲临郡主白雨轩 上门找冷王妃玩来了 现在 他就坐在冷王府的会客厅里 等候着冷若理 冷若理听后 拨腿就跑向会客厅 君莫涵则是回到书房处理事务 就只有楚明轩 屁颠屁颠地紧跟在冷若理身后 走进会客厅 让冷若理感到十分怪异 不过 冷若理也不想顾问那么多 冷若理刚走到会客厅门口 睁眸就看见了白雨轩一个人无聊地 坐在会客厅里闲等着 清零郡主 冷若理柔和地喊了一声 白雨轩扭过头看向门外 看见来人是冷若理之后 整个人顿时兴奋地跳起来 二表嫂 你终于回来了 白雨轩笑嘻嘻地喊她 刚才我与你二表哥出去了一趟 大半年不见 你长得更加好看了 冷若理夸赞道 白雨轩听了冷若理的话 微微脸红 二表嫂 你就别嘲笑我了 自从上次参加完下太师的六十岁大寿之后 我爹娘担心我再次遇到同样的危险 就把我送去上山加强习武去了 每日我都被师父逼着习武 无论寒冬烈日 你看看我不仅恶瘦了 还被晒黑了 连我都觉得自己丑得没法见人了 也就你说我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你不诚实 白雨轩两边嘴角往下一拉 撅着一张小嘴 顿时不高兴了 你的黑是通过运动习武得来的 这叫做健康美 有些人都羡慕不来 好好保养一番 等过段时间 就会恢复了肌肤如雪的容貌了 冷若李笑着说 真的吗 二表嫂 白雨轩兴奋地问道 真的 一会儿我拿一套护肤品 给你带回去用 不出一个月你的皮肤 就会变得白里透红 人见人爱 冷若李回答 二表嫂 是你送给太后娘娘 用的那种护肤品吗 我昨天进宫 看见太后娘娘在用 然后 我死皮赖脸的 才向太后娘讨来一张面膜试用 没想到 我记得了许多 于是 我又向太后娘娘 讨要一张面膜 可是她死活都不愿意给我用了 还让我过来找二表嫂要去 白雨轩哀叹道 冷若李一听 顿时翻了个白眼 原来这才是她来找自己玩的目的 白雨轩发觉 冷若李的神情不对劲 赶忙说 二表嫂 我主要还是来找你玩的 我听太后娘娘说 你和二表哥 也是刚出门回来没几天 一路上 还遇到了很多气温去世 你又跟我说说呗 我白雨轩 可喜欢听别人讲故事了 白雨轩一脸期待地看着冷若李 这一路往南闯北 遇到的事情可不少 讲起来能说个三天三夜 路途艰险 但也让我们收获不少 长进不少 冷若李和颜悦色道 二表嫂 那你赶紧跟我说说呗 我好想听 白雨轩迫不及待地想听听 好吧 那我简单地跟你讲讲吧 冷若李无奈地说 接下来 冷若李吩咐下人 端来了茶水和水果点心 两人就坐在王府花园的小梁亭里 聊起她和君墨涵 他们出门寻找解毒药材 在路上发生的一些趣事 白雨轩双手脱腮 支撑着在小石桌上 认真地听起冷若李 讲起路途的故事 两人完全把他们身后的 楚明轩给忘记了 不过 这次楚明轩也不介意 而是坐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两人讲故事 她的这副模样 让旁边的下人都感到怪异 楚神医平时不是最忙的吗 天天都躲在自己的院子里 研习医术 甚至有时候 他们喊她出来吃饭 她都没有时间出来 还让他们这些下人 把饭端到她的院子里吃 今日怎么会有空 听两个女人在花园里闲聊呢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沁王府 沁王君墨瑶 从柳如意那里得知 鬼谷谷主 今日就会到达京都 他整个人兴奋极了 一整天都不愿意离开王府 在府中静等鬼谷谷主 上门给他解读 可是这一等就等到了黄昏 沁王都没有看到 柳如意带着鬼谷谷主 来到沁王府 可就在这时候 一名守门士 突然跑进来向他禀报 王爷 柳如意带着一个 倒鼓先锋的白发老头 进了王府里 侍卫双手抱拳恭敬地说 快请他们进来 沁王语气焦急地说 不用了 本谷主已经进来了 鬼谷谷主回到 随即他与柳如意 一前一后 走进了沁王的院子里 谷主 今日你周车劳顿 先进屋坐下来 喝杯茶 休息一会吧 沁王因为有求于别人 主动放下了自己的身份 言语十分客气地 对鬼谷谷主说 好 沁王也可以跟我聊聊 你现在的情况 鬼谷谷主说 闻言 沁王侧谋看了一眼柳如意 柳如意收到他的眼神后 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 挑了挑眉 那玩意他见多了去了 他都不觉得不好意思 他一个大男男人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过 柳如意想归想 他还是主动离开 让出空间 给两人聊病情 沁王等柳如意离开后 沁王才跟鬼谷谷主 说出自己那玩意的情况 谷主 本王自从那次 与小倩那个之后 就 然后 本王找来了御医 帮我查看 他们都说本王中了 绝子药的毒 还是中了一种无解的绝子药 麻烦你帮本王瞧瞧看吧 如果你能帮本王 解了身上的绝子药 本王必定会中些谷主 沁王面色严肃地说 你把手伸过来 让老夫帮你瞧瞧吧 鬼谷谷主正色道 他才不稀罕沁王的重礼呢 他要的可不是这些 沁王听后 掀开自己的衣袖 把手主动伸到鬼谷谷主面前 鬼谷谷主伸出两根手指 帮沁王仔细把了一下脉搏 瞇了瞇 那双魂拙 却又透露出一抹精明眼睛 片刻后 他摇了摇脑袋 然后 他诉声道 你身上的毒脱的时间有些长了 错过了最佳的解毒时间 沁王听后 顿时 他着急了 脸上充满了悔恨 如果当初他 通过各种渠道 坚持不懈地寻找鬼谷谷主 帮自己解毒 他现在就不会是这种局面 那这种毒 还有的解吗 君莫涵试探着问 有 不过解毒会比较麻烦 估计需要两三个月 才能把你身上的毒给解掉 而且 整个解毒的过程十分痛苦 还不能碰女人 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 在解毒的过程中 偷偷地碰了女人 你就再也不能触碰女人了 也不能传宗接代 鬼谷谷主详细地说明 解掉这种毒的厉害关系 谷主 本王了解你话中的意思 本王为了解掉身上的绝子药 什么痛苦都可以承受 你就给我解毒吧 沁王信誓旦旦地说 但他不知道的是 鬼谷谷主说的那种痛苦 居然是那种痛苦 他最终承受不住 那种要命的痛苦 与女子行了房事 导致他彻底废了 那行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如若你不听我的话 与女子行了房事 可不能找本谷主算账 但你就算是找上本谷主算账 本谷主也就不了你 鬼谷谷主一脸严肃地说 放心吧 本王不会找你算账的 谷主 你就赶紧给我解毒吧 沁王催促道 鬼谷谷主眸光迅速地闪过一抹狡猾 随即恢复正常神色 那现在就开始解毒吧 鬼谷谷主吩咐下人 搬来了一张长榻 再拿来一捆结实的绳子 才让所有下人都退了出去 他再拿出自己藏在衣袖兜里的那包银针 以及几个不知名的小刺瓶 摆放在桌子上 鬼谷谷主立即让沁王脱掉自己的裤子 把自己的隐私部位给露出来 然后再让他规规矩矩地 半躺在长榻上面 闻言 沁王本来就不是个扭扭捏捏的人 听了鬼谷谷主的话后 动作十分干脆地把自己的上衣扎好 脱下长裤 躺在长榻上面 鬼谷谷主马上用麻绳 把他的四肢给捆绑住 王爷 本谷主要行针了 你忍着一点点 鬼谷谷主提醒他 然后 鬼谷谷主直起一根亮得发寒的银针 就朝沁王肉里扎去 啊 救命 痛死我了 鬼谷谷主的第一根银针 刚扎进沁王的肉里 沁王就痛得大喊大叫 下得守在门外的侍卫左倾 差点就冲进屋里来 查看一下他家主子的安全情况 幸亏他立刻被鬼谷谷主给制止住了 如果你不想你想家王爷 彻底不能传东接代 就尽管冲进来 鬼谷谷主无所谓地说 但左倾听到鬼谷谷主的话 立即止住了脚步 返回暗处把守着门口 救命啊 鬼谷谷主给沁王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的时候 沁王依然惨叫连连 但到了扎下第五针时 沁王居然感觉不到痛了 反而有点异常的感觉 接下来的扎针 一针比一针舒服 还做起了春梦 整个人在睡梦中享受极了 一个时辰过去 鬼谷谷主终于给沁王扎完针 他身上的衣服也汗湿了 整个身子黏乎乎得很不舒服 而沁王此时还在睡梦中 鬼谷谷主帮沁王葛了一下衣服 就走出屋子 然后 左倾立即出现在鬼谷谷主面前 谷主 我家王爷怎么样了 左倾关心地问 本谷主已经给他行完针睡下了 你把这个小资瓶里的药丸子拿给他 等他醒过来后 你吩咐他吃下一颗 连吃一个星期我再过来找他行针 现在你让人帮我准备好汤玉 我要好好洗个澡 鬼谷谷主说话的语速很快 仔细一听 还能听出他有些不耐烦 好的 谷主这边请 我马上吩咐人给你准备汤玉 左倾听了鬼谷谷主的话 马上把他安排到一座上等的院子里 让府中的下人仔细地伺候着他 又返回沁王的院子里 照看沁王 柳如意回到冷若霜的院子里 娘 你接到鬼谷谷主来王府了吗 冷若霜关心地问 今日上午 柳如意已经把他与沁王做的交易 告诉了冷若霜 鬼谷谷主能否信手承诺过来 给沁王解毒 可是会关系到他冷若霜以后 能不能当上沁王妃的位置 结果来了 他现在就在沁王的院子里 给沁王解毒呢 你要好好地养好自己的身子 以后再给沁王生的大胖小子 柳如意看了一眼冷若霜 心中充满了愧疚 这个女儿虽然是他亲生的 但他至今都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冷若霜的亲生父亲 因此 冷若霜每次问自己 他亲生父亲是谁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 久而久之 冷若霜自己也不问了 而他和林峰生的儿子 自从毒婆婆和林峰死了 兰姨也失踪后 他就再也打听 不到他儿子的半点消息了 他现在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 可谓心急如焚啊 上次出门 柳如意为了找到他儿子 他整整找了一个多月 还是没有找到 冷若霜听了柳如意的话 脸色微微一红 随即 他使劲地点点头 娘 我知道了 这边 冷若霜给白雨轩讲完故事后 才发现 楚明轩还没有回到他的院子里去 楚明轩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冷若霜柳眉皱了皱 王妃 你讲的故事真的太好听了 所以我也想听听 楚明轩找了一个十分别角的借口回答 冷若霜 你不是也有份 跟着我和王爷一起出门 寻找药材吗 这些事情 你都基本经历过了 你还需要听我讲故事吗 冷若霜直接揭穿他 二表嫂 他是谁啊 白雨轩好笑地看着楚明轩问道 这个男人看起来挺逗逼的 白雨轩的话音刚落下 还没等到冷若霜开口介绍 楚明轩就迫不及待地 来了一个自我介绍 清零郡主 我叫楚明轩 以前我们见过面点 你小时候在街上 还送了我一串糖葫芦吃呢 楚明轩笑着说 那双眼睛始终未曾离开过白雨轩身上 白雨轩 冷若霜 小时候的事情 本郡主哪里还记得那么清楚 再说 那也就是一串冰糖葫芦而已 你有必要记得那么清楚吗 白雨轩十分无语地说 但冷若里听了楚明轩的这番话后 他的想法就没有那么简单 以他的直觉 楚明轩这是对白雨轩有意思 不然 他这个医痴 是不会静静地坐在一旁 听着他们两个人说话 郡主 真的有必要 你可能不知道 你送与我的那串糖葫芦 就过我一面 楚明轩神情激动地说 当年他家在江城 可是名门望族 世代从医 行善积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夜之间却惨遭了图门 他侥幸逃跑出来 流落街头 当了几个月的乞丐 有一天 他楚明轩差点饿死在街头 可是他运气好 遇到了那时 一直住外祖家的白雨轩 那日 白雨轩跟着他的表哥们 到街上闲逛 看见自己饿晕在地面上 便让他身边的仆人 给他买了一碗茶水 给他喝 还把自己手上 没有吃过的糖葫芦 送给了他吃 当时只有两三岁的白雨轩 吐散着一双干净明亮的大眼 看向他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的那串糖葫芦 对他饿了几天的人 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也救了他一命 让他能活着 遇到了君墨涵 不过 他也是认识了君墨涵 才知道 那个给他糖葫芦吃的 那个小女娃子 是静远侯府的清临郡主 公子 你所说这件事情 我完全没有印象 白雨轩笑着耸耸肩说 没事 我记得清楚就行了 你那时候 还那么小不记得也很正常 楚明轩有些失望地回答 好了 现在时候不早了 郡主 今晚你就留在冷王府 和我们一起用晚餐吧 冷若丽话锋一转 突然开口说 好啊 我还听太后娘娘说 二表嫂做的那个火锅可好吃了 要不今晚二表嫂 就给我露一手吧 白雨轩说着 杂杂嘴咽了一口唾沫 满脸期待地说 好吧 走 我带你去做火锅去 随即 冷若丽就拉着白雨轩去弄火锅 半个时辰后 白雨轩终于吃上 他梦寐以求的火锅了 等他吃完火锅后 冷若丽和君墨涵 安排了几名武功高强的侍卫 把白雨轩送回静远侯府 临走时 冷若丽包装好一套护肤品 给白雨轩带回去 还仔细地跟他说 明白了使用方法 白雨轩拿着冷若丽 送给他的护肤品 开心坏了 蹦蹦跳跳地走出冷王府的大门 结果 冷若丽没想到 楚明轩也跟随在白雨轩的马车身后 护送他回府 冷王夫妇站在冷王府大门口 看见白雨轩的马车 和楚明轩远去的背景 突然感到十分好奇 君莫涵 楚明轩是不是喜欢上了白雨轩啊 冷若丽满脸好奇地问 是的 但楚明轩一直不敢对白雨轩表白 因为自卑 只能默默地在暗中观察着他 守护着他 如果今日不是你的话 可能白雨轩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君莫涵一把搂住冷若丽的小蛮腰 把脸靠在冷若丽的脸颊中间 平静地说 林振凡回到望牙山下 发现整座望牙山都塌了下来 他的地下城不复存在 他请高人 设下的围沙阵也被人给破 连他放下的镇盐宝石也被人偷走了 气得他当场发狂 脸上的青筋和手上的青筋立即凸起 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的地下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地下城入口 明明请高人设置的围沙阵 怎么还会那么容易被人给破了呢 林振凡自言自语地说 没了 全都没有了 他藏在小院子地下室里的钱财和兵器 也全部都没有了 他谋划了二十多年的心血 全部化为泡影了 这时 一名下属从远处着急地走过来 对林振凡说 阁主 这里还有一个人活着 林振凡听后 眸光一亮 他人在哪里 林振凡着急地问 阁主 他就在前面的山崖边上 被石头砸中了后背 受伤严重 快要断气了 下属皱了皱眉头说 快带我过去看看 林振凡心急如焚地说 随即 这名下属领着林振凡 来到那名受了重伤的人面前 这个身受重伤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此时 他的身上还被一块巨石压着 哥 阁主 我们 地 地下城 有人 有人闯了进来杀 整个 地下 城 他了 这个人说话的语气微弱 又断断续续的 林振凡也听得不太清楚 但他倒是听明白 这个人要表达的意思 他的地下城 果然是有外人闯进去了 但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发现他老巢的 他此时还弄不明白 当年他的暗夜阁 脱离了残月楼之后 就把老巢搬在这里 为了不让人发现 他还请来了高人 再次设下阵法 如果不是暗夜阁中的高层杀手 都没有人知道这个阵法的阵眼在哪里 平时他们都是依靠他们身上的特殊印记 进出地下城的 外人根本进不去的 如果非要进入地下城 就只能破了门口的阵法闯进去 这个人居然会破解这么难的阵法 肯定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当今世上擅长布置阵法 和破解阵法的人可没有几个 可是那些人都不在天舞国呀 那又会是谁有那么大的能耐 把他的这个围杀阵给破了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大力士 你留在这里 带人把这座山给我挖开 把地下城小院子底下的东西 都给我一件不少的挖出来 这时 有一名头顶上 扎着一个翘起来的羊脚便 上半身光着粗壮的膀子 胸前长着八块结实的腹肌 穿着一条又宽又大的竹筒裤的壮汉 大步来到林振凡面前 他就是当初 把林振凡救出柯庆草原的那位大力士 是 主子 属下遵命 大力士拱手恭敬道 然后 林振凡又在地下城的废墟旁 呆了一盏茶的功夫 他就离开了 坐上他的马车 继续往京都奔去 庆王府 鬼谷谷主帮庆王扎完针醒来后 他整个都轻松了许多 下身也没有刚开始的那种绷紧的感觉了 庆王心里兴奋极了 不禁赞叹道 这个鬼谷谷主的医术 果然高明啊 鬼谷谷主才帮他扎完 针过了三个时辰 他的身子就恢复了活力 这让他对鬼谷谷主的医术更加信赖了 左倾 鬼谷谷主现在去了哪里 庆王急切地问道 回王爷 属下给他安排了一个上等的院子 和几名下人仔细伺候他了 左倾恭敬地回答 好 你做得好 庆王拍了拍左倾的肩膀夸赞道 谢谢主子夸赞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左倾不贪功 而是十分谦虚地回答 庆王听后 向他投去赞赏的目光 点点头 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重用左倾的原因 左倾 你去找管家到大库房 找几件比较值钱的东西 送到冷世界的屋子 这次柳如意帮了他大忙 也应该好好地感谢他们母女 现在庆王的心情特别好 好的 属下现在就去办 左倾应声后 马上走出房间 去找管家 过了许久 左倾让丫鬟端着两大托盘值钱的首饰 和宝石来到冷落霜的房间 主子 柳夫人 左倾侍卫过来了 喜儿走进来 向冷落霜和柳如意禀报道 闻言 柳氏母女面面相去 这个左倾这个时候过来 是什么用意 让他进来吧 柳如意沉思了几秒说 随即 喜儿就走到房间门口 把左倾带了进来 柳氏母女还看到他身后 跟了三个小丫鬟 他们手上都端着一个 盖着红布的托盘 也不知道 上面装了什么东西 柳夫人 因为你帮王爷请来了鬼谷谷主 帮他解读 立了大功 王爷高兴 就给你和冷侍妾 赏赐一些珠宝首饰 这三个托盘上面的东西 都是王爷让我给你们 送来的一些赏赐 请你们过目一遍 左倾面无表情地说 左倾的话音刚落下 冷若霜的眸光就亮了 左倾侍卫 那就麻烦你 打开给我们看看吧 冷若霜迫不及待地说 他自从脱离了冷将军府后 什么贵重的金银首饰都没有了 每次梳妆打扮 都没有漂亮的头饰带出去 他都头疼死了 现在亲王赏赐他一些首饰 正符合他的胃口 可左倾听了冷若霜的话 心中满是嘲讽 这种女人 也活该有这种下场 但他还是帮他一块一块地掀开 托盘上的红布 三个丫鬟端着托盘上的 金银珠宝首饰 瞬间闪闪发光 娘 还有红绿宝石项链 和金银孔雀屏不摇呢 真好看 冷若霜看着左倾 让丫鬟端过来的金银珠宝首饰 两眼瞬间放光 脸上露出了一脸贪婪的表情 嗨嗨 柳如意看到自己女儿 那副丢人现眼的模样 轻咳了两声提醒他 直接放在我桌子就退出去吧 冷若霜淡淡地说 是 冷视界 左倾随口应了一声 就带着丫鬟们退了出去 冷若霜看见左倾走了之后 马上从他的床上下来 来到他屋内的桌子旁 把他喜欢的首饰都带了一遍 一旁的喜儿皱了皱眉 看了一眼冷若霜 而另一旁的芳儿 心里冷笑一声 只有站在柳氏母女身后的阿满 面无表情 因为他此时只想弄清楚 自己到底是谁 并未把目光聚焦在柳氏母女的身上 皇宫内 皇帝此时正在御书房批改奏折 一名黑衣蒙面暗卫 突然从窗外飞了进来 恭敬地跪在地上 向他汇报事情 主子 林振凡明日 就会到达京都 暗卫 双手握拳恭敬道 那女人果真把林振凡给叫回来了 哼 回来就回来吧 朕倒要看皇后 他们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皇上冷笑道 主子 鬼谷谷竹也来了京都 现在就在庆王府上 帮庆王解读 暗卫又说 这个老东西 差点害惨了朕的孩儿 朕不会让他有好下场的 先让他折腾一段时间吧 你先退下去 皇上脸色阴沉沉地立声道 是 主子 暗卫回应后 搜 北下 仿佛一阵风吹过 从御书房的窗户口消失 凤七宫 皇后单手脱腮 微眯着一只眼睛 悠闲地半躺在凤榻上 自从她被皇上弄瞎了一只眼睛 和打断了一条腿之后 就很少出过凤七宫的大门了 每天都待在这个冷清清的宫殿里 简直生不如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安子突然走进 向他汇报 皇后娘娘 奴才刚得到消息 镇南将军明日一早就到达京都 小安子高兴地禀报 皇后文言 顿时从床上坐起来 小安子 你得到的消息准确吗 皇后再次确认 娘娘 这个消息是镇南大将军 亲自让人前来通知的 消息很准确 小安子满脸堆笑着说 好 真的太好了 有他三弟 在京都帮他和姚儿撑腰 皇上就不敢 对他们母子怎么样 皇后此刻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奴才恭喜皇后 马上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小安子也笑了 如果皇后恢复了从前的实力 他也会跟着吃香的 到时候 皇后娘娘也一定会看在他忠心 伺候主子的份上 封他一个小总管当当 想想都美 皇后开心地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 顿时传遍了整个凤七宫 冷王府 楚明轩把清临郡主 送回静远侯府后 又返回冷王府 然后 他又来到冷王夫妇的寒撤院 此时 君墨涵正在指点冷若里 怎么使用内力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两人在院子里刚练习了一会儿 叶颖就从外面走进来禀报 王爷 王妃 楚神医又过来了 让他进来吧 冷若里看见君墨涵没有开口 他就对叶颖说 让楚明轩进来 两人看见楚明轩进来后 君墨涵和冷若里 就带着他进入了君墨涵的书房 怎么了 楚明轩 冷若里好奇地问 王爷 王妃 我想把阿蛮劫持过来 让你给他好好地检查一遍身体 楚明轩正色道 为什么这么做 冷若里不解地问 我总感觉阿蛮的脑子出过问题 不然 他怎么会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认识了呢 楚明轩一张轮廓分明的俊脸上 露出了一抹愁容 好 让王爷吩咐两个人配合你吧 阿蛮的武功不低 做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小心谨慎一些 冷若里如琉璃般的大眼睛 朝君墨涵身上看了一眼 提醒道 本王让尹臣带着两名暗卫 与你一起去一趟亲王府 君墨涵速声道 半夜 尹臣通过特殊的方法 联系到了 一直隐藏在亲王府里的一条暗线帆 向他打探阿蛮 目前在亲王里休息的房间 正巧 芳儿告诉他们 阿蛮就睡在他房间隔壁 于是 尹臣和楚明轩他们 就让芳儿帮他们带路 来到阿蛮的房间窗户外面 楚明轩用小竹筒吹了两股迷药 把阿蛮明晕后带回了冷王府 冷王府中 冷若莉把阿蛮关在厢房里 在启动自己空间的仪器 帮阿蛮了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发现他的身子并无大碍 才打开房间门对楚明轩说 楚明轩 阿蛮的身子并无碍 我猜测他应该是刺激到了神经 得了选择性失忆症 冷若莉正色道 伤到了神经 那我们该怎么一诊 楚明轩走进房间里 看见床上正在昏睡过去的妙龄 心疼不已 他也走过去 给妙龄仔细地把了一下脉搏 结果脉搏正常 可以催眠 让他想起以前的事情 他自然就会好 不过这个办法 必须要得到阿蛮的答应才能做 不然 我们会伤害到他的 冷若莉对楚明轩 直接说了这个办法 但也跟他说了清楚 做催眠的条件和后果 好 我试着 让他答应 配合我们催眠 楚明轩回答 半炙箱过去 阿蛮缓缓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的桌子上 还有一个发出白色光的小东西 小台灯 他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他叫不出是什么东西 桌上还扒着一名睡着男子 阿蛮看清这个男人的脸庞后 微微一愣 这个男子 不就是白天在街上与他发生争执后 然后 又叫他为妙龄姐的男子吗 他怎么会和他待在一起的 顿时 他露出了满脸疑惑 脑袋又疼了 他最近的觉察能力 真是越来越差了 大半夜的被人劫持了都不知道 随即 阿蛮走下床 穿好鞋子 准备离开这个陌生的房间 他的动作 马上惊动了楚明轩 楚明轩抬眸 就看见阿蛮走到房门旁 准备开门离开 立即叫住了他 急步冲到房门口 妙龄姐 你先别着急走了 我有话跟你说 楚明轩伸出双臂 用身子挡住了阿蛮开门的动作 你我劫持来这里做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是你的妙龄姐了 阿蛮不耐烦地看着楚明轩说道 你就是我的妙龄姐 我不会认错你的 你手腕上还有一朵兰花标志 这是我们江城楚家紫寺特有的标志 我也有 你若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们都可以掀开自己的衣袖 把自己的左手腕录出来 楚明轩一边说 一边掀开自己的长袖 把自己的手腕印记录出来 给阿蛮看 当阿蛮看见楚明轩手腕上 也有一朵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兰花印记后 整个身子 好像被人用大铁锤子定住了一般 呆呆地站在那里 回过神后 阿蛮赶忙掀开自己的衣袖 露出手腕上的兰花印记 与楚明轩的进行对比 发现他们两人的印记 还真是一模一样 难道你真是我的弟弟 阿蛮难难地低语道 明面上在问楚明轩 实际也是在询问自己 我真是你的亲弟弟 名叫楚明轩 而你的全名叫楚妙龄 曾听父母说过 我们姐弟的名字 都是祖父给娶的 这个兰花印 只有之前的江城楚家子嗣才有 每个江城楚家人出生时 都会被长辈利用一种特殊的药材 熬制成一种颜料 在他们的手腕处 印上一朵兰花 并且这朵兰花会伴随你终生的 楚明轩心情激动地告诉阿蛮 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会分开了呢 阿蛮露出一脸茫然的表情 他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他连当年自己到底是 被谁救出火场都记得不清楚了 当年我们楚家一夜之间 惨遭了图门之祸 又被那些歹徒一把烧了我们的家 楚明轩恨得咬牙切齿地说 那晚我睡不着 避开了仆人 跑到府中 花园假山后面的小山洞里偷完 一不小心睡着 睡醒后 想偷偷溜回自己的房间 却看见我们的房子都着火了 还亲眼看见了 我们的爹娘 被那些蒙面黑衣人 拉扯到走廊里杀害了 当时我害怕极了 自己一个人 又偷偷溜回假山后的 那个隐蔽小山洞里 才逃过一解 楚明轩回忆起 当年亲人被杀的那一幕幕 心里依旧很难受 他亲人遭遇杀害时的惨叫声 那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魔咒 阿满听了楚明轩的话 犹如感同身受一般 听着 听着 鼻子就酸了 眼眶里的泪水一直在打转 他想努力地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可是他的脑袋又头疼地走来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满抬起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 不停地摇晃 脸上还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楚明轩看到他这副模样 顿时 整个人的神经都提起来 赶忙扶住他 妙玲姐 妙玲姐 你怎么了 楚明轩面色着急地说 还伸出两根手指探到他的脉搏处 他心中煞食一惊 妙玲姐的脉象怎么那么乱呢 于是 楚明轩赶紧把阿满扶到床上平躺着 迅速地拿出银针 封住他的几大穴位 让他又沉沉地睡了下去 过了半个时辰 阿满才缓缓地醒过来 妙玲姐 你想恢复以前的记忆吗 楚明轩看见阿满清醒过来就问 阿满看了楚明轩一眼 点点头 他倒是想记起小时候的事情 可是他一想就会头疼得厉害 严重的时候还会昏迷过去 那太好了 冷王妃可以通过催眠术 让你回想起你小时候的事情 只要你同意 王妃就可以帮你做催眠 楚明轩满脸兴奋地说 阿满听后 沉默了一会 说 天快亮了 先让我回亲王府想想吧 如果我想好了 就会来冷王府找你们 让冷王妃对我实施催眠 阿满认真说 好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楚明轩眉开眼笑地回答 随后 楚明轩又亲自敲咪咪地 把他送回了亲王府 一日消停了一段时间后的林振飞 从皇后那里 突然得到林振凡回京的消息 一大早上 就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来到京都城门口 迎接林振凡 林振凡的马车 刚驶入城门口 就看见了林振飞 带着妻儿和几名官员 等在城门的不远处 林振凡的马车 缓缓地驶到林振飞他们面前 然后走下马车 大哥 大嫂 涛儿 多年不见 你妈好吗 林振凡露出一张 与林振飞有八分相似 却比他更加年轻 更加俊美非凡的笑脸 他看向林振飞 他们一家关心地问道 好好 我们都过得挺好的 倒是你 常年在外面驻守南疆 日子过得肯定比我们拮据 林振飞也关心地说 没事 只要大姐跟大哥 在京城里过得好好的 二弟就觉得 什么都止了 林振凡假惺惺地说 唉 真是难为你了 林夫人也感叹道 她的这个小叔子 虽然多年未见 可模样还像几年前那般年轻英美 身子还是那样健壮 步伐沉稳 一点都不像 比她大两岁的哥哥林振凡那样 容颜苍老 两个眼圈发黑 身子都被女人给掏空了 步伐也是虚晃得厉害 当年她秦敏之 到底是什么眼神啊 选择了林振非当自己的丈夫 如果她选择了林振凡当自己的夫君 现在肯定过得很幸福 林夫人幻想着 只可惜 月岁不饶人啊 这天下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咦 大哥 大嫂 孟子呢 怎么没有看见孟子 林振凡看见人群中没有林孟子的身影 便好奇地问 哎 芝儿 这个孩子 她的性子从小就比较野 三个月前 她突然留下一封信 就离开京都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打探到她的消息呢 林夫人面色担忧地说 呵 大哥大嫂 芝儿那么聪明 她不会有事的 你们就放宽心吧 林振凡宽慰道 但愿吧 林夫人无奈地点点头 好了 阿凡 芝儿的事情 我们先不要管她 现在我们还是先进宫一趟 向皇上请个安马 晚上我们回府再聚一聚 林振凡突然打断两人说话 此次 林振凡悄然回京 并不是得当今皇上的旨意回京的 所以 林振凡和林振凡这次进宫 免不了皇上的一顿怒火 好 大哥 我们还是先进宫面上再回府叙旧吧 林振凡赞同地微微汗手 随即 林振凡又与那几名朝廷官员 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 兄弟两人共乘一辆马车 带领着几位朝廷官员 浩浩荡荡地往皇宫奔去 彼时 在御书房里 正看向窗外沉思许久的皇上 突然听到李公公的禀报 皇上 奴才刚刚得到消息 镇南大将军林振凡 已经进入京都 往皇宫方向奔来了 李公公甩了两下扶尘 扯着一个尖锐的嘶压嗓子说 哼 先让林振凡从宫门口 一路磕头 磕到御书房门口 正再见他 皇上冷笑一声说 这可是他自找的 没有他亲自下的旨意 就私自回京 无论他是谁 都要受罚 庆王府 庆王君墨瑶 得知自己的小舅舅 回京都后十分惊讶 但也给他带来了惊喜 因为他的这个小舅舅林振凡 可比大舅舅林振飞的手段 改毒多了 有他在京都 给自己和母后作证 他们也踏实多了 想到这里 君墨瑶的嘴巴得意地翘起来 他是个嫡子 如果他恢复了生育能力 又有他母后娘家的 两个亲舅舅扶持他 那个九五之尊的位置 将来非他莫属 他想想就开心 来人 备好马车 本王要进宫一趟 庆王当即下令道 这边 冷王夫妇早上起来吃过早饭 两人就坐上马车 王冷将军府上奔去 今日冷若丽和君墨涵 要找冷颈鱼 问清楚一件事情 两人刚踏入冷颈鱼的院子 就看见冷颈鱼的贴身侍卫 萧承匆忙忙地走进来 属下拜见王爷王妃 萧承恭敬地行礼道 萧承 你急忙忙地有什么事情吗 冷若丽好奇地问 回王妃 属下刚得到消息 镇南大将军林振凡 今日回京了 萧承如实回答 哦 本王妃早已知晓 冷若丽淡然一笑 这时 冷颈鱼也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着冷若里面带笑容柔声道 丽儿回来了 是的 爹爹 丽儿想你了 就回来看看你 冷若丽调皮地吐了吐小粉蛇 眨巴眨巴大眼睛 哈哈 还是我的脸乖 冷颈鱼看着他宠溺地说 让身旁的君莫涵都吃味了 大将军 属下刚才 萧承话都未说完 就被冷颈鱼打断了 林振凡回来就回来呗 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冷颈鱼无所谓地说 随即他又补充道 萧承你下去 让管家给莉儿准备几份 他就喜欢吃的点心送过来 是 属下告退 萧承双手一拱 就转过身子 走出冷颈鱼的院子 然后 冷颈鱼赶紧 把自己的女儿女婿叫进屋里 三人刚踏入屋内 冷颈鱼就对君莫涵说 王爷 老臣 于里儿有些事情要说 麻烦你帮我们冲两杯茶喝 话落 冷若里和君莫涵 我滴个乖乖啊 他爹爹也太霸气了吧 连王爷都敢使唤 君莫涵听了冷颈鱼的话 也是微微一愣 敢叫他君莫涵冲茶的人 估计也就是这对父女俩 有这个胆量了 连他父皇都不敢这么使唤他干活 可他 还偏偏很乐意做怎么办 他是不是有点犯贱啊 好的 我的岳父大人 君莫涵态度良好的回答 冷若里还以为君莫涵 不会听他爹的话去冲茶 却让他意外了 而冷颈鱼呢 其实就是想折腾折腾君莫涵而已 鬼叫他让自己的宝贝女儿 帮他寻找解毒药材的路上 吃了那么苦头 他不折腾折腾这小子 都对不起他这个冷王岳父大人的身份 哈哈 爹爹 你刚才躲在房间里做什么 冷若里看到屋内桌子上的笔 墨 纸 燕 便好奇地问 爹爹想给你娘画一幅画 刚画到一半你就来了 冷颈鱼边说 边走到桌子旁边 执起毛笔继续画画 冷若里没有打扰他 直到他画完了整幅画了 他才心酸地开口问 爹爹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我娘亲的长相啊 傻孩子 你娘的一拼一笑 早就深深地刻在了爹爹的心中了 冷颈鱼摸了摸冷若里的小脑袋 眉眼带笑着说 冷若里听后 垂眸看了一眼他画中的女子 这个女子与圆竹有七八分相似 还长着一个小巧玲珑又翘挺的鼻子 和一张娇嫩的小嘴巴 女子的模样长得娇小可人 却拥有着倾城的觉姿 甚至没稍处还能看出他有一股阴气 夏娃儿果真是个美娇人 不然 冷颈鱼和周伯宇就不会对他一往情深 爹爹 你认识周伯宇吗 冷若里试探着问 周伯宇 李儿 你怎么知道周伯宇的 冷若里看到冷颈鱼的反应 就猜到了 他也是认识周伯宇的 爹爹 上次去给我锦绣阁的员工寻找宿舍 我无意中认识了他 他还送了李儿一套大宅子 给我的员工当宿舍 冷若里害怕冷颈鱼听后会生气 所以他说这番话时 特别的小心翼翼 这个周伯宇也是你娘亲的爱慕者 他和爹爹一样喜欢你娘 但当他明白 你娘爱上的人是我时 他消沉了大半年 后来 爹爹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他终于想通了 愿意为了你娘的幸福 主动退出这段三人的恋情 只与你做商业合作伙伴 冷颈鱼感叹道 爹爹 你明知道周伯宇也喜欢娘亲 难道你不会吃醋吗 冷若里好奇地问道 吃醋 当然吃醋了 但我相信 你娘亲 他不会背叛我的 你娘亲每次与外男见面 都会带上 你爹爹一起去 他们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情 都会当看我面说 都会当着我面做 更何况 他们一见面 都是说生意上的事情 又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爹爹哪会那么容易乱吃飞醋啊 冷颈鱼看着自己的女儿 好吧 爹爹 是女儿小心眼了 冷若里闻言 扎扎嘴巴说 不过 丽儿 据我所知 周伯宇他早已变卖了 自己所有的商铺 搬回自己的老家了 他在京都 怎么还有一座大宅子呢 冷颈鱼满脸疑惑地问 冷若里刚想开口说 君墨涵就端着他 冲好的茶水端过来 放在桌子上 岳父大人 我的王妃大人 请喝茶 君墨涵逼地喊道 随即 冷颈鱼和冷王夫妇都坐了下来 拿着起自己的茶杯 抿了一口君墨涵冲的茶水 入口柔和 口感微浓 香气浓郁 王爷 这茶泡得不错 不错 老臣之前 听说皇上说 冷王爷不会冲茶 结果 今日一探 王爷这冲茶的艺术 可比一般的茶艺大师 都要强多了 今日老臣真是有口福了 冷颈鱼对君墨涵这个女婿 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爹爹 他不就是冲了三杯茶二爷 至于你这么夸赞他吗 冷若里挑了挑眉 丽儿 君墨涵那双好看的紫凤眸 意味深长地看着冷若里 如果他敢说难喝两个字 回到王府后 看他怎么收拾他 冷若里感受到君墨涵别样的目光 顿时几倍发凉 这家伙在威胁他 嗯 还不错吧 冷若里也表扬了他 君墨涵听后 削博好看的唇角 微微往上翘 看来他家里 还是有些怕他的 爹爹 我和君墨涵上次离开京都时 你就说在柳如意身上 有个很重要的秘密 让我们先别杀了他 现在我们想知道 他身上到底有什么重要的秘密 冷若里面色严肃地问 哎 前段时间皇上就和我说过 等你们寻找到解毒药材回来 若是询问其此事 就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 也许你俩还能帮上忙 冷锦鱼哀叹了一口气说 爹爹 这到底是个什么秘密 冷若里有些焦急地问 冷锦鱼突然站起身 把屋子两边的窗户都关上 然后 他才对冷若里和君墨涵说 皇上的传国玉玺丢失了 闻言 冷若里和君墨涵两人抬眸对视了一眼 果真如君墨涵所猜测的那样 传国玉玺丢了 冷锦鱼把这个秘密说完 过了两久 冷若里和君墨涵的脸上 都没有任何表情 这让冷锦鱼感到十分的惊讶 怎么 你们都不感到震惊吗 冷锦鱼满脸疑惑地问 岳父大人 本王已经猜到了 君墨涵抿了抿肃声道 唉 也是 你们两个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怎么会隐瞒得过你们呢 说完 冷锦鱼神情肃穆抿了一下嘴巴 爹爹 传国玉玺到底是怎么丢失的 冷若里好奇地问 冷锦鱼看了两人一眼 缓缓地说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据皇上跟我说 那晚是元宵佳节 他下令在皇宫中 设宴请文五百官家眷 庆祝元宵佳节 冷锦鱼说这番话时 暂停了一会儿 接着 宴席后 皇上和皇后 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争执 返回御书房时 发现自己密室里的传国玉玺不见了 皇夫妇又叹息说 而驻守御书房的外面的御林军 和屋顶上的暗卫 都未曾觉察到御书房里面的异常 皇上当时急坏了 如果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知道了他的传国玉玺不见的消息 必定会引起满朝文五百官轰动 他的皇位也会坐不稳 于是 他当即秘密下令 让暗卫搜遍了整个皇宫 可始终都没有找到传国玉玺的下落 可就在他发愁时 有人从窗外打进来一只飞镖 飞镖上面有张字条 上面写着 把柳如意赐婚给冷锦鱼 不然 我就把你丢失全国玉玺的秘密泄露出去 这就是皇上跟我说过的 传国玉玺丢失的经过 后来 皇上让李公公秘密找来玉石匠 做了个高防传国玉玺替用 冷锦鱼把皇上当年跟他说过的话 都如是告诉了冷若里和君莫涵 那你们是怎么猜到 柳如意也知道传国玉玺丢失的秘密 冷若里认真的听完后 又问 那晚皇后也不知道抽什么风 把柳如意留在凤七宫陪他 听那些守护在御书房外面的御林军说 柳如意曾在御书房附近路过 所以 皇上第一个人怀疑的就是 柳如意偷走传国玉玺 还特地让暗卫把他偷偷截来 关入天牢里 严刑逼供 但什么秘密都没有出他口中逼问出来 最后 皇上只好放了柳如意 可过来了几天 皇上又收到了一封无名信 信中说 柳如意也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 让皇上撮合他与我的婚事 所以 皇上就顺水推舟 绕他那位妾室 冷静于详细地说起当年的事情 哎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柳如意有泄露过 他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吗 这个偷传国玉玺的人 会不会是皇后的人所为 冷若立又接着问 没有 后来北江边境又动乱不安 我又被派去了 驻守北江去了 遭到了敌人的突袭受了重伤 皇上也转移了这件事情的注意力 选择私下寻找传国玉玺 但两三年过去还是无果 时间长了 这件事就不了而知了 但这个偷玉玺之人 绝对不可能是皇后的人 因为皇后得到了皇上的传国玉玺的话 他绝对会拿此事 威胁皇上立庆王为太子作为交易 冷静于又接着回答 冷若立和君莫涵 听完冷静于的话 对当年传国玉玺丢失的事情 终于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爹爹 寻找传国玉玺的事情 我和王爷也会帮助你的 冷若立但敏薄纯 温言道 好的 爹爹年龄大了 对于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 有些顾不自封 害怕这些 害怕那些的 还是你们行事果断一些 说不准有你们加入 传国玉玺 很快就能找回来 冷静于爽朗一笑说 后面 冷王夫妇和冷静于又说了很多 有关于他和皇上年轻时 一起征战沙场的故事 冷若立和君莫涵两人 听得很入神 而这边 林郑飞和林郑凡 两兄弟 带着几名朝廷官员 来到皇宫门口 当即就被守宫门的御林军 给拦了下来 皇上刚下令 镇南大将军 没有按照皇上的旨意 私自回京 被视为擅自离港 进宫面圣 需要从皇宫正门口 一路跪拜至御书房门口 方可面圣 御林军首位 正言利色道 你 你们岂有此理 镇南大将军此次回京 是为了参加下个月太后的大寿 才提前赶回来的 你们怎能无此无礼呢 林郑飞对着御林军 咬牙切齿地说 林国公 卑职们都是按照圣上的旨意办事而已 其中一名御林军 丝毫不慌地回道 哎 大哥 算了 这毕竟是皇上的意思 他们也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 你不要责怪他们 林振凡 洋装宽宏大量地帮他们说话 可是 如果从宫门口 一路跪到御书房 你的膝盖岂不是废掉了 林振凡听后 皱了皱眉头说 大哥 别怕 你 林振凡说着说着 把自己的嘴巴 凑到林振飞的耳朵旁 耳语了一番 林振飞听后 嘴角微微向上翘起 还是他家小弟 考虑事情周到一些 皇帝确实没有说清楚 必须让林振凡 自己从宫门口 一路跪拜前行到御书房门口 那他们兄弟 就可以好好地利用 跟在他们身后的这群官员 各位大人 镇南大将军早些年与南照征战 受了重伤就落下了病根 身子一直不好 今日可能需要众位大人的帮个忙了 老奸俱华的林振凡 笑眯眯地 看向众位官员 几名官员刚开始不太明白林振飞的意思 这时 其中一位没信的五品官员 想趁此机会 巴结林家兄弟 他马上笑容满面地奉承道 秦国公 镇南大将军为天舞国效力 此乃大义之举 我们同为天舞国的官员 能帮得上忙的定会尽力 梅大人说得好 咱们天舞国 就应该多一些像梅大人这种使人敬畏的官员 为皇上效力 同僚之间互帮互助 也为平民百姓谋服 林振飞毫不吝啬地夸赞他 这个梅大人还未觉察到 自己已经跳进了林家兄弟挖的坑里面了 此时 他还在为林振飞的那番赞美 而沾沾自喜 林国公这些都是小事 根本不足以为道 梅大人还在洋洋得意 既然这样 那就请各位大人 帮镇南大将军 一人跪拜前行一路断城 从宫门口一路跑拜 前行到御书房门口吧 我相信 以你们八位大人的能力 这点小事情 对你们来说 应该不难吧 林振飞脸上带着一抹笑容说王话 但那双狭长的狐狸眼 却闪过一抹狭 眸光的犀利 扫向众位官员 众位官员听后 原来脸上洋溢的表情 瞬间变得漆黑 原来这两兄弟 刚才是在给他们这些大人挖坑了 而刚刚那位拍林振飞 和林振凡马屁的梅大人 此时他肠子都毁清了 他刚才爱出什么风头啊 这回跳进了这两只狐狸 挖的大坑里了吧 他现在算是弄明白了 林振飞让他们这些小官员 来迎接林振凡的用处了 原来是让他们这些人来替罚的 就在这时 君墨瑶也来到了宫门口 大舅舅 小舅舅 你们待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都不进去 君墨瑶还不知道事情的缘由 便好奇地问 老臣拜见亲王殿下 林家兄弟 看见君墨瑶朝他们这边走来 缓缓地带着众官员向他行礼 大家起来吧 亲王君墨瑶 加快步伐 来到林振飞和林振凡兄弟面前 把他们扶起 亲王殿下是这样子的 因为老臣没有接到皇上的旨意 就提前回京 为太后过寿 惹恼了皇上 皇上下令让老臣从宫门口一路跪拜前行到御书房门口 方可面胜 可老臣的身子 因为几年前征战南兆时 腰部受过重伤 落下了病根 已经受不了长时间跪拜 所以 这次进宫有些难度啊 林振凡面带困扰之色 一脸无奈地说 哎 振凡 你不用担心 刚才梅大人不是说过吗 他们都会很恶意 替你你拜完这段面胜的困苦之路 林振飞故意提醒 梅大人听了林振飞说的话 额头顿时浸出了冷汗 看来林家兄弟是不打算放弃 让他们顶替林振凡跪拜的念头了 他刚才真不应该说那番话 这次 他后悔都来不及了 他的这些同僚 不恨死他才怪 然而 他身旁的这些官 还真如他所想的那般 心中都对梅大人 恨得牙痒痒的 从宫门口一路跪拜前行到御书房门口 这一段路到底有多远 他们心中最清楚了 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 让他们一个接着一个 跪到御书房门口 他们的膝盖和腰部 估计一个月都好不了 梅大人 既然这样 那就从你开头吧 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轮着来 本王让左倾帮你们量路程 看看一个人需要跪拜多长的路段 以免不公平 亲王君莫寒用手指着梅大人 狠立地说 是 是 老臣遵命 梅大人心中 虽然很不愿意替别人顶罚 但他们 也不敢当着亲王和林家兄弟的面前抱怨 只能打落牙齿 往嘴里面咽 真是太憋屈 随即 梅大人从宫口处立即跪了下来 府邸一路跪拜前行 他的身后还跟着其他官员 而亲王却让人进宫中 喊来了三顶软轿 让他的大舅舅和小舅舅都坐在软轿上 看着这些小官员跪拜至御书房门口 而站在不远处城墙上面 穿着一袭白色的长袍宁王 他的衣衫 此时被柔和的暖风轻轻吹拂着 让人看起来仙气飘飘 他满脸嘲讽地看着皇宫过道上的这一幕 抬手甩开自己手中的折扇 动作优雅地轻轻地扇了两下扇子 然后 用自己手上打开的折扇 遮挡住自己好看的 犹如雕刻般的性感红唇 冷笑一声 一边的嘴角轻视地向上勾起 宁王低眸 看了皇宫里的这一幕后 突然转过身子 另一只手放在身后 迈着既优雅 又高不可攀的步伐 匆匆地离开了 半个时辰后 亲王和林家兄弟 在梅大人这些傻屌官员的替罚之下 终于来到了御书房门口 而皇上早就知道 林振凡钻他的空子 找一帮人帮他顶替跪拜前行之事 此时 他的心里正怒火冲天 皇上 亲王和振南大将军 以及林国公他们正在门外等候 李公公急不从门外走进来 习惯性地甩了一下浮沉 然后 扯着一个尖锐的公鸭嗓子说 让他们三个都进来吧 皇上说这些话时 声音很利 脸阴沉郁 模样看着就十分恐怖 是 奴才这就去请他们三人进来 李公公低垂着脑袋回话 即使他没有看到皇上的脸色 单单听着他说话的声音 就知道 现在的皇上到底有多生气了 李公公转过身子退了出去 皇上随即就拿起宫女钢炮好 放在桌子上的热茶 吹了吹 亲敏了一口 亲王和林家兄弟就走了进来 儿臣 微臣 拜见父皇 皇上 父皇 皇上 万岁万岁 万万岁 亲王和林家兄弟 态度恭敬地朝皇上行了一个大礼 林振凡 你好大的胆子 没有朕的旨意 就敢擅自回京 皇上阴沉沉地说 说完 皇上抬手一甩 就把自己手中的滚烫的茶杯 砸在林振凡的脑袋上 林振凡的脑袋 不但被茶水烫得直咧嘴 头上也被砸开了一道口子 流出了鲜血 他咬牙忍住 想要杀掉皇帝的冲动 脑袋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他现在是镇南大将军 不是那个杀人如麻的暗夜阁阁主 必须要忍住这口气 等林振凡一统八夜时 他一定会亲手活活弄死这个狗皇帝 请皇上息怒 郑凡和皇后娘娘 从小姐弟关系就特别的好 听说皇后娘娘身体不适 他心中很是担忧 所以趁着给太后娘娘 庆祝大寿之际 提前回来了 林振飞赶紧帮林振凡辩解 是啊 父皇 这次你就饶了小舅舅吧 亲王君莫瑶 也给林振凡求情 都给朕闭嘴 皇上瞳孔微缩 眸中利气一闪而过 脸色黑如墨色 利声道 底下还跪着的三个人 顿时闭上了嘴巴 今日 你们哪个求情都没有用 林振凡要想避免今天的惩罚 可以把号召镇南军队的虎服上 交给朕用来顶罚 毕竟驻守边疆的将军 未收到镇的旨意 就私自回京 可是需要承担酷刑的 朕今日要是放过你 朕也没法向满朝的文武百官 做出交代 皇上掷地有声地说 林振凡回京之前 就猜到了皇上的做法 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应对的策略了 皇上 陈愿意接受惩罚 林振凡心中恨恨地说 他必须要争取光明正大的留在京中 因为他暗中阁的老巢 已经被人破坏完了 目前他需要钱财和人力重新布置 好 来人啊 把镇南大将军压下去 边刑一摆 然后 再拉到闹市上暴晒三日 不允许让任何人给他送食物和水 违反者必诛 皇上当即就下令 话落 门外 就走进两名御林军 把林振凡压出去 执行边刑 此刻 还跪在皇帝面前的亲王和林振 非听到皇帝对林振凡的惩罚 两人都呆愣住了 这个老皇帝对付林家的人 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 可皇上对这个结果 还是很不满意 他很想趁此机会 收回林振凡身上的兵权 但林振凡的兵权 已经在林家传承了三代了 又哪会那么容易收得回来了呢 只能疲痛骨不伤地折磨他一顿 把他逼得无路可走了 让他彻底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他倒要看看他们林家兄弟的阴谋 到底有多大 李公公传阵的旨意 刚刚顶替林振凡的受罚的朝廷官员 职位都要降下一级 罚三个月的俸禄 皇上阴策策地说 是 奴才遵命 李公公扯着一个尖尖的公压嗓子回话 还有你们两个也要仗行二十大板 皇上语气冷冽地说 来人 把他们也给镇压下去惺惺 庆王听到皇上命令 吓得他全身颤抖 呜 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啊 他昨天刚让鬼谷谷主扎完针 痛了好久 今日又要遭受战刑 他身下的小祖宗都要废掉了 另一边 冷若李和君莫涵从冷将军出来后 两人坐着马车闲逛在街道上 经过闹事时 正好碰到宫中御林军 压着林振凡到闹事报晒 冷若李坐在马车上 透过窗户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正巧看到林振凡手指上的那个白色的玉斑纸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君莫涵 当初我们在柯庆草原的地宫里中 与暗夜魅主打斗时 他手拇指上 是不是也有一枚白色的玉斑纸 冷若李回忆起这件事情说 对 他的手上确实是有一枚 象征着他身份的白色玉斑纸 怎么了 李儿君莫涵眉心 微微宁紧看向他 你过来 看看那个暗夜魅主的玉斑纸 跟外面街上被御林军压住的 那个人手上的玉斑纸 是不是一样 冷若李把君莫涵拉到马车窗旁 往外看 君莫涵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被御林军压住之人的身份 他不就是今日一早 刚回到京都的林振凡吗 他手上怎么会有 暗夜魅主的玉斑纸呢 难道他的另一个身份 就是暗夜魅主 君莫涵越想 就越觉得有可能 冷若李扭头看向 正在思索中的君莫涵 忽然 打断他 君莫涵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冷若李问 文言 君莫涵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 而是反问道 李儿 你是不是也想到了他 暗夜魅主 随即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相视一笑 林振凡有可能就是暗夜阁的阁主 冷若李和君莫涵夫妻们 一口同声地说 走 我们现在就进宫一趟 去见父皇 君莫涵削薄的唇角 微微地向上挑起 好像是在微笑 因为他和李儿 今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好 冷若李赞同地回答 然后 君莫涵让叶影 把马车掉头 直奔宫门口 两人在宫门口外面 正好遇到受完二世大阪的 沁王和林国公 两人被太监们狼狈地扛出宫门口 沁王和林国公 看见冷王夫妇的身影后 他们本想急匆匆地 从冷王夫妇身边冲过去的 但沁王和林国公 看到冷若李那张 倾国倾城的容颜时 两人都当场看愣了 半年不见 这个冷若李 又变得更加好看了 他君莫涵当初 真是鬼迷了心窍 硬是把朴玉当成完事给丢弃了 让君莫涵捡了个大便宜 不然 像冷若李这么漂亮的美人 早就是他君莫涵的女人了 他现在很后悔 于冷若李退掉了婚约 那了冷若双为妾 失去了冷江郡府的扶持 沁王身旁的林国公 再次见到冷若李的青城之姿后 也看呆了 冷家的这个小丫头 长得真的太好看了 他感觉冷若李的容貌 比他母亲夏娃年轻时的容貌 还要好看 冷若李的生母夏娃 年轻时 也是一位名动京都的大才女 他林振飞年少轻狂之时 还曾追求过夏娃 找他偷偷地他表白过 但却被夏娃当场拒绝了 还被他告知自己 他爱的人是冷锦鱼 后来他也想明白了 夏娃他是不会看上他林振凡的 所以他就和柳如意合作 把夏娃弄死 让冷锦鱼也得不到自己的心上人 君墨寒瞧见沁王和林国公 看着自己王妃的眼神很不舒服 他便凑到冷若李身旁 低声要来了两颗养羊粉 等沁王和林国公 路过两人的身旁时 他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连弹了两下 那两颗养羊粉 就分别散落到沁王和林国公 受伤的臀部上面 二皇兄 本王和舅舅刚受完刑 就不方便同你行李了 真是失敬 庆王假意道 无事 作为兄长 岂是如此小气之人 君墨寒很是大度地说 那就谢谢二皇兄了 庆王强忍着痛感 抬眸看了冷若李一眼 很不舍 才让太监们 扶到不远处的马车上 跟着 林国公也抬手向冷王夫妻拱了拱手 也让太监们 把他抬到自己的马车上 然后 君墨寒和冷若李 也踏入了宫门口 直奔御书房 但夫妻两人来到御书房后 却扑了个空 守在御书房的御灵军告诉他们 皇上刚去了太后的仁寿宫 于是 冷若李和君墨寒 又加快脚步来到仁寿宫 仁寿宫里 皇上缓缓地走进太后私人的小花园中 这里虽然没有御花园那么大 但是这里的每一株花草 都是太后亲自照料 花园内种满了来自大陆上各地的明花 有桃花 桃花 樱花 杜鹃花 海棠花 银春花 杏花 水仙花 与美人 百花齐放 蝴蝶兮兮 香气浓郁 彼时 太后正在自己的小花园里 打理着亲王帮她找来的两株金花茶 皇上缓缓地走到太后的身后 花园里的小宫女小太监们 都纷纷向皇上行礼 母后 就是两株金花茶而已 你交给公墨墨 他们打理就好了 皇上无奈地说 这两株金花茶 刚栽下没多久 还不适宜这个花园里的土壤环境 哀家怕他们一不小心 就把她照顾死了 太后头也不回地跟皇上说 母后 这个花园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你什么事情都清理清理 岂不是很累 皇上很是无奈 李儿那个丫头 不是常常跟哀家说吗 让哀家多走动 多运动 经常运动的人才会更加健康 太后直接拿冷落里的画 当挡箭牌 她的话音刚落 就从远处传来一道悦耳洞听的女生 皇祖母 您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太后马上转过身子 望向声音的源头处 抬眸就看见一抹纤细 穿着一身雪白色宽秀窄腰 镶嵌着金边祥文长举女孩 迈着优雅的小碎步向她走来 太后的脸上立即挂满笑容 向那个女孩招了招手 哈哈 李儿快过来 快到皇祖母这边来 太后眉开眼笑地说 好嘞 李儿过来瞧瞧 皇祖母又中了什么话 冷若里急不向太后奔来 她走进太后身旁仔细一看 太后刚才在整理的这两株 开满金黄色 耀眼夺目 开得密密麻麻的小金花 顿时震惊了 她称之为神奇的东方摩茶 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 茶族皇后 极为罕见 金花茶的药用价钱极高 花里面富含许多微量元素 茶多糖 茶多酚 总黄铜 茶色素 等等 拥有很种功效和作用 在现代中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皇祖母 您这金花茶 是从哪里挖来的呀 冷若里好奇地问 衰家也不知道 庆王是从哪里挖来的 一下子就找来了两株 太后笑着说 虽然她对庆王 这个孙儿的印象不太好 但她对庆王送来的 这两株金花茶 甚是满意 这金花茶 可是她派人找了 许久都没有找到的花种 皇祖母 您知道吗 这些小朵的金花 可是个宝贝 它不仅有清热解毒 只利 收敛止血 还能减脂 降血压 降血糖的作用 冷若里娇嫩的朱唇浅笑道 哦 哀家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金花茶 有药用价值 太后很佩服 冷若里的才华与见识 这个小丫头能嫁给孩儿 真是她的福气啊 这可幸亏亲王那小子 与里儿丫头退了婚约 不然 这么聪明伶俐 又博学多才 医术高超的小丫头 就便宜了那个小子了 皇祖母 她的花不仅有药用价值 还可以直接拿来冲茶 或者做糕点 冷若里补充道 天哪 那皇祖母岂不是守着两株宝贝 而不自知了 哈哈 太后文言 当场大笑起来 皇祖母 要不 里儿摘些小花朵 回屋里 给您和父皇冲上两杯金花茶尝尝 冷若里提议道 好啊 哀家吃过里儿丫头做的饭菜 但还没有喝过你泡的茶 今日哀家可要尝尝 太后慈眉善目地笑着 她每次和冷若里这个丫头待在一起 就觉得自己年轻了一二十岁 旋即 太后和冷若里 一起摘了一小篮子的小黄花 走到花园的小凉亭里坐下 让宫女们拿来茶具 烧开水 准备泡花茶 皇上和君莫涵 则在花园内的另一个凉亭里 聊起事情 父母 前天夜晚 我和里儿 已经找到了暗夜阁的总部 君莫涵语出惊人地说 暗夜阁总部在哪里 皇上震惊地问 父皇 他就在离我京都不远的望牙山下 君莫涵回答 什么 暗夜阁的总部就见在望牙山下 皇上听了君莫涵的话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 在望牙山下的不远处 就有一座他的行宫 他几乎每年秋后 都会带上一群大臣 在那附近狩猎 并没有听说 那个地方有什么异常啊 父皇 那个地方被阵法遮掩了 不懂阵法的人 就算去了那里 也不会看出 那里有猫腻的 君莫涵说出缘由 难怪 既然你们发现了暗夜阁的总部 朕就把消灭暗夜阁的任务交给你 怎么样 皇上平静地说 父皇 儿臣和里儿 已经把藏身于暗夜阁总部里的人 全部给消灭了 连他们的地下城都给炸平了 不过 暗夜阁阁主 和暗夜阁的第一杀 并不在里面 君莫涵再次惊人地说 那你和里儿有没有受伤啊 皇上听了君莫涵的话 有些开心 更多的是担忧自己儿子和儿媳的安危 而陈和里儿都没事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语霸 君莫涵就从自己的衣袖兜里 拿出冷若里送给他的手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